无上神帝第3882到3989章,懒人听书,只做精品,视频下方详情中可选取章节播放,并有全书播放列表,手机用户点击视频下方标题可展开视频详情。 本视频配有反简字幕,手机用户可清点视频,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切换字幕。 第3882章拓拔位 而此刻,目光看去,却是剑的,拓拔原身前,一道身影出现。 那人身着青色舞伏,神色冷峻,手握一顶坡刀,坡刀刀尖,滴答滴答,鲜血流淌下来。 卫大哥 拓拔原本以为必死无疑,可是看到眼前身影,却是神色一喜。 拓拔位 拓拔族,名声显赫的天之骄子。 各大一等势力之中,每一代人,都有天骄之辈。 而每一代人的天骄之辈,都是不同的。 哪怕是同时代的,有通天镜天骄,也有化天镜天骄。 拓拔位,拓拔族当之无愧的顶尖天骄之一。 夜扶此刻,搀扶住夜勋,面露苦涩。 二弟,二弟。 夜勋此刻,宛若是喘不上来气一般,脸色长红,身躯颤抖不止。 让开。 沐云此刻,却是来到夜勋身前,搀扶起夜勋。 夜扶此刻已经是塞进去几颗丹药,可是夜勋的生命力,却依旧是在快速流逝。 怎么办,怎么办。 夜扶此刻,完全慌了神。 夜族三脉,他们是夜扶天一脉,大哥夜子昂,年纪比他们更长。 夜扶和夜勋二人,可谓是从小到大,一起长大,关系最是亲密。 沐云此刻,也是感觉到夜勋生命力的流逝。 那出现的青年,一刀之威,几乎是彻底断了夜勋的生机。 拓拔卫。 夜扶双眼通红,怒喝道,你死定了。 此时此刻,拓拔卫手持波刀,看向四人。 这里是南狱,可轮不到夜族的人张狂,还以为你们是曾经的夜族呢? 拓拔卫声音很好听,此刻说起话来,神态淡然。 夜族是一等势力。 拓拔卫也是。 拓拔卫没必要怕夜族。 此刻,沐云却是看了看那青年一眼。 拓拔卫通天境九重境界,一刀之威,我都接不下,冷凌凌此刻面色肃然道。 夜勋只是画天九重境界。 这拓拔卫可是通天境九重。 通天顶峰境界,主宰道接近五百米,哪里是九十米主宰道可以接下的。 沐云此刻,抱起夜群,咬了咬牙。 小表弟,我可是豁出命了。 一语落下,沐云双眼微闭,请客之间,大索命数,在此刻流动不止。 大索命数。 与天换命。 可以换取强大的实力,也可以换取强大的生命力。 不过,是以沐云的生命力为根基罢了。 现如今的沐云,在当初对付地渊之时,燃烧数百万年寿元,寿元几乎到了尽头。 若非沐云与凝聚一团生命精华,沐云早就一命呜呼。 而这些年来,沐云不断恢复自己寿元,现如今,接近千万年。 处于五者顶峰寿元极限。 大索命数,他已经很久未曾施展了。 只是现在,夜勋,危在旦夕。 一口气,五十万年寿元,直接燃烧。 顶刻,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流淌而下。 实际上,大索命数转化为实力,是能够换取不俗的提升,而转化为生命力,则是很低。 五十万年寿元,或许足够沐云到达化天十重级别。 但是五十万年寿元,却是并没有换取足够强大的生命力。 一如沐云以吞噬之力和净化之力,吞噬死者精气神,化作自己提升之力,也可以将这些精气神,以大索命数,兑换为兽元,借此机会恢复。 但是,效率很低。 不过现在,沐云别无选择。 他自然不可能看着邪君去死。 这一刻,冷凌凌和叶芙皆是神色骇然。 叶君胸口,恐怖的刀锋,震碎了经脉和骸骨,几乎震散了三魂七魄。 可是现在,却是在逐渐恢复,甚至,心脏的跳动,开始有规律的复原。 我。 叶君此刻,睁开双眼,脸色煞白,胸口依旧是鲜血缓缓流出,可是,命保下来了。 臭小子,吓死我了你。 叶芙忍不住喝骂道。 一旁,冷凌凌却是眼神异味深长的看着沐云,缓缓道,你没事吧? 还好。 沐云此刻开口道,消耗一些代价而已,不算大问题。 叶芙看向沐云,面带感激。 活下来了。 只是此刻,一道惊讶的声音响起,微微笑道,只是,就算现在活了,待会还是要一起死,何必浪费呢? 拓拔为此刻淡然一笑。 而远处,几道破空声,在此刻响起。 七八道身影,在此刻到来。 只是,这七八人,仔细看去,进阶是通天境级别。 七八人到来,纷纷落下。 只是显然,这些人,依旧是以拓拔为为首。 此刻,叶芙苏醒,看向身前。 拓拔为。 叶芙脸色一变。 这等通天境顶峰的天之骄子,他自然是知道的。 此时,几人看向沐云四人,神色带着冷峻杀气。 叶芙搀扶起叶芙。 冷凌凌此刻目视前方,眼神冷峻。 今日,成了死局。 之前被追杀,不过是通天境带队,也只是一重二重境界,尚能抵抗。 可是现在,却是通天境顶峰九重级别的。 而且四周那七八人,都是通天境三重之上级别。 这样的几人小队,面对一位容天境初七级别的强者,也不畏惧。 拓拔为看向四人,微微笑道,叶族没落,大家共认的,若是当年,逍遥神帝未死,亦或者是人帝和清帝尚在,亦或者三皇皆在,我拓拔足确实是惹不起,可是,物是人非。 你们叶族也就别拿之前的荣耀来当底蕴了。 这次魂族和飞黄神宗闹得那么大,我想也不单单是为了杀你们姐弟二人,只怕不久之后,叶族大难,即将到来。 现如今,若是可以生勤你们二人,交给飞黄神宗,想必接下来,飞黄神宗做什么,也会与我拓拔足有一些合作的。 叶福冷漠道,拿我们的人头去换消息吗? 拓拔为,今日你杀我们,他日,我们等着邪族的人。 取你向上人头,黄泉路上,我们姐弟二人,等着你。 这等威胁的话语,就显得过于幼稚了,还是收敛收敛吧。 拓拔为微微一笑,扑刀点的,笑道,那两个,直接送上路,这两个,抓活的。 此话一出,似到身影,在此刻走出。 冷凌凌神色冰冷。 沐云此时,眼神带着无奈。 他自然不可能死在此地。 只是,这些位通天境高手,以他化天六重境界。 怎么也杀不死的。 眼下,似乎唯有大索命术可解了。 第三千八百八十三章 叶子昂。 四道通天境弟子,一步步走出,虎视眈眈,看向沐云,叶芙,叶芙,叶勋,冷凌凌四人。 此刻,叶芙和冷凌凌二人立于前方。 沐云和叶芙位于后方。 四道身影,瞬间杀出。 叶芙和冷凌凌二人,在此刻脚步跨出,体内气势爆发开来。 轰。 刹那,四道身影逼近,惊天之势,在此刻爆发开来。 恐怖的波动,席卷开来。 大地之上,道道身影汇聚,不少人在此刻都是感觉心神都是颤抖起来。 恐怖的气息,令人心计。 砰砰砰砰。 而在此刻,顷刻之间,低沉的炸裂声,在此刻响起。 四道身躯,在此刻直接炸裂,化作积粉。 叶芙和冷凌凌二人此刻皆是一愣。 就连沐云此刻,也是微微一正。 他可没出手呢。 我叶族弟子,什么时候轮到你拓拔族的人来杀了? 一道温和的声音,在此刻突然响起。 随着那声音响起,四周,道道破空声响起,十几道身影,在此刻飞速到来。 而此时,叶芙和冷凌凌身前,却是出现一道身着轻衣的青年男子。 看到那男子,叶芙,叶君皆是一愣。 大哥。 大哥。 二人此刻,神色一喜。 只见得,身前男子,此刻转过身来,露出一张俊俏的脸庞,微微一笑,煞是迷人。 大哥。 叶子昂。 叶芙天长子叶子昂吗? 沐云此刻按捺住体内气息。 只见得那青年手掌抬起,手指轻轻敲了敲叶芙脑门,笑道,真能跑,居然想到来这时笑山脉了。 叶芙此刻忍不住激动道,你再不来,我们可就要死在这里了,等着给我们收尸吧。 不准胡说。 青年呵斥道。 叶君此刻靠近沐云,拍了拍沐云肩膀,哈哈一笑道,这是我大哥叶子昂,他来了,咱们就没危险了。 沐云看向青年,神色带着一丝打量。 体内气势强横,很厉害。 反正他是看不出这家伙,到底是什么境界修为了。 叶子昂看了叶君一眼,道,看来你们两个这次乱跑,还是得到了不小的提升。 此刻,叶芙和叶君皆是腼腆一笑。 叶族三皇,叶竹天,叶问天,叶芙天三位。 身为叶芙天长子,叶子昂这些年来,在叶族内,可是负责不少大大小小的事物,地位也比较高。 叶芙和叶君二人,更像是世家子弟,几乎只是修行,叶子昂却是背负起叶族不少的事情。 面对叶子昂,姐弟二人,不只是当成大哥一般爱戴,还有一些敬畏的。 现在也不是责问你们二人的时候,我倒是想看看,想不动生息灭杀我叶族子弟的,到底有几分能耐。 叶子昂目光此刻看向拓拔位。 两大家族,顶尖天骄,此刻四目相对,火花四射。 叶芙,叶君,冷凌凌和沐云四人,被几道身影护在中间。 叶子昂此次所带来的人,也皆是通天境高手。 叶族护卫。 拓拔位此刻面对叶子昂,神色不变。 事情已经做了,即便被发现,抵赖是不可能的,倒不如真枪真刀打一架。 拓拔位笑着看向叶子昂,淡然道,速问叶家子弟,皆是人中龙凤,深得叶逍遥神帝剑术传承,我拓拔位今日就领教领教。 甚好。 叶子昂此刻,直接一步跨出,一柄长剑,瞬间破空而出,剑斩落下,劈裂四周虚空。 拓拔位此刻,双掌一握,一双拳套出现在自己双手之间。 恐怖的波动,席卷开来。 斩。 轰鸣声在此刻响起。 刹那,两位通天境,顿时交手。 而此刻,十几位叶族通天境护卫,意识纷纷杀向拓拔族子弟。 双方大战。 叶俘看向四周,哼了哼道,这群王八蛋,真把我们叶族当软柿子捏了。 叶群此刻摩拳霍霍道,这次,得让他们吃大亏。 看向沐云,叶群嘿嘿笑道,这下你放心吧,就算你不是沐云,念在你救我性命的份上,我一定跟足内求情,你要不是沐云,也死不了。 不过现在,我更希望,你就是沐云。 沐云笑了笑道,现在说脱险境,还早,毕竟,这里是南遇最南遍,我们返回逍遥城,也没那么简单。 大哥既然出现在此处,说明我们叶族也是派遣不少人,安危倒是不必担心。 嗯? 此时此刻,四人并未出手。 这次出现的通天境,皆是三重之上境界,四人实力,在此刻发挥不出什么威力,在此处观战。 便是最好的帮助了。 轰! 天空在此刻,似乎被撕裂一般。 一道身影,在此刻倒退而回。 仔细看去,正是拓跋位。 此刻,拓跋位嘴角带着一缕鲜血,整个人看起来,全身上下,气势紊乱不少。 叶子昂此时手握长剑,一剑挥出,杀气凝聚。 恐怖的气势,在此刻爆发。 轰! 剧烈的轰鸣声响起,剑气直逼拓跋位。 叶子昂,亦是通天境九重境界,顶尖的通天主宰。 只是此刻,显然,叶子昂实力,稳稳压制拓跋位一头的。 叶子昂! 拓跋位嘴道道,此地为难欲,非你叶族之地,你要知道,你这么做,接下来的后果是什么。 面对此话,叶子昂却是冷漠道,那你也要知道,你这么做,面对后果是什么。 我叶族子弟,如何你拓跋族的人了?你要下杀手。 你能,我也能。 叶子昂此刻,怒气并不小。 别人都要杀了自己弟弟妹妹了,还有何话好说? 斩! 一语喝下之间,虚空被撕裂,拓跋位身躯狼狈倒退,一剑挨中,鲜血流淌而出。 其身躯倒退跌落,砸入大地之上,阵裂四周地面。 叶子昂俯身冲下,一剑,直对拓跋位。 坑! 只是,眼剑叶子昂一剑即将落下,此刻,一道身影,却是瞬间出现在拓跋位身前,掌风呼啸,将那一剑生生转移了轨迹。 剑气炸裂,轰鸣声响起。 拓跋位看着远处,大地烟尘滚动,想到那一剑若是落在自己身上,必定将自己四分五裂。 仙玉大哥 身前一道身影的出现,使得拓跋位死里逃生,看向身前之人,顿时惊呼道。 没事吧? 略显沙哑的声音响起,不带任何感情。 拓跋位起身,点了点头。 拓跋先玉。 此刻,叶子昂看向身前出手之人。 还真是够巧的,在这里碰到你了。 叶子昂温和一笑道。 第3884章 拓跋位丧命。 我想,这也并不是什么巧合吧。 拓跋先玉此刻淡淡道,觉察到你出现在南狱,我就奇怪,什么事情,能够让你亲自出马。 拓跋先玉说着,目光看向叶芙,叶君。 现在倒是明白了。 叶子昂此刻,目光如炬,平静道,这拓跋位要杀我弟弟妹妹,此事,拓跋族想来是不会给什么交代,我想,还是我亲自动手比较好。 拓跋先玉听到此话,却是笑了笑道,魂族和飞黄神宗的人,也要杀了叶芙和叶君,怎不见你去杀了他们。 容天静自有容天静出手,我只对付通天静即可。 叶子昂依旧面不改色。 你带你弟弟妹妹走,我不阻拦,今日之事,当作没发生。 拓跋先玉此刻再次道,如何? 不如何? 叶子昂却是霸气道,我叶族是不如以往,可是,还未到人人可期的地步。 六大家族,单单拿出来,哪一个能比你叶族? 这些年来,你们不过是依靠彼此间合作,制裁我叶族罢了。 拓跋先玉,你没出手,我不会对付你,可是拓跋未性命,今日必要留下。 此话一出,拓跋先玉手掌微微一握,一道骨镜,出现在手中。 既如此,无话好说,看看你能不能在我手中,斩杀拓跋未吧。 拓跋未,通天九重境界,在拓跋族内,也是强大的天骄。 怎能如此就让叶子昂斩杀? 培养一味天骄,可不简单。 而且,拓跋未将来的地位,必然是荣天境级别的长老,高层。 不论如何,拓跋先玉是不可能让叶子昂杀了拓跋未的。 只是,相对于拓跋先玉的保护,叶子昂却是必杀拓跋未。 若是连要杀自己弟弟妹妹的人,都在眼前跑了,那他这个大哥,也没颜面对弟弟妹妹了。 轰。 剧烈的轰鸣声,在此刻响起。 两人此刻交手,声势骇人。 沐云此时,细细看去,也是能够发现,这二人所展现出的实力。 叶子昂的剑术,确实是很强横,只是拓跋先玉所施展的五绝,也是爆发力十足。 而且,其肉身的爆发,颇为强横。 叶君此刻开口道,当年,六族先祖,乃是我们爷爷身边六位忠心耿耿的护卫,人称六神位,本身也都是称号神称号帝实力级别。 可是我爷爷去世后,这六人,也纷纷蒙生自行独立的想法。 我爷爷当年毕竟是神帝,通天神迹,掌握在手。 分别为六神位,找寻到了最适合他们血脉修行的五绝,拓跋族的传承五绝,名叫万兽闻天术,据说是一门极为繁荣复杂的五绝,能够使得拓跋族弟子,以自己血脉为根基。 融合兽族的一些神威。 所以拓跋族弟子,要么是善于速度型,要么是力量型,等等,也因为万兽闻天术。 我们叶族就比较简单了,因为爷爷一生所用,乃是剑术通天,更是剑体九段极致,强大无比,我们叶族子弟,修行剑术,也是格外的具有先天优势。 沐云听闻这些话,点点头。 这等强大的家族,若是没有传承五绝,那才邪了门了。 而此刻,叶子昂和拓跋先遇二人交手,声势极为强横,拓跋为此时,目光一转,看向沐云四人。 现在,没人护住你们了。 拓跋为此刻神色冷漠,带着杀机,不断靠近。 护在四人身侧的几名通天境高手,此刻纷纷杀出。 只是,那四人不过是通天境四重五重境界,面对拓跋卫,根本无力抵挡。 哼,差点因为你们丢了性命,现在也算是取回来。 拓跋卫杀气未减,在此刻直接冲出。 叶子昂此刻看到这一幕,冷漠道,拓跋先遇,看来,拓跋卫并不领情。 拓跋先遇看向下方,却是神色带着几分不悦,可是并未多说。 叶族和拓跋族关系本就不善,现如今,既然已经交手,也没必要标榜自己占据着什么道义了。 受死吧。 拓跋为此刻,手掌一握,一拳直接轰出。 拳风在此刻呼啸而出,直面沐云四人。 轰。 只是,下一刻,登时间,宝鸣声响起,大地滚动,一片狼藉。 沐云四人身躯,在此刻纷纷倒退。 可是,四人并未感觉到创伤,只是,身体平衡,无法掌控,不断翻滚。 但是,此刻四人,却是处于一座冰球之中。 那冰球,隔绝了拓跋卫的攻击。 而在此刻,一道身影,如魅影一般,瞬间消失不见之际,却是出现在拓跋卫身后,一柄冰箭,此刻直接洞穿拓跋卫胸口。 啊! 惨叫声,在此刻响起。 拓跋卫身躯,出现倒倒冰雪,将其冰冻。 仙玉,救我! 拓跋卫大喝道。 叶子昂,你! 拓跋仙玉此刻一拳挥出,击退叶子昂,便欲去营救拓跋卫。 可是此刻,那道身影,却是更加眼疾手快,直接一箭朝上,将拓跋卫身躯,一分为二。 冰蟹满天飞。 拓跋卫的气息,逐渐溃散。 对叶族弟子动手,须得付出代价,对我冰神宫弟子动手,也得付出代价。 一道冷漠的声音,在此刻响起。 此时,拓跋仙玉脸色微变。 冷凌凌此刻却是神色一喜。 师兄! 看到来人,冷凌凌神色抑制不住的兴奋道。 陈爽! 拓跋仙玉此刻,脸色难看。 陈爽,乃是冰神宫的杰出弟子,论实力,不输于叶子昂。 此刻,二人居然都出现在此地。 拓跋仙玉彻底明白。 这两人压根是一起到来的,就是等着自己出现,叶子昂拦住自己,陈爽出手,震杀拓跋卫。 好算计。 拓跋仙玉此刻手掌一挥,哼道,既如此,那就看看,你们二人,能否带着他们,离开南狱。 拓跋仙玉话语落下,转身就走。 身后几人,被留下几位,惨败而退。 他一人面对叶子昂和陈爽,根本毫无胜算。 跑得倒挺快。 叶子昂和陈爽二人,此刻都未追上去。 不跑留着等死吗? 叶子昂笑了笑,随即身影落下。 叶芙,叶君,冷凌凌三人,顿时走上去。 师兄,你怎么来了? 公主担心你,我接到消息,就亲自来寻你了。 陈爽淡淡道。 第3885章当年见过一面。 你这次,回去之后,等着公主训斥吧,一个人瞎跑什么? 听到此话,冷凌凌却是反驳道,我这是被魂族的魂暗追杀,没办法呀,谁知道魂族这次突然发疯。 冷凌凌笑道,多亏遇到了这个家伙,救了我一命。 是啊是啊,我们这些天,也是因为这家伙,化解了不少危机。 叶君此刻也是拍了拍沐云肩膀,嘿嘿笑道。 是你。 只是此刻,陈爽看向沐云,却是一愣。 多年不见。 沐云看向陈爽,笑了笑,开口道。 陈师兄,你们,认识。 冷凌凌此刻不可思议道。 陈爽尚未开口,沐云却是笑道,认识,当年,见过一面的。 此话一出,叶子昂,叶福,叶君和冷凌凌四人,皆是一愣。 没想到,只不过是数万年,你都已经成就为主宰境了。 陈爽感叹道。 我也没想到,你我会在此等情况下,再次见面。 二人言语之间,颇为奇怪。 叶子昂看向陈爽,忍不住道,陈兄,你怎么认识此人。 陈爽此刻却是看向叶子昂,认真道,他就是沐云。 此话一出,叶子昂,叶福,叶君,冷凌凌四人,皆是神色惊恶,目光直勾勾盯着沐云。 当年,我奉公主之令,与各方一起进入人界内,带回明月心和秦梦瑶二人,那时候的沐云,只是人界墓族的少族长。 一晃多年,没想到,已经成就主宰。 叶子昂此刻却是急忙道,陈兄,这件事情,可开不得玩笑。 不会错的。 陈爽继而道,当时九女被我等一一带走,这家伙那不甘心的目光,我现在还记着呢。 沐云闻言,却是笑了笑道,将我九个如花似玉的夫人带走,我自然是不甘心。 事实证明,我等可没胁迫他们,宁月心和秦梦瑶,早就离开了冰神宫,返回各自族内。 陈爽提及此处,脸色不自然道,这两个女人,可不是龙中金丝雀。 沐云没多说什么。 叶君此刻看向沐云,瞪大了双眼,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你真的是沐云? 沐云此刻苦笑道,我都说了,我就是,你偏偏不信的。 叶君一脸错愕道,我哪敢信,这些年来,多少冒充你的人。 此刻,叶子昂和叶芙也是纷纷露出惊诧的目光。 冷凌凌拉住陈爽,忍不住道,陈师兄,真的是。 嗯? 陈爽继而道,我又没必要撒谎,回到叶族,想来施美云,爱怨柳,尤非叶三位前辈,也能够判断出来的。 施美云,爱怨柳,尤非叶。 此三人,正是这些年来,叶族的掌舵者,也是三皇的妻子。 此刻,叶子昂,叶芙,叶芙,叶君,皆是围绕着沐云。 哈哈哈哈,太好了。 叶君激动道,本来还想着,你若是假冒的,我还得费尽口舌,保你性命的,现在看来,皆大欢喜。 叶子昂此刻开口道,详细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先离开此地,返回逍遥城吧。 嗯? 此刻,十几道身影,化作长虹,飞速离去。 逍遥盛须,被大家笼统的分为东南西北众五大狱,不过,七大家族矗立在逍遥盛须之地,这五大狱的地狱,并非是按照实际地狱被七大家族所占据。 此刻,叶子昂和陈爽二人带着鞋服,叶君,沐云,冷凌凌等人,离开石啸山脉,朝着忠玉赶去。 一路上,叶君看向沐云的目光都是发生了改变。 我就感觉,我看到你第一眼,就很亲切,没成想,你真是小姑的儿子。 叶君忍不住道,话说回来,当年你出生的时候,我们还都没出生呢,就兴泽大哥出世,按道理说,比你大。 叶兴泽 三皇之首,叶竹天长子。 大哥都得喊你一声云歌。 前方,听到此话的叶子昂一个亮相。 叶君,不得胡说。 叶子昂此刻呵斥道,沐云这些年来,一直在外,经历过很多变化,真正的年纪,比我们小多了。 那你也得喊歌,叶君嘀咕道。 叶子昂脸色一沉,叶君急忙闭嘴。 对自家大哥,他还是有些畏惧的。 沐云对这些,倒是没什么感触。 此刻,沉爽看向沐云,道,你来到逍遥盛须,秦梦瑶可曾知道。 沐云摇了摇头。 沉爽继而道,秦梦瑶为你诞下一子,现如今在第二天界凤凰界狱内,也时常会来逍遥盛须。 不过,他一般都是很低调前来,只是到萧族内,所以我等也不知道其行踪。 沐云微微点头道,总归是能够见到的。 沉爽不再多说什么。 这次,沐云,叶府几人,倒是心安定了不少,总归是不必一直担心,被人追杀。 好歹身边十几位通天境高手,除非遇到容天境的强者,否则不会有什么危险。 前方便是石渊城了。 叶子昂此刻开口道,到了石渊城,我们便可乘坐传送大镇,离开南狱,返回逍遥城内。 听到此话,叶军忍不住道,大哥,石渊城是拓跋族的地方,他们会让我们通过传送大镇离开吗? 此话一出,叶子昂却是笑道,那可由不得他们。 我们只是缴纳天原石,正常通行,拓跋族的人,为何拦下我们? 叶子昂说着,领着十几人,不断靠近前方若隐若现的城池。 石渊城 来到城门前,来来往往,依旧是络绎不绝的车水马龙。 叶子昂直接领着众人,进入城内。 入城之后,来到一片宅邸之前,此刻,宅邸府门打开,一队人立于府底前,严阵以待。 昂少爷 看到叶子昂等人出现,那一队人此刻皆是躬身失礼。 石渊城内,可有什么异常? 叶子昂淡淡道 并无异常。 嗯 随即,叶子昂领着沐云等人,进入府邸内。 偌大的前院,三进三出的房间,显得很是气派。 这段时间,你们几个受苦了。 叶子昂开口道,接下来,事情就交给我吧。 第3886章 为府 叶君此刻却是大趣道,大哥你行不行啊,这里可是石渊城,搞不好我们就被人给阴了,你可不是容天静。 臭小子,拿那么多话,好好休息去吧。 得嘞 叶君领着沐云,在几名护卫的带领下,来到后院。 真的没问题吗? 沐云开口道,这里毕竟是石渊城,若是有容天静出现。 放心吧,我大哥说没事,就一定没事。 叶君笑道,沐云,这次你损失也挺大,好好休养几日吧。 嗯 此刻,沐云体内聚集着拓拔卫等人的精气神,只不过,需要时间来消化。 叶君 嗯 以后称呼我沐云,不太合适了吧。 沐云笑了笑道,叫一声咯咯听。 二人分别,沐云回到安排好的房间内,便是开始修行。 来到逍遥盛须这段时间,他一直是在奔波,从九军城到石渊城,到石啸山脉。 只是,这一路奔波,却是使得实力快速提高,倒也值得。 此刻,沐云体内,倒倒精气神,流入到浑海之间,扩展着沐云的浑海,而同时之间,沐云身体内,倒倒恐怖的力量,席卷而出。 浑海的增幅,使得魂魄之力也会提升,继而,经过转化之后的精气神,对于沐云运养主宰道,提升主宰道,亦是具有神效。 而且,在皇帝经的辅助之下,沐云体内的气息,是越来越强横的。 这种强横,是对主宰道的增幅。 六十米之鱼的主宰道,以皇帝经之法运转,所凝聚的主宰增幅,在每一天,都是逐渐增强。 对于皇帝经,沐云也是有了更加重视的看法。 现在,他所掌控的。 七品剑术须灭葬神剑绝。 以及大荒遮天首。 十日霸天术。 再加上两座大镇,羽化七神镇和黄泉九英镇。 羽化七神镇,现在算是比较匹配。 此阵若是凝聚三十万道戒纹,可斩杀化天九重境界。 只是现如今,沐云所凝聚的戒纹,只有十二万道,距离三十万,还有一段距离。 看来接下来,要加强戒纹的塑造。 阵法这一图,沐云是绝技不打算丢掉的。 一位阵法师所能够带来的威胁,敌得过千军万马。 而且,沐云已经是走到了七级戒阵师的地步,再跨出一步,到达八级戒阵师,那就是宗师级别,可比你容天静强者了。 几天时间下来,每日里,叶芙和叶军都会来找沐云,询问一些日常所需,是否需要帮助。 叶子昂这几日倒是没怎么出现。 这一天,沐云在府邸深处,凝炼体内精气神,拓展主宰道,同时,以皇帝精为辅助,加强拓展的主宰道。 轰。 陡然间,一道低沉的轰鸣声,在此刻响起。 似乎府邸前,出现轰鸣声。 而在此刻,沐云推门而出,叶芙和叶军以及冷凌凌三人,也是纷纷走出。 怎么了? 四人相视一眼,纷纷走出房间。 来到前院,只见得,此刻,庭院内,数十名舞者聚集。 而府邸大门,此刻已经掉落。 大门外,几道身影,在此刻一一出现。 而那为首一人,约了四十余岁上下,七十内敛,但是在身后数十人,以其为首,显然实力不俗。 拓拔迎天。 叶芙直接开口道,石渊城,城主。 整个南狱,几乎一半以上的地狱,归属拓拔族的。 拓拔族也是派遣族内强者,分散在各个城池内,掌管治安。 拓拔迎天,正是石渊城城主,一位容天境强者。 而此刻,院内数十人之前,陈爽一袭白衣,笔直站定。 拓拔族这是什么意思? 陈爽淡淡开口道。 陈爽。 此刻,拓拔迎天身侧,一道身影,缓缓走出。 正是拓拔仙玉。 我没想到,你们如此堂而皇之,真当我们拓拔族都是死人吗? 如此胆大妄为,出现在石渊城内。 拓拔仙玉此刻神色冷峻道。 没当你们是死人,但是也没当你们是什么了不起的人。 陈爽淡淡道,冰神功弟子和叶祖子弟,在石渊城落脚,没什么问题吧。 拓拔仙玉听到此话,却是哼道。 这个自然是没问题,只是,拓拔未知死,你陈爽,得付出代价。 怎么? 拓拔未要杀我冰神功之人,我杀了他,不对吗? 陈爽依旧淡笑道,拓拔仙玉,你若是不服气,直接与我来战便是,找荣天竞来撑腰。 拓拔仙玉此刻却是冷淡道,我需要吗? 只不过,今日,你们都在此地,那边都留下来,别走了。 此话一出,拓拔仙玉神色冷峻。 这一刻,街道四周,道道界闻,冲天而起。 在这石渊城内,主宰镜门若是彻底放开手交战,足以将整个石渊城彻底摧毁了。 以戒阵封闭四周,能够使得交战波及范围,减少到最低。 陈爽看到这一幕,却是眼神平静,立于原地,纹丝不动。 要杀我,便来杀就是了。 陈爽毫无畏惧。 他乃是通天境九重境界,通天境极致。 若是他死了,冰神功绝不可能善罢甘休。 杀就杀。 拓拔仙玉此刻喝道,迎天成主,出手格杀此子,一切责任,我担着。 仙玉公子。 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吗? 拓拔仙玉此刻怒急。 拓拔迎天神色微颤,点点头。 他若是出手斩杀陈爽,冰神功绝对投一个杀他,在想方设法斩杀拓拔仙玉。 可是现在,不得不听令。 他虽是容天境,可是拓拔仙玉年纪轻轻,便是通天境高手了,将来必定踏入容天境,在拓拔族地位,会很高。 拓拔迎天此刻一步跨出,体内煞气澎湃释放。 容天境,主宰道超越五百米,单单是主宰道的气势,都已经能够完全碾压化天境级别。 此刻,陈爽意识感觉到莫大的压力。 只是,陈爽并未后缺。 大哥呢,叶群左顾右盼,并未看到叶子昂的身影。 陈爽一人,显然是顶不住,这次,拓拔迎天似乎来真的。 陈爽,是你自找的。 一语落下,拓拔先玉此刻哼了一声,拓拔迎天脚步直接跨出,大手一握,直接盖住陈爽身姿。 第3887章 叶星泽 掌印看起来,三丈之长,并不算魁梧强大,可是,当的掌印落下来之际,却似乎隔绝了四周空间任何的通道,使得陈爽必无可避。 这一刻,陈爽脸色微白。 一味容天静,确实是很强大。 拓拔先玉站在一边,看着这一幕,神色冷漠。 在拓拔族地狱,还敢如此,不是找死是什么? 拓拔族的人,不能不讲理吧。 只是正在此刻,一道弹笑声响起。 刹那之间,四周界纹崩塌,而拓拔迎天挥出的掌印,在此刻也是崩碎,虚空之间的控制,意识消失不见。 而在此时,只见得空间波动之时,两道身影,此刻缓缓踏出。 大哥 叶芙和叶君皆是出生。 那二人其中一人,正是叶子昂。 只是此刻,叶子昂身前,还有一名青年。 青年身材高大,面貌俊秀。 脸如雕刻,身如神素,一头乌黑的长发竖起,剑眉之下,一双眼睛,蕴含着十足的光芒。 青年给人的感觉,十分淡然。 此刻,覆手而立,半空之中,看向身前拓拔族一群人。 星泽哥 星泽哥 此刻,叶芙和叶君二人,皆是神色一领。 星泽哥 叶星泽 下方,拓拔仙玉此刻意识脸色一变,脱口而出道,叶星泽,你,居然敢离开逍遥城。 青年微微一笑。 为何不敢? 拓拔仙玉此时此刻,脸上带着不可思议的神色。 叶星泽 叶族内,最具有天赋的天之骄子,甚至被万界公认为,乃是叶族继承三皇威名的子弟。 叶族现如今,三皇不在,许多事情,都是叶星泽打理。 而邪星泽不但打理的井井有条,更是进步神速,被誉为天骄之子。 因此,与叶族敌对的势力,不知道多少人想要杀了叶星泽。 可是这个关键时刻,叶星泽却是离开了逍遥城,来到了南狱。 若是被魂族和飞黄神宗知道,还杀什么叶孚和叶军,就直接来杀叶星泽了。 这家伙,不怕死的吗? 叶星泽若是死了,叶族绝对内部会出现大问题。 只是此刻,叶星泽对此却是颇为淡然。 拓拔仙玉,你要对付陈爽,是不是也要杀了我叶族子弟? 叶星泽直接开口道。 拓拔仙玉此刻哼了一声。 面对叶星泽之时,他还是有颇大的压力。 此人别说是在叶族内,就是在整个逍遥圣虚同代之中,也是排进前三的。 面对这样一个实力比自己强,天赋比自己强的天骄,拓拔仙玉自然是哪里都不舒服。 陈爽杀我拓拔族拓拔卫,此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拓拔仙玉哼了一声,方才道。 不可能。 叶星泽微微一笑,那拓拔畏微杀叶芙和叶军,自然也不可能就这么算了,陈爽不杀他,我也要杀他。 你若是执意,我杀你,也不无不可,至少,拓拔迎天,拦不住我。 此话一出,拓拔仙玉脚步微微后盾。 这一刻,场中局势看起来带着几分慌乱。 叶芙微微笑道,难怪大哥这几日都不见了,原来是去找星泽哥了。 有星泽哥在,那就没事了。 看得出来,叶芙叶军对叶星泽颇为信任。 叶星泽? 叶族天骄? 三皇之中,叶族天长子,也是叶族长子长孙级别。 此时此刻,叶星泽再次道,现在,立刻撤去包围,否则,我会杀你,拓拔仙玉。 此话一出,在场拓拔族舞者,皆是神色谨慎。 这几个月来,南域内可谓是乱翻了天。 魂族的强者,飞黄神宗的强者,鸡飞狗跳的。 现在,叶族的叶星泽都来了。 更乱了。 仙玉公子,拓拔迎天此刻传音道,先撤吧,叶星泽在此,我们做不了什么。 拓拔仙玉脸色阴沉得可怕。 叶星泽,希望你能够走出南域。 拓拔仙玉话语落下,转身离去。 府邸外,道道身影散去。 此刻,叶星泽,叶子旁二人,纷纷落下。 叶星泽静直来到沐云身前,看向沐云,上下打量之间,开口道,与小姑姑颇有几分相似。 沐云笑了笑。 叶族内,所有三大子弟,皆是需要称呼你一声哥哥,不过,你却是要喊我一声哥,毕竟小时候,我还抱过你。 星泽哥。 沐云微微一笑道。 欢迎回家。 叶星泽开口,给了沐云一个大大的拥抱,诚挚热情。 小姑姑可好。 我离开第九天界的时候,挺好。 沐云直接道,而且有孤独叶前辈在,母亲不会有麻烦。 嗯? 叶星泽继而道,刚到逍遥盛须,这里确实是比较乱糟糟的,需要好好管理一下。 你可得加油。 听到此话,沐云微微一愣。 叶族,要想成为当年的叶族,说不得,你可以办到呢。 此话一出,沐云点点头。 他此次到来,就是为了拿下逍遥盛须。 不管有多么大的麻烦,总归是需要去做。 好了,先进去再说吧,稍后我们便离开,返回逍遥城,想见你的人,可不少。 听到此话,沐云也是呼了口气。 素未谋面的家人们。 府邸,大唐。 叶兴泽,叶紫昂,陈爽等一行人,纷纷落座。 叶兴泽直接道,此次我也是得到紫昂消息,立刻赶来,不过在南狱,不能停留太久,毕竟,这里是拓跋族的大本营。 叶福,叶军,此次,我娘都说了,这次不怪你们,不过,遇到沐云,算你们走运了。 叶福和叶军听到此话,微微一笑。 大娘安全了。 施美云乃是叶竹天妻子,也是叶族现如今重要掌舵者之一。 大娘一直寻找你们两个呢。 叶子昂迅界道,下次出门,看你们还嚷嚷不嚷嚷了。 叶军不服气道,总是窝在逍遥城内也不是个事吧。 这次出来,姐姐到达通天境,我也到达化天九重境界了,这可是好事。 但是。 叶星泽此刻开口道,你们不是次次都那么幸运的,这次,多亏遇到了沐云。 沐云此刻,颤颤一笑道,多亏我遇到了他们两个,不然可能我危险更大。 沐云,你无需为他们说话,这两个,天天惹是生非。 叶星泽再次道,这次,我们返回逍遥城,三娘绝对要揍他们了。 第3888章 神灵金棚 叶星泽继而道,好了,闲话不多说了,现在准备出发吧,现如今,南域内乱糟糟的,各大家族都有人在此地。 而且据说,第五天界的,神炫门河谷族,也派遣了戎天境到来。 这一路返回,只怕是不容易。 听到此话,叶军不解道,星泽哥,我们直接从十渊城传送阵回去不就行了? 传送阵不安全。 叶星泽继而道,想让我们死的人,太多了。 如果有人在传送大阵处动手脚,那我们极大可能被卷入到时空乱流内,只怕想回来就难了。 叶星泽认真道,好了,具体都安排好了,你们两个,别乱跑,与沐云在一起。 嗯? 好。 话语落下,叶星泽看向沐云,嘱咐道,保护好自己。 沐云点点头。 此刻,二十余位通天境,在叶星泽的带领下,直接离开石渊城。 来到石渊城外一片山脉之间,叶星泽等人停下。 只见叶星泽手中出现一柄青色令牌,令牌闪烁着淡淡的光芒,当的光芒扩散开来之间,下方山脉,一座山岳在此刻,突然抖动起来。 而当山岳抖动之时,一块块巨石脱落,从那巨石内,一道庞大的身影,在此刻出现。 神灵金鹏。 叶芙和叶君看到这一幕,皆是愕然。 太偏心了,太偏心了。 叶芙此刻忍不住抱怨道,我们出来,都没资格带着,大娘二娘和我娘居然同意让你带出来了。 听到叶芙此话,叶子昂走上前来,轻轻敲了敲妹妹脑袋,笑骂道,你这小丫头片子,神灵金鹏本身就拥有容天镜实力,你一个通天镜,你驾驭得了吗? 此话一出,叶芙和叶君皆是一脸艳羡的落下,看着身前,高达百丈的大鹏鸟,满脸艳羡。 这大鹏鸟身姿英俊,高大,而且浑身上下的羽毛,更是闪烁着神圣的光芒,一双眼睛,更是颇具灵性。 神灵金鹏。 陈爽此刻也是笑道,叶族专有,我也没做过呢,倒是张光体验体验了。 叶星泽听到此话,却是打趣道,听闻你们冰神宫的冰焰神雕,才是万界最厉害的座棋,什么时候让我体验体验。 几人此刻,来到神灵金鹏身前,沐云仔细看去,这大鹏鸟,确实是威武不凡,而且给沐云的感觉,有意思别样的味道。 冷凌凌此刻来到沐云身边,伸手抚摸大鹏鸟的羽翼,笑道, 神灵金鹏,叶族独有,也是叶族的标志了。 据说,这神灵金鹏,拥有一丝荒兽血脉,已知我们苍蓝万族之中一些种族,都是高贵很多。 荒兽血脉。 沐云愕然。 这让他想起了在第九天界内的那九只荒兽,以及诸天图内,现在还是整日呼呼大睡的五个小家伙。 荒兽一种。 最纯粹的荒兽血脉。 这神灵金鹏,可只是带有荒兽一丝血脉而已。 那五个小家伙,要是成长起来,是不是,会很强大? 只是,五个小家伙,每日里除了睡就是睡,就是天塌了,也与五个小家伙无关,除非将那猪幼小的世界之术给拔了,否则这五个小家伙,怕是根本不可能修行的了。 好了,大家出发吧。 话语落下,众人在此刻,纷纷登临大鹏鸟背上。 背部羽翼,十分舒缓,二十余人在背上待着,完全被包裹起来。 星泽少爷。 神灵金鹏开口。 前往逍遥城。 叶星泽直接道,这一路上,只怕是不太平,小心一些。 是。 神灵金鹏,此刻震翅高飞。 叶星泽此刻也是盘坐下来。 四周,二十余人,纷纷谨慎地观察着周遭环境。 而神灵金鹏速度极快,至少,沐云估算一些,哪怕是通天境以空间顿离,速度也绝技不会到达这一步。 叶星泽此刻,看向沐云,笑了笑道,此番安全返回,你就算是到家了。 只是,我父亲,二叔和三叔皆是不在叶族内,不然,三位见到你,只怕是会更开心了。 沐云忍不住道,三位舅舅真的不在叶族内。 叶星泽点点头。 此地没有外人,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星泽哥。 叶福开口道,魂族和飞黄神宗此次追杀我们,就是想逼迫父亲出手,看看父亲和大伯二叔是不是在叶族内,若是不在,他们就要对叶族动手了。 听到此话,叶星泽眉头微醋,道,这件事情,我们也有些眉目,只是,想吞下叶族,也没那么简单。 再者,沐云在此,我们也算是多了一份保障。 闻。 闻。 叶福和叶军皆是一愣。 叶星泽笑道,云帝的夫人,有一位,可是兵皇一族族长,秦梦瑶,云帝若是找来自己夫人,魂族和飞黄神宗成功不了。 听到此话,沐云尴尬一笑。 秦梦瑶。 好久不见了。 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折服兵皇族的,小臣子那孩子,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模样了。 说到底,自己还没见过呢? 这件事情,族内长辈们,自有决断。 叶星泽再次道,实际上,我倒是并不担心魂族和飞黄神宗,毕竟,这里是逍遥盛须,他们要想大行动,至少容天静派遣出不少,在逍遥盛须内,对我们叶族出手,对他们。 是不利的。 我更担心的是,萧族、楚族、南宫族、荒族、军族、拓跋族这六方,是什么态度? 他们六方若是也想趁机覆灭我们叶族,那就麻烦了。 听到此话,沐云点了点头。 还有第五天界的神炫门和谷族呢? 叶子昂此刻开口道,宝不准,也是会插手的。 陈爽此刻开口道,我想,你们还忽略了一方。 几人皆是目光看向陈爽。 第三天界,第三天帝,帝亦凡。 第三天界,当年九幽界被血洗一空,帝亦凡的焚天宫,可是彻底掌控第三天界了。 他若是插手,那就是三位天帝了。 叶兴泽此刻点点头。 没错。 现如今,九大天界内,第九天界,小姑在那里坐镇,而且,各个潜藏在第九天界内的古神古地现身,他们不会插手苍蓝内现在的变化的。 第三千八百八十九章该来的总归是要来的。 叶兴泽继而道,第七天界内,帝还的八荒殿,有叶神灵渊海前辈和荒十一前辈,以及武灵族,天妖蒙和九居天宫撤走。 第一天界地星天帝和第二天界的帝宣号天帝,这两位,有神龙族和凤凰族在,多半不会愤出心思。 至于第四天界,冰神宫可以撤走地与天的天神宗,再者,泰坦族不知道是什么心思。 第六天界的地雷,那边有麒麟族在,麒麟族应该不会让地雷乱来。 叶兴泽神色平静。 所以,我们可能面对的,便是帝炫的神炫门以及古族,帝腾飞的飞黄神宗和魂族,以及,帝亦凡的焚天宫。 这三方,皆是苍蓝世界内一等势力之中的顶尖存在。 若是大战真的掀起。 那叶族,确实是风雨飘摇了。 沐云也是明白事态的严重。 或许是自己之前在第九天界内,引发大战,地渊陨落,以及后来,在第七天界内,使得帝还不得不罢手,这两件事情,都是轰动苍蓝的。 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几大天帝,感觉到了自己存在的威胁,现在绝对出手。 在各大天帝眼中,叶族没了叶逍遥,没了沐青羽,没了叶羽诗,不复之前的强大,他们根本不会重视。 但是现在,自己的出现,开始慢慢的崛起,让他们感觉到了强大的威胁。 一只小虎仔子,放在狼群之中,任何一只狼都不会当回事。 可是当发现小虎仔子慢慢成长,甚至会威胁到狼群,那群狼帝不会做事不管了。 云帝,你也不必担心。 叶兴泽笑道,说到底,我们是一家人,你的事情,就是叶族的事情,叶族的事情,也是你的事情。 这次,若真的走到了那一步,我们定会护你周全。 听到此话,沐云却是苦涩道,我可不想刚回家,就家破人亡的。 哈哈。 几人皆是开怀大笑。 只是这话,沐云却是很认真的。 你刚来逍遥盛须,对这里还不熟悉。 叶兴泽绕过这个话题,手掌一挥,一片星图,出现在几人之间。 那星图之上,七道光芒,颇为闪烁。 这就是逍遥盛须全部了。 叶兴泽笑道,整个逍遥盛须,应有尽有,算起来御界范围,实际上快比得上两大天界了。 这都是当年爷爷从第一天界,第二天界,第三天界剥夺而来的地狱,再加上本身逍遥大陆确实是足够浩瀚。 叶兴泽有心岔开话题,便是和沐云讲述起来逍遥盛区内的一些事情。 整个地图,居中一大块,面积最大。 而四周则是被分为六片区域。 居中这一片区域,为叶族地狱,和新城池,则是逍遥城。 北方的,是萧族地狱,和新城池为清玉城,萧族现任族长乃是萧朝剑,如今也是一位顶尖的主宰竞强者了。 南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拓拔族地狱,和新城池便是墨城,拓拔族组长拓拔炯,也是一位顶尖主宰。 其他四族,则是占据着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方地域,也是十分强大。 南宫族,和新城池南海城,族长南宫印。 君族,和新城池均天城,族长均古山。 楚族,和新城池为大楚城,族长楚西雪,七大家族唯一一位女性族长,但是实力却是毋庸置疑的。 再者就是荒族了,大荒城,族长荒亦凡,这些年来,荒族形势低调,很少掺杂逍遥盛须内的事情,不知道在做什么。 叶兴泽说完,手掌一挥。 那星图之上,出现道道光芒。 七大帝之上,被点亮一颗颗星辰一般。 这些都是七大帝内,比较强大的城池了,各族都是派遣强者坐镇的,毕竟,一个大家族的发展,是需要修行资源的,这些城池,都得打理好。 你所看到的,基本都是人口过千万级别的城池了,我们叶族占据三百座,其他各大家族,差不多就是一百到两百座之间。 星图之中,展示的一切,皆是十分清晰。 不难看出,叶族,依旧是最强的所在,占据的地域和城池,位于七族之首。 沐云看着这些,一时间正正出神。 你既然来到了逍遥圣须,想必是要做些什么事情的,虽然逍遥圣须内,情势复杂,可是不管如何,叶族永远是你强大的后盾。 叶兴泽笑了笑道,当年爷爷将逍遥圣须交给小姑父,实际上,你现在说得上是叶族少主更好。 沐云闻言,却是颤颤一笑。 这个还是算了。 叶族,让他沐云来当家,总归是不好。 总之一句话,你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 听到此话,沐云忍不住笑道,我夫人和女儿在萧族,我想接回来。 没问题。 叶兴泽笑道,原本,我们叶族就去接人,只是萧族那群人,说我们可不是萧允儿和沐云旦家人,拒绝了我们。 这次你回归叶族,亮明身份,我们叶族与你一道前去清玉城,接回萧允儿和沐云旦。 听到此话,沐云心中一阵温暖。 叶俯此刻笑吟吟道,小雨旦可是十分可爱,你还没见过呢吧? 保准你喜欢的不行。 嗯? 沐云开口道。 此时此刻,沐云也是心怀向往。 这次前来逍遥盛须,所谓则是逍遥盛须的局势稳定,还有就是,萧允儿。 不知道这些年来,在萧族,萧允儿是否如同妙仙语,叶雪旗,孟子墨,王欣雅,久儿他们那般,受到呵护。 秦晨 沐云旦 这一儿一女,到底是什么模样,沐云甚至都没见过。 说到底,一切还是须得看实力说话,自己这话天六众境界,着实是不够看。 若是想拥有一定的威慑力,至少,到达戎天境,才算是触定在万界高层了。 沐云此刻,思绪飞起。 星泽少爷 只是此刻,神灵金鹏却是突然开口。 感觉到了。 叶星泽此刻缓缓起身,道,麻烦,该来的总归是要来的。 你们几个,保护好自己。 叶星泽话语落下,身影掠空而出。 而此刻,神灵金鹏的身影,也是朝着高空下俯冲而去。 第3890章弄死他们 当得神灵金鹏的身躯彻底降落下来之际,只见得,前方,一道道身影站定。 一片秋灵地带,数十道身影,立于秋灵之上,看向众人。 而在那众人之前,两道身影,一眉飘飘,神色冷峻,此刻谨慎小心地看向一群人。 本以为会麻烦些,没想到,你们自己停下来了。 略显嘶哑的声音响起。 那二人之一,沐云也曾见过。 飞黄神宗长老,马轩。 而另一人,却是并不太清楚。 马轩 马燕 叶芙此刻低声道,看来,等我们许久了。 此时,叶星泽立于前方,看向马轩和马燕,缓缓道,二位长老何不拦住我等去路。 此话一出,马轩走出,却是笑道,是到如今,也不说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了。 本只是想杀了叶芙和叶军而已,现在看来,叶星泽,叶紫昂,你们自投罗网,那就别怪我等了。 叶星泽淡然一笑,手中一箭,在此刻出现。 保护好自己。 叶星泽一语落下,直接悍然迎上马轩和马燕。 两位容天静强者。 此刻,马轩和马燕二人,意识直接杀出。 轰。 顶刻之间,宝鸣声响起。 众人纷纷在此刻后退。 一个不准放过。 马轩的喝声,在此刻响起。 刷刷刷。 登时间,数十人在此刻,笔直杀出。 沐云和叶军二人,在此刻后却。 叶芙,冷凌凌,叶紫昂也是不断杀出。 此刻,出现的皆是通天境级别,沐云和叶军不过是化天境,能够自保,已经是不错了。 此刻,二人逐渐脱离战场范围中心。 只是,即便如此,依旧是被人盯上。 两名通天境武者,此刻直接逼近二人。 奶奶的,真当我们是好惹的。 叶军此刻,低喝一声。 云哥,弄他们。 闻。 叶军此刻,回身一剑,直接斩出。 而此刻,一股大道之威,在此刻瞬间随着剑气,爆发开来。 化天时重。 叶军此刻哼道,真当我叶祖子弟都是耸才吗? 一语喝下之间,叶军体内气势,再度爆发。 而此刻,沐云也是脚步跨出,直接冲杀出去。 到了这一步,已经是没什么好说的了。 杀。 陈和声响起,沐云六重境界,爆发而出。 现如今的沐云,彻底爆发,实力不输于九重境界,叶军也是到达十重境界,二人联手,杀通天境可能困难,但是反抗还是有余力的。 此时,方圆百里,倍数十位主宰境交手的气势波动,彻底笼罩。 远方,不少人感觉到此地的交战,皆是纷纷避让。 在那交战之中,很明显有荣天境强者的气息,谁敢去看热闹,找死不成。 轰鸣声响起,大地之上,爆发出一道道恐怖的气息来。 此时此刻,令人心悸的气息传递开来。 三位荣天境强者交手,几乎是笼罩了方圆千里之地,让诸多通天境感觉心中很是烦躁。 而此时,沐云和叶军二人,背对着背,看着围上来的两人。 通天境一重。 虽然只是两个通天境一众,可是,给人的感觉,却是极为的强横。 毕竟,通天境和华天境是两个级别。 叶军此刻气喘吁吁道,云哥,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干他们。 好。 沐云此刻,手掌一握,灯时间,东华地印和天地轰炉,在此刻同时出现。 老规矩,我来主杀。 没问题。 此刻,东华地印直接杀出。 恐怖的波动,在此刻席卷开来之间,令人心计的气息,一道道释放而出。 到达六重境界,沐云对东华地印的操控,自然是更强。 地震苍茫。 一刹那间,地印之内,释放出道道恐怖的气息。 那两名通天一众的主宰,顿时感觉到一股压制力,席卷二人身体内,不只是肉身和魂魄,连带着主宰道都是感觉到了淡淡的压抑。 只不过,这种压制,并不能使得他们感觉到无法行动,但却是阻碍了二人的行动力。 闫龙。 沐云此刻,手掌一挥,一道闫龙,瞬间从天地轰炉内爆发而出。 轰隆隆的声音,在此刻响起。 那恐怖的波动,在此刻席卷开来之时,沐云体内,力量波动,阎龙呼啸,沐云登临阎龙之上,直接冲向二人。 两人此刻,手持神兵,瞬间阻拦阎龙攻击。 而在此刻,叶军却是直接一剑挑出,扑斥一声,剑芒划过,鲜血流淌而出。 咦? 此刻,叶军神色一愣。 云哥,你的压制力,得到提升了。 沐云开口道,天地轰炉和东华地印,皆是随着我实力增幅而威力更猛。 此话一出,叶军哈哈大笑道,如此甚好,这两个王八蛋,看不起我们。 弄死他们。 叶军此刻,攻击灵力。 严龙为其宝架护好,东华地印的压制,使得两位通天境一众的主宰,受到不小的限制。 而且,叶军到达华天十重境界,本身实力,自然也是得到极大的提升,与通天境差距也是缩小不少。 此刻,二人合作,已经颇为熟悉。 斩! 叶军一剑,在此刻落下之间。 身前二人,纷纷避让。 一掌碎伤合。 大荒遮天手在此刻爆发而出,沐云一掌,此刻凌空落下。 身在阎龙之上的沐云,时刻抓住机会出手,给二人制造麻烦。 轰! 那一掌击中其中一人,宝鸣声响起,令人心计。 而此刻,沐云眼神却是带着冷峻之色。 这一掌的威力,绝对能够斩杀六众,重创七重,对八众境界,也有威慑力。 可是现在,对通天境,却只是使得其身躯一颤,连吐血都没做到。 威力差了太多。 看到这一幕,沐云身躯内,剑气迸发,五段剑体,在此刻凝聚而出。 而当得五段剑体汇聚,爆残剑意识出现。 眼下,攻击最强的,依旧还是剑术了。 一剑斩下,直逼那其中一人而去。 而此时,叶军却是再度杀向二人,不给二人喘气的时间。 两人此刻配合起来,居然是逐渐压制住身前两名通天境一众的对手。 羽化升天剑。 一语喝下,叶军突然在此刻,一剑爆发,威势强大的骇人。 看到这一幕,沐云则是续剑呆发。 第3891章斩杀通天境 坑! 登时间,叶军支剑气,席卷而出。 沐云攻击在此刻,瞬间爆发而出。 恐怖的波动,席卷天地之间。 那两位通天境在此刻,神色一变,纷纷身躯倒退。 而此刻,沐云身影从阎龙之上,飞驰落下,剑体爆发,仓皇神医顿时浮现在身躯表面。 叶军此刻,意识同样杀出。 二人配合紧密,此刻转手为攻的姿态,顿时使得两名通天境身躯连连倒退。 受死! 叶军此刻,突然爆发,浑身上下,杀气腾腾。 一剑掠过,剑气宛若伤和倒塌腹流一般,在此刻爆发出恐怖的气息来。 顶刻之间,沐云身躯意识一步跨出,恐怖的气势,在此刻绽放开来。 轰鸣声,在此刻响起。 大地之上,到倒塌爆鸣声传递开来之间,只见得其中一人,胸口出现一道血洞。 可恶! 另一人神色一寒。 这两个混蛋,连起手来,加上那两件神兵,居然能够在爆发之际,压制住他们二人。 而且,两个狡诈恶徒,看似攻击二人,不择手段,他们不得不防御。 可是,却突然之间,只杀向一人。 这一回马枪,使得其中一人受了伤。 此刻,沐云和叶勋合作一处。 干得漂亮。 叶勋忍不住赞叹道。 这种感觉,爽。 他与沐云这段时间相处,算是发现沐云的强大之处。 而且,二人一路合作下来,斩杀八重,斩杀九重,斩杀十重,现在面对通天境,更是丝毫不惧。 这种感觉,真的很爽。 下一击,要他们的命。 没问题。 此刻,二人箭在手中,意气风发。 可是对面两名通天境,却是谨慎小心,不敢大意。 找死的东西。 二人此时感觉到莫大的侮辱。 轰。 灯时间,强横的主宰道气势爆发开来,二人此刻,气势皆是攀升。 沐云此时控制东华地印,隐隐之间,居然是感觉无法压制。 叶勋,加快速度。 明白。 刹那,二人,双剑杀出。 这一刹那之间,沐云将全部新面,汇聚到自己身躯之上。 恐怖的波动,在此刻席卷开来。 两条主宰道在此刻,瞬间释放出两道主宰气息。 须灭脏万界。 一语落下,剑气呼啸而出。 而邪君此时,体内气势,同样生疼,划天时重境界,在此时的爆发力,到达极致。 斩。 登时间,在这一刻,天地轰炉和东华地印皆是转而压制住那位受伤的弟子。 而沐云和叶君的攻击,却是瞬间来到另一名受伤的弟子身上。 轰。 剧烈的轰鸣声,在此刻响起。 恐怖的波动,在这一刻,让人心中感觉到极大的震动。 只见得那受伤的弟子,拼尽全力抵抗沐云和叶君,却是无可奈何。 哪怕通天之威,可是此刻,居然是被沐云和叶君齐齐压制住。 不。 一声不甘地呼啸。 可是,晚了。 暴鸣声在此刻响起。 沐云吞噬之力凝聚而出,净化之力包裹那被吞噬的精气神,一瞬间掠入到沐云魂海内。 一位通天境的精气神,所带给沐云的收获,是十位化天境都不足以弥补的。 而此刻,沐云和叶君二人站定,身前所剩下的那位通天境,此刻神色带着一丝慌张。 干掉他。 可以。 二人此刻,再度杀出。 二对一,比之刚才,更加简单些。 最终,随着一道轰鸣声响起,这位通天境强者,此刻亦是面带不甘心,彻底丧命。 沐云和叶君二人,神色激动。 以化天境斩杀通天境,着实是艰难。 况且,沐云并非是化天顶峰,只是化天境六重境界。 舒服了。 叶君黑黑笑道,这群王八蛋,看不起谁呢? 沐云也是微微点头。 而此刻,四周的交战,已经是开始出现死伤。 上空之中,叶星泽以一敌二,在此刻浑然不落下风。 这份实力,也是让沐云惊讶。 叶星泽即便是戎天境,只怕也并非是戎天境初期境界那么简单。 三气化一清。 天空之上,一道声音,在此刻陡然响起。 刹那之间,只见得叶星泽周身,五道剑纹,凝聚而出。 剑体五段。 沐云愕然。 叶星泽居然也是剑体五段。 而此刻,那一剑斩下,刹那之间,天地是真的被撕裂开来了。 当的剑气落下之间,只见得,在剑气之下,两道身影,无所遁形。 那其中一人,身躯直接炸裂。 而另一人,却是在此刻,狼狈倒退而回,可是一条手臂,亦是被剑气直接吞噬。 恐怖。 无敌。 这一刻,沐云才知道,什么叫戎天境,什么叫剑体五段。 他的剑体五段威力和叶星泽的剑体五段,简直是天差地别。 沐云明白,这并非是他的剑体五段若,而是他本身境界,只是化天境,剑体增幅有限。 而到达叶星泽这等容天境级别,增幅真的很恐怖。 此时,叶星泽身影落下。 马轩,你命真大。 叶星泽神色淡漠道。 那死去的身影,显然是马轩。 而断尸一臂的,则是马轩。 此时此刻,马轩捂着自己作弊,神色苍白。 叶星泽的强大,超越他的想象。 飞黄神宗若想对付我叶族,正大光明的来,偷偷摸摸算什么本事。 叶星泽冷俊道,我叶星泽就在逍遥城,等着你们飞黄神宗的人。 马轩此刻,一言不发。 败于叶星泽之手,有何话可说? 叶星泽此刻居高临下,手中一柄长剑,散发出淡淡的光芒,可是剑身内隐藏的恐怖气息,确实让人不敢小觑。 下次,希望你们飞黄神宗的人,正大光明的出现。 一语落下,叶星泽瞬间出剑。 剑气在此刻,化作一道青色光芒,似乎钻入空间,下一刻,再次出现,已经是来到了马轩身前。 坑。 只是,正在此刻,一道坑枪声响起。 马轩身躯微微后退,一道身影,却宛若鬼魅一般,出现在马轩身前,浑身笼罩着黑色光雾,抵挡住那一剑。 你可总算是来了。 马轩此刻心有余悸道。 距离有点远,耽误了些时间。 嘶哑的声音,在此刻响起。 只见得那人一身黑袍之下,一双宛若黑夜深渊的眸子,徐徐出现,抬头看向叶星泽。 第3892章 伐天境 看来果然不只是你们一群人。 叶星泽此刻持剑,神色冷俊道。 叶族第一天骄出现,我等自然是不能大意。 马轩此刻冷哼道,对付你,自然是需要全力以赴。 而此刻,站在马轩身前的男子,则是四周打量。 最终,目光却是看向沐云,带着几分审查的味道。 沐云此刻,神色带着几分漠然。 这家伙,眼神不对劲。 浑云风 叶星泽此刻开口道,你魂族来的人,偷偷摸摸的,又想搞什么偷袭吗? 大胆方方出来就是。 叶星泽一语落下,一剑朝着左侧千丈之外斩去。 在那里,空间被撕裂,似五道身影,瞬间被剑气覆盖,绞成碎肉。 浑云风 和浑云山是什么关系? 沐云此刻,小心翼翼,看着四周。 浑族的人,都是善于隐匿行迹的,而且肉身虽然不强大,可是魂魄之力却是很厉害。 如同谷族一般,谷族乃是万界一等种族,肉身素来不强,可是海骨却是防御力惊人。 小心点 沐云开口道,说不得有人偷袭。 嗯? 此时此刻,那浑云风看向叶星泽,淡然一笑,手中之剑,在此刻爆发出剑芒。 浑云风此刻,却是身影一闪,在此刻逐渐消失不见。 再次出现,一爪抓出,竟是在叶星泽身后。 叶星泽回身一剑,瞬间斩出。 那剑气和手掌,在此刻爆发出痴拉拉的刺耳声,令人心烦意乱。 二人交手之间,空间瞬间被撕裂,迸发出几道恐怖的空间裂痕。 这一幕,使得四周所有人皆是脸色微变。 这等级别的交手,倘若他们靠近,只怕是会瞬间被那些爆发出的空间裂痕给吞没了,死得连渣子都不剩了。 这一刻,叶星泽手持长剑,瞬间杀出。 而四周虚空,在此刻,道道身影出现。 赫然间,正是魂族的元首们到来。 沐云和叶君二人,此刻再次被狙击。 几名通天竞义重二重境界的舞者,抓住二人不放,穷追猛打。 一时间,陈爽,叶子昂,冷凌凌和叶福等人,连自己的处境都是变得艰难起来。 此时,情形对叶族舞者,显然是不利。 叶星泽此刻被那魂允风缠住,也是久久无法脱身。 魂允风的实力,显然是比马轩,马燕之辈。 强大不少。 眼看叶族舞者,开始出现死伤,沐云和叶君二人,此刻也无法再合作,纷纷满地逃窜,躲避开四周数人的围杀。 而正在此刻。 一道温鸣声,突然响起。 随着温鸣声响起之间,恐怖的波动,席卷开来。 大地之上,道道光芒释放开来。 戒阵。 沐云此刻脸色一变。 这飞黄神宗和魂族,不仅仅只是联合出手,现在,居然还在此地,布置起戒阵来了。 只是此刻,魂族和飞黄神宗的诸多舞者,更是神色恶然。 怎么回事? 为何会有戒阵,在此刻突然出现? 而在此刻,寝客之间,一道道报鸣声,突然响起。 那些魂族和飞黄神宗的舞者,身躯在此时,纷纷炸裂,化作血雾。 此刻,叶君得以喘气,来到沐云身侧,脸色通红道,香薇姐。 叶香薇。 轰轰。 寝客之间,天地轰鸣声大作,只见得方圆百里,仿佛一道道雷柱,在此刻降落下来。 所过之处,那些通天竞高手,纷纷身躯炸裂开来。 沐云此时,自然是不可能放弃这等大好的吞噬机会。 只是逐渐,体内魂海之中,精气神已经灌满。 足足数十位通天竞高手丧命,可是沐云只不过是吞噬了十几人,便是到达宝盒。 这一刻,沐云也是开始将那些精气神,汇聚到自己魂魄肉身主宰道之中,同时,施展大索命术,将那些精气神转化为兽源,不断消耗,不断吞噬。 这样难得的机会,不可放过。 而此时,天际之边,石树道身影,在此刻出现。 为首一名女子,一袭蓝色裙衫,身姿窑窍,长发披肩,淡雅的素容,却是衬托出一丝的田径气质。 如不时人间烟火的仙子,亦如小家碧玉般的女子。 看到这一幕,沐云也是神色微动。 果然是香薇姐。 夜群激动不已道。 夜香薇? 三皇之夜问天之女。 此时此刻,魂族和飞黄神宗的通天境高手,不断丧命。 夜香薇所触动的大阵,至少是四十万道戒文之上了。 戒文之数,超越三十万道,便可对通天境造成威胁。 显然,夜香薇可以说是处于七级戒阵师顶峰级别了。 沐云虽然现今也是七级戒阵师,可是和夜香薇这等凝聚四十万道戒文之上的相比,却是差了不少的。 夜兴泽,你夜族,果然胆子够大。 此时,魂允风身躯倒退,神色冷然道,只是,今日你夜族来的人越多,死的就越多,我看夜族,可能够承受此等痛苦。 一语喝下,魂允风手掌一握。 刹那之间,只见道道光芒碎裂开来,使得整个天地之间,似乎都是被那些光芒所引动。 而在这一刻,从那散开而又汇聚的光芒内,走出一道道身影。 足足数十道身影。 而最后,三道身影,从光芒内走出,恐怖的气势,席卷天地。 这一刻,沐云只感觉自己看上一眼,那人的气息,就会自动的抹杀他的魂石。 而且,因为这三人的出现,仿佛这一片天地的时空,都是流逝的缓慢起来了一般。 这一刻,即便夜兴泽,也是感觉到莫大的压力。 三人走出,散开来。 三道魁梧身躯,在黑色五幅之下,显得极为阴森可怕。 夜族也出现这么一个戒阵师,了不得。 那其中一人但笑道,只是,如此级别的阵法,沙沙通天境罢了。 那人话语落下,手掌一握。 轰隆隆的声音,骤然响起。 四周,道道雷柱溃散。 而远处,夜相威立于半空,笑脸一白,嘴角鲜血流淌而出。 此刻,夜相威和夜兴泽二人,皆是脸色慎重起来。 这,并非是容天境所能够做到的了。 罚天境? 还是,封天境。 此时此刻,三道身影立于半空,身影虽然黑暗,可是给人的压迫,却仿佛是天地伟暗的撑天之柱一般。 恐怖。 难以抵挡。 第3893章陆记 沐云此刻,也是有些感觉呼吸不畅。 罚天境。 超越了化天境、通天境、容天境的强者。 整个苍蓝世界内,罚天境武者,都是极为稀少的存在。 而每一大实力内的罚天境,都是地位崇高,一般坐镇族内,势力之中,极少极少外出。 可是此刻,魂族出现三位。 那三人身影出现之际,四周虚空,在此刻都是被封锁,沐云也能够清晰的感觉到,现在的自己,根本无法寻找到四周空间内的跳跃点,自然也不可能穿梭空间顿走。 魂族 飞黄神宗 前后加起来,足足上百位主宰境,此刻,只是为了杀了叶祖子弟。 现如今,连罚天境都是出动了。 化天、通天、容天、罚天、封天五大主宰境界,一般而言,一等势力内,即便是很强大的一等势力,内部所存在的罚天境强者,也是极少出现。 这样级别的强者,坐镇一方,那是无比强大的威慑力的。 而此刻,三位一起出现。 此时此刻,叶紫昂,叶芙以及陈爽,冷凌凌几人,纷纷靠拢在一起。 沐云和叶勋也是出现在几人身侧。 而邪香薇连步踏出,来到几人身前。 看到几人无恙,叶香薇只是点点头,没说什么。 而在这一刻,叶星泽的气势,已经是被那三位出现的魂族强者彻底压制,立于半空,眼神冷峻。 魂虎 魂白 魂叶 叶星泽呢难道,魂族三位伐天境强者出动,从第八天界来到逍遥盛须,胆子够大。 三人被认出身份,也并不遮掩,面罩落下,纷纷露出真容。 魂虎此刻笑了笑道,叶族第一天骄叶星泽,放眼整个逍遥盛须,意识强大的天之骄子,先有人能够超越你。 若是杀了你,不知道叶族会发疯到什么地步。 听到此话,叶星泽却是笑了笑。 你怎就知道,我们赶来到南狱之地,就是没什么准备了呢? 叶星泽继而道,三位,这里是逍遥盛须。 此话一出,魂虎却是再次笑道,好了,别在这里想着忽悠我们了。 四周千里之地,我等皆是查探过了,并无你叶族之人。 现如今的叶族掌舵者,乃是施美云,爱怨柳,尤非叶三人,三皇之妻,只是,此三人,却是没有一位离开逍遥城。 魂摆此刻亦是开口道,我等岂会做自找死路的事情。 今日你们一群丧命,我族倒是要看看,叶族到底会如何自处。 叶星泽听及此话,却是冷漠道,谁告诉你,三位夫人就一定得出现,我叶族的强者,可不只是这三位。 此话一出,魂虎,魂摆,魂叶三人,却是神色不变,可是小心了不少。 别跟他废话了,直接出手吧。 魂叶此刻哼了一声,直接一步跨出,手中持着一件黑齿轮一般的戒气,瞬间挥出,爆发出道道金光,直接砸出。 坑! 顶刻之间,一道坑枪声响起。 随着坑枪声响起之际,众人目光所看到,黑色齿轮,在此刻被瞬间击退,划破虚空,消失踪。 而此时,一道身着黑袍的钩楼身躯,却是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刹那之间,一道剑芒,凌空而出,顷刻间划过虚空,撕裂空间,更是撕裂了魂叶的身躯。 只是,魂叶身躯被撕裂,可是并未死去。 啊!魂族的魂魄之体,强大无比,这是万族公认的。 不过,当魂叶魂魄魄体脱离肉身而出,仓皇逃散之际,黑袍老者第二剑,在此刻却是直接杀出。 可是,魂虎和魂柏二人,看到这一幕,已经是急忙之缘而来。 老者第二剑,瞬间斩下。 平平无奇的一剑,仿佛随手砍断一截数之那般的随意一剑。 可是,在那剑气之下,却是爆发出剑体的气息。 七段! 剑体七段! 目云此刻,瞪大了双眼。 刹那,剑气杀出之时,平平无奇,可是到达魂叶身前之际,却是瞬间扑入魂叶身躯之上,骤然之间斩出。 砰地一声响起,魂叶身躯,在此刻瞬间爆裂。 而此时,魂虎和魂柏二人,根本尚未来得及靠近。 这一刻,让人心悸的气息,散于四周虚空之间。 万籁聚集之间,魂虎和魂柏二人靠近的身躯,瞬间倒退千米,谨慎小心,大气不敢出。 太恐怖了! 着实是太恐怖了! 他们两位罚天境,尚未靠近,魂叶这位罚天境便死了。 第一剑,拜魂叶肉身。 第二剑,结束魂叶性命。 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 而此时此刻,众人目光方才看去,只见得,那身形勾搂之人,的的确确是一位老者。 叶星泽此时也是走上前去,看着老者。 继老。 叶星泽神色恭敬。 老者此时,勾着背,覆手而立。 而这一刻,所有人皆是看到,老者手中的剑,逐渐溃散。 那并非是什么强大的戒气,而只是以戒力凝聚的一道剑身罢了。 可是即便如此,威力依旧是如此强大。 老者身躯勾搂,面旁看起来,更是枯老,可谓是真正的行将旧木一般了。 实难想象,这样一位老者,刚才,两剑斩杀了一位罚天境强者。 继老此刻,环师四周,徐徐道,你们没事便好。 这次有劳继老了。 继老微微笑了笑,点点头。 可是此时,魂虎和魂百二人,却是惊魂未定。 这老者是谁? 怎么如此强大? 只是,过了好一会,魂虎脸色一变,看向继老,直接喝道,你,你,你是陆继。 陆继? 是谁? 老头子笑了笑道,看来,你知道的倒是不少。 而此刻,魂虎却是脸色煞白,低喝道,撤。 只是,此话一出,继老却是再次笑咪咪道,逍遥胜须,哪里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继老话语落下,隔空一掌,直接握出。 虚空之上,一道晴天聚首,在此刻直接落下,朝着魂虎和魂百抓去。 该死。 一声咒骂,魂虎和魂百二人,身躯瞬间顿空而去,全身上下,血气爆发,竟然是直接舍弃了自己肉身,不计一切代价,魂魄震碎虚空而去。 继老看到这一幕,摇了摇头。 跑得挺快。 话语落下,继老却是看向四周数十位主宰,笑道,可是,你们却是不能走了。 第3894章 叶南城 继老话语落下,魂允风和马轩二人,脸色一变。 二人虽然是戎天境级别,可是,就连魂叶那等伐天境的强者,都是被直接斩杀,面对这老者,二人如何抵抗。 只是,继老手掌再次落下。 近百位主宰镜,在此刻身躯被震慑,轰隆隆炸裂开来,化作血雾。 沐云此刻恨不得全部吞噬,可是即便大开吞噬之力,如此强盛的精气神,也根本无法吞噬完。 已经到达吞噬的极限了。 感受到四周那些惊人的气血之力,沐云心中大呼浪费。 而此刻,再一次看向继老,沐云眼神也是带着打量。 陆继。 是何人? 剑体七段,不可能是寂寂无名之辈。 这时候,继老身影落下,居然是静直来到沐云身前。 就是他吗? 叶兴泽在一旁,点点头。 继老难难道,着实是有些相像。 沐云看向继老,拱手道,见过继老。 我哪有什么资格称老,叫我陆继即可,老陆,老继都行。 沐云确实笑了笑,拱拱手。 两剑灭杀一位法天境强者,他可不敢乱喊。 当年你娘也是我看着长大的,只是没想到,一转眼,她的孩子都是这般大了,我真是老了,继老感叹道。 叶兴泽此刻看向沐云道,继老当年随着爷爷一起闯荡的,许多年来,未曾离开叶族了,这次听到你回来,亲自出面。 随着叶逍遥的。 继老却是摆手道,什么随着先生闯荡,我只不过是先生身边的小司而已,你别抬举我了。 沐云此刻,神色愈发恭敬。 好了,好孩子,到家了,没事了。 继老看向沐云,宽慰道,这些年来,也是苦了你了。 叶兴泽,叶紫昂,叶香薇等人,皆是看向沐云。 继老此刻,双手赋后,目光看向远处。 我叶族的人回家,路过拓拔族之地,我想,并不算冒犯吧。 淡淡的声音响起,却是仿佛传递百里,千里一般,说与某个人听。 而过了好一会,继老微微一笑,朝着远处拱了拱手。 神灵金棚,振翅而来。 众人再次登上神灵金棚,一路朝着北方而去。 沐云此时此刻也是不得不感叹。 从进入逍遥盛须到现在,一直未曾能到达业族,而现在,总算是能够到达了。 接下来,应该是没什么危险了吧。 神灵金棚之上。 沐云此时此刻,站在舒缓的绒毛之上,继老此时,站在一边。 原本大家都是席地而坐,只是继老却推辞自己是老仆,没资格坐下,几位小辈更是不敢坐下,纷纷站定。 而此刻,继老目光,一直停留在沐云身上。 你娘还好吗?继老笑道。 挺好的。 沐云拱手道,已经脱险,现如今在第九天界内,相信很快,继老便可见到我娘了。 这孩子小时候就是脾气火爆,可是天赋却极好,只可惜,并不喜欢修建。 继老面带回忆,欣慰道。 一路上,继老讲述不少话语与沐云厅,叶兴泽,叶香薇等人,则是纷纷侧耳倾听,许多之前的事情,他们也并不知道。 继老虽然一直说自己是叶逍遥的老仆人而已,可是在叶族内,却是颇受尊敬。 一晃,十日时间过去。 这一天,神灵金鹏依旧是飞速前行。 只是,随着神灵金鹏前行,到前方之际,却是速度减缓。 只见得,前方高空之上,一只只飞禽灵力,在那飞禽前,十几道身影站定。 领头一名青年,看起来颇为年轻,风神俊逸,神色带着几分期许。 又有人拦住。 沐云心中一沉。 只是,当本神灵金鹏靠近之时,叶兴泽,叶香薇,叶子昂,叶福,叶勤等人,却是纷纷看向前方。 景天。 叶兴泽微微一笑道。 继老安好,大哥安好。 那青年拱拱手,黑黑笑道,得知继老亲自去接你们,我就放心了,不过是迫不及待,想看看咱们叶族的大名人沐云,跟我娘请了令,在叶南城等着迎接你们了。 叶景天。 此刻,叶景天打过招呼,便是开口道,哪个是沐云? 快给我看看。 此话一出,沐云走出,拱手道,景天。 你就是沐云。 这一刻,叶香薇却是呵斥道,不得无礼,若是论真正出生岁月来说,沐云是我们哥哥,只有星泽大哥比沐云出生早一些时间罢了。 叶景天闻言,颤颤一笑道,姐,咱们都是一家人,别那么较真吗? 叶香薇瞪了叶景天一眼。 叶族和新,当属三皇。 叶逍遥长子叶竹天,共有一儿一女,叶星泽和叶清寒。 而次子叶问天,也是一儿一女,叶香薇和叶景天。 三子叶福天,则是两子一女,叶子昂,叶福,叶群。 好了好了。 叶景天笑道,知道你们要回来了,我特地来的,咱们在叶南城好好聚一聚再回去,不然回到家族内,又得被家族内那一群老家伙们问东问西,可没那么自在了。 叶群忍不住期待道,景天哥,你这次是又找到了什么美味佳肴了。 那是自然。 那还说什么,走啊。 走。 此刻,几人其乐融融。 叶星泽也是看向暮云,笑道,到了叶南城,这里是我们叶族地狱了,没人敢在这里胡来,放心好了。 嗯? 此时此刻,飞禽纷纷继续前进,不远之后,一座城池,出现在目光所及之处。 那城池之上,三个大字,远隔十里之外,都可以查看到。 叶南城 叶族与拓跋族交接之地。 最大的一座城池,也是叶族种地。 到了这里,真的算是安全了。 沐云此刻,也是心中忐忑。 叶族,娘的娘家人都在这里了。 一入城内,人流涌动,热闹非凡,叶南城也算是叶族所掌控的城池之中,综合实力可以排进前五的级别了,可谓边关重镇一般。 进入城内,来到一座酒楼内。 此时此刻,酒楼内外,紧接是重兵把守。 仔细看去,皆是化天境级别的主宰境,纷纷驻足。 叶兴泽,叶香薇,叶紫昂等人,面色平静,在这些人的注视下,直接进入酒楼内。 看到这一幕,沐云也是心中感叹。 第三千八百九十五章 三位旧娘 叶族本身乃是一等势力,想当年,更是拥有拓跋族,萧族这等一等势力,一分为七的叶族,都是可以在一等势力之中,算得上强大,更不必说,当年未曾分裂开来的叶族,该是何等强大。 而邪兴泽等人,从小在叶族内长大,自然是见惯了这等场面。 只是,沐云却是第一次体验。 他刚到主宰境,现在出入此地,四周都是主宰境护卫了。 于他而言是惊讶,不可置信。 可是对于叶兴泽等人,却早已经习以为常。 入了酒楼,只见得偌大的大厅,空空荡荡,大厅内,摆了一张桌子,此刻已经是蒸蒸热气冒出。 每位真修,摆了一桌。 都做都做,大家都是一家人,别客气。 叶景天此刻招呼着几人落座。 叶兴泽,叶香薇,叶景天,叶紫昂,叶福,叶军六人,以及陈爽和冷凌凌,再加上沐云,几人纷纷落座。 大家先举杯。 叶景天笑道,欢迎咱们小姑的儿子,我们的兄弟沐云回归。 几人纷纷起身。 沐云看向几人,也是无奈一笑。 这等阵势,让他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来来来。 众人一饮而尽,纷纷落座。 叶景天看向沐云,笑道:"云哥,回到叶族内,估计你就被那些老家伙们拉去,好好盘问了,到时候,可就没时间与我们一道饮酒作乐的。 所以这顿饭,敞开了吃。 叶星泽此刻却是打断道:"别胡说,没那么夸张,云帝归来,族内肯定十分关注在意,云帝,你不要听景天胡说。 这些年在外面,你也确实是辛苦了。 叶星泽端起酒杯,看向沐云道:"大哥敬你一杯。 沐云急忙起身。 公愁交错,几人酒一上来,也是话多了起来。 叶星泽,叶香薇等人,显然彼此极为熟悉,逐渐,沐云也是加入到几人的话语之中。 来人,上酒。 叶景天此刻脸颊微红,喊了一声道。 房门被推开,一道身影,驳步而来,提着一弹酒。 放在桌上,声音带着几分庄严道:"一坛酒够吗?" 够了够了。 叶景天接过酒坛子,抬了抬头,只感觉这声音甚是熟悉。 这一抬头,叶景天脸色煞白。 娘! 一语落下,叶香薇也是翘脸一遍,看向身边美妇人。 娘,你怎么来了? 二娘! 二娘! 叶星泽,叶子昂几人,纷纷起身。 沐云此时也是起身,打亮着眼前美妇人。 约玛三十余岁模样,风姿灼灼,成熟的韵味,颇为独到,一袭长裙,渲染出其丰满的身姿,给人的感觉,动人婉转,如同翠柳。 二娘! 爱怨柳! 此时此刻,那美妇人直接伸手揪住叶景天耳朵。 娘! 娘! 疼疼疼! 你个臭小子,还知道疼。 美妇人呵斥道,让你来接人,赶紧回族,你倒好,在这夜南城内,大吃大喝起来了,你知道外面现在多危险吗? 娘! 叶景天苦着脸道,我这不是想着欢迎欢迎沐云哥吗? 欢迎? 用得着你欢迎? 美妇人二话不说,直接揪起叶景天。 爱姐,好了。 此刻,包房外,又一道身影,跨步而来。 娘! 叶子昂,叶芙,叶芙,叶君三人,纷纷出声。 那女子,一席绸缎群衫,肌肤圣雪,整个人看起来,也是三十岁上下模样,不过身姿偏瘦,给人的感觉,带着几分孱弱的味道。 只是其容颜,素面朝天,却是颇显几分并太美,让人怜惜。 三妹,你别管,这臭小子,越来越不像话了。 爱怨柳此刻,哼了一声道,不好好教训教训怎么行? 确实是该教训教训了。 一道颇为庄严肃穆的声音,在此刻再次响起。 包房外,一道身影,再次到来。 正是沐云当日见到过的施美云,亦是叶族大夫人。 施美云? 爱怨柳? 刘飞夜? 叶族现如今,当全的三位夫人。 此刻,进阶出现在这夜南城内。 沐云此刻起身,看着三人,也是心中一阵七上八下。 此刻,尤飞夜再次道:"算了,大姐,二姐,下着云儿了。 听到此话,爱怨柳方才罢手。 叶景天此刻,耳朵通红,一脸悲愤,可是一句话也不敢说。 娘,您也来了。 叶星泽此刻来到施美云身前,恭顺道:"你也是的,不知道事情严重性吗?还在这里逗留?" 施美云声音带着几分严厉道。 叶星泽陪笑道:"赶了许久路,想着不能辜负景天帝的一番好意,就停在此地了。 叶南城虽说是我叶族重城,可是这里也不安全。 孩儿明白。 叶星泽继而道:"继老不是也在吗?" 此时此刻,三位夫人,目光皆是落在沐云身上。 眉宇之间,与小妹颇有几分神似。 嘴唇倒是像沐青语。 不知道脾气像谁。 三人纷纷开口,上下打量沐云。 晚辈沐云,见过三位舅娘。 此刻,沐云躬身失礼。 好了好了,回来了就好。 施美云此刻开口道:"继老说,这回八成是真的,那就错不了,叶族内外上下,都是很欢迎你回来。 这些年来,在外吃了不少苦,你爹现如今成就神帝,你娘也是脱困,你的身份,也没什么遮掩的必要了。 此方回族,昭告万界,清语神帝和清帝之子沐云,回归沐族,我们倒也想看看,八位天帝,到底会如何。 三人此刻,纷纷出口道。 沐云闻言,心中泛起感动。 一家人! 这才是一家人! 先别在这里用饭了,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施美云直接开口道:"叶南城也不算安全,回到叶族内,才算安全。 大娘,我们这才刚开始。 叶景天一语落下,却是被爱怨柳直接抬起手,拎了出去。 此刻,三位夫人,在前带路。 几人随着三位夫人走出酒楼。 此刻,只见得偌大的街道上,空空荡荡,行人皆是被肃清。 而守护在酒楼外的护卫,皆是身着青色软甲,浑身带着恐怖的煞气,宛若石柱一般,立于街道两边。 这是…… 清霄军 夜族身为逍遥圣须霸主之一,自然是拥有着强大的护卫实力。 清霄军,便是夜族最核心最强大的护卫,这也是沐云这些时日了解到的。 能够进入夜族清霄军内的舞者,首先必须是主宰境,其次,更是经过严格的审核调查身份背景。 第3896章 逍遥城夜族 这些清霄军,整体看去,气势极为强大,给人的感觉,没有一场场血腥的厮杀,是凝聚不了这样肃穆的气场的。 施美云此刻立于街道中央,手掌一挥,一道道神灵金棚的身影,在此刻落在百米高空上。 走! 道道身影,此刻乘着神灵金棚而去。 神灵金棚之上,夜景天算是彻底老实下来。 而三位夫人,则是站在沐云身前,仔细打量着沐云。 听说你在第七天界内,闹出不小的动静,最后,夜神灵渊海和荒十一前辈,都是现身了。 施美云开口道。 嗯? 沐云颤颤一笑道,我不过是小打小闹,真正镇住场子的,还是二位前辈。 灵渊海前辈出手相助,我能理解,可是没想到,荒十一居然会帮你。 爱怨柳此刻忍不住笑道。 灵渊海前辈,当年与父亲可谓是至交,只不过,后来一直想要超越父亲,一直败于父亲之手,而后突然消失数十万年之久,再次现身,得知父亲身允,也是颇为消沉。 灵渊海与父亲,可谓是关系复杂,看到你这位九命天子,想必是不会任由你被地环所杀,才会出手助你。 沐云听到此话,回应道,荒十一前辈,是我师尊业天严的师尊,因此出手助我。 原来如此。 施美云再次道,你也应该是见到过你娘了,你娘可好。 我娘在第九天界内,我也已经很久没有回去看看了。 沐云回答道,不过,独孤叶前辈在第九天界内,相信娘暂时没什么事。 好。 施美云再次道,这次之所以这么着急,是想要带你去见一个人,一个很想见你的人,只是为了见见你。 一个很想见我的人。 沐云此刻微微一正。 神灵金棚的速度极快,不出三日,大部队速度逐渐减缓,而在前方,一座巨城,出现在众人视线之间。 此刻的沐云,一眼看去,只感觉,眼前的城池,确实是单的上巨字。 那延绵不绝的城墙,几乎是如同一道长城一般,一眼看不到尽头。 青色的城墙,仿佛自成一道屏障,而且,沐云能够看到,在巨城上空,有着界纹流转。 众人纷纷落下,从城门而入。 逍遥城 看着巨大的城门之上所印刻的三字,沐云微微呢喃。 这里就是我们叶族的发源地,也是现如今叶族的核心地。 施美云开口道,当年你外公,就是从这里,打下逍遥盛须这一片疆土的。 说着,众人纷纷入城。 城池出入口城门,此刻人声鼎沸。 可是,当的青霄军的身姿落下之时,却是顿时安静下来。 守护城门的护卫们,在此刻纷纷拨开人群,避让青霄军。 那是青霄军吗?废话,一身青甲,如此强大的气势,除了青霄军,还能是什么? 这是干什么去了? 叶族可是极少出动青霄军的。 谁知道呢,反正让开就行了。 嗯嗯嗯。 人群此刻,议论纷纷。 沐云也算是体验了一把,何为万众瞩目了。 进入城内,宽达百米的街道,来来往往的行人,可谓是琳琅满目,热闹非凡。 逍遥城内,常住居民近乎八千万,城池占地面积,比得上一国之地了,十分广阔,叶族则是位于逍遥城中心。 我们现在所在的,算是逍遥城这些年扩建而出的外城了。 沐云点了点头。 如果从外城,这样走到内城,至少是需要各把月时间。 施美云开口道,所以我们平时,到达外城后,便是直接遇空而入内城。 此刻,众人来到一座阁楼之内。 而这一座阁楼,打造的极为高大奢华,四周也有重兵把守。 当的众人进入阁楼内之后,沐云方才发现,这阁楼内,打造着一艘艘宝船,宝船通体呈现出清零光之色,十分耀眼。 走吧。 一一进入宝船之上,只见得宝船在此刻,射空而出。 不到一盏茶功夫,云雾缭绕之间,宝船停下。 而此刻,宝船出现在一座阁楼内。 而众人一一下船,走出阁楼之际。 下一刻,沐云愕然。 四周,放眼看去,一座座高山,一片片山谷,在高山和山谷之间,阁楼不时之间露出几分角落。 而且,来来往往,不少舞者,或三或两。 结伴而行。 这哪里是城池? 这更像是一座山脉之中建造的宗门。 这里就是内城了。 施美云开口道,内城位于逍遥城中央,但是,当年,你外公打造此地,是凝练出一片空间之地,作为叶族的大本营,这里还是逍遥城内,但却是折叠空间之间,这么多年来,叶族之人在此地生活,这里也早已经是稳定下来。 此刻,上百道身影纷纷站定开来。 而不时之间,一道道破空声,在此刻响起。 只见得足足数百道身影,在此刻纷纷到来。 见过三位夫人。 那为首一位男子,长发竖起,身姿高挑,偏瘦,可是看起来却是很精神。 这位是叶族总管大人,叶峰大人。 施美云开口道,我们叶族内内外外的大事,统筹安排,皆是叶峰大人负责。 见过邪峰大人了。 沐云拱手道。 这位就是沐云公子吗?叶峰看到沐云,颇为激动,急忙拱手道,公子客气了,若非沐大人,在下也不可能成为叶族总管,小人见过沐公子了。 施美云此刻开口道,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是的,几位随我来。 此刻,沐云随着施美云,爱怨柳,尤非叶三人,便与离去。 娘! 而正在此刻,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只见一道身着火红色长裙的身姿,下一刻,出现在几人身前,拦住几人去路。 这位就是沐云吗? 爽力的声音响起,带着几分风风火火的味道,沐云只见得,一名女子,已经是落在自己身前,大眼睛扑闪扑闪的打量着自己。 女子年方二八,风华正茂,长发鞭排一缕一缕,显得极为活泼灵动,而且容颜,也是颇为动人,如同百灵鸟一般的声音,分外好听。 第三千八百九十七张白发女子 看起来秀气冰冰的,跟沐姑父一样,不过少了些沐姑父那种锋利的气息,也没有小姑姑的强势,这个真的是沐姑父和小姑姑的儿子沐云吗? 女子嘴巴说个不停。 清寒,不得无礼。 施美云此刻呵斥道。 娘,我哪里无礼了,我可是在族内等了好久的。 此刻,女子看向沐云,笑吟吟地伸出玉手,抓住沐云手掌,道:"沐云,我是叶清寒,算起来,是你妹妹,不过也就比你晚出生了几个月时间罢了。 清寒妹妹,你好。 沐云大胆方方握了握手。 叶清寒上下打量沐云,忍不住笑道:"我就是想看看,让那么多精彩艳艳的女子,托付终生的哥哥,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 你来了刚好呢,咱们什么时候去清玉城小祖。 叶清寒忍不住笑道:"我可喜欢沐云淡那孩子了,恨不得现在接回来呢。 此话一出,施美云再次训诫道:"清寒,放肆。 此等事情,族内自有决断,好了,别耽误时间了。 叶清寒吐了吐桥蛇,站在自己母亲身后,不再多说什么。 叶族和新弟子,沐云算是悉数见到了。 叶清泽,叶清寒。 叶香薇,叶景天。 叶紫昂,叶福,叶群。 直到现在,这一家子,让沐云都是感觉很亲切,很亲近。 此刻,三位舅娘带着沐云,一路朝着叶族深处而去。 兜兜转转之下,来到一片空荡的山脉之间,进入山脉后, 又是深入数十里地。 此刻,叶清泽等人,纷纷都是停下,唯有施美云,爱怨柳,尤非叶三人,带着沐云,静直深入。 最终,来到一座山谷前,三人也是停了下来。 你自己进去吧,沐云。 施美云开口道,里面有人见你,谢记,须得恭敬客其些。 听到此话,沐云点点头。 进入山谷内,入眼处,道道光芒流转,山谷内,显然是布满大阵。 而放眼看去,整片山谷内,皆是种植着许多沐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珍贵药材。 一些药材,长着酒瓣花朵,青红如血。 一些药材,结出清脆欲滴的果子,那果子看起来,却是仿佛心脏跳动一般,发出咚咚咚咚的声音。 而一些则是攀附在地面上,如同林甲一般,散发着金光。 诡异无比。 这些药材,沐云一叫不通。 啊呜。 突然,沐云脚步跨出,一道惊呼声响起。 沐云顿时抬起脚,只见得刚才不小心,踩着了一株如同拐杖的药材,那药材发出啊呜一声,将沐云吓了一跳。 那是乌龙岩,长得像是树干,实际上是岩石,我培养了几万年,已有灵性的,你踩着它了。 一道声音,在此刻响起。 声音听起来婉转,格外清晰。 沐云转身看去。 只见得山谷花团之间,一道身影,在此刻站起身来。 是一名女子。 女子一头白发,微微盘起。 可是其容颜,却是颇显年轻,如同婴儿一般的肌肤,光滑细腻。 而其面容,大眼睛格外有神,穷鼻微挺,朱唇小嘴,显现出几分风姿。 双眸似水之光。 食指纤细如玉。 除了那一头白发,无论从哪里看,这女子都仿佛只是二十岁上下年纪,风华绝代之姿。 女子穿着一套树身裙衫,勾勒出其交好的身姿,而其左右双手,则是戴着一双手套,握着一把铁锄和一把铁锹,沾染着不少泥土。 这种感觉,带给沐云的冲击便是,仿佛是一位公主,在农间田地劳作。 女子的出现,使得四周的一切,都是那么格格不入。 晚辈冒失了。 沐云此刻拱手垂手道。 你又不知道,怪不得你什么? 女子声音格外好听,带着一丝慈祥的感觉。 是姐姐要见我吗? 沐云试探道。 姐姐? 那女子听到此话,突然笑了起来,忍不住道:"我可不是你姐姐。 沐云再次道:"看前辈虽然白发,可是却优雅从容淡然,称呼姐姐,倒是显得亲近。 那可不成。 女子笑道:"乱了辈粉。 说着,白发女子将手中铁锄和铁锹放在一边,拍了拍手,看向沐云,笑道:"跟我来吧,这一路上也不是很太平,倒是辛苦你这孩子了。 沐云随着白发女子,一步步进入山谷内。 越是深入,沐云越是惊愕。 这偌大的山谷内,起码种植了上万种药材,可谓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 直到最终,二人来到山谷深处,一座座阁楼,整齐化衣,出现在眼前。 白发女子打开一座阁楼大门,领着沐云,来到二楼,阳台之上,桌椅茶座,摆放整齐。 女子此刻,将长发解开,端坐下来。 沐云站在一边。 整日与这些药材为伴,老婆子我也无聊,找你过来,也只是聊两天罢了。 女子笑道,别拘谨,来,给我梳梳头。 听到此话,沐云一时间愣在原地。 梳头? 这是什么要求? 白发女子却是再次道,怎么? 不乐意啊? 愿意。 沐云接过梳子,来到白发女子身后,看着那一头长发,一览而去,无意黑发,可是每一根白发,却都是充满活力。 沐云轻轻梳起长发。 女子此刻,端坐在地毯之上,轻轻拿起茶杯,抿了一口。 你娘可好。 女子开口道。 我娘在第九天界,云殿之中,独孤叶前辈也在那里,虽说第九天界内,各大古神古地出现,可是娘恢复自由,想来是没事了。 而且,我为娘添了几个孙子孙女,娘应该也不会无聊。 沐云耐心道。 独孤叶。 女子呢难道,她身体还好吗? 挺好。 那就好。 女子说完此话,沉默了好一会,方才道,你这些年来,怎么过的,跟我说说。 听到此话,沐云确实笑道,这说起来,话可就长了。 长了刚好,老婆子无聊,你算是陪我姐姐问。 白发女子笑了笑,示意沐云坐下,玉手轻轻探出,抓住沐云双手,放在自己双手之间,双眼直勾勾注视着沐云。 这一举动,让沐云灯时间身体僵硬。 第3898章 外婆 好孩子,慢慢说,我听着。 白发女子不由分说,看向沐云道。 这要是说起来,还得从一堂课开始谈起了。 被如此美貌的女子,握着双手,沐云灯时间心中七上八下。 此女到底是谁? 也没人跟她说。 而且,这女子的容颜,感觉,有些熟悉呢。 当即,沐云开始讲述。 期间,白发女子时而侧躺,时而起身,时而以蓝而立,沐云一直在讲述,一天又一天。 直到半月之后,沐云方才停了下来。 白发女子看向沐云,眼中带着一丝心疼的味道,缓缓道:"好孩子,苦了你了。 沐云闻言,端起茶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茶水,笑道:"不辛苦,到了今日,返回叶族,身边有父母,有朋友,有兄弟。 有爱人,有孩子,这些就感觉,是我必须做到的了。 女子不言,轻轻为沐云侦查,示意沐云喝下。 你爹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心眼太深了,什么事情,都不与人分担,全凭自己,这些年来,又是照看着你长大成人,一世一世的过来,又是在苍蓝内,做了不少事情。 你可别怪你爹。 听到此话,沐云急忙道:"不会,父亲问我付出很多,虽然我们父子见面时间,屈指可数,可是我知道,他一直陪伴着我。 至于你娘。 女子再次道:"这丫头,性格要强,脾气又不好,也就你爹能宠着她了。 这次你回到叶族,叶族就是你的家,谁若是欺负你,告诉我,我为你出气,想做什么事情,就放手去做。 虽说叶族不如当年,可是,也不是谁都能欺负的。 沐云听到此话,再一次道:"我想去萧族,接回允儿和羽旦母女。 去。 白发女子当即道:"那是你的孩子,你的夫人,当然该接回来,萧族不给,就打,打得他们给。 多谢前辈。 沐云攻身道:"白发女子搀扶起沐云,双手握住沐云双手,手指轻轻为沐云将几丝凌乱的发丝抚平,笑道:"谢什么,好孩子,你将来要经历的,只怕更加困难,我可能帮不到你太多。 沐云看着眼前的女子,心中感动:"前辈,您是…… 聊了这么些天,她始终不知道,这位女子是谁。 如此风华绝代的女子,断然不可能是寂寂无名之辈。 白发女子笑了笑,随即手掌一挥。 而在此刻,四道身影,如同鬼魅一般,杳无音息,出现在阁楼外,地面上站着。 墨方场。 江雨。 远眼。 姬无影。 此刻,白发女子喊出四人名字。 见过师娘。 见过师娘。 四人此刻,纷纷跪扣在地,神色恭敬。 师娘。 这四人的师娘。 他们师父是谁。 沐云一愣。 此刻,白发女子笑道:"墨方场,这孩子,这段时间,要做什么,你们四个就照看些,实在不行,老婆子我亲自出山,也未尝不可。 此话一出,四人跪扣在地,变成了匍匐在地。 那末方场急忙道:"弟子们定竭尽全力,怎敢劳驾师娘好了,好了,都起来吧。 白发女子握住沐云手掌,笑道:"他们都是逍遥教导出来的徒儿,这些年来,为了业族,鞠躬尽瘁,切不可将他们当成仆人,他们是我们的家人,明白吗? 这几个在外,名声不鲜,但是实力媲美各大家族组长级别,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女子笑吟吟道:"只是此刻,听到此话,沐云却是呆在原地。 逍遥教导出来的徒弟。 称呼这女子为师娘。 这女子是,也逍遥的夫人。 自己娘亲的娘。 你是,外婆。 沐云登时间呆在原地。 白发女子却是笑了笑,拍了拍沐云脑袋,宠爱道:"好孩子。 倒不如喊我一句姐姐好听呢。 沐云此刻,顿时跪寇在地。 外孙沐云,见过外婆。 起来吧,起来吧。 白发女子再次道:"虽说我是你外婆,可是这么些年来,也没为你做什么,看着你现在长大成人,我也算是欣慰了。 沐云看着眼前女子,心中波澜起伏。 叶逍遥名气,很大很大。 三皇名气,也是十分响亮。 而写语诗,人称清帝。 叶族一门,可谓都是辉煌的,强大的。 但是,她从未听闻过邪逍遥妻子是何人。 父亲没说过,母亲没提过,其他人也没讲过。 没想到,眼前这位便是。 这让沐云一时之间,感觉神情恍惚。 好了,好了,去吧。 看向沐云,女子笑道:"去将你夫人接回来,将我那层外孙女也接回来,我好看看。 是。 沐云此刻,躬身失礼。 我这个人,本就喜欢清静,你外公走后,我更不喜欢与人交涉,一直在此地待着,不过,记住外婆说的话,若是被人欺负了,外婆帮你讨回公道。 是。 离开山谷之后,沐云一时之间,依旧是感觉恍若格式一般。 太不可思议了。 而此刻,山谷谷口,叶清寒,叶景天,叶芙和叶军四人,也是在等待沐云。 见到奶奶了。 叶清寒笑道:"怎么样?是不是冰冷冷的,懒得搭理你?" 肯定不是啊,清寒姐。 叶景天开口道:"要是冷冰冰的,能留沐云待十几天吗?" 听到此话,沐云忍不住笑道:"外婆挺和蔼呀,只不过是让我讲述了这些年来的经历,与外婆这十几日,品茶聊天罢了。 此话一出,四人一脸惊愕地看向沐云。 品茶? 叶清却是急忙道:"喝的什么茶?" 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有一丝甘苦,但是喝下去,精神很好。 听到此话,叶清寒咋咋嘴道:"是龙肝明茶?" 龙肝明茶? 是什么? 叶子昂此刻一脸艳见道:"我每次去见奶奶,想喝杯茶,奶奶都揍我,多说几句,奶奶就赶我滚蛋,啊呀呀,这太不公平了呀。 叶军也是哀叹道:"亲孙子不如亲外孙呢。 只是此刻,看着几人一脸不甘心的样子,沐云却是只想说:"龙肝明茶,到底是什么茶?" 第3899张画天七重 而此刻,山谷内 白发女子端然靠在木兰,看向偌大的山谷美景,久久无言。 下方,四道身影并未离去。 师娘,真的要去接人吗? 墨方场此刻开口道:"为何不去?" 白发女子淡淡道:"萧云儿既然是沐云夫人,本来就是沐家人了,萧家这些年来,过于霸道了些,该给他们颜色看看了。 同时,也让飞黄神宗和魂族明白,想吞没我业族,没那么容易的。 此话一出,四人皆是纷纷点头。 墨方场 弟子在。 这段时间,清语不在,你们照顾好沐云那孩子,都到了我业族内,不能让沐云再出现什么问题了。 弟子明白。 墨方场拱手道:"师娘不说,我等也会照搬,毕竟,清语兄与我等也是墨逆之交,此子更是师父外孙,我等自然会护着。 这些年来,我西晚倒是苦了你们几个好孩子了,你们师父不在,天天听我一个老婆子唠叨。 师娘哪里话,师父不在,师娘亦是我等前辈。 山谷内,四道身影消失。 西晚独自坐在阁楼之上,看向四周,正正出神。 语师这孩子,就不能来看看卫娘。 一声嘻南,西晚穿着上布衣,头戴草帽,手提铁除铁锹,再次进入山谷内,照看那些花花草草。 夜族。 一座高大的阁楼之内。 沐云盘膝而坐,身体四周,道道天地界力流动,而其魂海内,主宰道在此刻,似有蔓延。 原本已经六十余米的主宰道,在此刻,延伸到达七十米。 此番,吞噬之力和净化之力大开,吞噬到达极限,沐云全身上下,力量凝聚。 那道道主宰之力,四散开来,与界力汇聚到一起。 而这一刻,沐云身体内的气息,顿时升腾而起。 华天七重境界。 主宰道七十米之余。 此刻,沐云松了口气。 三个月时间,彻底消化,主宰道到达七十米,华天七重境界,沐云满意道,这样的速度,已经是很快了。 从进入逍遥圣须内到现在,才过去多久。 从出入主宰境,到达华天境七重,这样的速度,不得不说,确实是很快。 此刻,沐云走出阁楼。 只见叶君一袭进服,持剑而立,等待着沐云。 走,去练练。 叶君黑黑笑道。 这三个月时间,沐云每日里修行,他则是和沐云一道,经常比试。 不得不说,沐云虽然境界不如他,可是剑术却是分外强大。 华天时重境界的他,在面对沐云之时,也讨不到什么好。 二人进入叶族内一座试炼山谷内,敞开手脚,彻底交手起来。 叶族的剑术,是存储之中最多的戒绝,毕竟,当年的叶逍遥,乃是以剑立足天地之间。 因此,叶族和新子弟,剑术也都是一等一的强,可谓是九天之中最强的级别。 一番试炼,二人气喘吁吁,停下了手。 你这小子,到达七重境界,又不一样了,你要使全力以赴,我该不是你对手了。 你若使全力以赴,我才不一定是你的对手。 沐云笑了笑。 二人一道来到山谷出口位置,只见得一道身影在谷口等待着。 星泽哥 星泽哥 叶星泽看向沐云和叶军,开口道,试炼好了,跟我来吧。 去哪里? 这三个月时间,族内将坐镇各个城池的核心人员们召回,我娘她们准备让沐云彻底露面,准备好了,我们就前往萧族清玉城,接回萧云儿和沐云诞。 听到此话,沐云眼神一亮。 三个月前,她便是与诗美云,爱怨柳,由非夜三位旧娘提及了外婆所说,三位旧娘却是示意她先别着急。 而这三个月内,夜族也是将的消息放出,夜族夜与诗之子沐云,已经返回夜族内。 这一消息,这三个月时间,在逍遥盛须,甚至是在整个九大天界内,都是传播的沸沸扬扬。 不少势力,甚至是派遣了许多精锐,前往逍遥城,打探消息。 只不过对于这些,沐云都不知道。 她一直在夜族内修行,争取再进一步。 此刻,夜兴泽带着沐云和夜君,来到夜族一座义士大厅内。 偌大的宫廷,极尽奢华与强大,令人一眼看去,感觉到的皆是气势,无与伦比的气势。 进入大厅内,只见的这一座大厅,至少能够容纳上千人。 而此刻,上前道身影,也是一一立于大厅两侧,各自在各自位置上站定。 夜兴泽入殿,当即拱手道,夜兴泽,领目云道来。 此刻,大厅内,上手坐,三道席位。 而那三道席位之上,端坐三人。 正是施美云,爱怨柳,尤非夜三人。 现如今的夜族内,三位夫人自然不是实力最强之辈,可是,地位却是最高。 夜竹天,夜问天,夜福天三皇不在,三位夫人当家做主,谁敢不听从号令。 此刻,沐云进入大殿内后,便是感觉到,一道道目光,投射而来,上下打量着他,似乎要把他牢牢刻印在骨子里。 只是,沐云看向大殿内,赏千道身影,每一道所展现出的气息,皆是十分强大,甚至不少人,比夜兴泽气息更加强横。 沐云见过三位旧娘,见过诸位前辈。 此刻,沐云拱手失礼,环视四周。 夜族是一等势力,自然不可能只有嫡系三脉,各个城池皆是有强者把守,偌大的家族运转起来,何止千人万人。 这是一尊庞然大物。 此刻,施美云摆摆手道,无须拘谨,沐云。 今日叫你过来,也是让你在大家面前露个脸,日后,若是在别处见到你,省得他们不认识你,闹出什么事端来。 这次,大家都认清楚了吧? 这位就是夜雨师的儿子,自然,也是沐云之子,沐云。 以后,也是我们夜族一份子,所以,大家明白,日后该如何了吧? 一时间,诸多主宰敬强者纷纷拱手乘势。 沐云此刻,倒是有些手足无措。 施美云再次道,这第二件事情,便是关于沐云的夫人,萧云儿。 当年,沐云夫人萧云儿,被萧族从人界内带走,现在,沐云既然已经归属到了我们夜族,那她的夫人,自然也是我们夜族的人,她的女儿,也该回到夜族内。 此话一出,众人皆是点头。 第3900章出发,萧族。 所以,此次召集大家归来,也是为了这件事情。 施美云开口道,明日出发,前往青玉城,接回萧云儿和沐云旦。 此话一出,大厅内,众人顿时议论纷纷。 而此刻,一道身着轻衣的男子,缓缓走出,拱手道,大夫人,如果要接回萧云儿和沐云旦,只怕萧族不会愿意,到时候,怕是要撕破脸皮了。 夜族早些年知道萧云儿和沐云旦身份之后,便是想过接回二人,可是萧族强势回绝。 实际上,夜族内。 除雀三皇,便是夜宇师,夜宇师虽然嫁给沐云,但是大家都是将沐云也当作夜族人。 所以,沐云归来,夜族很容易就接纳了沐族。 当然,这里面还有另一个原因。 夜族内,谁不知道夜宇师强势,脾气火爆。 就连三皇,也得让着邪云师。 别提这个,就连当年,夜逍遥神帝还在世之际,连夜逍遥对自己这个女儿都是无可奈何。 这是夜宇师的独子,要回到夜族,谁敢说个不字。 那等着邪云师回来,将其扒皮抽筋吧。 退一万步说,沐云老爹,沐清雨,当年是仁帝,现在是清雨神帝,称号从帝到神帝,那就是天翻地覆。 谁敢对沐云说一个不字。 二夫人爱怨柳此刻缓缓道:"我们本来和六大家族就是撕破脸皮的,这次是接回自家人,萧族有什么可阻拦的。 若是敢阻拦,那就打。 此话一出,在场众人,皆是议论纷纷。 此刻,另一道身影走出,躬身道:"二夫人,若是敢阻拦,那就打。 但是打起来,难保萧族临近的南公族和楚族不会插手,到时候,对我们可不利。 是啊。 又有一人走出,劝剑道:"这次,叶福小姐和叶军公子外出被截杀,飞黄神宗和魂族对我们叶族,已有灭杀之心,若是在此机会,得罪萧族、楚族、南公族三方,将会使得我们叶族父辈受敌。 此时此刻,不少人开始出声劝阻。 看到这一幕,沐云也是神色带着几分无奈。 叶族众人的担心是对的。 倘若真的因为萧云而知是,得罪了萧族,是不明智的。 而且,听这几人所说,萧族和临近的南公族,楚族关系也很好。 若是事态闹大,恐怕很难收拾。 最重要的是,现在,叶族已经得到消息,飞黄神宗和魂族,可能会对叶族出手的。 这等情况下,得罪萧族,确实是不明智。 只是,沐云既然已经到达逍遥盛须,萧允儿和沐宇诞,沐云自然是想要带在身边。 三位夫人,诸位前辈。 此刻,沐云开口道,我知道此事为难,叶族现如今,确实是面对着不好的情势,既然如此,我一人去接回我夫人和孩子。 此话一出,大厅内,顿时更是议论纷纷。 不行,绝对不行。 是啊,你不过施化天静,怎么对付萧族? 这肯定是不行的。 众人再次纷纷出口道。 让沐云一人去,那不等同于送死吗? 好了。 此刻,施美云一拍座椅,站起身来,看向众人,语气带着几分愤怒道:"我叶族现在做事,这么未未缩缩的了吗?我看你们是怕了。 逍遥神帝殒命。 青语神帝与封天神帝对质。 青帝更是远在第九天界内,你们一个个的都是开始担心了。 当年的叶族,可不是这般,这些年来,在逍遥盛须,看着其他几族做大,你们倒是为畏缩缩起来了。 此话一出,各位高层,纷纷沉默不语。 施美云再次道:"这件事情,也并非是我们三人做主,拿主意的是老夫人,你们若是担心畏惧,那就去找老夫人言明一切。 此话一出,登时间,大厅内,沉寂下来。 怎么? 都不吭声了。 施美云眉头一挑道。 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走出,拱手道:"既然是老夫人命令,我等自然是万死不辞,祝沐云公子,待会妻子女儿。 是啊是啊。 老夫人之言,我等自然是不敢拒绝。 施美云看到这一幕,哼了一声,道:"既然如此,明日出发,你们各方只需要侧应,我会带领青霄军,若真是出现不可调节的矛盾,你们再出手。 现在,散了吧,都去准备准备。 此话一出,道道身影,在此刻纷纷离去。 施美云此刻坐了下来。 云儿,你过来。 三位夫人,让沐云来到近前。 这些人的话,你也别往心里去,叶族现在确实是风雨飘摇,他们也是为了叶族。 我明白。 施美云再次道:"不过这件事情,老夫人下了准话,谁也没办法更改,他们也就说道说道。 回去收拾妥当,明天,去接云儿和雨淡。 是。 叶兴泽领着沐云和叶军离开大厅。 来到厅外,叶兴泽再次道:"云帝,不必往心里去。 闻。 叶族内,我娘,二娘和三娘他们,也就是这些年才掌权,若是我爹和二叔三叔在,一句话,大家就照搬了,我娘他们,威严尚且不足。 沐云再次点点头。 不过,奶奶说了,那就没人敢反驳了,虽说素日里,奶奶几乎是不出现露面,不贪欲什么事情,可是叶族内都知道,奶奶若是说话了,那就算是爷爷还在是,也得听。 这件事情,你也不要有什么负担,想做什么,放手去做就行了。 叶兴泽拍了拍沐云肩膀,笑道:"再怎么说,我们叶族虽然不如以往,可是面对萧族,也没什么好怕的。 沐云呼了口气,道:"我只是带回自己的夫人和女儿,萧族若是阻拦,也说不过去呢。 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 沐云随着叶兴泽,叶香薇,叶子昂几人,来到叶族身处,一座山脉之间。 道道身影在此刻汇聚。 正是青霄军。 而山谷内,一只只强大的飞行神兽,严阵以待,正是神灵金棚。 此刻,青霄军前,施美云,爱怨柳,尤飞叶三人,以及祈宇等人,纷纷在静静等待。 包括叶族族内大总管叶峰大人。 以及那位纪老陆纪前辈。 祈宇还有数十人,一身实力,也是身不可测,一眼看去,沐云皆是不认识。 第3901章 叶横中统领 来了! 看到沐云到来,施美云开口道,这些位都是叶族内的前辈们,其中几位,当年跟随你外公一起征伐的。 你随我来。 施美云领着沐云来到山谷之内,只见得一只体格格外庞大的神灵金鹏鸟,此刻盘踞在山脉内,而在那鹏鸟神前,一名身高接近两米,体格魁梧,身着血青色铠甲的男子。 男子面弱刀削,棱角分明,全身上下给人一种杀法果断的气质。 一眼看去,仿佛战斗机器一般,令人十分忌惮。 叶恒忠统领 施美云喊了一声。 只见得那中年男子此刻走来,抱拳失礼,神态恭敬道:"大夫人!" 施美云笑道:"沐云,这位就是叶恒忠统领,是青霄军大统领,整个青霄军,就是在其手中,闯荡出赫赫威名的。 恒忠统领,这位就是沐云,叶语师和沐清语之子。 叶恒忠看向沐云,拱手道:"参见沐公子。 大统领客气了。 叶恒忠却是挤出一丝笑容道:"四小姐现今可好。 挺好的。 看着斜恒忠的笑,沐云也是心中感觉颇为不适。 这家伙,笑起来几乎是比哭起来还难看。 很明显的能够感觉到,这家伙似乎素日里,几乎是很难展现出笑容。 此次,有劳大统领了。 大夫人客气了。 叶恒忠拱手道:"我知本分。 此刻,施美云来到人前,那叶峰大总管和陆继老者,皆是立于其身侧。 白铁已经下了吧。 施美云开口道。 齐炳大夫人,已经下了。 叶峰大主管恭敬道:"待我们到达清语城,想来萧家已经是想好了计策了。 施美云笑了笑道:"管他们适合计策,这次,我们带回自家人,萧族之人,凭什么阻拦?" 众人此刻,皆是点点头。 准备好了,便出发吧。 施美云话语落下,率先迈出脚步。 济老跟随在施美云神兽,一言不发。 而邪星泽,叶香薇,叶子昂等人,也是纷纷跟上,此等大事,他们自然是要去看一看的。 那叶横中统领,带着青霄军,纷纷登上一只只神灵金鹏鸟,威武不凡。 艾怨柳和尤飞夜两位夫人,则是与大总管叶峰,都是留在了山谷内。 出发。 一声令下,足足三十六只神灵金鹏鸟,携带着上千道身影,在此刻出发。 神灵金鹏鸟之上,目云此刻,意识颇为激动。 允儿,雨淡,我来接你们回家了。 仔细想来,自己这几个孩子。 尘儿算是老大。 雨淡便是第二个了。 不过,尘儿也好,雨淡也好,她都没见过。 眼下,自己来到逍遥圣须夜族的事情,想必凤凰界那边,也该知道了,秦梦瑶,现在在做什么呢? 神灵金鹏鸟,一路朝着北方而去。 逍遥圣须,地狱广袤。 居中便是夜族之地。 北玉则是肖族。 而肖族左右两侧,则是南宫族和楚族的地狱。 因此,肖族和南宫族,楚族,关系相处的还算不错。 此刻,逍遥圣须,北玉之地。 肖族,位于清玉城之地。 清玉城在肖遥圣须内,乃是赫赫有名的七大圣城之一,与肖遥城名气一般响亮。 此时此刻,清玉城,肖族府邸内。 身为肖族现任族长,肖朝剑本身乃是一位顶尖主宰,在这逍遥圣须甚至于苍蓝世界内,都是竖得着的顶尖强者了。 此刻,肖朝剑坐在上手座,看向身侧两边似到身影。 二帝,三帝,四帝,五帝,你们说说,该如何是好。 肖朝剑一袭莽袍,长发飘飘,神态千然道。 下方四人,一一看过手中败铁后,沉默片刻。 组长,这叶族,是百明了一定要拿人了。 肖洪伟此刻哼道,师美云带着陆继和叶恒忠道来,这不是百明了,我们若是不放手,这次是不会善罢甘休了。 老三肖洪郡此刻意识道,沐青羽不在,清帝受限制于第九天界内,三皇现如今下落不明,这叶族,还是如此狂妄。 族长,干脆调集人马,与他们协族碰一碰算了。 肖振川此刻哼道,不让他们协族几个娘们看看我们肖族的实力,我看他们是认不清。 就是。 老五肖洪天此刻意识开口道。 肖族内。 族长肖朝剑。 肖洪为,肖洪郡,肖振川,肖洪天这四位,乃是肖朝剑族弟,更是肖族内的公骨之人。 听到四位兄弟之言,肖朝剑神色淡然。 几位皆是认为,应该开战是吗? 肖朝剑再次道,我得到消息。 飞黄神宗和魂族,已经是准备,对付叶族,我们现在,若是和叶族撕破脸皮,那得到好处的,岂非是魂族和飞黄神宗了。 此话一出,几人皆是沉默。 可是,族长,若是就此让沐云带走了肖允儿和沐宇旦二人,我们肖族,颜面何存? 而且,肖允儿之潜力无穷,牵扯到我们肖族起源之密心的,沐宇旦更是不简单,我们肖族留了这么些年,花费这么多心血,岂能现在拱手让出了? 是啊。 几人一时之间,皆是难以接受。 真要和叶族交战,那必将是肖族损失惨重。 可是拱手相让,也不可能。 肖朝剑缓缓缓道,所以此次,那沐云想要带回他的妻子和女儿,也得拿出一定的实力才好。 此话一出,几人皆是看向肖朝剑。 我听说此子先前世话天六重主宰境了,想要带走肖允儿和沐宇旦,可以,但是,须得赢得过我肖族儿郎。 此话一出,在场几人,纷纷眼神明亮。 好,这个好。 肖洪伟点头道,咱们肖族内的天骄,可不比叶族那几位差,此子既然是化天静,那我们就找化天静弟子与其交手。 我肖族儿郎,岂会比他差? 肖朝剑却是再度道,为了此次万无一失,我已经是将肖与柳召回。 听到此话,其余四人,皆是脸色微变。 族长,肖与柳即将到达通天境,召回他做什么? 我肖族在化天六重之上,天资灼灼的儿郎,不下鱼石人,哪一个不能迎他目云? 此话一出,肖朝剑却是摇了摇头。 第3902章 清玉城 你们不能忘记了,此子是,沐青羽和叶羽师之子,岂会是常人之辈。 这次,他虽是化天六重境界,我让肖与柳归来,心中尚且不安,不过,若是以通天境出战,叶族必不愿意。 思来想去,如此最好。 肖朝剑叹息道,倘若我肖族化天境儿郎,且都不是沐云之对手,那我们应留着肖允儿和沐羽诞,也不过是一笑大方而已。 听及此话,肖红为,肖红俊几人也是纷纷点头。 族长说的确实是没错。 如果他们肖族最优秀的弟子,都不是沐云对手,那应留下来肖允儿和沐羽诞二人,也不过是笑话罢了。 早些年间,叶族也曾遣人前来,希望肖族能够将肖允儿和沐羽诞交给叶族。 只是当时,肖族与叶族并非是肖允儿家人,反倒是他们肖族,从祖上来说,与肖允儿渊源颇深为由,拒绝了叶族。 这次,沐云亲自到来,这个理由,现在并不好使。 事情商定完毕。 而另一边,叶族众人,已经是逐渐接近清玉城。 身为肖族核心所在,清玉城自然也是十分广袤,气势强大。 当得一只指神灵金鹏鸟落在清玉城上空之际,那浩瀚的城池,一眼看去,如同漫无边际的草原一般,让人心生旷野之感。 清玉城,到了。 沐云呢喃一声。 道道神灵金鹏鸟的身姿,稳稳的停在了清玉城前。 此刻,清玉城外,肖族众人,不少身影,也是一一立于半空之上。 为首一道身影,身着紫衣,长发竖起,身材心长,气质更是独到。 再下肖原英,在此功课多时了,诸位请随我来。 施美云此刻在前,淡笑道,肖族还真是好大的架子,我叶族发了败帖,结果到了,就你这么一个小辈来迎接吗? 肖原英,乃是肖族族长肖朝剑之子,而且,是最为优秀的一个儿子。 叶族内,现如今名气最大的,自然是叶星泽,容天敬强者。 肖原英,亦是一位容天敬强者,可谓是肖族诸多弟子之魁守者。 此刻,肖原英并未说什么,其身侧一名青年哼道,你们爱来不来,又不是我们肖族请你们来的。 肖族还真是没教养了,如此和长辈说话。 没人管教,我带为管教管教好了。 施美云一语落下,手掌一挥,隔空一巴掌,直接拍出。 嗡! 只是,正在此刻,一道嗡名声响起,只见得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那青年之前,手掌一握,掌风溃散。 施美云,脾气还是这么火爆。 来人微微一笑道。 肖红天肖五爷。 施美云哼了一声道,我还以为你们肖族,连带人处事的基本礼数都没了。 我这脾气,可称不上火爆,若是叶语师在,只怕才叫脾气火爆。 此话一出,肖红天也不在意,笑道,你也不用拿叶语师来压我们肖族,今日沐云前来,接他妻女回家,我肖族自然是不好阻拦,只是,人可不是那么好。 此话一出,施美云平静的眼眸之中,带着几分冷峻。 诸位,请。 一语落下,众人随着肖红天,静直入城。 整个叶族都知道,施美云带着一对青霄军,来到肖族清玉城内接人。 施美云一行人,也并不担心肖族会做什么。 毕竟,他们若是出了问题,那肖族就等着邪族疯狂的报复吧。 进入清玉城内,大街之上,来来往往不少行人,皆是好奇的看向叶族一行人等。 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叶族的人,怎么来到肖族地狱内了? 听说沐清语和叶语师之子沐云,返回叶族了,叶族前不久,昭告天下了。 那这跟叶族来到肖族地狱有什么关系? 肖族那位肖云儿,据说是沐云妻子,这次,是来接人了。 那肖族能这么让人接走? 谁知道呢,反正肯定有大事发生。 此时此刻,众人皆是议论纷纷。 施美云在前,叶恒忠统领带队而行,牧师前方,神色肃然,对于这些议论,皆是不为所动。 沐云确实好奇,眉头一挑。 怎么了? 叶子昂在沐云身侧,看到沐云表情,低声道。 也没什么,只是感觉肖族很奇怪,按道理说,我们大胆方方来接人,肖族应该是不乐意的,恐怕并不想让人知道,可是现在你看,这些人似乎都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叶子昂听到此话,也是点点头。 确实。 不过也没什么。 叶子昂记而道,这次,肖族没得抵赖的,上次我们叶族要接人,他们说我们不是肖允儿和沐云淡家人,这次,夫君来接夫人,父亲来接女儿,他们没理由拒绝。 我也想看看,肖族是什么心思。 嗯? 一行人穿过外城,来到内城。 偌大的内城,地域更是广袤,也是折叠空间,内部山水,亭抬楼阁,一眼看去,气势磅礴。 这青玉城肖族的建设,与肖遥成叶族,大同小异。 仔细想来也是,肖族本身就是脱离了曾经的叶族,独立出来而建设,自然是颇为相似。 内城之中,此刻,肖族一众武者弟子,纷纷站定。 道道身影立于此处之时,颇有一种严阵以待,令人闻风丧胆的感觉。 叶子昂此刻忍不住笑道,这是给我们下马威呢。 施美云在前,又何尝看不出这一点来。 叶恒忠统领 是。 叶恒忠此刻手掌一握。 顷刻间,上千位青霄军,体内杀伐之气释放开来。 恐怖的杀气,在这一刻,几乎是席卷天地,与肖族众人凝聚的气势,碰撞到一起。 这是纯粹的气势比拼。 叶族此次青霄军虽然人数并不多,可是每一位,皆是悉心挑选,前来肖族,所展现出的气势,自然是百里挑一级别的。 两方气势对碰,登时间,给人的感觉,意识分外强大。 哈哈! 正在此刻,前方大道之上空,出现道道身影,一道哈哈大笑声响起。 叶族青霄军,当年霸掘整个逍遥盛须,在苍蓝世界内,都是文明侠尔,现今依旧是虎虎声威啊。 第3903章 萧族的条件 施美云此刻,看向前方,也是优雅一笑道,萧族的剑灵势,可是萧朝剑你一手打造而出,威名传播开来,不必轻萧君差的。 道道身影,在此刻落下。 沐云此时仔细看去,前方一共四道身影。 居中一人,身如山渊一般,应该便是萧朝剑了,萧族当今族长。 而其身侧左右三人,沐云也是一一看去,只不过并不认识罢了。 叶子昂此刻立于沐云身侧,低声道,萧红为,萧红郡,萧震川,加上刚才的萧红天,这五位,便是萧族真正的掌权者了,实力都是封天境主宰,也都是顶峰级别了。 沐云点了点头。 道道身影在此刻出现在四周,那一道道身影,身着铠甲,气势威武不凡,将得青萧君的气势,给逐渐抵挡住。 剑灵士 萧族的核心武者 整个苍蓝世界,各个强大的势力之中,皆是拥有着强大的底蕴和实力,借此来培养出属于自己的核心武力。 譬如叶族的青萧君,萧族的剑灵士。 而且,一般而言,这等核心武力,皆是交给各自家族最值得信赖的武者。 叶恒忠统领,掌控青萧君,在叶族内,只怕是颇得信任的。 萧朝剑,这种小试探就免了吧。 施美云直言道:"我这次赶来,就不怕你做什么?" 萧朝剑听到此话,却是微微一笑道:"此话怎讲?我怎敢对叶族天夫人做什么事情? 我知道你们是来带走萧允儿和穆宇淡的,我也并未打算阻拦。 此话一出,施美云却是眉头一挑。 既然如此,交出人来吧。 施美云开口道:"施美云,你性格那么急做什么?" 萧朝剑此刻却是淡淡道:"我愿意交出人,可是,我也是有条件的。 你带我把条件说完,再谈也好。 施美云不作声。 萧朝剑看向人群,道:"谁是沐云?" 此刻,沐云闻言,走到前方,看向萧朝剑几人。 道是玉树临风。 萧朝剑笑道:"萧允儿是你夫人,穆宇淡是你女儿,这一点,我萧族也并不否认。 萧允儿这些年在我萧族内,算得上是我萧族的人,当然,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可是我们萧族也是从内而外,将其当成我族一份子。 所以,我们一直保护着萧允儿的安危。 沐云,你也知道,叶族也好,穆家也好,与帝家可谓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局面。 我们萧族,可是冒着危险,保护着萧允儿。 听及此话,施美云却是冷笑道:"谁让你们冒着危险了?" 还不是有所图谋。 如果不是,当年何必费尽周折前往人界,将萧允儿带走。 萧朝剑对此,并不否认。 看向沐云,继续道:"我们萧族可以保护萧允儿,你沐云能保护吗?" 今日,若想带走萧允儿也可以,那你得展现出你拥有足够的实力,或者说是,潜力。 此话一出,叶族众人,皆是眉头一挑。 萧朝剑想做什么? 施美云不耐烦道:"你想做什么,直接说可以吗?" 萧朝剑并不在意,轻笑道:"简单,只要沐云能够击败我萧族化天境子弟,萧允儿,大可带走。 若是不能,那萧允儿,你就算能带走,你能保护好他吗?" 此话一出,众人顿时明了。 说了半天,就是想要比试。 施美云再次道:"萧朝剑,你还真是笑面虎一般,沐云不过是化天七重境界,你萧族而狼,化天境界,七重,八重,九重,十重级别,随便挑出几个天才,当然能够击败沐。 你若是敢,就选出几个化天七重的,与沐云交手试试看。 化天七重。 此话一出,萧朝剑看向沐云,微微一正。 他得到的消息,沐云还只是化天六重境界,居然时隔三个月,又到达了七重境界。 萧朝剑此刻开口道:"这是我们萧族的底线了,如果沐云不愿意,那就……。 可以。 此刻,沐云却是走出,微微笑道:"萧族长有心了,我沐云婴下了。 沐云? 沐云? 施美云,叶兴泽几人,纷纷上前来。 别冲动。 施美云道,萧祖乃是一等势力,化天境武者,少说好几千,挑选出最强的,若是七重,我自然不担心,可是八重九重十重级别的。 没错。 叶星泽也是慎重道,我听闻,萧与柳被召回萧祖了,那家伙,只差一步,到达通天,整个逍遥盛须内,化天境级别,他也是首屈一指的。 看到几人关切的目光,沐云却是笑道,舅娘,星泽哥,相信我。 此话一出,几人微微一愣。 我若是这点实力都没有,那如何扛得起我爹娘的名气呢? 施美云看向沐云,欲言又止,徐徐,叹了口气道,你跟你爹一样倔强。 施美云走出,看向萧朝剑,质地有声道,萧朝剑,比是应下了,但是,你们若是车轮战,那沐云再强,也承受不住。 七重境界,八重境界,九重境界,十重境界,只能各自挑选出一人,而且,没一战之后,须北给沐云恢复时间,如果你不答应,那我看这比试也没必要,人,我们直接抢。 就是了,你萧族若是不怕,我叶族也不怕。 萧朝剑文言,微微一笑道,没问题。 此刻,萧朝剑脸上带着微笑。 沐云嬌下了。 他没想到,沐云居然如此轻松就嬌下了。 果然是年轻气盛,不知深浅。 萧族天骄,岂是沐云所接触的那些画天镜通天镜能够比拟的? 还是太年轻了呀。 沐云此刻走出,看向萧朝剑,拱手道,萧族长,比是我答应了,不过,总得让我剑剑我妻女吧。 这个,可以。 萧朝剑此刻手掌一挥。 一道身影离去。 而此刻,看向众人,萧朝剑笑道,彼是场地,我已经安排妥当,想来你们不会放心,先去看看吧。 施美云一言不发,随着萧朝剑等人离去。 众人急转之下,来到一片山谷之地。 仔细看去,山谷足足身达万丈,宽意是有数千丈,四周可见,刀痕剑痕,显然此地时常作为萧族弟子试炼。 第3904章 再见萧云儿 这里是我萧族子弟比拼试炼之地,四周设下戒阵,化天境不可能摧毁此地。 萧朝剑笑道,彼是知计,我等皆是不会插手,是死是活,全看实力,一方认输,彼是结束。 若不认输,那生死犹天。 我萧族弟子输得起,不知道清语神帝和清帝之子,是否输得起。 施美云哼道,你少在这里即将了,既然答应比试,沐云若不认输,死了,清语神帝和清帝自然是不会怪罪你萧族,在这里试探什么。 你萧族若是真的畏惧清语神帝和清帝,也不会强留着人不放。 萧朝剑此刻只是笑了笑。 怕吗? 当然怕。 清语神帝沐清语,那可是一位神帝。 整个萧族,一族之力彻底联合起来,也根本不可能抵抗住这位神帝。 可是,这苍蓝世界,并非只是一位神帝。 地名这位封天神帝还在,二人算是相互撤走。 而且,叶族一脉,沐族一脉,根本都谈不上什么大好情势,现在只能说是自身难保而已。 如果这苍蓝世界,只有清语神帝,一家独大,萧族哪敢留下萧允儿,早就双手奉上,乖乖还人了。 众人此刻在山谷之内等待。 而不多时,破空声响起,只见得几道身影,在此刻到来。 只见得在那几人之间,一道女子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一身粉红玫瑰色的紧身袖袍上衣,下着翠绿烟纱花裙,盈盈一握的小蛮腰,一条蛋巾丝带竖着。 而其长发,织上,斜插着一只玉簪凤钗,显得体态修长妖艳,诱人心魂。 眸如春水,面若凝枝,只如薛葱,碧若莲藕,浑身上下散发出着的女子气质,优雅而清纯。 纯洁道令人心神摇曳。 而在女子身侧,一位看起来约么七八岁的女娃,鹅黄长裙着地,头戴一根发际,看起来粉雕玉琢般,与那女子一般,格外的纯洁,仿佛一池清水,让人不忍搅浑。 沐云看到那女子,神色微微一正,身躯紧绷。 允儿 一声嘀喃,道不尽思念。 沐云 萧云儿看到沐云,登时间愣在原地,许久之后,方才快步来到沐云身前,一把扑入沐云怀中。 交替入怀,温柔心香,令得沐云一时间失神。 手掌不自觉用力,似要将怀中女子,融化在自己心间。 两久,沐云呢难道,瘦了些。 萧云儿心思善良单纯,当年重生,在南云城之际,萧云儿的一片痴心等待。 一如王欣亚一般,终究是天地之间的游物,却是对她用情极深。 这样的女子,沐云自当珍惜。 萧云儿逐渐从沐云怀中拖出,抬头看向沐云,笑道,你还是没变。 成熟了一些。 沐云轻轻一笑道,都是好几个孩子的父亲了,自然是要成熟了,不能像以往那般,自认为是先王再生,心中傲气。 欲但 此刻,萧云儿急忙招手。 那小女孩走上前来,怯生生的看着沐云。 这就是你爹,快叫爹。 萧云儿激动不已。 沐云蛋 沐云蹲下,手掌轻轻妈撒小女孩脑袋,笑道,都长这么大了,爹一直没见过你。 沐云蛋此刻却是怯生生的看向沐云,手掌紧紧抓住萧云儿一群。 叫爹呀,蛋儿,萧云儿笑道,你爹爹来接我们了。 沐云蛋此刻只是看向萧云儿,并不吭声。 沐云却是道,好了,没关系的,那么久了,都没见过我,肯定生疏。 你真的是我爹爹吗? 此刻,沐云蛋突然开口。 是啊。 沐云看向沐云蛋,笑道,如假包换。 你是坏人。 沐云蛋此刻却是突然道。 听到此话,萧云儿急忙道,蛋儿,怎么说话呢,你不是整天都想着见到你父亲吗? 如今怎么这么说话? 听及此话,沐云蛋却是小脸委屈,眼泪巴搭巴搭流下来。 你就是坏人。 沐云蛋抽气道,他们都说我没爹爹,我说我有,每次问娘,娘都不告诉我是谁。 后来,二娘娘突然就告诉我了,我爹叫沐云,是清与神帝的儿子,是清帝的儿子,是将来的神帝。 我告诉他们,他们还笑话我,说我爹爹是耸祸,根本不敢认我。 沐云蛋越说,身躯越是颤抖,眼泪巴搭巴搭流下。 我每天都被他们嘲笑,每天都被那些坏叔叔逼迫着修行,娘每天也被他们逼迫修炼,根本没时间陪我。 只有二娘娘来的时候,他们才对我毕恭毕敬。 他们是怕二娘娘冻死他们。 沐云蛋眼泪流淌不止,声音也是断断续续道,萧族的人都很坏,只有二娘娘是好的,是疼我的,你也不疼我,你要是疼我,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你是个坏爹爹。 呜呜。 沐云蛋说完,扑到萧云儿怀中,哇哇大哭起来。 此时此刻,沐云蹲在地上,神情呆滞,双眼赤红,眼泪滴答滴答流下。 生死绝境之时,他不哭。 哪怕是刮骨放血,他不会哭。 可是现在,却是忍不住,眼泪流淌下来。 眼前哭诉的,是他的女儿。 寥寥一段话,足以看出,这个孩子,承受了多少本不该承受的心酸。 是他无能。 此刻,萧云儿却是安抚着沐云蛋,看向沐云道,没有这些事情,他只是太思念你了。 而与此同时,施美云看向萧朝剑,冷漠道,一个小女孩而已,你们萧族,可真是够狠心。 萧朝剑脸色亦是难看到,我族一直将萧云儿当成重点栽培的对象,未曾欺负他们母女二人。 你说谎。 沐云蛋此刻哇哇大哭道,你是族长,你根本不关心我们,你只关心娘的实力提升。 娘实力提升慢了,那些坏人们就会欺负我,让娘不能懈怠。 此时此刻,沐云看向沐云蛋,眼神婆娑。 爹。 沐云蛋突然喊道,他们都是坏人,根本不关心我们娘俩,就会让娘修炼修炼,都是坏人。 这一刻,沐云起身,转而看向身后萧朝剑等人。 萧族长。 沐云一字一句道,笔试,开始吧。 这一次,我想换换规矩了。 此话一出,众人皆是一愣。 第3905章来多少人,我接多少? 沐云徐徐,呼了口气,缓缓道,你萧族内,化天七重镜到化天十重镜,皆可来战,来多少人,我沐云接下多少人? 我若是死在此地,我爹娘只骂我沐云无能,若是对付你萧族,万界共诛。 你萧族之人若死,也只能怪他们只能欺软怕硬了。 这一刻,众人皆是目光一变。 沐云,别冲动。 施美云上前来,道,萧族内的化天境,非你所想。 舅娘。 沐云此刻却是眼神坚定,道,以我现在的实力,自然是不可能在萧族内大杀特杀,只是,我女儿被人欺负,现在,总得是依靠我的实力,讨回一些利息。 萧朝剑,来日方长。 沐云此刻,也并非是前辈称虎,而是直接称虎萧朝剑本名。 此刻,萧朝剑脸色并不好看。 沐云却是直接走出,进入山谷内。 今日,萧族弟子,但凡想来试探试探我沐云实力的,皆可上场,来多少,我沐云接下来多少,但是说好了,可是生死之战。 此刻,沐云立于山谷之间,看向四方。 山谷四周,放眼看去,已经是聚集了萧族数百道身影。 萧朝剑神色淡漠,看向四周。 既然沐云公子这么说,那萧族儿郎,可莫要家族丢了脸。 萧朝剑原本已经是安排好了,只是没想到,出现这等变故,更是没想到,看到自己女儿现状,沐云居然狂妄到了这一地步。 以一己之力,化天七重,挑衅萧族化天境天骄们。 为免太不将萧族天骄放在眼里了。 施美云等人,此刻亦是一脸担忧。 萧族为一等势力,家族内天骄实力,自然是不俗。 沐云若是同境界比较,他们倒是不担心,可此番,萧朝剑说出化天境皆可。 这本就是故意为之。 现在,沐云听到女儿哭诉,一时之间,心中愤怒,更是直接挑战萧族化天境天骄们。 这可不是好事。 萧云儿此刻拉住沐宇淡手掌,为其擦拭眼泪,道,淡儿。 你爹这些年来,比我们更加处境艰难,你忘了我与你说过的,很多人想让他死,你爷爷那么强大,还是无法庇护你爹,你。 娘。 沐云淡抽气道,我错了,可是,看到爹爹,我没忍住。 萧云儿此刻拍了拍沐云淡脑袋,叹了口气,看向山谷内。 沐云这次,被惹怒了,做出什么事情,只怕是不会顾及后果了。 看到你爹生气的样子了吗? 以后不准说你爹不疼你了,知道吗? 你爹会很伤心的。 沐云淡闻言,看向山谷内,点点头道,我知道了。 沐云淡转而道,可是,当时二娘娘告诉我说,遇到爹爹,就要说话自己心里的委屈,让我别憋着的。 听到此话,萧云儿微微一愣。 秦梦瑶,萧云儿苦笑一声。 或许秦梦瑶认为,沐云来到萧族之日,定是强大无比之时,所以才会这么教导沐云淡。 沐云淡此刻,不再哭泣,看向沐云,大喊道,爹爹加油,打趴他们。 听到女儿的声音,沐云心中微微好受一些。 可是,面对萧族的人,却是心中难以释怀。 实际上,当年九女被纷纷带走。 宁月欣和秦梦瑶,是属于旁人对他们无可奈何的。 宁月欣曾经的身份和实力的强大。 秦梦瑶的身份以及天赋强大。 两女到达冰神宫后,不就便是离去,冰神宫可谓是废了大尽,一无所获。 孟子墨,妙仙宇当年被丹帝府带走。 叶雪奇进入神剑阁。 碧青玉进入到太阴教内。 以及王欣亚身处九屈天宫,久而在天妖盟内。 这几位,在各自势力内,都是受到了很好的照顾的。 沐宇旦所说,并不一定都是真的,但是,在萧族内,母女二人的日子不好过,却是可以看出。 萧允儿不愿意说,是担心她沐云冲动,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而沐云也是明白。 以自己化天七重境界,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此次既然萧族提出比试,那就比一比好了。 看看到底是萧族的天才更强,还是她沐云更强? 萧族,萧承泽,前来挑战。 此刻,一道声音响起之间,只见得一道身影,当时间落入山谷内,凌空而立,双手抱拳,看向沐云。 在下萧承泽,化天六重境界,特来领教。 听到此话,沐云痴笑道,我想我已经说明白了吧。 我可是化天七重境界了。 我知道。 萧承泽哼道,虽说你是化天七重境界,但是,不必劳驾我萧族化天七重境界动手杀你,我就足够了。 沐云是清语神帝和清帝之子,这不假。 可是,沐云又不是从小到大生活在两位大人物庇护下,又不是接受着最好的教导。 反倒是他们萧族子弟,从小到大,接受的皆是最强大的武诀修行和武术教导。 沐云跟他们有得比吗? 这就仿佛是,一位皇帝的皇子,听起来身份是尊崇,可是一直流落在外,过着乞丐一般的生活,如何比得上他们? 你送死,我成全你。 沐云此刻,体内借力,蓬勃而出,主宰道七十米的气势,在此刻爆发。 萧承泽却是冷笑一声,一语低喝。 霸凌天绝,凌天拳。 一语喝下,当下一拳,直接在此刻盖下。 滚。 沐云低喝一声,手掌一握,瞬间展开。 一掌碎伤合。 刹那,掌风凝聚,气息释放,磅礴的气势,爆发开来。 那掌风蔓延百丈,端庄,沉重,大气,磅礴。 一时之间,仿佛天地在此刻,都是彻底轻压而出。 萧承泽顿时脸色一变,拳风爆发而出之际,被掌进吞噬,其身躯在此刻,却仿佛是僵硬在原地一般。 竹崽道六十米,化天六重。 看不起谁。 沐云双重竹崽道,皆是七十米长度,彻底爆发,一条竹崽道威能,足以压制住此人,更何况是两条竹崽道。 此刻,掌风呼啸落下,砸下山谷,登时间,大地颤抖,道道借阵借文,散发出光芒,使得余威并未扩散到山谷之外。 第三千九百零六章 他曾经打我 而当掌风溃散之际,只见得山谷地面上,一道身影,此刻被掌印拍扁,印刻在地面上,已经是没了生命气息。 正是萧承泽。 沐云此刻收掌。 立于半空,看向四周,再次道,此般实力的人,就不要再上场了吧。 此话一出,萧族众人,神色皆是不善。 萧承泽虽说是化天六重级别,可是实力不弱。 即便会输,也不可能输得这么惨。 终究是小觑了沐云。 敢出现在萧族内,放眼挑战萧族化天静英才,沐云岂会是丝毫底蕴都没有。 下一位 沐云此刻开口道。 萧族,萧运成,请赐教。 此刻,第二道身影进入山谷内。 一股强盛的气势,在此刻爆发开来之际,引动山谷内空间波动涟漪出现。 此刻,沐云看向眼前青年,神色平静。 你若是想以一己之力,挑战我萧族天骄,只怕是痴人说梦。 何必那么多废话。 沐云却是直接道,我是来挑战的,并不是来打口仗的,我是成事败,你不用担心,只要担心,你自己别重蹈萧承泽覆辙就行了。 还真是够狂妄。 萧运成一语落下,手中出现一柄刀。 刀通体赤红,仿佛于火焰之中取出一般。 光芒四射之时,渲染着萧运成的身躯在此刻看起来,都是宛若战神一般,凌空而立。 看到这一幕,众人皆是神色凛然。 沐云此时,眼神漠然,手中一剑,幻化而出。 抱残剑。 此剑陪伴沐云已经许久。 面对七重对手,沐云不会小觑。 坑。 长剑一挥,铿锵之声响起。 沐云神色平静如水,可是体内,却是蕴含着道道剑气。 刷。 下一刻,瞬间之时,萧运成直接杀出,手握刀,直接砍下。 刀锋之前,瞬间化作道道惊天刀气,刹那之间,席卷山谷之地,天上地下,皆是被刀气所覆盖。 宛若此刻,山谷已然是成为了一座刀气海域。 而沐云的身躯,处于海域之间,如同一叶孤舟,似乎随时可能风雨飘摇之际被倾覆。 须灭藏伤和。 只是此时,沐云却是手持抱残剑,在此刻一剑斩出。 抱残剑光芒一闪,释放出令人心计的气息来。 轰。 刹那,剑气,一道,从天而降,仿佛山岳,拔地而起,直接落下。 剑气如山,震慑海域。 轰。 二人之间,刀剑和剑气的碰撞,顷刻使得整个山岳,都是摇摇欲坠起来。 轰鸣声在此刻爆发开来,沐云全身上下,力量释放而出。 剑体舞段,在此刻展现。 纳如山岳之剑气,在此刻再次暴涨。 咔咔。 只见得,虚空出现咔嚓声,空间被撕裂,而萧运城的身躯,在此刻被压制。 恐怖的剑气威能,使得萧运城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 我认输,我认输。 萧运城急忙喝道。 沐云一出手,剑体舞段配合虚灭葬神剑诀,几乎是顷刻之间,碾压了他的一切气息。 二者皆是化天七重境界,可是彼此之间,差距却是如此之大。 认输做什么? 沐云直接喝道,来到此地内,没有输赢,只有生死,我说过的吧。 轰。 剑气如山,顷刻间镇压下来,那刀劲寸崩裂,彻底溃散。 而一道道剑气,在此刻,穿透了萧运城的身躯。 沐云此刻,立于半空,声音冷漠道,今日一战,萧足既然想看我沐云实力,是否足以保护我的妻女,那上来的人,就做好生死之战的觉悟吧,我这个人,鄙视,拿不出。 真本是。 此时此刻的沐云,意气风发,战气澎湃。 萧云儿和沐云但母女二人看到这一幕,一时之间皆是诗神。 诗美云,叶星泽等人,也是暗暗称赞。 他们确实是没见过沐云出手,也并不知道沐云的强大所在。 剑体五段出现,使得叶族等人,也是高看沐云一眼。 修行剑术,能够从最初的剑术意境,到达这剑体级别,不是谁人都可以做到的。 叶族之内,领悟剑体的剑客,放眼整个苍蓝世界都是最多的,可是,数量也是极为稀少。 剑体,很难到达的意境。 叶族内,剑体剑客,可谓是占据了苍蓝世界内的一半之术,这还是因为曾经的叶逍遥,便是一位剑体九段登峰造极的人物,留下了一些心得法门。 沐云凭借自身,到达这一步,便是可称为天之骄子了。 在这一刻,萧族众人,神色皆是难看。 萧成则身死,还能理解。 毕竟是六众,小去了沐云。 可是萧运成七重境界,在萧族内,名声不小,居然也被沐云这么轻易解决了。 此刻,萧朝剑也是无法稳定内心了,看向人群之中一道身影。 那人心领神会,脚步在此刻走出,进入山谷内。 不愧为清宇神帝和清帝之子,我萧族倒是小觑了。 青年走出,声音淡然道,在下,萧族萧平营,领教了。 此刻,叶子昂看向那年轻身影,道,众头来了。 萧平营 这位,才是萧朝剑最初准备上场的第一人,萧族内,七重境界,观绝群鹰的人物。 叶群在人群中,也是开口道,这小子,是个硬茶子,不过,这才开始,沐云应该能赢,毕竟后面还有八重九重十重级别的。 嗯? 此刻,两方皆是关注着山谷内的情况。 沐云看向萧平营,神色淡然。 请。 一语落下,抱残剑数在身前。 此刻,沐云旦突然大喊道,爹爹,好好教训这个坏人,他曾经打我。 安静的山谷,突然这么一道声音响起,众人皆是面面相去。 沐云此刻,意识神色一变。 打你哪里? 沐云直接道。 打我脸。 沐云旦此刻依旧是委屈的摸着自己面颊。 听到此话,沐云心胸内,火气生疼。 我女儿,我都没见过,我都舍不得打,你敢打。 萧平营也没想到,沐云旦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情,苦笑道,小孩子而已。 那也得看是谁的孩子。 沐云直接道,我说过了,上场者,只能一人活着走下去,你,完蛋了。 第三千九百零七章是你打我女儿吧。 听到此话,萧平营微微一笑道,原本组长派遣七重境界的人,就是我,萧承泽和萧运城,太着急证明自己了,他们两个死了,莫非是让你感觉自己真的在化天境无敌了吗? 管你是谁? 沐云驱剑,直接杀出。 打我女儿,你没命了。 坑。 剑光一闪,扑天盖地而出。 萧平营看到这一幕,面色也是一冷,直接一步跨出,手掌一握。 只见得其手掌紧握之间,突然凝聚出道道光芒,一道道光芒出现之时,化作了一柄三叉戟。 三叉戟随手掌挥动,轰隆一声,在此刻爆发开来。 汹涌澎湃的海浪气息,瞬间弥漫。 眨眼之间,山谷内,道道水浪,凭空出现,整片山谷,化作一道汪洋大海。 萧平营代表的是萧族化天境七重级别最强的艺人,岂会如同萧运城一般,毫无底蕴实力。 三叉戟此刻,爆发出海水,铺天盖地。 沐云感觉到极大的吸附力,此刻身躯落在海面之上。 脚踏海水之间,沐云方才发现,这海水之上,布满了戒力,来自于萧平营的戒力。 萧平营此刻手持三叉戟,直接刺向沐云。 宝残剑直接斩出之间,沐云全身上下的力量,在此刻爆发开来。 令人心悸的气息,释放而出之时,剑气刚刚席卷而出,在二者之间,却是突然出现一面水墙。 轰隆炸裂声,传递开来。 水墙抵挡住沐云剑气,而当剑气溃散,萧平营的身影,已经杀来。 沐云左手一握,手掌展开之际,一掌拍出。 一掌碎伤合。 掌风呼啸,气势惊人。 只是,萧平营却是神色不变,三叉戟扎入海水之中,海强再次出现,抵挡住沐云的攻击。 只是此刻,沐云也是拉开了距离,不断后却。 这五角,邪门。 这些海水,仿佛并非是萧平营凭空召集而来,而是直接从那三叉戟内演化而出。 口气不小,能耐不大。 萧平营笑道,看来,你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这么急着送死。 沐云忍不住笑道,这才刚开始,看来,你很想把自己的命交给我。 是谁死还不一定呢。 萧平营一声冷哼,直接一步跨出。 登时间,只见萧平营身躯消失在海面上。 而下一刻,沐云身体四周,出现一道道萧平营的身躯,每一道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 杀。 一共八道身躯,在此刻直接杀出。 那三叉戟此刻释放出蓝光,瞬间组成天罗地网一般,笼罩住沐云的身躯。 破。 一语喝下,沐云直接一步跨出,杀气腾腾。 手中爆残剑灯时间演变出千万道剑气,杀向八道身躯。 而那八道身躯,在此刻纷纷抵抗,可是结果,被沐云剑气彻底击破。 但是,并无一道身躯是真正的萧平营。 此刻,沐云脚步后却。 须杀斩。 而正在此刻,伴随着一道声音响起之间,只见得萧平营的身躯,突然从沐云脚下出现,三叉戟瞬间划过沐云脚下,朝着沐云面门直击而来。 沐云眼急手快,手掌一握,瞬间松开,一掌拍下。 二掌抱星辰。 一掌之威,将得萧平营身躯,击落而下,坠入海底。 此刻,沐云看着脚下,一汪海水,一望无际一般。 舞爵很古怪。 沐云呢难道,可并非是无法破解。 话语落下,沐云手掌一挥,天地轰炉出现在其掌心之中。 阎龙出事。 一声嘹亮的嘶吼声响起。 阎龙在此刻,直接冲沙而出。 轰隆隆的声音,在此刻响起。 仙杖阎龙,弥漫在山谷之间。 躲在水中,我奈何你不得吗? 沐云一声冷哼,阎龙在此刻,俯冲而下,钻入水底。 登时间,整个海水,彻底翻滚起来。 须灭葬日月。 同时,沐云一剑,直接斩杀落下。 剑气如虹,冲向海底。 剑气加上阎龙,此刻肆虐海底。 不多时,那肖平盈的身躯,在此刻一跃而出,脸色微白。 我看你也不过如此了。 沐云此刻,提借看向肖平盈,笑道,我所猜不错,你这门舞爵,配合的是你手中的戒气,那柄三叉戟,释放出的海水吧。 只是以你的实力,只能够操控如此数量的海水罢了。 肖平盈神色微白,看向沐云,面带煞气。 你以为你能赢我。 这才刚开始。 肖平盈怒喝道,这一试,试试看。 怒惊吞。 一语喝下,肖平盈身躯,拔地而起。 下一刻,刹那间,那海水,突然席卷而出,满山谷的海水,在此刻,化作一只巨精模样,陡然之间,巨精俯冲而下。 精嘴在此刻张开,释放出恐怖的气势,爆发而出。 同时之间,肖平盈身躯,融入到巨精额头之上,手持三叉戟,直接面临沐云。 看到这一幕,沐云却是神色不变。 手中爆残剑,光芒一闪,五断剑体,凝聚而出。 须灭藏天帝。 一剑出,天帝日月仿佛失色,化作一道千丈剑气,浮空而立。 而与此同时之间,天帝轰炉,悬浮在沐云头顶之上,释放出道道岩浆,那岩龙此刻,亦是直接覆盖在沐云身躯表面。 仿佛一道铠甲一般,释放出火红之色。 斩。 巨剑,斩下。 巨精,吞下。 二人此刻,强横的硬碰硬。 轰。 顶刻,天帝之间,轰鸣声响起。 山谷之内,四周壁面,道道界纹,闪烁出光芒。 若是无界纹覆盖,这山谷,此刻根本无法承受两位主宰之间的强横气势。 轰鸣声,不断响起,沿江和海水碰撞,沐云和萧平营的身躯碰撞到一起,爆发出大量的白气,四下散开。 足足好半赏之后,一切波动,方才徐徐消散。 而与此同时,数位顶尖主宰,目光注视着山谷内。 其余人等,此刻一一目不转睛。 直到好半赏之后,白气溃散。 只见得一道身影,立于山谷内,手中提着另一道身影。 是你打我女儿是吧? 啪! 清晰的巴掌声在此刻响起。 当的众人看到这一幕之时,皆是瞪大了眼睛,面露不可思议之色。 第3908章不能再出意外了。 只是,山谷内的沐云,却是并不留守,一巴掌一巴掌落下,打得萧平营面颊肿胀,呼吸微弱。 蛋儿! 沐云此刻扬声道,爹帮你教训这个坏蛋,以后,谁敢打你,爹定不饶他。 沐云旦此刻激动得小脸长红,大喊道,这可是你说的。 是。 沐云看向沐云旦,会心一笑。 沐云旦此刻意识笑了起来,露出一对小虎牙,傻是可爱。 接下来上场之人,但凡有人欺负过你,或者有可疑的,你告诉爹。 沐云此刻,手掌一握,咔嚓一声,萧平营生命气息溃散,沐云方才继续道,爹帮你讨回公道。 沐云旦此刻笑得更加开心。 萧云儿看到这一幕,也是微微松了口气。 他还担心,沐云旦因为这些年受到不公的待遇,对沐云心有芥蒂。 可是现在,沐云却是已经开始拉近妇女之间的距离了。 仔细想来,毕竟是亲妇女,沐云旦年纪并不算大,逐渐相处下来,还是会认下沐云的。 此刻,萧族众人,神色难看。 沐云这是当着他们的面,打他们的脸。 萧朝剑此刻脸色也是不好看。 萧平营是他原本预定的,代表化天七重境界出战。 本来想着,死子足矣,可是现如今,却是被沐云击败斩杀。 萧承泽和萧运城的死,对萧族来说,不算什么。 可是萧平营不一样了。 组长 此刻,萧红天低声道,让巴仲的上吧。 萧朝剑点点头,道,让萧月直接登场吧。 这! 不能再出现意外了。 萧朝剑冷静道,萧月在巴仲境界,是我族内最强的天骄,让他出战,直接击败沐云。 再说,你我都丢不起这个人了。 沐云击败斩杀萧平营,已经是证明了,萧族内,与沐云同境界的武者,没人会是对手。 此事传递出去,萧族颜面无存。 反倒是沐云,会名声大噪。 毕竟,沐云虽说是清语神帝和清帝之子,但是并未生活在大势力内,而是一步步爬上来。 这样的人,却是战胜了萧族同境界最顶尖的天骄,平白为沐云增加名气而已。 我明白了。 萧红天此刻点头,手掌一挥。 只见得,人群之中,一道身影,在此刻走出。 一席紫灰色长衫,长发卷起,看形态,宛若浪客一般,放浪行海。 只是,当其走出之间,叶族众人,皆是神色凛然。 看来萧族极眼了。 施美云南南开口之间,看向沐云,徐徐道,对于沐云的挑战,才刚开始。 叶星泽,叶香薇,叶紫昂等人,也是神色慎重起来。 萧族,萧月。 叶福此刻开口道,萧月,化天八重顶峰了,这下,沐云是难了。 叶群却是开口道,放心吧,我跟沐云对战,这家伙不落下风,这个萧月,不会是沐云对手。 话虽如此,可是众人也是心中担忧。 毕竟,叶群和沐云对战,相对来说,二人还是彼此间手下留情。 可是这次,沐云可是已经连杀萧族三人,萧月上场,也绝对是死战。 萧月在此时,一步步走上山谷内,看似行神浪荡,可是每一步走出,皆是凝聚出一道强横的杀气,直逼沐云。 沐云旦这个丫头,我也不喜欢,萧云儿本身也算不得我萧族血脉,只不过是与我萧族先祖颇有渊源,被我萧族重视,是他福分,可是沐云旦是你的种,在我萧族内,养。 遇他到现在,已经是仁慈了。 萧月声音粗犷,语气淡然。 萧族内,许多人想让他死,只不过是萧云儿护着罢了。 我萧月,也曾想让他死,曾让人诱骗他离开萧族,准备掳走,结果不巧,被兵皇族的那位秦孟瑶发现,计划落败。 若是计划成功,可能这女娲,已经死了。 或者是轮为计,不知道被卖到了哪个城池内的哪家窑子里,可惜了。 萧月说完这些,看向沐云,缓缓道,听到这些,是不是很想杀了我? 别着急,我会慢慢折磨你,杀了你,维护我萧族的尊严。 沐云听到这些,眼神平静。 看向沐雨淡,微微一笑道,好女儿,看来这个人,不用你认,他自己招了。 沐雨淡此刻看向沐云,也是点点头。 看爹帮你教训他。 沐雨淡再次点头。 轰。 一声沉闷的炸裂声,在此刻响起。 随着炸裂声传递开来,只见得萧月手中,出现一柄战斧。 战斧长近乎一丈,伏柄笔直,青光绽放,俯认光滑如镜,散发出嗜血的光芒。 神帝之子,我没杀过,今日杀了,他日清与神帝想要算账,我萧月一人承担。 一语喝下,萧月身影瞬间化作一道残影。 坑。 下一刻,战斧和长剑碰撞。 沐云身躯,在此刻倒退。 化天巴重。 比萧平营化天七重,强大了不止一倍。 此刻,沐云手持爆残剑,微微笑道,比我想象之中强一些,可是,能对付。 一语落下,爆残剑在此刻爆发出璀璨的剑芒,冲天而起。 须灭藏天地。 一剑出,巨剑当空而立,直接斩下。 这一剑,斩断了萧平营的生机,威力绝对是霸道。 萧月看到这一幕,却是神色一冷。 化府天斩。 一语喝下,一府直接斩下。 轰隆一声,在此刻响起。 灯时间,爆鸣声传递开之际,恐怖的气势,抱怨而出。 一道巨斧之影,从天而降,直接斩下。 那恐怖的斧头影子,将山谷内的天地劈开,轻压而下。 轰。 剑和斧碰撞。 轰鸣声,在此刻爆发开来。 木云身躯,此刻不断倒退。 而萧月此刻,却是手持战斧,再次挥舞而来。 找死的东西。 萧月哼道,萧族,并非是你撒野的地方。 一斧头砍下。 木云此刻,手掌一握,天地轰炉内,千丈阎龙,抱怨而出。 火焰笼罩,阎龙直接迎着巨斧而上。 而在这一刻,木云手持爆残剑,一剑挥出。 须灭葬万剑。 一剑出,剑气仿佛将这一方天地笼罩而入。 刹那之间,四面八方,无数道剑气,呈现出包围的姿态,杀向萧月。 第3909章 萧旋 叮叮当当的碰撞声,不断响起。 萧月身影被阎龙包裹,那些剑气,穿透阎龙,直接杀到萧月身前。 只是,即便如此,萧月手持战斧,已经是舞动的风声鹤唳,抵挡住阎龙和剑气的侵蚀。 看到这一幕,木云却是神色冷峻。 宝残剑迎空飘荡而起。 木云身影在此刻,直接笔直冲出。 在其身姿冲出之间,只见得其体内,磅礴戒力,蜂拥汇聚。 一道掌印,在此刻凝聚而出。 大荒遮天手。 三掌遮天地。 一语喝下,双掌和石之间,恐怖的威压,席卷而出。 而下一刻,天空之上,千丈巨掌,直接凝聚而出。 若 木云一声低喝,剧长落下。 大荒遮天手。 很强很强的一门戒绝,只不过并不完美,只是三世。 但即便是三世,爆发出的威力,也让木云十分满意。 剧长,迎空落下。 直接盖下之间,山谷大地,在此刻轰隆隆倒塌。 所有人在此刻都是神色一变。 这剧长,所凝聚成的爆发力,已经是完全超越七重极限。 刹那,山谷内,天地规则颤动。 空间裂痕,道道凝聚而出。 两酒,轰鸣之后,许久的寂静无声。 直到一道身影,从那烟尘之中升腾而出。 正是木云。 木云微微喘气,神色带着几分疲惫。 而此刻,下方,大地之上,萧月战斧丢弃在一旁,整个人,一条胳膊一条腿,彻底被炸成碎肉。 想要故意激怒我,杀了我。 激怒我,你做到了,杀我,你不够。 木云此刻,心念一动,爆残剑在此刻,隔空俯冲而下,扑斥一声,没入萧月眉心。 萧月魂魄,在此刻被爆残剑瞬间斩碎。 第四位萧族弟子,丧命。 而且这一次,木云看似,更加轻松一般。 可是,谁都知道,这并非是木云更加轻松,而是木云所施展的武绝,威力更加霸道了。 此刻,木云看向山谷外。 但儿。 木云直接开口道,爹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 木雨淡此刻,点点头。 娘,木雨淡此刻开口道。 你没骗我,爹好厉害。 萧允儿听到此话,也是笑了笑。 只是,看向木云,却是眼中柔情似水。 这些年来,你也受了不少苦吧? 萧允儿呢难道。 自从人界一别,时至今日,足足过去数万年之久了。 他进入萧族内,自然是明白,从超越祖神境,到天地圣人级别,到尊位级别,到界位级别,是多么艰难。 木云一步步走到现在,经历的比他多。 虽说在萧族内,他并不自由。 可是,萧族有所图谋,对他在修行上的资源,可谓是精尽一切办法给予。 而现今的木云,一人走到今日,所经历的,定然是他难以想象的。 昔日的木云,先王重生,凭借前世所属,一路辉煌,再归仙界。 可是后来,却是自己一步步走上来的。 即便这么多年过去,那个时儿看起来十分正经,时儿又显得很是浪荡的青年,以为人父,已经扛下了许多许多。 此时此刻,山谷上空,木云再次开口,下一位。 这一刻,山谷四周,已经是聚集了萧族上千号人。 这一战,惊动了萧族许多闭关武者弟子。 原本,大家想看到的是,萧族天骄,是如何虐杀神帝之子。 可是现在,却是变成了萧族天骄,接二连三,死在了木云之手。 谁也没想到,这位流浪在外的神帝之子,居然战力恐怖到了这个地步。 萧族众人,神色皆是难看。 被人打脸的感觉,谁也不好受。 在下,萧璇。 正在此刻,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山谷入口,一道身影落下。 只见得来人若观之年,身着一套贴身武服,身披红色披风,长发亦是插着一道红色簪子束缚。 萧璇。 此刻,萧族弟子,纷纷看向山谷内。 萧朝见此刻,也是脸色不悦。 萧璇,原本是他打算第三位出战的萧族天骄。 化天九重级别。 本来想着,根本不必萧璇出战。 可是现在,沐云所展现出的实力,足以证明,七重境界,八重境界,确实都并非是沐云对手了。 萧璇不出战也得出战了。 只是,即便萧璇战胜沐云,萧族面子,也丢了不少了。 但是现在,好歹是能够挽回一些。 萧璇看向沐云,拱手道,萧允儿在萧族内,颇为努力,我很敬佩她的努力。 我对你并无恶感,你为了你女儿讨回公道,我也理解,只是,身为萧族子弟,我也得维护萧族尊严。 沐云此刻,手掌直剑。 爹。 沐云旦此刻却是突然开口道,萧璇叔叔对我娘对我很好的。 沐云旦此话一出,沐云却是一愣。 有人欺负我,萧璇叔叔都会阻拦,还给我好吃的,沐云旦此刻声音逐渐弱了下来。 看向萧璇,沐云旦忍不住道,萧璇叔叔,你能不能别跟我爹打。 萧璇此刻却是笑道,小雨旦,我是萧族人。 虽然很想祝福你爹能赢,带你离开萧族,可是身为萧族子弟,我却是需要击败你父亲,维护我萧族的尊严。 沐云旦此刻眼神黯淡。 一边是父亲,一边是这些年待自己很好的萧璇叔叔,他也很苦恼。 沐云此刻,看到女儿脸色黯淡,急忙道,但儿。 嗯? 爹爹答应你,不杀萧璇叔叔,只是击败他,好不好。 沐云旦顿时眼神一亮,道,好啊好啊。 而听到此话,萧璇却是笑道,我不会手下留情的,你若是不尽全力,可能会死。 不会。 沐云开口道,多谢你对我夫人和女儿的好意,我沐云不是滥杀无辜之人。 坑。 萧璇不再多说,在此刻出剑。 三指清风,光芒内敛。 此剑名为允原剑,七品戒气,自我踏入主宰境,一直陪伴我至今,你是剑客,我也是,若是我剑术败于你之手,今日,死而无憾。 听到此话,沐云点了点头,手中抱残剑,亦是光芒一闪。 二人此刻,气息对碰,灵力的剑气,在此刻肆虐开来。 萧璇再次道,我并未领悟剑体级别,你乃是剑体武断,不过我比你高出两众境界,说到底,应该相差不多。 希望你能够拼尽全力。 否则,即便杀了你,我也是要维护萧族尊严。 一语落下,萧璇出剑。 第3910章 大金佛人诀 嗡。 刹那之间,剑气温明,登时间,沐云身体四周,道道剑气,如山风海啸一般,扑面而来。 萧璇此刻,手掌一挥,允圆剑瞬间释放出恐怖的剑势,直逼沐云周身。 沐云旦看到这一幕,紧紧抓住萧允儿群山衣角,不知道是在为沐云担心,还是为萧璇担心。 坑坑坑。 一时之间,山谷内,剑气磅礴,只看到二人身影,如同魅影一般,不断变换,两柄神剑,意识碰撞出强烈的火花,每次碰撞,皆是出现道道空间裂痕。 华天主宰七重。 华天主宰九重。 萧族众人,从未想过,族内九重天才,有一天,会被一位七重武者,如此缠斗。 二人这一展插时间,不知道是交手多少招。 山谷内,石壁之上,在这一刻,一道道剑痕,几乎是将此地数百年积累的痕迹都是彻底抹除。 纯粹的剑术比拼。 沐云没有施展其他五绝,萧璇也只是单纯的施展剑术。 二人的比拼,似乎没有尽头。 轰。 陡然之间,一道轰鸣声响起。 沐云身躯倒退,靠近山谷一侧。 而另一边,萧璇意识脚步踉跄,贴近山壁,方才站稳脚跟。 你果然很强。 萧璇此刻认真道,单单剑术,以五断剑体,能够抵抗住我九重十力攻击。 沐云此刻无奈道,你也很厉害。 确实是很厉害。 萧璇并未领悟剑体意境,可是厮杀之间,剑招的细微之处,却是运用的极为圆满。 这让得沐云颇为惊讶。 剑体,是剑道意境。 对武者运剑,具有极强的增幅效果,对武者领悟剑爵,也是有极强的增幅。 到达这一步,剑术在剑体剑客手中,爆发力可以说增幅三成。 只是,未到剑体的萧璇,却是也拥有这般强大的剑术威能。 这是对剑的一种特殊境地。 此刻,萧璇看向沐云,道,若只是剑术,你无法胜我,自然,我也无法胜你。 萧璇淡淡道,所以接下来,希望你小心了。 萧璇此话落下,允圆剑在此刻光芒退散。 萧璇双手微微一握,天地在此刻轻轻一颤。 目云此刻,意识小心翼翼。 大金佛人觉。 萧璇此刻,一语喝下,陡然间,只见得其身躯表面,金光一闪。 随着金光闪烁而出之时,赫然之间,在萧璇身躯之上,出现道道金色光芒,扩散开来。 那些金光,逐渐扩散,最终化作千丈,凝聚成了一道千丈金人。 金色光人,在此刻,释放出的金色光芒,将偌大的山谷内外,皆是渲染成了金色海洋世界一般。 萧璇此刻声音沉着道,我在化天九重境界,以剑术,在萧族内,同境界无敌,现今以剑术,无法败你,那就让你看看,我的底牌。 大金佛人诀 金佛掌 萧璇此刻,一手挥下。 千丈金人,在此刻,意识直接一掌拍下。 金色掌印,爆发出呼啸的风声,仿佛身处悬崖边缘,踏出一步,便是万丈深渊那种感觉。 此刻,金掌落下,木云手掌一拖,天地轰炉在此刻出现,阎龙挥舞而出,发出嘶吼声,火焰缭绕,微风凛凛。 坑! 只是,顷刻之间,金掌拍下,阎龙呜咽一声,硕大的身躯,被金掌拦腰拍断,气势溃散。 看到这一幕的木云,也是神色一变。 天地轰炉的防御很强。 而爆发出的阎龙,一直以来都是很强的攻击性。 可是此刻,居然是被金佛剧长,直接拍断。 这让木云惊讶无比。 只是此刻,已经没时间去惊讶了。 金掌落下,拍了下来,阎龙溃散,萧璇第二掌,已经在此刻再次落下。 木云一咬牙,东华地印此刻,漂浮而出。 地印化作千丈,四四方方如玉玺一般,大印之上,一道龙手,威武不凡。 地震苍茫。 大印爆发,顷刻间席卷而出。 金掌此刻,再次砸下。 轰隆隆。 这一刻,山谷内的戒纹,摇摇欲坠,萧族内,一位位戒阵师在此刻飞驰而出,维稳住那些戒纹。 金色巨掌和东华地印碰撞。 刹那间,木云感觉到,身体内,五脏六腑如遭雷击一般,脸色一白,一口鲜血喷出。 东华地印,强大无比,与木云自身连接。 可想而知,这金掌之攻击,是何等强横。 连续两掌,木云以天地轰炉和东华地印阻拦。 可是自身也是受创。 而此刻,金佛内的萧璇,脸色也是微白。 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威慑力,他自身消耗更是海量。 可是,木云居然是能够抵挡住两次攻击,着实是不可思议。 金佛连天掌。 这一刻,萧璇彻底爆发。 若是他也无可奈何木云,那就需要石虫出战了。 萧族,不能再丢脸了。 刹那间,金佛出手,只是这次,不再是一掌,而是接二连三,一道道掌印,铺天盖地而出。 看到这一幕,所有人皆是骇然。 萧璇的实力强大,甚至是超乎了萧族之人的想象。 施美云等人,此刻亦是心被提起。 记老。 我明白。 陆继苍老的身躯,此刻微微点头道。 叶族此番,自然是不可能让木云死在此地。 只是现在,陆继感觉到,木云的生命气息,并未被碾灭。 金佛盖世。 金掌灭天。 道道金掌,连番出击,不下于上百道,在此刻,拍击向木云所在的位置。 直到百道掌印消失之际,那金佛光芒,在此刻意识溃散。 萧旋身影,此刻跌落在地,脸色苍白,大口大口喘气。 这已经是他所能够做到的极限了。 木云,死了吗? 此时此刻,众人目光,也是一一汇聚。 金色光芒,逐渐溃散。 而一道身影,却是出现在那金色光芒中心。 山谷大地,此刻都是凭空被轰低了百丈深度。 而在那中心位置,木云身躯,却是稳稳站定。 没死。 萧旋此刻,心中一沉。 这都没死。 萧旋嘴角露出苦涩的笑容。 他真的已经是拼尽全力了。 此时此刻,木云一步步走上前来。 仓皇神医,覆盖在身躯表面。 而仔细看去,仓皇神医之下,但金色光芒与仓皇神医的金黄光芒,显得有些不一样。 龙鳞附体。 而且,在木云身躯四周,还有道道体文汇聚。 第3911章 接下来,下一个。 十日霸天术 十日霸天术,凝聚霸体之文,当初的木云,只能够凝聚一道。 可是现在,九道霸文,出现在身躯表面。 这一刻的木云,可谓是将防御提升到了极致。 仓皇神医 龙体腹林 霸体霸文 天地轰炉 四道防御,加持几身。 否则,这上百掌落下来,木云不死也废了。 身影来到肖玄身前,木云手握爆残剑,看向肖玄,忍不住道,你很强。 可还是输了。 肖玄神色苍白,苦涩道,你只是化天七重而已,我已经是化天九重,可还是输了。 木云长剑搭在肖玄肩膀之上,缓缓道,我说过,我不杀你。 一语落下,长剑一拍,肖玄身躯被直接击飞,落在山谷之外。 肖朝剑看到这一幕,脸色阴沉。 来人! 那肖红天却是开口道,带下去疗伤。 木云不杀肖玄,肖族自然是不会为难肖玄。 虽说肖玄输了,可是大家都是看得出来,肖玄确实是拼尽了全力。 而且,此战输了,不代表肖玄就是废物。 今日一战,展现出如此强大的能力,肖玄的实力,毋庸置疑,好好栽培,将来会是肖族的主心骨人物。 木羽蛋看到这一幕,激动得小脸通红。 木云目光看去,笑道,爹答应你的,做到了。 木羽蛋点头。 此时此刻,木云微微一笑,面色温和。 没什么比看到自己孩子发自内心的微笑,更让人感觉心情舒畅了,更何况,是那么可爱的女儿。 接下来,下一个。 木云此刻持剑,立于山谷内。 这一刻,偌大的山谷,已经是满目疮痍。 木云一人,立于山谷之上,气息绵绵内敛。 萧朝剑此时此刻,神色带着几分冷漠。 九重顶峰级别的萧玄,都是败于木云之手。 要想战神木云,唯有时众境界级别了。 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萧卒,萧玲玲。 此刻,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山谷之外,只见得一名女子,一步步进入山谷内。 那女子一袭长裙,气质出众,此刻出现在山谷内,给人的感觉,更是底蕴十足。 坏女人。 木羽蛋此刻开口道,爹爹,这是个坏女人,当年欺负阿娘,后来阿娘比她更厉害了, 她还窜多其他人,欺负阿娘和我。 木云目光看去,笑了笑道,明白了,男人女人都一样,爹不会心软。 此刻,那萧玲玲进入山谷内,看向木云,却是痴笑道,我也不会心软。 随着萧玲玲进入山谷内,在场众人,皆是神色凛然。 华天时重。 萧玲玲在萧族内,也是名声极大。 在华天时重境界,算不得顶尖,可是,实力绝对是处于中上游的。 木云此刻,手握爆残剑,气势仿佛全部收入到了自己手中的爆残剑内。 萧玲玲此刻,一步跨出,手掌一握,恐怖的气势,在此刻爆发而出。 刹那间,萧玲玲二话不说,直接杀向木云。 这一刻,不只是萧玲玲,萧族内,多少天骄,皆是对木云心怀怨怼。 今日一战,不可能没有任何消息传出。 而一旦消息传出,所有人都会知道,萧族七重,八重,九重化天境天骄,皆是被木云击败。 这是杨木云威名。 更是折煞萧族威名。 虽说实众对付七重,胜之不武。 可今日就这般让木云离开,那萧族的尊严,将会受到无可挽回的打击。 轰。 萧玲玲一拳,直接砸下。 木云举剑迎接,暴残剑在此刻,发出一道嗡鸣声,剑身弯曲,长剑在此刻,仿佛随时可能折断一般。 萧玲玲这一拳,绝非化天时众武者的上限。 这女人,拳术很强。 萧玲玲此刻逼近木云,冷哼道,我不喜欢用武器,我的武器,就是我的双拳。 一语喝下,萧玲玲直接一步跨出,再次逼近木云。 拳风呼啸。 一拳挥出,仿佛是万丈高山,朝着木云身前,压迫而来。 须灭葬天地。 刹那间,一柄巨剑光芒,在此刻闪烁而出。 巨剑碰撞拳影之上,木云身躯在此刻,轰然间倒退开来。 那恐怖的波动,使得木云全身上下,都是微微一颤。 霸道。 强势。 这就是萧玲玲的拳。 看到木云抵挡下自己的权威,萧玲玲也是神色冷峻下来。 大威天拳。 一拳化作猛虎,借力蜂拥而出,恐怖的爆发力,配合着近百米的主宰道之力,在此刻,如山呼海啸一般,似要吞没木云。 此刻,天地轰炉和东华地印,纷纷祭出。 木云身着仓皇神衣,一剑斩出。 须灭葬万剑。 一语喝下,一剑斩出。 万道剑气,如同降临诸天小世界一般,环绕在木云身躯四周。 拳风呼啸。 剑气磅礴。 木云和萧玲玲二人,在此刻一剑一拳,彼此之间,互相拼斗,杀气十足。 恐怖的波动,席卷开来之际,令人心计的气势,在这一瞬间,爆发而出。 找死的东西。 萧玲玲此刻,全身气势爆发,只见得一道道钢气,环绕在其身躯四周。 这一刹那间,他整个人仿佛都是化作了一道拳影。 刷刷刷。 顷刻间,萧玲玲的身躯,化作一道道残影。 在山谷内,那一道道残影,无意不是冲击到木云身前,每一拳落下的力道,都足以垂死一位巴仲境界的化天境主宰。 速度之快,力量之强,让人感觉到,这才是化天境实重,真正接近通天境修为的级别。 若非借阵庇护山谷,这山谷早就成了一片废墟了。 死。 一声低喝响起。 当的萧玲玲最后一拳,在此刻落下之际,木云身躯,倒飞而出。 轰隆一声,木云身躯,砸入到山谷一壁之上,身陷其中,使得道道借文都是被砸得变了形。 恐怖的波动,在这一刻,让所有人皆是木瞪口呆。 萧玲玲。 萧朝见此刻满意的笑道,这女娃子,倒是被小看了,以后须得多多栽培。 是。 萧族几位长老,也是满意的点点头。 萧玲玲总算是为萧族出了口气了。 而另一边,叶族众人,却是神色不怎么好看。 第三千九百一十二章不就是全数吗? 化天十重,压制化天七重,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叶军此刻哼道,这些家伙,也不知道高兴什么。 施美云此刻开口道,木云毕竟只是化天七重境界,能够与化天八重九重交手,而且赢下来,已经不易,化天十重,主宰到近乎百米,已经超脱九重一个很高的层次了。 众人此时此刻,皆是点头。 木云旦看到这一幕,却是牢牢抓住萧允儿衣裙,忍不住道,娘,爹是不是要输了? 萧允儿听到此话,却是笑道,不会的。 看向山谷内,萧允儿微微呢喃道,你爹这个人,死要面子活受罪,不会让自己输的。 他明白木云。 若是木云没有十足把握,是不可能如此狂妄的来挑战萧族化天境天骄们的。 既然挑战,木云更是不会让自己输的。 话虽如此,可是木云淡小脸之上,依旧是不满了担心。 而此时,山谷内。 萧灵灵灵力半空,看向石壁,冷淡道,莫要以为,战胜了八重九重,你就真的是化天境无敌了。 这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不过是亏得冰山一脚罢了。 咔咔咔的碎裂声,在此刻响起。 山壁石块脱落。 木云身躯在此刻走出。 看向山谷内,木云微微一笑道,你说得没错。 人外有人。 我还没输呢,你在这说叫什么? 木云擦了擦嘴角血迹,道,你的拳术,确实是很霸道,我若是八重,以剑术抵挡你拳术,杀你轻而易举。 嘴硬。 我还没说完呢。 木云笑道,虽说只是七重境界,可并不代表,奈何你不得,不就是拳术吗,跟你比一比就是了。 一语落下,木云全身上下,力量骤然间释放开来。 恐怖的波动,从木云体内,弥漫而出。 拳头,硬碰硬,试试看。 这一刻,木云言语充满着挑衅。 萧玲玲此刻神色冷漠。 到了这一步,木云还在硬撑着。 既然如此,送你上路。 萧玲玲一语喝下,一步跨出。 恐怖的波动,在此刻席卷而出。 大威,神龙拳。 一语喝下,萧玲玲双拳齐出。 他没说谎,他所修行的极致,就是拳术。 他的一双拳,已经是被凝练到了极致。 这是自从跨入武道之后,他所追求的极致。 拳法的极致。 一拳挥出,拳风化龙。 千丈巨龙,此刻由刚风聚集,那恐怖的气势,在此刻爆发而出。 令人心悸的气息,在这一刻,扩散而出,拳龙此时,似乎要将木云身躯,彻底吞噬。 而此时此刻,木云立于原地,看向拳风呼啸而来。 很不错。 一语落下,木云直接一步跨出。 万元之拳。 刹那。 诸天图内,滚滚而动的力量,汇聚于木云拳头之上。 诸天图,凝聚了诸神图卷和碧落黄拳图两大神器,天地浩瀚五千里,是木云这些年来,一直花费心血打造的最核心的神宝。 万元之力,凝聚万元之拳。 而这万元之力之中,最核心,最强大的,便是来自世界之术的世界之力。 比戒力更加强大的力量。 一拳,挥出。 平荡无奇,只有拳盲,扩散百丈。 可是,当拳盲和拳龙汇聚之际。 那恐怖的爆发,在此刻却是顷刻间扩散开来。 一时之间,商谷内,一道光团,席卷而出,恐怖的戒力波动和主宰道之力的溃散,四下散开。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皆是神色恶然。 恐怖。 确实是恐怖。 二者之间的交手,似乎已经超越了画天境的级别。 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此时此刻,沐云脚步跨出,杀气凝聚而出。 在那光团内,一把直接抓出萧玲玲身躯。 你的拳,看起来威力还不够强。 一语喝下,沐云直接手掌一握,萧玲玲身躯内,魂魄溃散。 而沐云手掌一挥。 那萧玲玲的尸体,在此刻直接掠出光幕之外,跌落在山谷之外大地上。 死了。 波动尚未平息,萧玲玲尸体却是被丢出。 而当一切尘埃落定之际,沐云的身影,才出现在众人眼中。 虽气喘吁吁,可是看起来,尚且有一战之力。 这一刻,山谷外,死一般的寂静。 看似占据上风的萧玲玲,却是被沐云爆发的一拳,直接震杀。 这个沐云? 实力到底上限在什么级别? 此刻,萧族众人,一个个心中惊骇。 到了这一步,还有谁能够抵挡沐云吗? 此刻,萧朝见脸色算是彻底难看下来了。 刚才的夸赞,仿佛是一记无形的巴掌,贴在了脸上。 混蛋! 萧朝见忍不住低骂一声。 强大如他,此刻也确实是背弃到了。 沐云只是化天七重,又不是在清帝,清与神帝身边教导长大的,怎么可能强大到了这个份上? 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 而此刻,沐云却是笑道,石众化天境,还可以继续来,萧族子弟,不服气的,可以继续上,人,我还没杀够。 话语落下,万籁俱计。 怎么? 这就结束了吗? 沐云笑道,我还没过瘾。 只是此刻,没人敢开口。 萧玲玲在萧族化天十重级别,绝对算得上世上上知实力了。 虽说不拔尖,可是排进前十,绝对没问题。 比他强的人,谁敢上? 沐云摆明了,要打,就下杀手。 这样的交战,去了可能就是死了。 好不容易到达化天十重境界,再进一步就是通天境,在萧族内,就是地位更高一等。 若是因此丧了命,那一切都付诸东流了。 萧族的人,难道都是这么欺软怕硬吗? 欺负我夫人孩子倒是厉害,现在,怎么不说话了? 沐云再次道,若是无人出战,我便带着我夫人和孩子离开了。 赢了几人,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神帝之子,也不过是这么一点心胸罢了。 一道声音,在此刻响起。 只见得此刻,伤骨之外,一道身影,跨步而出。 一袭白衣,不染尘埃,长发随风而动,精致的面容,以及那一双丹凤眼,让人心中赞叹,好一位俊年郎。 第3913章 萧鱼柳 看着那一道身影的出现,沐云却是立于山谷内,目光不变。 我倒是没有不知道自己是谁,只是,萧族英才,确实是让人失望。 沐云笑道,你若是不服气,大可来战。 此时此刻,二人之间,颇有一种火药味。 那青年此刻走出,看向沐云,带着打量的神色,最终看向萧允儿,笑道,这位就是你日思夜念的郎君吗? 与楚灵兄相比,确实是差了不止一点半点,何故至于你如此欣欣念念? 萧允儿神色冷峻,哼了一声。 沐云旦此刻却是哼道,坏人。 小雨旦,你爹虽然来了,可是,还没到给你撑腰的地步呢? 那青年笑了笑道,那你也是坏人。 青年哈哈一笑,并不在意。 沐云旦却是道,爹,这个人很坏,天天给娘介绍夫君,说你配不上娘,要给我找后爹。 上次被二娘娘威胁了,最近才老实下来。 沐云旦所说的二娘娘,应该就是秦梦瑶了。 听到二娘娘三字,青年脸色也是颇为阴沉。 秦梦瑶,青年冷笑道,早晚我会让他知道,萧族,也并非是兵皇族可以招惹的。 此刻,沐云看向青年,漠然道,亲爹还在,给我女儿找后爹,为免太不把我这个亲爹放在眼里了。 我需要将你放在眼里吗? 青年却是冷笑道,你,算个什么东西? 一语落下,青年从山谷谷口,进入山谷内。 这一刻,沐云神色平静。 萧族,萧鱼柳,出战。 萧鱼柳? 没听过。 实际上,沐云对萧族任何一位天骄,都不了解。 没到达通天境级别的,在沐云眼里,都不是无法战胜的。 至于通天境,若是全力以赴,一重二重境界,未必不能战胜。 找死的东西。 萧鱼柳此刻,手掌一握,一赶长枪,凭空出现,被其握在手中。 事情到此,该结束了。 沐云,你风头已经出够了,该消停了,我来解决了你罢了。 此话一出,萧鱼柳手持长枪,瞬间杀出。 那长枪近乎一丈长,枪尖血红,枪身暗红,带着嗜血的光芒,顶刻间与萧鱼柳身躯化作一体,成为一道血芒,直冲沐云而去。 坑! 宝残剑在此刻直接斩出。 一箭一枪,瞬间交锋。 萧鱼柳出手,干净利索,没有任何花轿的架势,可是正是如此,每一击,才是强大的可怕。 二人一时之间,交手上百招,整个山谷内,到处都是轰鸣声和炸裂声,仿佛山谷随时都可能崩塌一般。 沐云此时此刻看起来,更是狼狈不已。 那枪风,一道道刮在身上,带出一道道血痕。 反观他,每次都是差一些。 一番交手。 萧鱼柳身影退后。 长发随风飘浮,手持长枪,看起来,依旧是如此淡然飘逸。 这一刻,令人心悸的气息,弥漫而出。 沐云全身上下,力量聚集,谨慎防备。 萧鱼柳吃笑道,看来,你的实力与你的口才,严重不符啊。 呸! 一口血沫吐出,沐云确实笑了。 着急什么? 沐云缓缓道,这才刚开始,我又没输,你好像很得意。 嘴硬的东西。 萧鱼柳此刻,手持长枪,枪尖直对沐云,冷傲道,既如此,送你上路又如何。 一枪划出,看似一招,可是瞬间却是划出上百道枪芒,汇聚成一道沙网,覆盖沐云。 滚! 顶刻间,沐云手掌紧握成拳,一拳在此刻砸出。 轰! 剧烈的轰鸣声,在此刻响起。 万元之拳,再次爆发。 倒倒枪芒,在此刻溃散。 萧鱼柳身躯。 在此刻倒退。 而另一边,沐云脚步意识后退亮枪。 这一刻,萧族众人,心都是被提了起来。 沐云似乎开始反击了。 这家伙,这几次交战,都是如此。 最初被压制,可是接下来就是突然爆发,击杀了萧族几位天才。 现在,似乎又是如此了。 萧鱼柳此刻立定身躯,看向沐云,看来,摸清了我的攻击,开始准备反击了。 我说了,这才开始。 沐云冷静道。 巧了,我也是这么认为。 萧鱼柳话语落下,双手持枪,长枪转动,化作残影。 而随着枪身转动之际,只见得萧鱼柳身前,那长枪残影,化作了一道屠戮。 屠戮之内,凝聚出一道道长枪身影。 万枪天影杀。 一语喝下,萧鱼柳手掌一挥。 顶刻之间,枪影屠戮在此刻颤动。 恐怖的气息,爆发而出,直接飞袭沐云而去。 沐云眼疾手快,天地轰炉在身前凝炼而出。 阎龙冲出。 江颖在此刻,直冲阎龙而去。 可是下一刻,阎龙瞬间被绞碎。 沐云身躯一颤,脚步后退。 该死。 阎龙的强横,沐云还是了解的。 可是萧鱼柳居然一瞬间将阎龙击溃。 此刻,沐云情势危机。 叶星泽难难道,萧鱼柳,萧族化天境第一人,即将踏入通天境级别,这下,沐云难了。 莫说在萧族内,就是在整个逍遥圣虚化天境武者之间,萧鱼柳都是足以排进前十的人物。 这次,沐云是真的碰到了硬茬子。 能不能啃下来,就看沐云自己了。 恐怖的波动,在此刻席卷,阎龙溃败,沐云寄出天地轰炉,直接出击。 坑坑坑的声音响起,天地轰炉抵挡枪影,顿时爆发出道道火光。 一道道火光,在此刻看起来,极为恐怖。 只是在此刻,沐云身躯依旧倒退。 可是,那枪影却是杀气澎湃。 奶奶个腿。 沐云嘀骂一声,喝道,是时候了。 一语喝下。 刹那之间,沐云双眼,在此刻突然光芒一闪。 一道道仓皇光芒,从沐云双眼内凝聚而出。 杀! 喝声落下。 顷刻之间,时间仿佛微微一顿,而萧鱼柳一个恍神之间,反应过来之际,只见得身侧突然出现道道空间利刃,似要切割自己的身躯。 萧鱼柳神色一变,急忙召回神枪,一枪挥出,那道道空间利刃被阻隔。 而此刻,沐云得以喘气,一手紧握东华地印,直接砸下,另一手直接操控天地轰炉,在此刻砸出。 轰,剧烈的轰鸣声,使得萧族内都是大地抖动起来。 第3914章 神皇不灭体 东华地印和天地轰炉同时砸下。 恐怖的波动,席卷山谷内,淹没了萧鱼柳的身影。 这一刻,萧族众多长老,皆是神色一变。 萧鱼柳可是萧族最后的一面底牌了,若是萧鱼柳都输了,那萧族连最后一块遮羞布都彻底没了。 而当波动散去,只见得沐云立于半空,神色微白,气喘吁吁。 下方,一道身影在此刻意识出现。 正是萧鱼柳。 此刻,萧鱼柳一袭武服,出现道道裂痕,有着鲜血渗透而出。 萧鱼柳目光,看向沐云,带着杀气。 混蛋! 萧鱼柳低喝一声,手掌一握,长枪再现。 诡异的空间攻击。 萧鱼柳目光直追沐云,冷漠道,到了现在,还藏着掖着手段,我倒是小觑你了。 一语落下,萧鱼柳手中长枪,瞬间爆发出一道枪芒,直逼沐云而去。 此刻,沐云提剑杀出,天地轰炉和东华地印,同时也是汇聚而出。 萧鱼柳这一刻,体内气势,骤然爆发,比之刚才,似乎都是又强大了数倍。 斩! 一枪直接落下,枪芒瞬间扩张千丈,而后直接坠落下来。 轰! 宝残剑之威,与天地轰炉和东华地印结合,在此刻释放出恐怖的气势。 二者碰撞,而沐云的身躯却是轰然间倒退。 这一刻,只见到,萧鱼柳手中枪芒,赤红之中,蕴含着一缕金光,具有十足的挑战性。 王八蛋! 萧鱼柳大骂一声,又是一枪,直接落下。 一枪接着一枪,萧鱼柳的枪锋之中,蕴含着撕裂空间的爆发力,若是挨中一枪,沐云能感觉到,自己身躯都是要被贯穿。 三掌遮天地 在此刻,沐云一语喝下,一掌直接爆发而出。 轰然之间,山谷内的天地,在此刻仿佛都是暗淡下来。 东华地印在此刻,升空而起,百丈大印,带着庄严肃木的气息,压制着萧鱼柳的爆发力。 同时,天地轰炉在此时,也是滋溜溜旋转起来,萦绕在沐云身躯之上。 陡然之间,沐云眼眸,光芒一转。 萧鱼柳再次出现一阵晃神,空间漩涡,突然出现,席卷萧鱼柳身躯。 噗哧噗哧的声音,在此刻突然响起。 这次,沐云是利用皇帝之眼的时间禁锢和苍帝之眼的苍天灾难来遏制萧鱼柳。 那空间漩涡在此刻凝聚,爆发出一道道恐怖的空间漩涡,漩涡凝聚而出,使得山谷内的空间都是扭曲起来。 萧鱼柳的身躯,处于漩涡之内,只感觉天旋地转,身躯出现疼痛感,仿佛即将被撕裂一般。 啊! 低沉的喝声响起,萧鱼柳全身上下,力量爆发之际,恐怖的波动,不断从其身躯内爆发。 只见得其身体表面,一道软甲,波光淋淋,散发出青色光芒,在此刻被空间漩涡撕扯,碎裂,露出萧鱼柳身躯,其肌肤在此刻,意识出现道道裂痕,鲜血模糊。 滚! 低喝一声! 萧鱼柳体内,突然爆发出一道红光。 红光直冲天际,将得沐云施展的空间漩涡,给依依排斥开来。 此刻,沐云气喘吁吁。 萧鱼柳意识身躯颤抖。 两次苍帝之眼的攻击,使得萧鱼柳受到不小的伤势。 只是,沐云看去,却是神情错愕。 这家伙,肉身强大的可怕,而且身着软甲,防御力也是惊人。 皇帝之眼和苍帝之眼配合之下,时间停滞和空间杀伐,二者结合的威力,沐云可是清楚明白,是有多么强横的。 只是,萧鱼柳却是硬生生抵挡下来了。 此刻,沐云也是感觉到,境界差距带来的麻烦。 他主宰道康康到达七十米。 可是萧鱼柳是真正的近乎百米。 三十米主宰道的差距,可是巨大的。 若非如此,刚才的双眼合力,足以斩杀此人了。 萧鱼柳此刻,浑身浴血,看起来颇为恐怖。 只是,那一道红光,却是升空而起,给人的感觉,颇为古怪。 你,找死。 萧鱼柳此刻低喝道,不过七重,却是如此难缠,你真该死啊,沐云。 这一刻,沐云却是谨慎小心。 到了这一步,萧鱼柳也算是被逼极了,而接下来,只怕是萧鱼柳所隐藏的,不为人知的底牌了。 到底是什么,沐云须被小心谨慎应对。 萧鱼柳立于山谷之内,抬头看向沐云。 而其身体内冲天而起的红光,在此刻,光芒闪烁,令人心悸的气息,爆发而出。 刹那,红光迅速缩小,收回到萧鱼柳体内。 而萧鱼柳此刻,目光却是直视沐云。 我萧族之五诀,你可曾见识过。 萧鱼柳冷漠道,今日,让你死在此五诀之下,也算是对你这位神帝之子的尊重了。 一语落下。 神皇不灭体。 一声低喝。 轰。 刹那之间,轰鸣声响起。 只见得萧鱼柳体内的红光,瞬间弥漫全身。 那红光,凝聚成了一道穿着铠甲的武士一般,迅速扩大摆杖,完全是扩大的萧鱼柳,立于山谷内。 萧族绝技,神皇不灭体。 山谷外,施美云冷漠道,通天境才能够有资格开始修行,没想到,萧鱼柳已经修行了。 苍蓝世界内,各个一等势力内,自然皆是存在着传承的武绝。 这等武绝,都是颇为圆满,而且威力十足级别的。 神皇不灭体,正是萧族内颇为著名的传承武绝之一。 萧鱼柳被逼迫到了这一步,足以证明沐云的威慑力。 可是,真的施展此诀,沐云,能抵挡下来吗? 叶族等人,依依神色慎重。 沐云看向萧鱼柳,神色平静。 神皇不灭体。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不管萧鱼柳施展什么武绝,什么手段,他都是需要全力以赴。 身体内,道道力量凝聚。 这一刻,沐云背后,一道光芒,凝聚而出。 轮回之门,在此刻闪烁。 透露着古老沧桑气息的一扇门,此时此刻,逐渐旋转开来。 在那古老的门户后方,充满了混沌之色,而一黑一白两只眼睛,似乎若隐若现,惹人注目。 而下一刻,沐云脚下,太极图案,在此刻汇聚而出。 第3915章 谁说没人的 萧鱼柳看向沐云,杀气澎湃。 我萧鱼柳化天时重,可斩杀通天境,凭借的就是这神皇不灭体,沐云,你死得足以骄傲了。 萧鱼柳哼了一声,煞气四散。 神皇不灭体在此刻突然光芒大盛,顷刻之间,赤红光芒,如同火焰一般,笼罩在那百丈身躯之上。 而此时,萧鱼柳手掌一握,长枪一颤。 只见的百丈赤红巨人,手中亦是出现一道赤红长枪。 仔细看去,这巨人,完全就是扩大百倍的萧鱼柳。 而且,通体赤红光芒弥漫,看起来威武不凡,着实恐怖。 受死。 一声低喝。 巨人一手握枪,直接刺向沐云。 恐怖的气势,瞬间在虚空留下一道赤红的脾链。 枪芒直刺而下,沐云一箭抵挡而出。 轰。 下一刻,只听到一道轰鸣声,沐云身躯,登时间倒退而回,狼狈跌倒在伤骨之间,整个身体,嵌入到了伤骨石壁上。 还是之前的枪势,可是,这一式,从巨人般的萧鱼柳手中爆发而出,威力却是瞬间提升了十倍一般。 恐怖的爆发力,几乎彻底碾压了沐云的周身气息。 此刻,轮回之门在身后,徐徐旋转。 沐云眼神冷漠。 神皇不灭体,和太极之道,那就硬碰硬试一试,到底哪个更厉害吧? 心中一语喝下,登时间,轮回之门,旋转速度在此刻加快。 而脚下太极图,扩散百丈范围。 太极之道。 顶刻间,沐云背后,双眼释放出两道光芒。 仓皇光芒,仿佛来自亘古,来自洪荒一般,顿时爆射而出。 坑! 那光芒碰触到赤红身躯之间,瞬间碰撞出一道金属碰撞的铿锵之声。 萧云柳此刻意识神色一变,从那光芒之中,他感觉到了一种威胁的气息。 长枪一挥,直刺而出。 可是此刻,两道光芒,却是始终蹦射而出,直逼萧云柳。 找死! 萧云柳此刻怒喝,长枪再次挥舞而出,要逼迫沐云后退。 而在此刻,慕云却是神色一冷,一步跨出之间,恐怖的波动,席卷而出之间,令人心计的气息,在此刻也是释放而出。 二人如同拔河一般,僵持不下。 可是在此刻,慕云却是脚步一踏。 顷刻之间,脚下的太极图案,升空而起,出现在萧云柳头顶。 震! 一语喝下之间。 那太极图案,如同太极圆盘一般,在此刻笔直坠落而下。 轰隆一声响起。 赤红巨人被太极图案压制,在此刻气势未知一阵。 萧云柳脸色冷漠的可怕,双手举起,撑住那太极图案的压制。 可是此刻,慕云却是再次一步跨出,两道黑白光芒,笔直杀出,而那太极图案在此刻,也是笔直坠落下来。 二者叠加,直逼萧云柳。 轰! 一道轰鸣声响起。 萧云柳双腿在此刻,直接跪了下来。 太极图案的压制,蕴含着的是九命天子的命运之道,成何天地大事,不比主宰倒弱。 此刻,慕云一步步跨出,压力一步步增加,萧云柳双腿跪地,等时间鼓裂声响起,而其口中,鲜血流淌而出。 自信是好事,自傲就是坏事了。 慕云步步靠近巨人,杀气越来越强烈,而萧云柳的身躯,在此刻也是越来越支撑不住,口鼻眼睛耳朵之间,鲜血流淌而出。 再见了。 一语喝下。 太极图案在此刻,轰然之间,坠落下来。 赤红巨人,在此刻被彻底震下,寸寸崩裂。 而萧云柳的身躯,在此刻意识血肉崩裂,发出惨叫。 慕云靠近,一掌拍下,大荒遮天手,直接盖下。 轰隆隆。 山谷内,轰鸣声炸裂。 只见得萧云柳身躯,被彻底拍在地面上。 偌大的山谷地面,出现一道掌印,萧云柳身躯,几乎血肉不存,奄奄一息。 慕云此时此刻,也是立于山脉地面上,细喘吁吁。 苍帝之眼和皇帝之眼的结合。 以及太极之道的威力。 十分霸道。 可是,施展起来,对慕云的负荷却是很大。 尤其是融合了皇帝之眼后,这种负荷,每次施展,都是使得慕云精疲力尽。 而太极之道的威力,绝对不止如此。 只是,慕云却是感觉,自己可能是有什么地方存在缺陷。 慕云此刻,看向四周,缓缓道,还有谁不服,皆可来战。 此话一出,山谷四周,寂静无比。 萧云柳都败了。 还能有谁,可以击败慕云。 这个慕云,还只是化天七重境界。 倘若此子到达十重境界,是不是可以直接震杀通天境了? 既然无人。 谁说没人的。 而正在此刻,一道声音响起,只见得一道身影在此刻,瞬间掠入山谷之内,抬手一拳,直接朝着慕云轰去。 轰! 剧烈的暴鸣声响起,慕云身躯,瞬间倒射而出。 巨石跌落,将慕云身躯掩埋。 在下,愿意出战。 在此刻,一道声音响起。 只见得伤谷内,一道身着白色长袍的青年,淡然而立。 叶星泽,叶子昂等人,此刻纷纷脸色一变。 楚灵,你做什么? 一声质问,在此刻响起。 来人并非是肖族天骄,而是来自楚族的天之骄子楚灵。 楚灵的名气,比之肖于柳,只强不弱。 此人乃是楚族天之骄子,名气极大,为人素来阴狠。 一块快碎石被推开,慕云此时此刻,一步步走出,看向来人。 楚灵? 似乎是刚刚肖于柳所说的那个楚灵吧? 慕云看向楚灵,道,我今日挑战是肖族子弟,与楚族无关。 怎么与我无关? 楚灵此刻副手而立,确实笑道,我对肖允儿小姐,早已经是属意许久,追求许久,若非是你,肖允儿小姐。 或许与我楚灵成了夫妻。 今日,肖族无人能拦住你,我楚灵却是要拦住你。 此话一出,众人哗然。 施美云此刻走出,默然道,楚灵,今日是我夜族和肖族之时,与你楚族无关,你若是干涉。 呵呵,我们楚族,只是看看热闹而已,大夫人,何必这么激动呢? 都是年轻小辈们之间的较量而已。 一道笑呵呵的声音,在此刻突然响起。 第3916章我也接下了。 随着那声音响起,山谷之外,道道破空声在此刻响起。 只见得一道道身影,出现在山谷边缘,立于一座座阁楼之上。 回首一名男子,四十岁上下外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股不怒自威的气势来。 楚运航。 施美云看到此人,却是哼了一声道,怎么? 我们夜族和楚族的事情,你也要来插一手吗? 楚运航,楚族内,一位名声极为响亮的人物。 其本身,便是一位容天境强者,而且,其父亲楚帆远,更是楚族四老之一,更是一位罚天境的顶尖强者。 楚运航并不是靠着自己父亲,声名鹊起。 而是此人,代表楚族,在逍遥盛须内,做出了许多大事情,帮助楚族整体实力,蒸蒸日上。 楚运航此刻看向施美云,笑道,大夫人,我们可没插一手。 刚才楚灵已经说了,她对萧允儿也是颇为在意,希望得到家人芳心。 放屁。 施美云此刻哼道,你楚家不吭声,她楚灵赶出来说这话。 你若是告诉我,这是她楚灵自己的意思,我现在一巴掌拍死她你信吗? 楚运航此刻并不着急,再次笑道,看来,你的脾气,还是如此急躁。 我这算好的了。 若是爱怨柳在这里,你信她会不会跟你废话? 施美云直接道,别废话了,此事与你们楚族无关,你若是让楚灵插手,那我可不会坐视不管。 而此时此刻,山谷内,楚灵确实立定,拱手道,师夫人。 晚辈楚灵,真心喜欢肖允儿,肖族也有意让我与肖允儿成婚的,您不能这么霸道吧? 霸道? 施美云喝道,楚灵,你喜欢谁不关我业族的事情,可是,喜欢别人的夫人,你这话也有脸说。 楚灵并不在意,微微一笑道,我看沐云,倒不如我,肖允儿继续跟着她,有什么好呢? 此时此刻,沐云站在山谷一边,看向楚灵,笑了。 我家夫人貌美,惦记的人不少,不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沐云吃笑道,你若是要战,我陪你便是,只是,死了,希望你楚族承受得起。 听到此话,楚灵笑了笑道,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此话一落,楚灵看向沐云,再次道,哦,忘了说了,我可不是画天静,而是,通天静了呢。 声音响起。 楚灵身体四周,道道气息凝聚。 主宰道,显然已经是超越百米之固。 楚灵,你要脸吗? 叶子昂此刻哼道,你若想战,我来陪你就是了。 楚灵看到这一幕,确实笑道,叶子昂,你通天九重,我不过是通天一重罢了,自然不是你对手,你若真想战,我大哥可以陪你。 楚灵此话一出,楚族十几人之中,一道身影走出,笑道,叶子昂,他们都说这通天静,你当属第一,我也很想领教领教。 楚号。 叶子昂神色冷峻道,好啊。 够了。 施美云此刻开口道,楚运航,你楚族的人,非要找茬事吧。 这一刻,细分显得剑拔弩张起来。 楚运航笑道,我说了,年轻人之间的事情吗? 而此时此刻,山谷内,沐云看了看四周。 通天静一重,我也接下了。 沐云笑道,还是那句话,你找死,我也愿意成全你。 好。 楚灵一语喝下,身影瞬间杀出。 手中一剑,在此刻瞬间斩出。 其身形在此刻,仿佛化作道道残影一般,弥漫于天地之间。 沐云举剑,刹那间剑气澎湃,汹涌而出。 楚灵在此刻,却是冷笑声响起。 下一刹那出现之时,整个人的身影在此刻,登时间出现在沐云身前,一剑落下。 扑斥一声,长剑划过沐云胸口。 而沐云之剑,此刻却是划过楚灵大腿,可是一道光盾阻拦,那剑身并未留下任何痕迹。 鲜血滴答滴答流下,沐云此刻气喘吁吁。 连番交战,使得他体内的戒力消耗极大。 只是,不管如何,面对这样的家伙,他都不可能认输。 大不了拼着双眼再次失明,以沧帝之眼和皇帝之眼,加上太极之道配合,也能斩杀这个楚灵。 你在想什么? 而在此刻,楚灵身影,突然之间,出现在沐云身前。 当空一剑,化作百杖剑芒,迎头斩下。 这一刻,沐云神色一领,挥手一剑,横荡而出,刹那,千万道剑气汇聚到一起。 轰! 碰撞之下,剧烈的轰鸣声传递开来。 沐云身躯,笔直倒退,轰隆一声,砸入到山壁一面之内,碎石跌落。 一口鲜血喷出之间,沐云抱残剑顿时消散不见,刹那间,双眼光芒一变,脚下太极图案出现,轮回之门再现。 楚灵痴笑道,你这一世的威力,我已经见识过了,我会防备的。 楚灵手掌一握,一面玉镜,在此刻升空而起。 磅礴的气势,在此刻升腾开来。 轰隆隆的声音,在此时响起。 那玉镜照射下来一道道光芒,笼罩住楚灵身躯。 楚灵持剑,再次逼近沐云。 恐怖的气势,在此刻爆发。 刹那间,太极之道,两道光芒在此刻凝聚,照射而出。 可是,楚灵身躯表面,光芒凝聚,抵挡住了那两道光芒的威力。 只是,即便如此,楚灵却是瞬间,脸色一白,一口鲜血喷出。 楚灵心中大惊。 他终于知道,为何萧与柳会败了。 沐云这一世的攻击,霸道无比,若是多来几下,他都可能死在沐云手中,眼下,不能拖延。 送你上路。 一语喝下,楚灵挥剑之手,瞬间紧握,那长剑在此刻,竟是化作一道流光,刹那之间,直冲沐云而去。 看到长剑杀来,沐云心有准备,天地轰炉和东华地印在此刻直接掠出。 坑坑。 坑枪之音,在此刻响起。 二人之间的拼动,撕裂了四周的空间,搅动着大地波涛滚动。 砰。 而紧接着,一道砰声响起,只见得沐云身影,在此刻倒退而回。 而另一边,那楚灵亦是长发凌乱,一口鲜血喷出,身躯倒退而回。 第3917章斩杀楚灵 这一刻,四周皆是寂静无比。 两道身影,隔空而立。 楚灵此时此刻,看向沐云,面带杀气。 这个混蛋! 到了这一步的沐云,居然还有如此强大的爆发力,这是他所没想到的。 不与你玩闹了。 楚灵哼道,送你上路,至于你的夫人和女儿,我会帮你好好照顾的。 一语喝下,楚灵手掌一握。 只见得其身躯表面,一道铠甲覆盖,而在那铠甲眉心位置,一枚血红晶石,闪烁着世人的光芒。 随着铠甲涌动而出,血红晶石此刻,化作一道红色火焰,覆盖在铠甲之上。 楚灵身躯在此刻,顿时化作一道红色流光一般,神圣而强横。 长枪一挥,刹那,火红枪风,瞬间涌动而出,直逼沐云而来。 这一刻,沐云仓皇神衣浮现在身躯表面。 恐怖的气势,在此刻升腾而出。 天地轰炉瞬间高速旋转之下,倒倒炙热的气息,喷涌而出,炎龙爆发,气势惊人。 杀! 二人之间,惊天碰撞。 那长枪血红光芒,直冲天际,似要吞没沐云身躯一般。 一时之间,伤骨之内,轰隆之声不绝于耳,只见得二人身躯,时而消散,时而出现,令人意识捉摸不透。 斩! 虚空之下,一道呵声,在此刻响起。 楚灵一枪,直击沐云而来。 而在此时,沐云双眼光芒汇聚,身体内,恐怖的力量,爆发开来。 太极之道,在此出现。 二者之间。 在此刻猛然碰撞。 空间撕裂,大地倾覆。 伴随着惊天动地的轰鸣声逐渐消退,山谷内,沐云和楚灵二人,皆是身躯站定。 只是此刻的二人,仔细看去,全身上下,皆是创伤恐怖,鲜血流淌,还鼓露出。 楚灵身体表面的铠甲,以及那血红光芒,几乎瓦解。 这一刻,楚灵看向沐云,神色冷漠。 你! 此时此刻,沐云气喘吁吁,已然是说不出话来。 还没完。 楚灵冷哼道,生死之战,不是你死,便是我死,还没结束。 楚灵一语落下,长枪杀出。 沐云此刻,挥剑抵挡。 坑! 长剑被长枪震飞,而此刻,沐云身躯却是并未躲避,而是迎着楚灵而上。 没力气躲了吧。 楚灵一语喝下,长枪瞬间,朝着沐云脑袋刺去。 而在此刻,沐云却是一步跨出,身体腾空。 那长枪,扑驰一声,穿透沐云腹部。 鲜血炸裂而出。 楚灵痴笑道,赢的,依旧是我。 你确定? 只是此刻,沐云刃由长枪贯穿自己腹部,搅动自己五脏六腑,不得安宁,可是却逼近了和楚灵距离,二人此刻,四目相对。 沐云手掌微微抬起,转眼之间,化作龙爪,瞬间,两只龙爪,拍向楚灵脑袋。 砰! 炸裂声响起。 血肉模糊之间,楚灵的魂魄气息,在此刻意识溃散。 长枪贯穿沐云腹部,鲜血鼓鼓流出,而此刻,楚灵的气息,却是溃散消失。 山谷内外,寂静无声。 楚灵! 通天一重境界! 也死了! 而且,是死在了连番交战的沐云手中。 虽说沐云此刻看起来十分狼狈,可是,总归是杀了楚灵,赢了。 而沐云最后那一事,双手化龙爪,爆发出的龙威,是那么真实。 这一刻,众人并未在意这一点。 而是更多的陷入到震撼之中。 沐云咧嘴笑道,别人家的夫人虽然貌美,可是,最好别惦记。 话语落下,一口鲜血在此刻喷出。 混账! 此刻,一道低喝声响起。 楚族内,楚昊在此时突然杀出。 楚昊! 施美云神色一寒,手掌拍出。 大夫人,小辈之间的事情而已,楚昕杭笑了笑道,却是出手,阻拦施美云。 只是,施美云身侧,纪老却是身影如同鬼魅一般,在此刻闪烁而出。 可是正在这一刻,楚昊身躯进入山谷内之间,那山谷四周,大阵光芒一闪,纪老的身影,在此刻被阻拦。 萧朝剑,你是何意? 纪老此刻,声音冷酷,语气似乎都是带着杀人的剑意。 萧朝剑却是急忙道,并非我本意,这山谷,超越通天境进入,会自动大阵启动,排斥在外。 仅仅是这几句话时间,楚昊已经是来到沐云身前。 看到楚灵的尸体,以及那长枪,在此刻穿过沐云腹部,楚昊双眼赤红。 我要杀了你,为我弟弟报仇。 而此时,叶子昂身影已经是杀来。 只是,原本叶子昂认为,纪老可以轻易救下沐云,谁料想,大阵发威,阻碍了纪老身躯,叶子昂再出手,已经是慢了一拍。 楚昊此刻,并不废话,直接出手。 瞬间手掌去握住那长枪枪柄,便是要挑穿沐云身躯。 这一切,只是电光火石之间。 沐云低迫一声这群人的五指,手掌一握,爆残剑出现,便是不计一切,斩向楚昊伸来的双手。 扑! 下一刻,血雨飙出,楚昊双臂,突然炸裂,鲜血喷洒沐云一脸。 可是此刻,沐云却是愕然惊呆。 他的剑,还没出手呢? 只是此刻,叶子昂也是身影一顿,愕然间,看向沐云背后,确实愣了愣。 楚昊此刻,双臂炸裂,脸色煞白,发出杀猪般的嚎叫声。 而那楚运航看到这一幕,更是神色一寒。 怎么回事? 只是此时,众人却是突然发现,山谷内,多出一道身影。 一位女子 女子一身浅蓝色的裙衫着装,食指纤细,其中一根手指上,戴着一颗晶石般的戒指,而其耗腕之上,一对玉镯,闪烁出淡淡的冰莹光芒。 一根素色的腰带,勒紧细腰,凸显出窈窕身段。 外披一件白色长口沙衣,随意的搭在香肩之上,而其长发,随风微动,三千青丝,散落在背后。 那一张脸,肤色若雪,出尘若仙,冒清天下,似凌波水仙,如雪中冰莲,从内而外,透露着的神韵,仿佛是骨子里天生所带。 精致的面容,红唇微闭,双眼带着淡淡的冰蓝色瞳孔光芒,睫毛微动,闪烁着雾气一般。 若是说,看消云儿,如同是水中荷花。 清心脱俗,淡雅而又纯洁,不可泄完。 那此女就是冰雪风暴之中走出的仙子,如冰莲,虽冷,可是,很美。 第3918章 再见秦梦瑶 此刻,女子一步步朝着沐云靠近。 而在这一刻,沐云也是感觉到,身后身影的靠近。 给人的感觉,很冷。 连自己身上的窗口都是要被冻结了一般。 在这一刻,整个山谷内,都是被冰雪覆盖一般,那山谷四周的大阵,道道借文,此时此刻,崩塌开来。 此刻,沐云立于原地,却是嘴角微微扬起,一丝笑容,挂在苍白的脸上。 微微转身,目光所及,心之所动。 四目相对,一时之间,竟是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疼吗? 两久,女子手掌轻轻抚沐云面容,轻声道。 有点疼,沐云呲咬咧嘴了一下,道,不过,感觉更冷。 此话一出,女子笑了笑,手掌一挥,四周冰寒气息散去。 而看着沐云腹部长枪,其手掌轻轻覆盖,只见得长枪灯时间被冰雪覆盖,崩裂开来。 一柄七品戒气,就这般化为废铁。 女子取出一颗丹药,轻轻放入沐云口中,道,算你识相,这次没用你那尽数。 不敢多用了,对自身伤害太大,恢复起来太难了。 沐云忍不住笑道。 二人简短的几句话,再是沉默。 而此刻,女子却是轻轻伸出手,环抱沐云,脑袋深深埋在沐云胸口,深深吸了口气道,果然是你。 是我。 姚儿。 沐云伸出双手,笑了笑道。 而此刻,山谷外,沐云淡却是小脸激动,兴奋的喊道,二娘娘。 这一声,山谷内,二人分开。 秦梦瑶。 现今的冰皇族组长。 名震苍蓝世界的一位女皇。 这数万年时间,秦梦瑶的名气,完全凭借着自身的实力,一步步闯荡而出。 得到冰皇族内强者的认可,得到苍蓝世界内强者们的认可。 这位冰皇族公主,在冰孝尘消失的这些时间内,可谓是稳稳坐镇冰皇族内,力压群雄。 其手段,更是雷厉风行。 此刻,四方接近。 即便是萧朝剑在此,也不会将秦梦瑶当成晚辈。 他确实是晚辈的年纪,但却是长辈的身份,实力。 秦梦瑶看了看沐云,道,听闻你在第九天界是至尊界位,到了第七天界后,到达界位级别,现在,已经是主宰境了,速度倒是不慢。 沐云忍不住苦笑道,我可以理解为你在鄙视我吗? 随你咯。 秦梦瑶嫣然一笑道,早知道你会来到逍遥盛须,我便不让尘儿随着陆大哥外出历练了,他可是天天喊着,要看看自己父亲到底是什么模样。 陆师兄在冰皇族内。 来了许久了,每日里教导尘儿剑术,我也让尘儿拜他为师了。 沐云忍不住道,极好,陆师兄的剑术,比我厉害,有他教导,我也放心,不过,历练,去了哪里? 洪荒战场一计。 秦梦瑶直接道。 那地方,例如第七天界的七兄天吧。 让他去。 秦梦瑶却是随意道,总得敲打敲打他,不然总以为自己才是天下第一,天赋无与伦比,过于自傲,不是什么好事。 沐云惊讶道,这小子,天赋这么恐怖。 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到达界位境界了,你说呢? 可是赶得及你多少年的修行了。 沐云无奈一笑。 是有点恐怖了。 秦梦瑶继而道,被我娘惯坏了,兵皇族内同辈无敌手,自傲的不行,陆大哥带着他也曾和其他各族天骄比试,这小子,有点诡异,反正有些离谱了。 因此心性有些傲气,这次,让陆大哥带他到洪荒战场一季内练练,打磨打磨他的傲气。 沐云笑道,有傲气,也是好事。 那可不行。 秦梦瑶直接道,怎么样也得像他爹一样,为人谦逊才好。 我怎么感觉,你又在鄙视我呢? 二人此刻,视若无人。 此刻,楚运航却是脸色铁青。 楚灵死在沐云手中,他无话可说。 可是,秦梦瑶出现,却是断了楚昊双臂。 楚昊可是通天九重顶峰十里,再跨出一步就是戎天境,就是楚族高层了。 秦梦瑶 楚运航此刻喝道,你这是何意? 听到此话,秦梦瑶笑道,爱是的,听着烦,处理完,再与你说。 沐云点点头。 虽说被自己的女人这般护着,好像很没面子,可是这种感觉,舒服啊。 秦梦瑶此刻立于山谷内,看向楚运航,微微一笑,倾国倾城,道,我夫君与楚灵比试,赢了,楚昊出手,不合规矩吧。 楚运航哼道,这与你何关? 那是我夫君。 秦梦瑶直接道,而且,我只是断他双臂,惩处尚未结束呢。 一语落下,秦梦瑶手掌一握,刹那间,只见得楚昊身躯,在此刻化作冰棍,神色骇然。 秦梦瑶挥挥手,那楚昊的身躯,登时间化作鸡粉,消散于山谷内。 秦梦瑶,你。 楚运航此刻,怒目相识,可是,并未煽动。 他知道自己和秦梦瑶的差距。 敢出手,就得敢死,你楚族子弟有人疼,有人爱,有人庇护,我秦梦瑶的夫君,亦是有人疼,有人爱,有人庇护。 杀楚昊,是告诉你楚族,不要什么事情都烫烫浑水,丢脸的是你们自己。 这只是为我夫君安全。 真正的教训,是你。 秦梦瑶一语落下,身躯瞬间飞驰而起。 下一刻,秦梦瑶出现在楚运航等人身侧,一步跨出,一掌落下。 轰。 时空在此刻颤立,山谷在此刻崩塌。 一道兵长,从天而降。 楚运航等数十位楚族武者,纷纷抵抗。 只是,楚运航不过是容天境。 而秦梦瑶却是真真正正的封天境无敌。 两大境界的差距,使得楚运航等人的抵抗,看起来是如此可笑。 秦梦。 滚。 此刻,萧朝剑刚要开口,秦梦瑶却是直接喝道,你消族的账,待会再算。 萧朝剑在此刻,登时间脸色难看,整个人站在原地,神色不善。 这一刻,沐云却是暗暗竖了竖大拇指。 姚儿。 强。 而此刻,叶子昂来到沐云身侧,忍不住道,你这位夫人,了不得。 第3919章 西晚现身 此时此刻,掌风落下,呼啸而出,蓬勃的气势,爆发开来,恐怖的驾驶,令人心计。 楚运航等人,如何抵挡得住? 境界稍弱的,逐渐被冰雪覆盖,身躯炸裂开来,连带着魂魄都是烟消云散。 直到最终,只剩下楚运航一人,苦苦支撑。 秦梦瑶,你是要挑起楚族和冰皇族的战争吗? 死一个容天境而已,楚族若是要与我冰皇族开战,我秦梦瑶接着了。 此刻,秦梦瑶剧长直接落下。 楚运航再也支撑不住,身躯被剧长覆盖,化作冰雕。 秦梦瑶屈指一弹,冰雕震碎。 刹那间,万籁俱寂。 谁也没想到,秦梦瑶,居然真的会杀了楚运航。 这位,可是楚族大长老楚翻远的儿子。 居然就这么,杀了。 此时此刻,所有人都是神色惊骇。 沐云立于山谷内,却是神色平静。 这王八蛋,确实是该杀。 楚昊出手,没有楚运航的点头,楚昊赶吗? 此刻,楚族来人,进阶丧命。 秦梦瑶立于山谷内,看向萧朝剑等人。 萧族也真是好大的脾气。 秦梦瑶继而道,早就告诉你们萧族,萧允儿是沐云夫人,沐宇旦是沐云的女儿,看不起沐云可以,可是,这孩子的爷爷奶奶,也不是什么好惹的人物。 退一步万步说,今日我就算不出手,西碗前辈也会出手,我想,西碗前辈若是现身,今日信不信,你萧族会被叶族踏平。 秦梦瑶没有任何退步。 实力越强大,所接触到的层次也就更高。 知道的也就更多。 萧朝剑此刻嘴角动了动,却是没说什么。 你萧族该不会真的以为,叶族没了叶逍遥神帝,没了清帝,没了三皇,你萧族就可以骑在叶族头上了吧。 西碗前辈的号召力,我想你比我明白,萧朝剑族长。 秦梦瑶继续道,一位丹帝的号召力,足以荡平你萧族。 这一刻,四周众人皆是神色凛然。 丹帝。 谁? 此刻,沐云也是一愣。 外婆,是,丹帝。 这个帝,称呼的可是有味道的。 萧族年轻一辈,在此刻皆是神色凛然。 什么丹帝? 西碗又是谁? 不少人,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呵呵,冰皇族的小丫头,你把我叶族的底都透光了,那我叶族日后被几大天地围攻,你冰皇族可不能做事不管。 一道笑呵呵的声音响起。 只见得,虚空波动,一道身着粗布麻衣,满头白发,却是如同二八年华的女子,突然走出。 正是西碗。 奶奶。 外婆。 娘。 此刻,施美云,叶星泽,叶子昂。 沐云等人,纷纷惊讶不已。 施美云来到西碗身前,尾身施礼道,娘,您怎么来了? 不放心,随便看看,原本见到这小丫头出现,就不打算出来了的,西碗微微一笑道。 叶子昂此刻激动的一拍沐云,道,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见到奶奶走出叶族。 沐云闻言,笑了笑,却是心中感动。 亲人。 不就是如此吗? 虽说外婆可能只是在她小时候,瞧得她几眼,这么多年来,她历经转世,再次归来,可总归还是她的外孙。 秦梦瑶看向西碗,拱手道,是碗被考虑不周了。 罢了罢了,你能知道的,那几位天地自然也知道,萧族,自然也知道。 西碗此刻微微笑道,萧吾,我这老婆子来了,你也不打算见见是吗? 萧吾? 又是谁? 沐云发现,自己对逍遥圣虚内的一切,都不了解。 而在此刻,山谷之外,一道身影,缓缓踏步而来。 一头长发,随微风浮动,那是一个男子,看起来约么三十余岁模样,一步步走出之间,却是自带一股气场,弥漫在天地之间。 而看到此人,萧朝剑,萧红维,萧红俊,萧震川,萧红天等人,纷纷跪购在地,神色谦卑。 秦梦瑶此刻意识来到沐云身侧,低声道,萧族老祖,昔日,追随萧遥神帝的六位核心之一,萧武。 萧遥神帝陨落,六大核心强者,也是纷纷带着自身家族自立,不再归属于叶族。 听到此话,沐云豁然明朗。 那萧无面带微笑,一步步走出,看向西婉,躬身失礼。 看来,老婆子的面子,还是值几分的。 西婉笑呵呵道,多年未见,你依旧如此年轻。 主母亦是如此。 萧无拱手道,今日之事,萧族确实不对,向主母赔个不是了。 小辈们玩闹而已,倒是你们萧族死了几位,算是可惜了,沐云这孩子,下手也没个轻重。 不打紧。 萧无此刻依旧是淡淡笑着。 而此刻,沐云看着这一幕,却是心中古怪。 萧允儿和沐云旦,说到底是沐云的夫人和孩子,你们萧族已经留了这么久,该还人了,你总不想,让清宇和雨狮两个孩子出来,为他们的儿子要人吧。 西婉语气优雅。 萧无明白的,萧允儿和沐云旦,可以随时离开萧族,不过,萧族也算是他们的家,想回来看看,随时可以回来。 此话一出,沐云旦却是直接道,我才不要回来,永远都不要回来。 羽旦。 萧允儿此刻轻声呵斥。 别看西婉和萧无二人,言谈之间,与其客气,可是这二位,可谓是超脱顶尖主宰级别的强者,若是翻脸,随时可能打起来。 沐云旦此刻嘀咕道,我就是不想回来。 西婉笑了笑道,小曾孙女我也是头次见,还好不像沐云这小子,不然肯定没这么漂亮了。 沐云旦笑了笑,露出一对小虎牙。 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西婉此刻笑吟吟道,楚洞,南宫阳天,你们若是不愿意见我就罢了,只是今日之事,我希望到此结束。 哦对了,我那三个不成器的儿子,确实是不在叶族内,若是帝旋和帝腾飞那两个小子想干嘛,我叶族随时应对,但是也请你们转告他们,别动用一些下三烂手段,对小辈们出手了,过于丢人了。 大家若是面子上撕开了,这逍遥盛须,神炫门,飞黄神宗,魂族,古族的人,我业族不让他们呆,他们也呆不下去的。 笑语落下,却是颇有分量。 第3920章 肖云儿的双魂 肖无急忙道,我等与帝炫天帝,帝腾飞天帝,绝无联系。 西婉文言,笑了笑,没多说什么,转身离去。 而此刻,秦梦瑶亦是拉着沐云,随着施美云等人,一起离去。 山谷,逐渐空荡起来。 只剩下萧族众人,立于四周,沉默不语。 老祖 萧朝剑,萧红伟等人,此刻皆是面色惭愧,拱手而立。 散了吧。 萧无此刻,语气萧瑟,挥了挥手。 道道身影,此刻逐渐离去。 萧无立于山谷内,看向四周,道,早就该想到的,沐青语次。 此人。 轻声泥南之间,萧无身侧,却是出现两道身影。 其中一人,身材魁梧,身高接近两米,给人的感觉,气拔山西,无与伦比。 而另一人,则是身材干瘦,看起来有些苍老。 二人此刻立于萧无身侧。 萧朝剑,萧红伟等人看到两人,纷纷攻身失礼,神态谦卑。 楚族老祖,楚洞。 南宫族老祖,南宫阳天。 这二位,当年亦是追随逍遥神帝,实力强大,深不可测。 而今,也是楚族和南宫族的顶梁柱,主心谷。 这个沐云,倒是小看了他,楚洞大嗓门道,不过是沐青语的儿子,也理应如此了。 这次,我们算是吃了个大亏。 南宫阳天无奈道,西碗都是亲自现身,看来,叶竹天,叶问天,叶福天三人,真的不在叶族内。 肖无此刻开口道,那我们该怎么做? 等等再说吧。 三人一时之间沉默不语。 此番,西碗会亲自现身,这是他们所没想到的。 叶族现在,是大不如前。 可是秦梦瑶说的没错,西碗,是一位丹师,而且,是拥有着丹帝称号的丹师。 虽非真正的称号帝实力,但是丹帝这个称呼,代表的太多了。 苍蓝万界内,各大亿等势力内,有些存在称号神称号帝坐镇,有些并不存在。 而还有一些称号神称号帝,则是自由散漫。 而这些人,难保不出现意外,受伤,境界出现问题等等,这个时候,一位丹帝级别的丹师出手,炼制神丹,就其性命,这位称号神称号帝就会念及恩情,在这位丹帝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助力。 西碗就是这样一位丹帝。 他所拥有的人脉,确实是足以摧毁一座一等势力。 要不然,叶族这些年来,没有逍遥神帝,也没有仁帝和清帝,没有三皇,是根本不可能走到现在。 西碗这位丹帝的存在,是震慑,是根基。 能够成为叶逍遥的夫人,又岂会是简单之辈。 只不过,这么多年来,因为叶逍遥陨落,这位西碗丹帝,几乎是不问世事一般,归隐在叶族内。 而今天,因为沐云现身,足以看出,他对沐云的重视,足以看出,叶族对沐云的重视。 一只指神灵圣鹏鸟飞驰高空,离开萧族。 而此刻,一只神灵圣鹏鸟背上,沐云,秦孟瑶,萧允儿,沐云旦四人站定。 叶族等人,纷纷乘坐其他神灵圣鹏。 毕竟,沐云与两位夫人重逢,许多话要说,他们也明白。 此刻,沐云旦紧紧贴着秦孟瑶,怯生生的看着沐云。 但儿。 萧允儿忍不住道,还不过来见过你爹爹。 沐云看到女儿脸上的羞怯,笑道,长那么大,突然蹦出来一个爹,淡儿也难以接受,慢慢来。 不过,淡儿倒是很喜欢你呀。 这话,是对着秦孟瑶说的。 沐云旦此刻急忙道,二娘娘可好了,每次二娘娘来都陪我玩,陪我修炼,萧族那些人就不敢欺负我了,还有陈哥哥。 陈哥哥上次为我出头,把萧族那几个坏小子揍了一顿,可解气了。 听极此话,沐云笑道,以后,谁若是欺负你,爹为你出头。 真的吗? 沐云旦大眼睛扑闪扑闪道。 真的。 沐云旦嘻嘻笑道,娘说了,爹你不行的,得靠爷爷,爷爷才厉害。 这丫头胡说,我可没这么说过。 萧允儿俏脸微红,急忙道。 沐云此刻却是握了握萧允儿御手,道,这些年,辛苦你了。 直到今日。 孟子墨、秦孟瑶、叶雪奇、萧允儿、王新雅、九儿、妙仙宇、宁月心、毕清玉九女,她都是见到了。 孟子墨、叶雪奇、妙仙宇、毕清玉四人在第九天界内,有母亲在那里坐镇,无须担心。 而宁月心、王新雅、九儿在第七天界内,宁月心本身实力足够强,也无须她牵挂。 秦孟瑶、萧允儿二人,现如今就在身边。 沐云一时之间,也是恍神。 这一晃,多少年了? 对了,允儿,沐云开口道,萧族和第五天地地炫,第八天地地藤非有联系。 我不清楚。 萧允儿摇头道,我在萧族内,只是修行,整日与几位荣天敬祖佬一起,族内核心的事情,我并不知道。 提及此话,沐云突然想起什么,道,你体内双魂之事,到底怎么情况? 萧允儿应道,这件事情,颇为复杂。 萧族原本是叶族附属,萧五也是追溯叶逍遥的,只是,萧族西年,也曾是一方势力,据说,在远古时期,太古时期,萧族本身也很强大,甚至,渊源可以追溯到洪荒时期。 当年,萧族之所以前往人界,也是天玑阁的指引。 我最初不明白,后来方才知道,我体内双魂,一魂属我,一魂是可能,来自于曾经远古之前,萧族的祖先们魂印所聚集。 此话一出,沐云神色一正。 你仔细说说。 萧允儿点头,继续道,一种可能性,假如说,萧族在洪荒时期,可能是一大古族,底蕴强大,结果,不知何等原因,古老的家族覆灭,家族内的强者们,纷纷凝聚魂印,想要留下一些传承血脉。 这些魂印,凝聚到一起,机缘巧合,到了我身上,成为了我的第二魂,而且与我本身魂魄,完美融合。 萧族之所以带走我,就是想要研究出这其中的秘密,可能存在着事关萧族先祖们的秘密。 听到这些话,沐云更是惊讶。 第3921章 自我融合 萧允儿当年乃是在南云帝国内走出,与他一路,走到仓皇小世界,走到仙界,走到人界顶端。 原本只是萧家小姐。 这等巧合。 沐云难难道,姜还是老的辣。 什么? 萧允儿不解沐云之话。 秦梦瑶确实道,他说的是沐清语。 秦梦瑶忍不住笑道,允儿你还是这么单纯,到现在还看不明白吗? 这家伙,就算当年先王重生,在那里大显神威的,显摆自己,可是,包括我这位兵皇族公主,包括你。 萧允儿体内牵扯到的洪荒秘密,包括明月新那位水灵族族长。 叶雪吉的父亲围灭天炎,是沐云师尊,剑术通天,你也明白,强大到了这等地步,血脉对后人是有影响的。 还有王兴雅,殷术之道,古来罕见,九儿体内,隐藏的九尾天湖魂魄,更是牵扯到上古湖族。 妙仙宇和孟子墨二人的丹术,以及毕清玉的太阴血脉。 说完这些,秦孟瑶道,哪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刚好我们都碰到沐云,刚好我们一个个又是那么独特。 按照你的想法,允儿,当年在南云帝国,你就自认为配不上沐云,可是现在看看,谁配不上谁还不一定呢? 沐云闻言,却是尴尬一笑。 这之间,肯定有沐清玉的手笔。 秦孟瑶看了眼沐云,道,每每想到当年,你所说的寒毒,现在越来越像是一场阴谋了。 肖允儿顿时明了道,沐叔叔,设计我们。 也不能这么说吗? 沐云笑了笑道,我爹当然是想找优秀的儿媳妇了,算是推波助澜帮我,我本身的天赋容貌,那也是一等一的,对不对? 爹爹好自恋啊。 沐云诞此刻忍不住道,你现在还没娘强,跟二娘娘差远了,我听人说了,女强男弱,男人是没家庭地位的。 但儿说的对。 秦孟瑶眼嘴轻笑道。 沐云此刻咳了咳,看向萧云儿,再次道,那你现在,可曾明白自己体内双魂的问题所在。 萧云儿摇了摇头,道,萧族用尽各种办法,皆是没有太大收获,按照族内所说,或许是因为我境界太低导致。 以他们的推断,可能只有我到达罚天主宰甚至是封天主宰级别,另一魂魄内的东西,才会露出马脚,得到一些讯息。 沐云一时之间也是愕然。 那你现在。 通天一重。 萧云儿呢难道,我不如孟瑶天赋那么恐怖。 秦孟瑶此刻却是道,我这是得益于前十,并且冰黄血脉,带给我很大的好处,你体内的秘密,还没显现出来呢。 沐云看向秦孟瑶,道,我听明月心说,你成就顶尖主宰了。 真的假的。 秦孟瑶点头道,主宰道到达万米极限了,接下来,可能就是半步划地的程度。 半步划地? 是什么? 秦孟瑶继而道,主宰顶峰之后,主宰道万米,在这一过程,主宰道到达极限,会开始自我融合。 自我融合? 这个沐云倒是第一次听到。 秦孟瑶看沐云表情就知道,这家伙根本不了解这些,也就解释道,主宰境,五大境界,细分各个小境界,而到万米极限后,主宰道不可能再增长。 这个时候,万米主宰道,如同一条直线。 秦孟瑶说着。 手指轻轻一点,四人之间,出现一条大道,绣针板,不过一米长。 秦孟瑶手指轻轻弯曲,那直线在此刻,尾部开始弯曲,朝着起点靠拢。 秦孟瑶道,主宰道万米后,就会开始变化,与起点连接,成为一道圆弧,包围武者魂魄。 而这一过程,是一个新的境界,被称为半步划地境界。 半步划地境界,许多一等势力的组长,宗主们,大概如此。 而当起点和终点彻底闭合,凝聚成一道圆弧,那就是真正的准地境界。 秦孟瑶手指一点,圆环闭合。 到达准地境界后,主宰道圆环就会以魂魄为中心,开始辐射。 此刻,圆环中心,出现一道身影,而那一道身影散发出道道魂魄之力,蔓延到圆环。 圆环围绕成的圆,在此刻被填满。 秦孟瑶继而道,这就是称号神,称号帝境界了,以魂魄为中心,以圆环为边界,魂魄之力,辐射圆环四周,彻底填满。 这就是称号神称号帝的修行过程,而一旦填满,这。 一圆环内天地,便是受到称号神称号帝掌控,因此,也被称为,领域。 所以,称号神称号帝这般强大,正是因为领域的存在。 领域内,他们是神,是帝,掌控一切。 而神帝? 秦孟瑶眉头微促道,神帝之境界,我不太好说,以后可以问问你父亲。 我从古籍上了解道,神帝似乎有神帝道,可是神帝道与主宰道有何区别,我不清楚,有古籍记载,神帝道就是全面铺设。 主宰道是一条大道,神帝道是以武者魂魄为根基,彻底铺设,四面八方蔓延,这也是神帝为何与天帝同存的原因。 可是,也有古籍记载,神帝道,是通天的本源之道,这个天帝本源,并非是天一命移这四大本源,而是真正的天帝本源,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了。 听到这些话,沐云则是点点头。 化天主宰,十重境界。 通天主宰,九重境界。 到达最高级别的封天主宰之后,主宰道的变化,沐云还是第一次听说。 半步化帝。 准帝。 称号神称号帝。 神帝。 这几大境界所在之处,只怕已经完全超乎他的想象了。 毕竟,他现在只是化天境七重。 于苍蓝万界来说,他这份实力,足以被亿万生灵称呼为神灵一般了。 可是,对于苍蓝内,那最顶尖级别的比较,他这点实力,算不得什么。 今日,秦梦瑶敢杀了楚族十几人,甚至包裹容天境强者,靠的是什么? 是兵皇族的强大? 那只是片面的。 秦梦瑶靠的是自己实力的强大。 这些事情,你得多问问你父亲。 秦梦瑶此刻再次道。 第三千九百二十二章谁设的局? 我也想问,可是见不到他呀。 沐云无奈道。 秦梦瑶笑了笑,你父亲这些年来,一直并不在苍蓝世界内,而是位于洪荒古战场一季内,寻找着牵扯到洪荒的秘心。 其实不只是你父亲,地名也是如此,而且,苍蓝内,不少的称号神称号帝,都是如此。 那些称号神称号帝,是为了找寻成就为神帝的关键。 你父亲和地名是为了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提到这里,沐云突然道,你爹呢? 还未归来。 秦梦瑶苦笑道,被你爹坑了,不知道现在在哪里。 呃,什么意思? 秦梦瑶寄而道,我见过沐叔叔的,他告诉了我,关于九龄夺天碑的秘密。 洪荒至宝,排名第八的不朽神碑所化。 你知道。 秦梦瑶惊讶地看着沐云。 跟归一猜的。 秦梦瑶点头道,确实是如此,你爹这个人,设计的太多了,人界内墓族传承至宝,是他设计出来的。 不朽神碑,洪荒十三至宝之一,化作九块,分属我等。 我也告诉了云儿,这其中秘密,想必你娘也会告诉孟子墨他们四人,至于明月心他们三人,我估计他们也琢磨出了什么了。 沐云点点头。 这不朽神碑,核心点其实就是你,我们九人与你之间的联系,男女之间的联系,你算是接连点。 听到这话,沐云表情古怪。 接连点。 妈意思。 就是说他沐云,跟九位夫人之间咳咳,然后,九位夫人之间,会通过这一点,以不朽神碑为引,有什么关联? 沐云无奈道,爹去见你,都不见我,我有太多问题要问他了。 秦梦瑶笑道,以后有机会的,不朽神碑的秘密,沐叔叔了解也不多的,所以还需要我们共同探讨。 沐云无奈道,你们都能依靠洪荒至宝修行,境界提升很快,我虽掌控天地轰炉,可是却被我炼化,以自身为气灵了,这天地轰炉,只有随着我境界提升,才会威力增强。 此刻,沐云看到沐云淡躺在秦梦瑶腿上睡着,轻轻招手,将沐云淡抱在自己怀中。 看着怀中小家伙熟睡的样子,沐云心中欢喜不已。 秦梦瑶此刻看向沐云,道,这一点,沐叔叔与我说了。 哦!你乃命术九命天子,沐叔叔怀疑,这是一个局,可是,只是怀疑,谁设的局,他不知道,这也是他这些年来,一直所调查的事情。 所以,沐叔叔尽最大希望,想让你自己变强,他不干预,否则,他担心会带给你不好的命运。 这一点,比较复杂,我也说不太出来,沐叔叔也没和我多说。 而且,设局之人,不止你这么一手准备了。 此话一出,沐云一愣,萧云儿也是纳闷。 尘儿,也有九命天子之命术。 此话一出,沐云身躯一颤。 那他也要历经久生久世。 秦梦瑶摇头道。 现在没有,但是命术已经存在,至于什么时候历结,并不好说,可能你的命术之谜解除,他的就不存在了,也可能会一直存在,在未来未知的哪一天,可…… 能需要他历结了。 沐云一时之间,心中难以平静。 他若是被设计的局面。 那尘儿也是。 沐云许许道,看来,自从苍帝,皇帝,逍遥神帝三人陨落后,这个布局的人,还怕我也会被地名所杀,继而,在尘儿身上加了一层宝杖。 只是,谁要算计? 算计谁? 地名一直所杀,皆是九命天子,苍帝,皇帝,逍遥神帝,现在到了我。 地名代表的是他自己,还是,他人? 一时之间,沐云思绪飘荡。 第一,九命天子,从何而来? 第二,地名为何一定要杀? 第三,设计九命天子的人,和地名不是一方,那地名是不是代表的不只是个人,而是,一方人马。 最初,沐云只是认为,地家和叶家争斗,所以地名要赶尽杀绝。 可是现在确实明白,地名要对付的并不是叶族,而是九命天子。 看着怀中的雨淡熟睡,沐云喃喃道,不管如何,终究是要变强,才能知道自己想知道的事情,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 现如今,自己身边,父母,妻子,孩子,朋友,兄弟,亲人,每一位,都是对自己充满关怀。 这份关怀,她要牢牢握住。 萧云儿此刻开口道,沐叔叔也来找过我,并且告诉我,一旦你来到逍遥盛须,找到我的时候,逍遥盛须将会出现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届时,希望你能够做好。 我…… 沐云无奈道:"老爹有什么事,不能自己告诉我吗?现在,接你们回叶族了,不知道老爹所说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会是什么事情?" 此时此刻,神灵圣鹏,一路飞驰而回,返回到叶族内。 回到叶族内,众人也算是安下心来。 今日之事,连西晚都是亲自出面,可想而知,一旦出现任何不可控制的局势,那将会是一场战争爆发。 好在,一切安全结束。 而今日一战结束,沐云的鸣声,在整个逍遥盛须内,在整个苍蓝万界内,都是彻底传荡开来。 第一天界 是苍蓝世界内,公认的最强的一大天界,第一天界内,存在着两方最强大的霸主。 地名九子老大,地兴天帝。 以及龙界龙族。 地兴天帝,西年被称为可比人帝的存在,而人帝当年,可是被称呼为苍蓝第一神帝之下强者。 至于龙界龙族,十大龙族为首的龙族,可谓底蕴强大可怕。 而十大龙族,每一族,都是辟每一等势力实力底蕴,这还不包括整个龙界内的所有龙族。 这样两大势力,聚集在第一天界内,可想而知,第一天界的恐怖。 此刻,第一天界,龙界内,一片苍茫大地之上,一座座山脉之间,一道身影,立于高山之巅。 谢青大哥 此刻,一道身影飞驰而来,激动道,是沐云的消息,您让我关注着,我得到消息,第一时间就来告诉您了。 一名年轻人,此刻一脸激动道。 第三千九百二十三章你吓死我了。 谢青此刻站定在高山之巅,俯瞰山河,覆手而立,一本正经的拿起那卷轴,打开仔细观看。 足足好半赏。 靠! 谢青骂了一句道,老子就知道,这混蛋玩意,到了逍遥胜须,绝对要干一票大的,化天主宰镜七重,干死通天镜一众,牛皮,不愧是老子的小弟。 青年听到此话,却是一脸迷蒙道,谢青大哥,您不是说他是您兄弟吗? 狗屁,那是我一把使一把尿带大的小弟。 谢青哈哈一笑,全然没了刚才的高手风范。 谢冲啊,看到了吗,我小弟现在可是声名确起了,跟着哥,好好混。 是。 而正在此刻,远处,一道带着怒气的呼喊声响起。 谢青,你个王八蛋,躲着我做什么? 听到那呼声,谢青顿时神色一脸,骂道:"谢冲,你个混蛋,怎么把他引来了?" 我没有啊。 谢冲苦着脸道:"哥,我偷偷摸摸来的。 那他怎么跟来了?" 谢冲这小子,当然是我偷偷跟他来的,这小子能发现我偷跟吗? 一道带着怒气的声音响起,即便是怒气满满,可是依旧听起来颇为空灵。 仔细看去,正是金轩儿。 五爪金龙族族长之女。 金轩儿一身淡金色长裙,看起来气质高贵,双手手腕,双脚脚踝,以及耳朵皆是带着金色的首饰,走起路来,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也是格外悦耳。 谢青,你为什么辞去了在族内的统领职位,上次你走,隔了那么久才回来,都到达主宰境了,我爹给你加官,你还辞了。 金轩儿双手插腰,怒气十足道。 听到此话,谢青看向金轩儿,一脸苦闷。 看到谢青一副苦闷的模样,金轩儿顿时怒气削减一半,忍不住道:"你,你怎么了?" 哎。 谢青叹了口气,道:"谢冲,你把你得到的消息,给轩儿看看吧。 听到此话,谢冲交出卷轴。 这是,逍遥盛须那边传来的消息,沐云哪。 金轩儿忍不住道:"这个人我知道了。 沐青宇和叶宇诗的儿子嘛,据说在外流浪多年呢。 轩儿,那你可知道,帝鸣一族,要杀了他。 知道吗?" 金轩儿再次道:"那怎么了? 帝鸣若是要对付龙族,龙族联合起来,帝鸣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跟我们五爪金龙族有什么关系?" 跟你们是没关系啊。 谢青此刻却是再次叹气道:"可是,这个沐云,是我过命的交情兄弟,想当年。 谢青讲述起和沐云在一起的时光。 这之间,自然是将出糗的人都换成了沐云,光辉一面,都留给自己。 更是省略了那些年,与那些仙子之间的你浓我浓。 到了,谢青忍不住道:"这是我兄弟,你说,我能不管他吗?" 这个沐云,真是够坏的。 金轩儿却是道:"处处坑你,你还把他当兄弟?" 可嗨。 谢青咳了咳,心中无语。 把坏事都推给沐云了,似乎在金轩儿心中造成沐云很负面的一面了。 但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兄弟,若是帝族真的要杀他,我不可能不管他,到时候,若是我是以五爪金龙一族统领身份出面,那你族就是和帝族成了对立面了,我岂能害你何? 你父亲。 尤其是伯父,待我如此。 听到此话,金轩儿微微一愣。 良久,看向谢青,忍不住道:"谢青,你,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 此刻,一旁的谢冲,则是看呆了。 谢青这嘴皮子,三言两语就把金轩儿的怒气泄了,更是搞得自己成了重视兄弟情,不愿意拖累五爪金龙族的伟光大形象。 牛皮。 此刻,谢冲识去的离去。 金轩儿上前,抱住谢青,忍不住道:"那你为何不与我说?" 我,哎,我怕拖累你呀。 听到此话,金轩儿更是心中感动。 你放心吧。 金轩儿开口道:"我们龙族和帝星为林,这些年来,彼此之间,都是有摩擦的,本来就不服帝族了。 再者,现在,沐云父亲不也是神帝,也可以抵抗地名,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你现在在龙界内,自己闯荡,太艰难了。 谢青却是义正言辞道:"我若是在五爪金龙族内待着,得多被族人看不起,非说我是吃软饭的。 龙界内,龙族种类上千,我谢青闯荡,也能自成一脉,成为第十一大龙族。 古往今来,十大龙族,地位显赫。 而在十大龙族之下,还有其他龙族的存在,只不过,都没有十大龙族这般强大。 而且,十大龙族内,存在着顶尖的朱仔镜,实力越强,血脉之力就越强大,种族就会更强大。 这些年来,十脉龙族,几乎是霸占着整个龙界近乎于八成的资源和地域。 其他龙族,望尘莫及。 谢青此话,无疑是痴人说梦。 只是这话在金轩儿耳中,却是听起来如此的霸气,如此的威武不凡,只感觉此生托付对了人。 不管如何,我一定支持你。 金轩儿笑道,支持你,看着你一步步成为一族之长,成为龙界龙帝。 龙帝算什么? 谢青哈哈一笑道,我要成为的是神帝,祖龙神帝。 嗯? 金轩儿一时之间,情不自已,伸手抓着谢青,朝着深山老林内而去。 此刻,谢青一声长叹,带着些许疲惫,转身意识准备离去。 窝槽! 只是,突然,一声惊呼,谢青看着身前一道身影,一个亮相,差点倒地。 你吓死我了。 谢青看着身前一道身影,忍不住道。 吓死你什么了。 身前女子,看似二十余岁上下,颇为年轻,一袭七彩长裙,勾勒出窈窕身段,其容颜意识带着几分笑意。 笑起来,一对小虎牙看起来十分可爱,小酒窝更是出现,更显几分灵动。 而其容颜,大眼睛,红唇玉珠般,十足的一个美女子。 第3924 彩薇薇 你说呢?一出现就是无声无息的,能不吓人吗? 谢青嘀咕道:"小丫头,你怎么来了?" 谢青,你自己做肥心虚,怪我了。 女子却是覆手而立,身体微微前倾,笑咪咪道:"告诉你多少次了,你得喊我谢叔。 我是你叔,知道吗?" 谢青认真的纠正道:"彩薇薇,你若是还认沐云这个父亲,那就得叫我叔,不然你叫沐云。 沐云父亲,叫我谢青,我跟沐云是拜霸子兄弟,这不合规矩。 你跟我谈规矩。 女子却是笑吟吟道:"你占据着的这一片地狱,可是归属我七彩天龙族管辖的,位于七彩天龙和五爪金龙两族交接之地,我若不让你待,你可待不下去。 爱!" 谢青闻言,却是叹了口气,忍不住道:"人心叵测呀,人心叵测,若是老牧知道,他当年养的女儿成了这般会算计的人,估计要气死啊。 少在我面前贫嘴了。 此刻,女子笑道:"爹爹在逍遥盛须内做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向父亲请命,前往逍遥盛须去办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我不去。 谢青却是直接道:"那小子到了逍遥盛须,叶族都供着他,我去干嘛。我得在龙界内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再去见他。 真不去。 不去。 不去。 谢青摇头。 我可听爹爹说,逍遥盛须马上即将发生一件天大的事情了,不去可别后悔。 女子话语落下,转身离去。 谢青此刻却是双眼子溜溜转动。 大事? 什么大事? 天塌下来嘛。 而此刻,女子离去,不多时,身后出现二人,两名男子,一位看起来,身形苍老,可是老太龙中,却是给人一种气息颇为绵长的感觉。 而另一位则是看起来,也不过二十岁上下,颇为年轻英俊,身披甲皱,腰胯神刀,气宇轩昂。 天无涯。 急风。 女子此刻笑道:"要步了多久,就可以见到爹爹了。 小七小姐,沐云大人,那青年此刻神色带着几分紧张。 你放心吧。 女子笑盈盈道:"当年我父亲将我带走,也是后来,我要求父亲,带我回人界内,找寻到你,带你来到这苍蓝,想来爹爹见到你,也会很开心。 时至今日,采小七依旧记得。 沐云是他的爹爹。 采灵天是他的父亲。 若非沐云,他当年不可能从一颗龙弹,孵化出来。 时隔多年,那份情意,心中始终难忘。 而对于急风而言,当时的沐云,也是带他如此一般,只是沐云提升很快,他跟随不上沐云的脚步。 而采小七曾经专门回到人界内,将他带回,时至今日,又能够见到沐云,急风心中,颇为忐忑。 他依旧记得,沐云对他所说的话。 采小七,是七彩天龙一族的公主,高高在上,而他,当年只是一条小小的亚龙,甚至算不上龙族。 遥想追逐这样一颗明珠,他须得付出千百倍努力。 而今,急风心中却是明了。 采小七贵为龙族公主,他与采小七之间的差距,很大很大。 若非采小七,他连现今的一切都没有。 此生,能够守护在采小七身边,便足以。 这些年来,我一直是以采薇薇这个名字面世,可是实际上,我更喜欢小七这个名字。 因为这是爹爹给我起的名。 此刻,天无牙看向采薇薇,拱手道:"公主,那谢卿。 放心吧。 采薇薇笑道:"他会去的,他跟爹爹是生死之交,这次不可能不去的。 采薇薇此刻伸了身懒腰,曲线完美,在七彩长裙的包裹霞,显现出青春气息。 我也得好好准备了。 采薇薇笑吟吟道:"以前是爹爹保护着我,给我吃的喝的,养着我,这次,我要保护爹爹,让地族无法伤害他。 苍蓝世界,第七天界。 明月新,王新雅,九儿三人,再次汇聚到一起。 三人每隔一段时间,便是会相会,借助九灵夺天碑之间的联系修行。 此次,三人聚集的位置,正是东华古域时空内。 一望无际的地域。 一座古城,徘徊在天际之边。 现如今第七天界内。 沐云所打造的神府,在东华狱内,俨然已经是发展得井井有条。 东华狱。 归原宗、京梅宗、玉鼎苑、墨家四方,在上次大战之后,也是明白,没有主宰静坐镇,他们四方,是根本难以立足。 现今的第七天界内,已经是混乱不堪了。 所以,四大势力,与神府彻底联合,可谓是成为神府一份子一般。 除此之外,神府与北方的东阴玉兵残宫,南方的东龙玉血月剑宗两方,也是彻底紧密联系。 冰残宫,是穆青与当年所创,有兵穆雪这位强大的主宰静坐镇。 而血月剑宗,乃是荒十一之徒血冲销坐镇,此人亦是一位主宰静强者。 再加上神府内,诸葛祖豪和四位郡王,以及罗刹鬼王的坐镇。 三大刺一等势力结合起来,虽比不得一等势力,可是却是能够维持住稳定的局面。 而且,东华谷域内,那神秘地域内。 强大的虎神位。 霸道的狮神位。 以及帝君位。 还有另外三位强大的郡王,皆是在丰眠之中。 这一股力量,若是展现在世间,那神府的顶尖实力,便丝毫不逊色于天上楼和黄阁这等一等势力了。 只不过,处在东华一纪内的另一道沐云,却是颇为头疼。 明月心,久儿,王心雅三人,出现在古祭城之内。 现如今的东华谷域一纪内,已经没人居住,东华谷国曾经的国民,都是在东华域神府内站稳脚跟。 如今古祭,已经被神府列为禁地。 因为沐云另一道身影,正是在此地修行。 这是沐云的绝对底牌,不能暴露。 沐云。 明月心三人,身着各色长裙,体态心肠,风姿灼灼,各有各的风华绝代之处,在此刻纷纷到来。 你可是干了件大事,怎么愁容满面的? 明月心看向沐云,忍不住道。 第3925章 送去千里之外 花费三千年时间修行神话身术的沐云,现如今两道身躯,意识相连,可谓一体。 对于这一点,明月心,王心雅和九儿三人,也没什么隔阂感。 沐云此刻苦笑道:"云儿和雨淡,另一个我已经带回叶族内了,哦对了,逍遥圣须可能会发生大事,你们可以告知你们各自所在势力,或许可以派遣一些人去看看。 知道了。 沐云立于古城之巅,摇指远方山脉道。 那里,便是另外三位沉眠的郡王所在。 沐云开口道:"当初东华帝君告诉我,包括蛇郡王他们也说了,东陵郡王,虎郡王,狮郡王三人,以及虎神卫和狮神卫,还有最神秘的帝君卫,都是实力极为强大。 现如今,我已经是化天七重境界了,可是依旧无法唤醒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差错。 听到沐云此话,明月心却是道:"那倒不一定,可能是这几位实力与你悬殊太大,你无法唤醒。 这也是好事,若是实力强大,皆是主宰境,你算是多出一笔保障和底蕴。 行吧。 沐云也不再纠结。 最近地环的八荒殿,有什么动静?" 没有。 明月心开口道:"一如往日,可能感觉你离开了第七天界,神府实力薄弱,他也看不上,就懒得理会了。 估计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是被另一个你,吸引在了逍遥盛须。 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这样,才能够保证我在这边,稳稳发展,待得第九天界彻底解封,我便可前往第九天界,让那九只洪荒一种,彻底效力于我,那时候,就又是一股强大的实力了。 那九个,可是实力很强劲的。 你们三个,又来修炼的。 看向三女,沐云笑道:"嗯? 沐云此刻,靠近三人,微微一笑道:"我一人在此地,也很无聊,既然来修炼,多待几日时间,咱们也体验体验夫妇世界。 夫妇世界。 三女顿时看向沐云,眼神古怪。 你想说什么? 直接说。 明月心此刻逼近沐云,开口问道:"沐云脸不红心不跳道:"作为男人嘛,那么多如花似玉的夫人,自然是想要一起其乐融融了,虽说眼下就你们三人在,可是我。 我们四个,也够其乐融融了,也算是为了以后大备童眠做准备吗?至少让你们三个心里有个底。 怎么样?感兴趣?" 哼! 沐云一句话没说完,迎风而来一拳,直接将其身躯送到了千里之外。 整天白若做梦,想要这么美的事情,等你什么时候境界超越了我再说吧。 明月心话语落下,看向九儿和王心雅,道:"你们不会答应她这荒唐的要求吧?" 九儿和王心雅二人,急忙摇头。 明月心一挥衣袖,缓缓道:"走吧,最近感觉,九龄夺天碑的妙处,越来越多,与她一起,还不如多钻研钻研九龄夺天碑的奥秘。 你们两个,可别贪团享乐,这家伙境界提升很快,每每与我们相遇,不比我们强,那是因为许多时候被耽搁了很多时间,没有修行,才会如此,若不是这几万年来,她有一大半时间是被耽搁的,现在只怕已经是容天境了。 你们两个现在不过是华天境,超越你们可快了。 九儿此刻认真道:"没错,我们也得加把劲了,否则,真要是被她超越了,她那肮脏的想法,不从也得从了。 走吧。 三女此刻,一一进入大殿,关闭殿门。 远在千里之外的沐云,此刻却是趴在一座山巅之上,以手脱腮,一脸无奈。 我的大背同棉梦啊。 实力不够,连自己女人都降伏不住啊。 一声叹息,颇具幽怨。 苍蓝世界,第九天界。 沐云一战,可谓是打起了鸣记,这消息,亦是传递到了第九天界内。 现如今,第九天界内,云殿之中,乃是叶语师和独孤叶二人坐镇。 一位是清帝。 一位被称为镇神,第一镇帝。 这二位坐镇云殿,哪怕整个第九天界内,诸位古神古帝纷纷登场,也不敢胡来。 阴阳天玉的阴府古帝和阳天古帝。 炼魂鬼谷的魂叶古神。 地藏神宫的地藏古神。 幽冥深渊的幽冥古神。 以及血沙海域的无尽古帝和无剑古山的无剑古帝。 包括现今展现出一丝痕迹的元神山内的天机阁。 这各方古神,皆是趁着叶语师和独孤叶二人,冲破第九天界,新年地渊流下的界壁封禁之际,大力发展门徒。 现如今,封禁开始减弱,第九天界内的天地界力,与整个苍蓝世界也是开始接洽,一位位武者,也是开始展现出自身天赋,境界突飞猛进。 各个古神古帝皆是明白,趁此机会,壮大自身,才是最好的选择。 而邪语师对此,也不在意。 这些古神古帝,招收门徒可以,但是他也语师看上的人才,谁敢抢,弄死谁。 反正大家都在第九天界内,没有帝家的人,也没有其他异等势力在,看谁怕谁。 再不计,把自己夫君喊出来,直接弄死这群家伙完事。 因此,各大古神古帝,也不敢招惹云殿。 这一天,云殿内,恢红气派的大殿。 这并非是当年沐云离开的云殿规模了。 现如今的云殿,里里外外打造的材料,阵法,皆是叶语师亲自出马所得。 当时叶语师提及,云殿规模,看起来过于小家自弃,于是虎,每日里外出,归来,外出,归来。 今天到雪煞海域内,海底去挖叶明石,明天到无剑谷山内去挖掘花岗青石,后天又跑到幽冥深渊寻什么东西。 各大古神古帝,看到叶语师所拿走的,不过是一些建筑材料,修行资源,也就让着,不闻不问。 一来二往,现如今云殿的规模,可谓是颇具气派。 大殿内,黄蚁璀璨金光,薄木奢华,单单是镶嵌着的珠宝玉石,没有一万,也得八千。 尤其是那珠宝玉石,勾勒出一个字,一个云字。 第3926章 穆加四天王 这是叶语师花费许久,打造而出的黄蚁。 叶语师每名曰,将来他的儿子,是要成为云神或者云帝的,那云殿的打造,自然是要符合一地作风。 这黄蚁,代表的是身份,更的符合。 而且,整个云殿内外,大到存放功法五绝的阁楼,小到每一位弟子的修行室,皆是镇法环环相扣。 一位独孤业,第一阵地,镇神。 一位叶语师,也是镇法大宗师。 二人联手,期间花费了数千年时间,可谓是匠心独坐,将云殿内外,打造成固若金汤。 有少主的消息了。 此刻,叶语师端坐在黄椅之上,一道身影,进入大殿内,正是愁赤炎。 愁赤炎此刻躬身道:"店主,少主的消息,又传来了。 说。 叶语师直接道。 少主已经前往逍遥盛须,并且到达了叶族,而且前往萧族内,接走了萧云儿和穆宇丹母女二人,返回叶族内。 萧族为难,以化天境比试,少主全胜,更是斩杀了楚族天骄楚灵。 听着消息,叶语师嘴角微微扬起。 不愧是我儿子。 叶语师哈哈一笑,道:"愁赤炎,传令下去,将此消息,在第九天界内传开,大肆传播。 是。 愁赤炎退下。 而大殿,黄椅一边,一道苍老身影出现,正是独孤叶。 独孤叶看起来,依旧是如此苍老,似乎一阵风就能吹倒一般,缺失一臂一腿的独孤叶,在此刻看起来,给人的感觉,只有无尽的感觉。 独孤老头,听到了吧,叶语师略显激动道。 沐云这孩子,还是比较努力的。 独孤叶笑道:"现在已经是化天七重境界,想来到达通天境也快了。 闻。 叶语师点点头,缓缓道:"不过,那肖无,南宫阳天,楚洞三人,还真是不知好歹,早晚有一天,我得亲自出手,教训教训他们。 独孤叶点头道:"第九天界界壁,快要消失了,相信与外界往来,时间不会很久了。 若非是为了看着这几个古神古地,我早就直接离开,前往逍遥盛须,跟他们打一架了,被囚禁这么些年,手痒难耐。 这些个古神古地,都抢到他们家门口了,可没一个人出来跟我打一架的。 独孤叶听到此话,无奈摇头。 叶语师的脾气,他是知道的。 虽是女子,可却是巾帼不让须眉,否则,清帝之名,也不可能在苍蓝内,让人如此忌惮。 即便三皇,实力也比不得叶语师。 您老继续忙,我先去看看那几个小兔崽子。 叶语师无奈道,他们老子不在,我这个做奶奶的,可是劳心劳力了。 去吧。 叶语师身影一闪,消失不见。 再次出现,一片蛮荒大地之上。 此刻,只见得那蛮荒大地上,一座山谷之间,四道身影,此刻站成一排。 三男一女。 最大的男孩,看起来似乎不过十岁外貌,最小的女孩,看起来似乎两三岁一般。 此刻,四个孩子站定在山谷内。 最大的孩子走出,看向三人,道,穆玄尘,穆天燕,穆子轩,你们三个,要听我的指令行事。 为什么呀? 小女孩此刻仰头一一压压道。 因为我比你们年长啊。 穆玄丰此刻一脸理所当然道。 当初奶奶将我丢进禁地内,我可是带着玄尘活下来了,你,穆天燕,穆子轩,你们两个,什么本事都没有,不听我的,在这里活不下去。 较小的男孩和女孩,此刻似懂非懂的点头。 穆玄丰继而道,之前我听奶奶说了,我们的父亲,有好几个孩子,二娘娘秦孟瑶生的是长子,是陈哥。 四娘娘萧允儿,生的是女孩,叫穆玉丹,那是我们二姐。 六娘娘九儿,生的也是女孩,叫穆玉丹,排行第三。 我呢,就是排行第四。 穆玄辰,你排行第五。 穆天燕,你排行第六。 穆子轩,你排行第七。 此刻,三个孩子皆是点头。 咱们四个在第九天界,那就是穆家四天王。 还有就是五娘娘和八娘娘,还没孩子,所以咱们父亲,现在是七个孩子,我虽然排行第四,但是在这里,我是老大,你们得听我的,明白吗? 此话一出,穆玄辰忍不住道,玄丰哥,我娘说,我们被困在第九天界出不去,奶奶怎么知道这些的? 是不是你胡说的? 放屁。 穆玄丰一巴掌拍在穆玄辰脑袋上,训斥道,奶奶是什么实力? 清帝你知道吗? 比我们爷爷就差一点点,你知道个屁。 奶奶要想出去,那随时都行,奶奶那是关心我们,怕他走了,我们危险。 穆玄辰揉了揉脑袋,点点头。 再说了,事无绝对,要不是我现在实力太弱,我也想出去看看,当年,我们的父亲,那就是小小神尊,就离开第九天界了。 几人又是似懂非懂的点头。 穆玄辰,穆天燕,穆子轩三人,根本没见过穆云。 穆天燕此刻拉了拉穆玄丰衣脚,道,玄丰哥,跌跌长的什么样子啊? 穆天燕穿着一件武服,看起来不过四五岁模样,可是应没见目,却是显得颇有几分男儿气概。 爹吗? 穆玄辰咳了咳,缓缓道,我也说不好了,好久没见了呢,不过没我帅。 此话一出,三人顿时一阵失望。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 爹没我帅气,那也是很帅了,明白吗? 哦! 穆玄丰看着三个弟弟妹妹,开口道,好了好了,别废话了。 我听娘说了,按照我们的年纪,那都是老妖怪了,可是看起来才十岁七八岁四五岁模样,跟爹是什么九命天子有关,也不知道我娘是不是骗我的。 但是,咱们几个,那也不能懈怠。 穆玄丰认真道,我跟玄辰,乃是神文单体和绝脉单体,根据奶奶所说,这是洪荒所存的单体,一个字牛。 所以我们兄弟二人,将来必定是成为强大的单师。 穆天燕,你呢? 穆玄丰徐徐道,你娘是剑客,咱爹也是剑客,你外公是剑客,咱爹的外公也是剑客,咱爹还有一个师兄也是剑客,爷爷好像剑术也厉害,你就专心学剑术,将来成为第一剑客。 穆天燕此刻挠挠头道,玄丰哥,我想成为剑神,剑客剑客的,没气势。 好,剑神。 穆玄丰拍了拍穆天燕肩膀,笑道,天燕剑神。 第3927章奶奶开始教导你。 穆天燕文言,笑着点点头。 穆玄丰此刻目光看向最小的穆子轩。 子轩妹妹,你呢? 穆玄丰蹲下,捏了捏穆子轩粉雕玉琢般的小脸蛋,笑嘻嘻道,你想干什么? 我…… 穆子轩捏了捏衣脚,忍不住道,我想见阿娘。 穆子轩乃是必经欲所生,年纪最小,现在看起来,不过是两三岁样子,与几个哥哥在这里,却是极为思念自己娘亲。 穆玄丰挠头道,这个难了,奶奶不让我们见。 穆子轩文言,小脸黯淡,眼睛通红道,我想阿娘了。 你别哭,别哭。 穆玄丰急忙道,子轩妹妹,听歌的,你只要努力修行,奶奶满意了,就能见到阿娘了。 真的吗? 嗯? 穆子轩听到此话,点头道,那我想学习阵术,我听娘说过,爹爹就是阵法师。 好。 穆玄丰当即道,回头就让奶奶给你送来阵途,让你好好研究。 嗯? 四人此刻,相视而笑。 在说什么呢? 而正在此刻,叶语师一步步走出。 奶奶! 奶奶! 四人此刻,急忙一一走过来,朝着叶语师叩拜。 起来吧。 叶语师此刻笑吟吟道,看来你们几个相处的还不错。 玄丰,你是年纪最长,要好好教导弟弟妹妹们。 知道吗? 奶奶放心,没问题。 叶语师蹲下,抱起穆子轩,笑道,我们家子轩想要学习阵法师吗? 嗯? 那奶奶亲自教你。 叶语师抱起穆子轩,笑道,从今日起,奶奶开始教导你,你就不在这里待了。 此话一出,穆玄丰,穆玄陈,穆天燕三人,皆是一愣。 奶奶! 穆天燕走出,拉了拉叶语师一脚,道,我并不想学剑术,那是玄丰哥。 他给我安排的,我也想学习阵法。 你也想学阵法呀。 叶语师笑了笑道,好啊,回头等你爹回来了,让你爹亲自教你,现在,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奶奶,你宠女青男。 穆天燕不服气道。 穆子轩要学习阵法,叶语师就带走他了,他要学,却要等爹爹回来,谁知道爹什么时候回来呀。 叶语师揉了揉穆天燕脑袋,笑嘻嘻道,傻小子,奶奶就是众女青男哪,谁让奶奶也是女人呢。 此话一出,穆天燕一愣。 好有道理呀。 你小子就安心在这里受罪吧,回头给你送剑术来,自己参详。 说着,叶语师带着穆子轩,静直离去。 穆玄丰,穆玄陈,穆天燕三人,一阵羡慕。 奶奶,我跟您学习阵法,是不是就能见到阿娘了? 穆子轩抱紧叶语师脖子,忍不住道。 可以。 太好了。 穆子轩咯咯笑了起来,道,那三个哥哥好可怜。 可怜。 叶语师忍不住刮了刮木子轩小鼻子,笑道,你呀你,根本不知道。 当年第九天界一战。 四象圣山之地,帝渊阁所在,也是封禁叶语师所在。 叶语师脱身,与帝渊母亲相坟古神一战,斩杀相坟古神。 相坟古神丧命之后,所留下的一切体内经济神,都是聚集在此地,被他叶语师以大阵封存。 此地看起来是一片灰暗,如深渊明枯一般。 可是实际上,这里封锁着一位古神的一切。 穆玄丰,穆玄尘,穆天燕三人,在此地修行,无异于是在逐渐将这位古神的一切,吸收入体内。 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修行圣地,整个苍蓝世界,再难找出第二个如此的地方。 毕竟,称号神称号地本就少见,即便陨落,也难以留下什么。 叶语师可谓是费尽心机,才做到这一点。 这几个小家伙,还不知好歹。 真要是在外界修行,就算天赋够强,那也是需要时间的积淀,可是在这里,却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叶语师此刻笑了笑道,男孩子,就得受些苦才好,你是女孩子,得娇生惯养。 穆子轩巴搭一口,亲了亲叶语师脸颊,笑道,谢谢奶奶。 好孩子。 叶语师哈哈一笑,带着穆子轩离去。 第九天界 无见古山 此刻,无见古山内,一片山脉之间。 孟子墨和妙仙宇二人,盘坐在山脉之间。 而在二人身前,一道身影,缓缓走出。 道,今日的修行,就到这里吧。 看到来人,孟子墨和妙仙宇二人,揭示起身,拱手道,多谢无见前辈。 别谢我。 那身影挥手道,你们以为我想教导你们。 还不是叶语师欺人太甚,真是到了没了,我本来不打算出事的。 听到此话,孟子墨和妙仙宇揭示笑了起来。 无见古地。 是一位强大的丹师。 这一点,也让他们二人,惊讶无比。 而邪语师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居然是逼迫无见古地,亲自教导他们二人丹数。 原本孟子墨和妙仙宇便是在丹数一道,颇具天赋,这些岁月,在无见古地的教导下,更是进步神速。 无见古地对此,也是颇为满意。 可是一想到,这是清语神帝和清帝的儿媳妇,是沐云的夫人,她心里就隔应。 但是,没得选择。 你们继续参悟吧,单道意图,看似对丹师的修为没什么要求,可实际上并不是,身为丹师,修行境界更是要超过一般舞者,否则,耗费心神,难以持久。 无见古地说着,身影一闪,消失不见。 而此刻,孟子墨和妙仙宇二人,离开这一片山脉,来到了另一边山脉。 只见得,山脉内,一座座高山连接,在高山连接之间,一座山峰,却是形如雄狮,颇为壮观。 而当的孟子墨和妙仙宇二人来到此处,那雄狮山峰,在此刻居然动了起来。 仔细看去,那并非是真正的山峰,而是真正的一只雄狮。 孟子墨和妙仙宇此刻站定,看向前方,攻了攻身。 来了。 雄狮此刻开口,威严无比,缓缓道:"今日,这两个跟你们对练。 雄狮一说话,张嘴吐出一口气,登时间,山脉之间,狂风大作,一棵棵古树,似要拔地而起一般。 飓风停下,只见得山谷之地内,出现两只体格百丈的猛兽。 第3928张化天八重 其中一只,浑身金色毛发。 身形高大不说,那四只爪子,看起来更是带着金光,无比恐怖。 而另一只,则是毛发乌黑亮丽,可是头生犄角,眼带杀气。 这是你们今日的功课,开始吧。 雄狮此刻靠在千丈山岳上,懒洋洋道。 孟子墨和妙仙宇二人,此刻体内气势爆发开来,瞬间杀上前去。 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是这么度过。 学习单数。 与九之荒兽所派遣的无剑古山内的凶兽交战,提升实力。 这也是夜宇师的安排。 二女心中也是欣然接受。 沐云离去,再次见面,毕竟实力强大,非他们所能够赶超。 所以这次,他们若是不够努力,会被沐云拉下太多。 这也是二女所不想看到的。 即便身为丹师,也是需要拥有极强的实力才行。 夜宇师说的没错。 如果他们只是原地踏步,将来的沐云,他们如何并肩而行? 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他们有了孩子。 所有的一切,不能只靠沐云来抗起,他们也得分担,不只是为了沐云,更是为了孩子。 母亲的强大,超乎世间一切的力量。 况且,这些年来,在夜宇师的讲解下,使得二人对武道的认知,更加清楚。 关乎于九灵夺天碑,夜宇师也是告知他们,此碑的神庙,可谓是超脱他们的认知。 第九天界,血煞海域。 无尽谷弟此刻,站定于海面之上。 前方,百里之外,两道女子身上,傲然而立。 而在两名女子身前,亦有二人,凌空而立,气势惊人。 夜雪奇。 碧青玉。 无尽谷弟开口道:"夜宇师可是跟我说了,教导你们,尽快到达主宰境,我这可能会儿。 这个人好说话,也就答应了。 所以,这些年来,对你们的训练,可谓是刻苦到了极致,也是为了挖掘你们的潜力。 夜雪奇,你父亲唯灭天岩,乃是荒十一最钟爱的弟子,而荒十一更是被称为苍蓝第一主宰境强者,你的剑术,依旧是你最大的手段。 碧青玉,你太阴血脉,我也不是很清楚,只能够走一步看一步,看看你的血脉之力妙用之处,到底在何方。 无尽谷弟话语落下,最终道:"好了,开始吧。 一语落下,那两道身影,瞬间逼近夜雪奇和碧青玉二人。 一场大战,在此刻掀起。 这些年来,前进的不止是沐云。 在第九天界内,叶雨诗可谓是帮助自己儿子,安顿好一切。 四位夫人,两位谷弟和九只荒兽教导。 四个孩子,更是以古神遗留气血来酝养。 叶雨诗虽然看起来,气势霸道,可是,对待自己儿子,却是但心底里疼爱。 只是,严父慈母的角色,却是翻转。 穆青玉更像是慈父,叶雨诗更像是严母。 偌大的云殿,现如今,已经是成为第九天界内不可或缺的一方。 不过,相比于其他八大天界的一等势力们,差距依旧很大。 可是叶雨诗却是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手段,将云殿发展壮大,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好儿子。 云殿,云端之上。 叶雨诗覆手而立,衣妹飘飘,绝食容颜,带着一丝怅然。 娘为你做的一切都做了,你可不要走你外公的路子了。 一声呢喃,却是道尽了这位母亲的期许。 苍蓝万界,逍遥盛须,叶族。 返回到叶族内,萧允儿和沐宇诞二人,自然是接受到叶族最热烈的欢迎。 沐云这一战,不只是帮助自己,提升了名气,更是使得叶族,名声大噪。 这么多年来,逍遥盛须内,谁不说当年叶族如何强大,现今叶族,如何示威。 以前的叶族,有逍遥神帝,有被称为万帝之首的人帝,有一人可占三帝的青帝,还有三皇,还有六大家族附庸,可谓是一族之力,抵得上几大天帝和力。 可是,叶逍遥陨落,人帝失踪,青帝被捕,三皇不在,六大家族纷纷脱离叶族。 现今的叶族,一直被人诟病,已经不复当年之威。 更是因为,八大天帝的威胁存在,人人都道,叶族可能随时被覆灭。 沐云这一战,击败萧族化天境天交,证明了自己这位神帝之子的强大,也使得叶族的名气,再次提升。 西晚丹帝的现身,无疑是告诉所有人,谁想动叶族,大可来试试看。 试试看,一位丹帝的人脉,到底有多广,试试看,到底能不能扳倒叶族。 这件事情,传递到了诸天万界,最大的鼓舞,便是叶族子弟们。 逍遥神帝陨落。 青与神帝崛起,可却是需要抗横风天神帝地名。 青帝不在,三皇不在。 那又如何? 叶族还有一位西晚丹帝坐镇。 谁敢冒犯? 这件事情,使得叶族子弟们的信心,再次得以恢复。 而同时,这件事情,也是告诉了所有人,沐云,出现了,归来了。 这位当年被九大天帝联合追杀,在父母庇护下的九命天子,现今,算是彻底亮明了身份,彻底归来了。 各大天帝,做何想法? 一时之间,诸天万界,皆是议论纷纷。 而对于这些,沐云却是懒得去管了。 回到叶族内,三位舅娘也是给沐云安排了一座别院,环境优雅。 沐云则是当即选择了闭关。 此番交战,斩杀数人,皆是萧族的天之骄子们。 而沐云也是得到吞噬净化大量的精气神,借此机会,准备再进一步,到达八重境界。 一晃,一月时间过去。 这一天,沐云终于是双眼睁开,呼了口气。 双重主宰道,皆是到达八十米。 浑海内,那两条主宰道并列,与天地勾连,爆发出的磅礴气势,令得沐云体内气势也是逐渐攀升。 主宰境,比界为境界多出的,便是主宰道的天地之力。 踏入主宰境,最强大之处就在于,以主宰道连接天地,是直接获取天地之力,加持到主宰道之上,最大化的增幅武者实力爆发。 这一点,沐云这一段时间,感受得十分清楚。 主宰道哪怕是增加一米,对自身提升都是很大。 十米为一个节点的增强,更是数以倍而论。 又进一步了。 此刻,密室内,秦梦瑶身影,如鬼魅一般,在此刻出现。 第3929章我可还是很年轻。 嗯? 沐云点头道:"这次,杀了那些个通天境容天境的武者,我都无法吞噬完。 秦梦瑶几人,自然是知道沐云的吞噬血脉和净化血脉威能。 对他们,沐云也没什么隐瞒。 早知道,就不杀了他们了。 秦梦瑶笑了笑道:"留着他们,以后再说。 沐云确实道:"那个楚运行,是楚族大长老楚帆远的儿子,杀了这位容天境强者,是不是会很麻烦?" 麻烦自然有,不过算不上大麻烦。 秦梦瑶靠近沐云,仔细道:"你体内双重主宰道,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沐云摇头道:"从主宰道诞生,便是两道主宰道远点,我只有走下去了。 秦梦瑶此刻微微沉吟,缓缓道:"一条是你的,一条是九命天子的。 此话一出,沐云却是一愣。 你猜到什么?" 没有。 秦梦瑶直接道:"我并不知道,只不过是随便一说,连沐叔叔都不知道的事情,我更不知道。 沐云点头道:"现如今,主宰竞到达,或许,洪荒古战场一计,我也该多去看看,之前在第七天界内七兄天之中,遇到东华古国的人,洪荒时期的人,只怕没有彻底死完。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是一定没有彻底死完。 秦梦瑶嫣然一笑道:"看到这一幕,沐云顿时心援一马,一步跨出,双手牢牢抓住秦梦瑶双手,顿时将秦梦瑶推到墙边。 怎么说着说着还动起手来了。秦梦瑶笑脸微红,登时间想要挣扎。 沐云确实道:"以你我现在的实力差距,你要是反抗我,我可得受重伤呢。秦梦瑶微微一愣。 沐云确实不由分说,痴懒一声响起,衣衫碎裂开来。 你怎么知道,洪荒时期之人,没有死完。沐云此刻气喘吁吁道。 秦梦瑶看向沐云,称怒道:"手上不老实,现在还不忘问这些。 原本是打算聊完再做事,可是实在是忍不住,谁让你魅力如此之大。 话说着,沐云也是没停着。 因为,秦梦瑶语气断断续续,道:"因为,不只是你遇到了,我族曾经在一片古战场一季内,也遇到了洪荒时期的人。 那些,那些,神帝,古老的强者们,岂会那么容易死,死去。 此刻,沐云悍然凶猛,如同一只处于愤怒之际的公牛一般,猛烈冲击,将秦梦瑶挤压到了墙上。 你慢点。 我就不。 时隔数日,房间内,一片狼藉,沐云和秦梦瑶二人,相依而威,一切无声。 粗鲁。 秦梦瑶称怒道:"你我可都是做爹娘的人了。 那怎么了?" 沐云却是抓住秦梦瑶玉手,笑了笑道:"我可还是很年轻。 是吗?" 嘴硬。 秦梦瑶笑呵呵道:"我看你,也不过如此了,现在看似厉害,真要是长久以往下去,你……。 也是很厉害。 币儿。 沐云心满意足笑道:"姚儿。 嗯? 你我都多少年没见了,如果可以,我还是想回到北云城,回到北云学院,那个时候的你,那个时候的我。 你少在这里做梦了。 秦梦瑶却是手指轻轻点了点沐云脑袋,忍不住道:"那个时候的事,你老辣的仙王转世,那个时候的事,我单纯的秦梦瑶,天天哄骗着我,你很开心。 那怎么能叫哄骗?" 沐云却是反驳道:"那是真情实义好吗?你还记得那次,夜月当空,你我在房顶之上,欣赏着夜色。 你还提?你那是奔着欣赏夜色去的吗? 即便是过去这数万年之久,可是,沐云和秦梦瑶之间,依旧是如此。 爱!埋在二人心间,无论如何,是抹除不掉的。 即便是相隔千万里,二人之间,有一丝连接,断不开。 这些年欠你的,都要补偿给你。 足足,半月之后,修炼室大门打开,沐云和秦梦瑶走出。 我先去看看蛋儿了。 秦梦瑶开口道:"最近一段时间,整个苍蓝世界,到处都在讨论着你,讨论着邪族,你算是出名了。 这算什么出名?" 沐云却是笑道:"出名的时刻,还在以后呢?不杀了一位天帝,我怎么能出名呢?" 秦梦瑶笑了笑,摇曳深姿,转身离去。 沐云看其背影,一时间依旧是有些恍神。 美好的东西,时时刻刻,都会令人心醉神迷,不会厌倦。 沐云此刻,呼了口气,脚步跨出,走下楼梯,却是感觉,脑袋一晃,竟是有些眩晕,正在此刻,一条手臂,搭在前方,接住了沐云。 云哥,累得够呛啊。 一道身影,在此刻出现。 正是夜景天。 你小子,守着我呀。 我哪敢啊,你那夫人那么厉害,我就算在修炼室外等你,也会被她发现,坏你们好事,还不得被暴揍。 什么事? 听到此问,夜景天笑道,三位夫人要召集夜族高层,现在你可是夜族一份子,一起去看看,商议商议接下来的计划,同时,也是让你多露脸,跟夜族更融洽。 走吧。 夜景天嘿嘿笑道,云哥,别急别急。 怎么? 我这里有礼物送给你。 欢迎你回到夜族嘛,这瓶丹药,你收着。 夜景天说着,神神秘秘取出一瓶丹药,塞到沐云长袖内,低声道,这可是我从夜族丹房内偷的,据说,是当年奶奶炼制的。 此话一出,沐云却是神色古怪。 你拿着,这段时间,你这两位夫人在身边,累也累死你了,拿着吧,拿着吧。 沐云却是低声道,外婆炼制这丹药干嘛。 我不都告诉你了,奶奶当年炼制的,那肯定是,嘿嘿,你懂的吗? 二人一路结伴,朝着夜族议事大厅而去。 第3930章 这世界太浩瀚。 来到议事大厅内,只见的大殿之间,上百道身影,形形色色站定。 三位夫人,立于厅上,神色端庄。 施美云示意沐云在一旁站定,便是看向众人,道:"现如今,我夜族之情事,大家都是明白。 八大天地,若有机会,必不会放过我夜族。 而六大家族,现如今对我夜族,也是颇为不满。 这是我们夜族的危机。 施美云顿了顿计而道:"可是,我夜族并非是任人宰割的牛羊,毫无还手之力。 如今,清帝叶宇师和镇帝独孤叶两位,在第九天界内,帝渊身死,帝家算是损失一位称得起场面的人物。 而沐清宇成就为清宇神帝,想必大家没忘记,当年逍遥神帝是将逍遥圣须托付给沐清宇的。 实际上,沐清宇,算是逍遥圣须的御主。 而如今,沐云归来,也算是我逍遥圣须夜族少主,沐云几位夫人,想必大家也是知道。 兵皇族现任族长秦梦瑶。 水灵族族长明月新。 这些,是沐云的助力,也是我们夜族的助力。 施美云缓缓缓道,再者便是,我夜族,并非是没有盟友。 任何想要灭了我们夜族的人,我等皆是需要以强势反击,若有胆怯者,皆可退出夜族,我施美云在此可以保证,绝对不追究。 可若是真到了生死之战的那一天,有人想要退出,那可没这么好的事情了。 众人纷纷点头。 沐云,你过来。 听到施美云此话,沐云走上前去。 你既然已经回归夜族,那夜族内的大事小事,你也需要了解,明白,甚至开始参与。 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会与你介绍夜族内大大小小的事情。 听到此话,沐云一阵头大。 这些事情,向来是极为繁琐,她极为不喜,可是有些时候,是没办法不参与进入。 会议结束,而沐云也是被留下来,与夜族内各个高层,了解夜族内的一切事宜。 整个夜族,现如今,施美云,爱怨柳,尤非夜三人,是明面上的主管者。 除此之外,两位人物,权力最大。 夜族大总管,夜丰大人。 夜族清萧君统帅,夜恒忠大人。 这二位,是自从夜族成立到现在,一直扎根在夜族内,家人也都是在夜族内的,可谓忠心耿耿。 除此之外,还有负责内部,外部各种事宜的各位客卿,以及各个城池的城主们。 而且,这些是夜族摆在明面上的实力。 譬如,所谓的那位夜逍遥昔日的老仆人陆继前辈,一直是不显山不漏水的,上次也是接回沐云等人,才会出现,震慑魂族,拓拔族这群心怀不轨之人。 还有就是,夜逍遥当年的四位弟子。 墨方场 江雨 远眼 姬无影 这四位大人,当年夜逍遥还在之时,可谓是名传万界之辈,每一位皆是实力强大的主宰境。 这些,也只是暂时沐云所知道的。 与夜族关系紧密的,还有其他势力。 而且,和父亲沐青雨关系紧密的,也有其他人。 在此,沐云也是了解道。 西年,古族族长古青鹏,与父亲沐青雨,乃是至交,甚至因此,古族和逍遥胜须可谓是同一战线。 可是结果,古青鹏被人所杀。 杀古青鹏的,正是现今古族族长古通仓,而现如今,在诸天万界内,古通仓被大家称呼为,古帝。 一位称号帝级别的顶尖霸主。 也因此,古族和逍遥胜须关系恶劣。 这是夜族了解道的消息。 而关于沐青雨这些年来,到底和九大天界内,哪些势力是交好,哪些势力是沐青雨所暗中掌控,夜族也不知道。 提及此处,施美云三人也是感叹。 当年,逍遥神帝曾评价沐青雨,天赋心性皆是一等一之流,拥有极大的潜力,成就为神帝。 可是,沐青雨过于喜欢将责任背负在自己身上。 但,这也是夜逍遥看中沐青雨的一点。 责任心。 接连几日时间,沐云可谓是一直在了解夜族内外的事情,对整个苍蓝世界,也是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感官。 偌大的苍蓝世界,包含着千千万万个玉界,而在每一个玉界之下,又有与人界一般,存在连接的世界,而譬如人界之下,又有所谓的三千小世界,各大玉界之下,也存在着这样的世界。 给人的感觉,如同蜂窝一般,彼此连接着彼此,彼此之间,又是以天地避障分割开来,因此才会有强有弱,存在着飞生一说。 现如今,回过头来看,当年的仓皇小世界,仙界,神界,实际上,类似的此等玉界,很多很多。 沐云这次,总算是有了一个直接的感官。 一次次的飞生,一次次的从一个世界到达另一个世界,而真正到达这世界的顶峰,方才明白。 许多强者会说的一句话,捏死你像是捏死一只蚂蚁一般。 对于千千万万个大大小小的玉界而言,苍蓝世界内的舞者,确实是可以将那些人看成蝼蚁一般。 这个世界,太浩瀚了。 浩瀚到即便是沐云现今,算是屹立在天地之间最顶峰境界层次级别,一生或许也无法走完。 一个一个玉界的去走,何年何月。 亿万万生灵,就这般,在这一方天地之间,共同生存。 接连几日时间,沐云每日里都是忙碌着。 这一天,夜落西山,沐云回到自己庭院内。 二楼阁楼位置,萧允儿以狼看警,手掌拖着香腮,夕阳光芒,洒在其面容之上,一时之间,令沐云恍呼。 即便辛苦,许多事情,她得去做,为了能够一直看到这等爵士佳人。 回来了。 看到沐云归来,萧允儿微微一笑。 但儿呢? 沐云开口道。 被孟瑶带走了。 萧允儿开口道,孟瑶已经是返回第二天界了,毕竟,现在她是兵皇族组长,总得处理兵皇族大大小小事务,上次杀了楚运航,她也得回去处理。 沐云来到二楼,站定阳台之上,无奈道,也不与我道别一下。 从第二天界到萧瑶圣须,随时可来,有什么好道别的。 萧允儿笑道,这次,孟瑶也是想要带着蛋儿检查身体,以防止萧族做什么手脚。 沐云坐在蓝边,轻轻抱住萧允儿,笑道,只要萧族不傻,该是不会做什么手段的。 第3931章二人世界 那倒未必。 萧允儿却是笑道,萧族在我身上,可是花费了很多,这次如此轻易教人,如果说只是担心你爹娘的报复,不太现实。 沐云点点头。 也不知道我爹说的惊天之变,到底是什么。 沐云无奈道,神神秘秘的,就不能亲自跟我说吗? 应该是有什么顾虑吧? 萧允儿开口道,一起用饭吧。 虽说到达这等境界,屁股不实没什么,可是,再次见到沐云,萧允儿很想像以前一样。 好。 二人此刻进入房间内,只见桌子上,几样美食,摆放整齐。 二人临坐坐下。 萧允儿拿起碗筷,看向沐云,笑道,当年的我,就想和你这样,如农夫农妇一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平平常常,一晃眼,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有这么绝色的农妇吗? 又贫嘴了。 我说的可没错。 沐云却是笑道,一晃这么多年过去,我也没想到过,有一天,会从那北云城,走到今天这一步。 萧允儿缅怀道,或许,过去这么多年,早已经是物是人非了。 是啊。 从北云城北云学院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 沐云都已经记不清了。 一切,物是人非,这一路走来,那些人,还好吗? 自己那几位徒儿,都是在人界内,现今应该好好的吧。 其名? 墨阳? 叶秋以及其夫人灵月璇? 想到这一点,沐云突然觉得,当年让他们留在人界内,好像最好。 否则今日,是否还是追随自己,东奔西跑。 一念几此,沐云微微摇头。 怎么了? 没什么。 沐云笑道,只是想到昔日昔年那些人,想到你们,还在我身边,颇有感怀。 萧允儿笑道,你在哪里,我们母女二人的家就在哪里。 沐云笑了笑,手掌搭在萧允儿腿上,忍不住道,想到你当年只是南云帝国萧家的大小姐,现在却是追随我到了这一步,这一路走来,你们比我更辛苦。 明月欣,秦梦瑶,叶雪奇这几人不说。 萧允儿,王欣雅,妙仙宇,若非是遇到她,或许现在都在南云帝国内,度过自己一生。 我倒是不觉得辛苦。 萧允儿轻轻一笑,如百花盛放,道,不过,无法见到你的日子,整日为你担忧,才是辛苦。 这样的日子,不会久了,沐云呢喃道,待得我沐家和帝家的恩怨了解,不会久了,到时候,我们就选择一处世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至于这偌大的苍蓝世界,就交给我们的孩子。 萧允儿微微点头,伸出玉手,轻轻捏了捏沐云脸颊,笑道,想法不错,不过,吃饭呢,你能把你的手从我衣服内拿出来吗? 咳嗨。 沐云咳了咳,一本正经道,有你在,饭都没味道,还是先吃你吧。 一语落下,沐云一把将萧允儿抱起,进入内室。 小别圣新婚,更何况是如此长时间的分离。 这些时日,沐云诞整日与萧允儿在一起。 此番秦梦瑶离去,带走沐云诞,可不正是为二人创造空间。 沐云自然是迫不及待,抓住时机。 房间四周,道道借文竖起。 床榻之上,沐云粗鲁的撕裂萧允儿衣衫,忍不住笑道,你就算是叫破喉咙,也没人听得见。 无耻。 一场盛宴,唯有沐云一人独享。 长久的分离,此等时刻,自然是无尽的宣泄。 这么多年来,沐云每次再见到几女,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随着境界提升,九女的容貌本就无可挑刺,各有特色,可是气质却是每次都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使得沐云这么多年来,每次见到几女,都是爱不够。 接下来一段时间,沐云在夜族内,每每熟悉夜族内的事物。 修炼,以及和萧云儿一起修炼。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关乎于沐云在萧族内的一战,也是逐渐消息降温下来。 可是,沐云这位神帝之子的身份,确实让得万界都是牢牢记下。 而不少人也是明白,沐云的回归,也是代表着,新一代的九命天子和封天神弟弟名之间,又将会是一场风暴。 只是,这风暴何时到来,却是无人得知。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沐云每日里和萧云儿的雨水之欢,甚至有些乐不思蜀的味道在其中。 而招呼萧云儿一人,沐云可谓是精力充沛,倒是萧云儿,逐渐开始吃不消。 夜族,一座百花绽放的山谷内。 这一天,西婉依旧如同往日一般,在花圃田地之间,耕耘劳作。 此刻,一道白衣少年狼身影,一步步走入山谷内,覆手而立,站定在西婉身后。 西婉徐徐起身,朝着身后瞥了一眼,慢悠悠道:"来找我这老婆子做什么?" 看看你吗?那鞋一气息营绕全身的少年狼,此刻笑道,顺便打听打听沐青语的下落。 破鞋,你实力滔天,自己去找他就是了,问我,我如何能知道? 破鞋却是笑道:"好歹你也是他岳母吗?" 岳母。 西婉笑了笑道:"我这个女婿,谁都猜不透她,连地名也猜不透她,你以为我能知道什么?" 好吧好吧,那问你讨要几种丹药总可以吧。 西婉看了看破鞋,没开口。 这都不愿意给。 我还想着去第九天界看看,能不能帮你女儿一把呢,老婆子,别那么抠馊嘛。 哼。 西婉却是随手一挥,几个玉萍,出现在破鞋身前,道:"现如今局势不明朗,你也别自己乱晃悠了。 多谢好意,除非遇到地名,否则还没人能留住我,告辞了。 破鞋笑了笑道:"对了,见到你女儿,我会跟她问好,告诉她你一切安好。 还是少提提我这老婆子,多说说她儿子吧。 也成。 破鞋身影一闪,消失不见。 夜族之内,却是无人察觉。 西婉蹲下,继续耕作,可是徐徐,却是站起身来,叹了口气。 清宇这孩子,与破鞋都有合作,此人协议诡异,爱,一声叹息,却是道出颇多担忧的心绪。 第3932章天塌了吗? 日子看似平静下来。 沐云每日里就是处理夜族内的事情,在夜族掌控的两百多座较大的城池之间,也是去了解到不少讯息。 关乎于夜族消息的渠道,和各大势力之间交易往来等等。 返回夜族内,则是与萧允儿度过二人生活。 一晃,半年时间过去。 至于沐清宇所说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也没发生。 沐云也是逐渐适应夜族内的一切事宜。 这一天,一大早。 沐云慵懒得睁开双眼,怀中萧允儿,略显疲惫的神情,看上去别有几番韵味。 醒了。 看到萧允儿睫毛微闪,沐云笑了笑。 太累了,我再睡会。 萧允儿一个侧身,曼妙曲线,展现在沐云眼前,沐云心思活动起来,却是被萧允儿嘟囔着推开。 无奈,沐云只得起床。 打开窗户,以澜而望。 这样的日子,让沐云这段时间,也是感觉颇为舒适,心中更是愈发疼爱允儿。 只是,每日的修行,该做还是要做,否则,怎么能保证以后还有这般惬意的生活。 看着偌大的夜族,建筑一套叠着一套,连绵开来,一大早,四周已经有不少人开始一天的忙碌。 沐云目光,看向东方,地平线之上,太阳缓缓升起,阳光温和。 只是,目光看着那太阳,逐渐,却是光芒暗淡下来。 沐云甚至以为自己是逐渐晃了神,闭了闭眼摇摇头,再次睁开双眼,只觉得天地看起来,更加昏暗了。 而此刻,夜族内,不少人也是抬头看着天空。 怎么回事? 天,怎么突然暗了下来? 而此刻,沐云身侧,萧云儿披着一件沙衣,肌肤若雪,若隐若现,赤着狱卒,来到沐云身侧,你难道,怎么回事?我一觉睡到天黑。 不是。 沐云此刻,指了指天,却是道,真的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异变了。 萧云儿此刻抬头看天,却是嘴巴惊讶地张开,玉手捂住小嘴,惊呼道:"这是,天塌了吗?" 此刻,夜族内外,所有人皆是看向天空。 原本朝阳万里,可是突然之间,天空暗淡下来,仿佛末日到来一般。 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所有人皆是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不多时,庭院外,夜福和夜勋赶来,急忙道:"沐云,有大事,快到义士大厅。 好。 收拾妥当,沐云与萧云儿一道,来到夜族义士大殿。 此刻,已经是聚集了上百道身影在此。 夜星泽,夜清寒,夜香薇,夜景天,夜紫昂,夜福,夜勋等和新子弟,也是纷纷到来。 怎么回事? 不知道呢? 夜星泽开口道:"突然之间,就出现此等变故,而且,不只是夜族,整个逍遥盛须,都是如此。 这话一出,沐云神色一变。 整个逍遥盛须,都是如此。 这可真的是称得尚未惊天动地的大变了。 而不多时,施美云,爱怨柳,尤飞夜三人,在此刻走出。 大家稍安勿躁。 施美云开口道:"已经派人去查探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 初步判断,是空间撕裂,有什么东西,来到了逍遥盛须之地。 施美云这边话语刚落下,大殿内,几道身影进入。 那其中一人,沐云见过,正是夜逍遥四位徒弟之一的姬无影。 姬无影此刻走上前来,道:"查出来了,空间撕裂,是一座洪荒时空战场遗迹,从时空之间,露出一角,才造成了此等局面,整个逍遥盛须现在,天空之上,皆是被覆盖。 此话一出,可谓是石破天惊。 一座洪荒时空战场遗迹,覆盖了整个逍遥盛须,这还只是一角。 这无异于是告诉大家,海面上出现一座万丈高山,本身就是很惊世骇俗了,可是这只是高山露出的一角罢了。 详细情况呢? 详细情况,须得进入之后再说了,需要组织人手去看看了。 立刻去办。 嗯? 姬无影带着几人离去。 施美云再次道:"大家不必着急,先回去吧,等等情况再说,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他各方也不知道。 众人一一退出大殿外。 沐云与萧允儿二人,返回庭院内。 我听沐叔叔说是惊天动地的异变,可没想到,如此惊天动地,该不会是沐叔叔将一座时空战场给搬来了吧。 搬动类似于一大天界的地狱,来到此地。 这也太惊世骇俗了。 即便逍遥盛须,当年的逍遥神帝叶逍遥,也是搬运一座大陆,而逍遥盛须发展至今,地狱比肩一大天界地狱,那也是这么多年来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 可是现在,沐云与直接弄来一座不知道比逍遥盛须大上多少的一技之地。 这……老爹太胡来了吧。 接下来,过了几日时间,大家一直在等待。 而这一天,秦梦瑶带着沐云丹从兵皇族返回。 见到沐云,秦梦瑶也是直接开门见山道:"沐叔叔这次,是想做什么?直接搬来一座时空战场一技。 这是要各方在逍遥盛须头顶上打起来。 沐云无奈道:"我也不知道啊,我爹根本没跟我联系。 秦梦瑶继而道:"这次,整个苍蓝世界都震惊了,各大天界,各方势力,都派遣武者到逍遥盛须来了。 这点,沐云并不惊讶。 这么大的事情,谁会不来? 各大天帝那边呢? 现在看还没动静,不过各大天帝在逍遥盛须都有耳目,行动是肯定的。 秦梦瑶继而道:"这次,沐叔叔是要送给你什么?这一技内是什么? 可是,如此大张旗鼓的出现,各方都会出动,谁能到手还不一定呢?既然父亲送来,自有深意,打探清楚,必是要进入一探究竟的。 嗯? 几人抬头看天,此时此刻,逍遥盛须之上的天,仿佛时空裂开,雷点密布,乌云飘荡,全然是一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场景。 而各方势力,众多武者们,也是纷纷神色骇然,心中意识明白。 或许,真的会有一场风雨,即将到来了。 第3933章 这是谁干的? 又过了半月时间,总算是有消息传回来。 经过各方验证,这里,确实是一片时空战场遗迹,不过,这所展现的,只是入口而已。 而且,这入口,颇为广泛,覆盖了整个逍遥盛须上空。 至于深处,到底是什么一帆天地,谁也不知道。 派遣去的强者们,容天境、伐天境、封天境级别的,根本无法进入。 强大的天地之力,排斥着他们,使得他们只能够在外围一探究竟。 而各方一直在打探消息,沐云在叶族内,也是不断得到消息。 直到最终,大家终于是确定。 这里,确实是入口。 一座洪荒战场遗迹的入口位置,被直接撕开了,投放到了逍遥圣须之地。 这是谁干的? 即便是称号神称号帝,也根本没这个实力。 除了帝鸣和沐云这两位神帝,还能是谁? 只是,这二人,到底是谁做的? 一时之间,整个苍蓝世界,议论纷纷。 这一天,沐云得到确切消息。 夜族舞者打探得到的消息,几乎可以确定。 这一座洪荒战场遗迹,是被人硬生生塞下来的,而入口位置,被扩展了成千上万个。 但是,入口处,却是存在限制。 容天境,伐天境,封天境级别舞者,无法进入。 会被强势的天地规则给震慑。 至于超越主宰境的,更不可能进入境去。 而且,这入口,是被认为撕裂开来的。 明白这一点,沐云算是彻底确定,这就是老爹的手笔了。 肖云儿忍不住道,沐叔叔这次,可真的是大手笔了。 超越通天境舞者,一一律无法入内,这明显是给你一处战场。 这次闹得这么大,各大一等势力内的舞者,绝对会进入一探究竟,到时候,化天境和通天境级别,只怕会成为主力,这是让你在其中历练,争取突破到达戎天境再回来。 沐云又何尝不明白。 把一处洪荒谷战场一记入口直接扯到逍遥盛须来,更是限制了超越通天境舞者进入。 这百明了是给他搭好了戏台,就等他登台唱戏了。 这一点,可见父亲用心。 只是,沐云更好奇的是,这一座洪荒谷战场一记内,到底会有什么? 说到底,他只去过第七天界内的七兄天,洪荒谷战场,去的比较少。 既如此,等待沐族这边消息,准备进入谷战场内吧。 秦梦瑶直接道:"我也返回兵皇族内,和火凤族商讨,该派遣那些人进入一探究竟。 嗯?秦梦瑶现在身份地位极高,此等大事,兵皇族内,自然是缺不了他。 沐云抬头看天,微微呼了口气道:"温柔香里流人畜,总是让人舍不得,可是,也该看看,这诸天万界内的天骄们,到底是何等实力了?" 沐云旦此刻拉住沐云手掌,忍不住抬头问道:"爹,什么是温柔香?" 此话一出,沐云和萧云儿皆是神色一正。 此次,我与你一道。 萧云儿也是道:"现如今我也是通天境境界了,可以进入,也是一种磨练。 练。 姐妹们或许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自己,我也不能落后。 沐云旦急忙道:"那我呢?我不要回萧族,要么爹爹,你把我送到冰皇族吧,二娘娘的娘亲可好了,可疼我了,天天陪我。 蓝莹宝 冰孝辰的夫人,也算是沐云的岳母了。 小雨旦陪我老太婆子如何? 正在此刻,一道笑呵呵的声音响起。 西婉不知何时,出现在房间内。 外婆,年轻人,就该出去闯荡,你父亲给你创造了地方磨练,那你就去。 西婉笑呵呵道:"小雨旦,我来照看。 你们二人,就放心去。 沐云和萧云儿闻言,点点头。 那边已经是准备计划了,你们也去听听吧,雨旦我就带走了,放心吧,我虽然老了,可是看个孩子还是没问题的。 多谢外婆。 臭小子,谢什么,去吧,闻。 沐云和萧云儿又是告诉了沐雨旦,嘱咐几句,便是离去。 西婉蹲下,看向沐雨旦,笑了笑道:"小雨旦,太姥姥带你到一个好地方玩,去吗? 哪里呀? 你去了就知道了呀。 好啊,西婉站起身来,牵着沐雨旦,看向沐云和萧云儿离去的方向。 洪荒谷战场一记,如此凶险,再加上各方化天境和通天境进入,沐清雨呀,你这孩子,又在想什么,如此凶险,你就不怕小雨有去无回。 西婉叹了口气,带着沐雨旦离去。 而另一边,叶族一室大殿内,再次聚集了上百道身影。叶兴泽,叶香薇,叶紫昂等人,皆是在场。 看到沐云到来,几人也是一一打过招呼。 这次,事情大调了。 叶景天一脸神秘道,族内准备派遣化天境和通天境武者进入,一探究竟,听说,六大家族也是这样打算,还有逍遥圣须外的不少势力,也是开始暗暗准备了。 这洪荒战场一计出现,感觉像是一场各方天交们的鄙视场地了。 沐云也是点头。 而不多时,施美云、艾苑柳、尤非夜三位夫人到来,果然是下达了命令,挑选合适的化天境和通天境武者,进入时空战场内。 而当事情宣布之后,沐云则是找到了三位舅娘,告诉了她所知道的一切。 之前并不确定,现在是真的确定了。 刘非夜听到沐云的叙述后,哑然失笑道:"你父亲还真是,三位舅娘知道了。 倒不是那么确定,只是猜测。 艾苑柳也是开口道:"你这次告诉我们,算是让我们很肯定了,你父亲这么做,倒也挺好。 除了第九天界,其他八大天界,八位天帝的势力,以及龙族、凤族、泰坦族、魂族、古族、麒麟族、武灵族、九幽翼族这些顶尖的种族,加上冰神宫这一类的人族超级势力,还有其他各族和各大人族势力,这是一场盛事了。 施美云点头道:"你父亲所做的这些,倒是颇为有趣,算是无形之间,将各族添交,聚集到了一起,而这一点,可以让你好好磨练自身了。 第3934章出发 施美云看向沐云,认真道:"这次,我让叶景天,叶子昂与你一道。 叶香薇本来也是九重境界,可是即将突破到达戎天境了,不适合进入了。 景天和紫昂二人,皆是通天境九重,此次带队最好。 同时,叶君和叶芙也与你们一起,算是让他们也提升提升。 沐云闻言,点头道:"我一定保护好他们。是他们保护你才对。 爱怨柳孝道:"你无需有太大负担,此次我们会商定好,派遣族内的通天境,划天境前往,与你一道,保证你安全。 至少,不能让他人以多欺少。 嗯?交代了沐云一些事情,施美云,爱怨柳,尤飞叶三人也是离去。 现如今的叶族,大大小小事物,皆是三人做主,离不开的。 沐云和萧允儿二人,也是返回府邸内,等待最后出发的消息。 这次,事情不是一般的大,不可小觑。 沐云现如今到达化天境八重,而此番,荒谷一计战场时空内,只能容天境之下进入。 父亲或许是想让自己在里面到达通天境顶峰了。 沐云也是全身心投入到自己武决的再一步精进和提升。 事到如今,他须得好好提升自己的战力。 须灭葬神剑绝。 大荒遮天首。 以及羽化七神阵和黄泉九英阵,这两座大阵。 这些依旧是他现在的主要手段,随着自己到达八重,九重甚至十重境界,此等威力,会越来越强。 十日之后。 叶族内。 亦是大殿前,道道身影立定。 仔细看去,足足接近千位主宰镜。 仙人。 这就是叶族的底蕴。 而且,这些并非是叶族内所有的通天境、化天境主宰,只是从各个城池地狱内抽调回来的主宰镜们。 可想而知,加上容天境、伐天境、封天境、叶族主宰镜数量,也是一个恐怖的层次。 施美云、爱怨柳、尤非叶三位夫人,立于众人身前。 诸位。 尤非叶此刻开口道,这次,一计之地,是机遇,也是危险,族内挑选出你们,是对你们的信任。 此次,不只是我叶族、萧族、楚族、南宫族这些,必然也是会前往,你们也知道,这些人与我叶族的恩怨。 我希望你们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小心谨慎。 我更希望,你们能够全部活着出来。 此话一出,众人皆是点头应是。 出发。尤非叶手掌一挥,直接下令。 道道身影,在此刻纷纷出动。 上千位主宰镜,在诸位强者带领之下,直接升空而起。 洪荒战场一计入口,就在大家头顶,升空可达。 而各大势力,也是会通过这些入口,进入其中。 当来到万丈高空之上,只见得天地时空在此刻扭曲。 这是空间被强大的力量所震慑,而发生的诡变。 此等诡变,使得四周空间,变得漂浮不定。 而且,所能够承受的力量,也是减弱,因此,通天境之上武者,自身席卷天地之力,会引得时空坍塌,丧命于此处,所以无法进入。 施美云开口道,便送你们到这里了。 切记,小心为上。 众人皆是点头。 此时此刻,叶景天,叶子昂二人带队。 这二人皆是通天境九重境界,不过距离容天境,还缺少一些底蕴积累。 叶族儿郎们,出发,随我征战四方。 叶景天一声大喝,哈哈一笑,随即踏步而入,身影被时空席卷,消失不见。 而与此同时,一道道身影在此刻也是离去。 叶芙,叶君,沐云,消允儿等人,逐一消失在入口位置,眨眼之间,这一处入口,已经是安静下来。 施美云等人,站在原地,正正出神。 走吧。 徐徐,施美云开口道,我等也不可能庇护他们一辈子,总得靠他们自己驳出一片天地来。 嗯? 爱怨柳也是开口道,沐清宇搞出这么大阵势,恐怕这一处洪荒时空战场一计,没那么简单,希望沐云他们都能够平安归来。 会的。 此时此刻,叶族等人,皆是返回,逍遥胜须。 北域之地。 一处古迹战场入口位置,此刻,数千道身影,在此刻站定。 一眼看去,这数千人,皆是整齐站定,气势强大,赫然皆是主宰镜。 而此刻,数千人之前,三道身影站定。 其中一人,正是沐云当时去萧族所见到的萧红天。 而另外二人,气势同样强大,实力高深莫测。 楚温清,南宫凌云,该出发了。 萧红天开口道,此次,我们三族,三千余未化天境,通天境子弟进入,三族联合,遇到哪一方,都不会畏惧。 嗯? 一身宫装,代表南宫家族的南宫凌云点点头道,上次,沐云让萧族出了那么大丑,这次,想来沐云定然会进入此地,萧族可得把握住机会了。 楚温清此刻也是冷哼道,楚运航死在秦梦瑶手中,楚帆远大哥可是暴跳如雷,这次,若是遇到沐云,我楚族子弟,不会放过他的。 萧红天眼神冷俊道,希望这小子,别死在他人之手。 而此时,人群之中,几道年轻身影,也是聚集在一起。 楚昊,一名青年笑道,听闻楚灵都是被那沐云杀了,据说那沐云只是化天七重境界,楚灵可是通天一众了,此时是真是假。 南宫丹蝶,你是在挑战我吗? 身材高大,气质不凡的楚昊,此刻冷哼道,我若是遇到沐云,必杀之。 听到此话,风采动人的南宫丹蝶笑了笑,没再多说什么。 这次,楚族出动人马,这楚昊,通天九重,无疑是最强的一位,真要是惹怒了楚昊,对他也没什么好处。 说到底,最为气愤的,该是萧允辰你了吧。 南宫丹蝶笑吟吟道,那沐云可是打了你们萧族的脸,这次,要不要我帮你。 萧允辰,萧族添骄。 听到此话,萧允辰默然道,我不关心这事情,我只关心,这一季内,到底有什么,又为何会出现在此地。 第3935章 地心天地 不是没这个可能。 南宫丹蝶也是笑道,不过此番,不只是我们,我想拓跋族,荒族,君族那三方的几个妖孽,此次也该现身,准备进入了,说不定在里面会遇到。 他们若是不来,我倒是觉得,少了许多乐趣。 楚昊此刻笑道,不管这次,是谁鼓道出这么大动静,想要做什么,结果,只能是容天境之下舞者入内,那我便不惧。 此刻,三族大军,集结到一起,准备出发。 道道身影,进入时空裂痕通道内,逐一消失不见。 而同时…… 逍遥胜须,难遇未至。 唾拔族众人,一一登空。 身为唾拔族族长,唾拔炯此次,亲自出马,送唾拔族骄子们离开。 我唾拔族被认为是六大族底蕴最弱的一方,这次,该是展现我唾拔族的气势来。 唾拔炯声音洪亮,道:"你们,须得释放出属于你们的光芒万丈。 听到此话,一名名唾拔族子弟,眼神火热。 今时今日,不同往昔。 他们唾拔族这些年来的发展,他们自己最是清楚。 旁人若是再小去唾拔族,那将会是付出惨痛的代价。 唾拔勋。 唾拔炯此刻看向一名青年,道:"这次,你是唾拔族的最强者,当得担得起自己的责任。 那青年武官若刀削,身材更是健硕,此刻点头道:"组长放心,定不负组长所欺。 好。出发吧。 道道:"道道拓拔族子弟身影,在此刻一一消失不见,不止如此,君族,荒族两方,也是集结了各自族内的化天境,通天境武者,加上戒卫武者,纷纷出发。 此番,是机缘。 可到底是谁的机缘,谁又能说得清楚。 各方天之交子聚集,这将会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历险。 而与此同时,不只是逍遥圣须内众人开始出发,各大天界之中,也是各方蠢蠢欲动。 第一天界 苍蓝世界,九大天界分门别离,各有特色。 但是,不管怎么说,谁都无法绕开第一天界。 九大天界,并非是按照实力底蕴强弱来安排名号的,可是,第一天界,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因为,坐镇第一天界之主,乃是帝星。 帝星,据说也是封天神帝帝明第一个儿子,在诸多儿子厮杀之中,脱颖而出。 据说,帝星追随帝明的时间最久,从太古时期活到了远古时期,活到了现今。 据说,帝星身为九大天帝之一,一人之战力,可以比你两位天帝。 九大天帝,每一位在称号神称号帝级别,都是极强的人物,若不然,也不可能一人坐镇一方天界。 当年被杀的帝渊,也是因为穆清宇未成神帝之前,重创受伤,才会在叶宇师出世之间,被穆云和谢卿所杀。 那时候的帝渊,并非是真正的帝级实力,欠缺很大。 帝星一位天帝,一位天帝,战力可比你两位天帝,可以看出其实力强大可怕。 可是,这些,都是据说。 帝星是不是地名长子,是不是从太古时期活到现在,是不是一人可占两位天帝,谁也不知道。 因为到了这个级别的人物,极少出手。 即便是出手,也不是主宰镜武者们所能够知道的。 可不管如何。 帝星身为第一天界霸主,创建星神宫,更是能够在百万年以来,在第一天界,与龙界相邻,甚至可以说是震慑龙界,便足以看出,帝星的强大之处。 人人都道,人帝乃是神帝之下第一人,称号神称号帝级别之首。 可是,也有人说,帝星,只不过是仅次于人帝罢了。 星神宫 第一天界内,各个人族势力,各大种族势力,但凡提到,无意不是面色畏惧,心惊挡寒。 这是多少年来累积的余威。 偌大的星神宫,眼线可谓是遍布整个第一天界内外,无人敢不从。 星神宫内,一共七位公主,皆是听命于帝星天帝。 此刻,浩瀚如海一般的星神宫之地,一座座亭台楼阁,仿佛与天帝齐平,道道红光,飞跃天帝, 仿佛架构出一道道桥梁一般,横跟在七星宫上空。 七星宫内,一座高大悬空的阁楼之内。 昏暗的大殿之中,此刻,七道身影立于黑暗之中。 上手座,一道身影,斜靠在座椅之上,周身似乎被黑暗笼罩,令人不得见其真容。 逍遥圣须那边,现在如何了? 优雅的声音,格外好听,在此刻响起。 启禀天帝大人。 下方,七人最后一位,在此刻拱手道,叶族,萧族,楚族,南公族,拓跋族,君族,荒族七方,已经是派人进入其中了。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第五天界神炫门,以及谷族,也派人急忙赶聚了。 第八天界,飞黄神宗,以及魂族,也有精锐前往,听及此话,优雅的声音再次响起,笑道,有意思了,这么大动静,当年叶逍遥也能做出来,本作的实力,是做不到这一步,放眼苍蓝,能做到这一步的,也只有父亲和穆清宇二人。 既然限制了戎天境,伐天境,封天境进入,那就是穆清宇为其儿子所做的一场历练之举了。 老九死后,第九天界被叶玉师和独孤叶二人占据,那几个古神古地,现在也不想与叶玉师为敌,我听说云殿发展的挺不错。 优雅的声音淡淡道。 云殿之内,现如今大多不过是界位境界,主宰境几乎没有,不足为虑,大人多虑了。 是吗?那座椅之上的人影,站了起来,副手而立,笑道,当年的穆清宇,何尝不是不足为虑,可是现今呢? 叶玉师此人,看似性格急躁,可是做起事情来,加上他的手段,各大古神古地的积累,云殿要发展起来,很难吗? 等到第九天界彻底开启,与整个苍蓝融为一体,那那些人这么多年被压制的天赋,将会彻底爆发,到时候,不知道会诞生多少位主宰境,云殿届时。 只怕是会成为一介霸主。 此话一出,七人之中,为首一人却是躬身道,天地大人,那我们对第九天界的封禁,是不是要加大力度? 第3936章我很佩服这个人。 只要维持以前的状况,再拖延他们一段时间便是了。 回头,我会和老二,老三知会一生。 是。 叶羽师和独孤叶当年便是感觉到,第九天界,帝渊虽然施展手段,封禁御界,可是仅凭他一人之力,断不可能做到这一步。 更何况,帝渊当时,并非巅峰实力境界。 虽说不知道是谁,暗地里加大了对第九天界的封禁,可是二人也有猜测。 几位天帝,可能性最大。 徐徐,帝兴再次道,这次难得这么热闹,不知道老二,老三,老四,老六和老七会不会参与,眼下,老五和老八出手,看来是等不及了,对逍遥胜虚,觊觎之心,越来越强烈了。 西道身影,此刻垂手静听。 沐青宇这次搞出这么大动静,无非是告诉了所有人,这是我为我儿子所设的修罗场,你们够胆就来,看看到底是我儿子厉害,还是你们苍蓝天骄们厉害。 既然战铁如此明显了,那就陪他玩玩。 老五的神炫门和老八的飞黄神宗,古族天骄加上魂族天骄,四方此次,皆是为了沐云,这小子如果这样都不死,那本座也无话可说,我就加点尽算了。 天地大人有所不知,逍遥胜虚内六大家族,这次,只怕也是要杀沐云的,之前消族,可是颠了很大面子。 哦! 帝星微微一正,随即笑道,如此甚好,只是,六大家族,当年被齐夜族,整整齐齐,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此话一出,七人皆是神色一变。 大人的意思是,不确定的事情,也不好说。 帝星再次道,沐青宇手段极多,这几十万年来,可没少活动,说实话,我很佩服这个人。 帝星叹了口气,方才缓缓开口。 夜逍遥神帝,夜宇师被困,看起来,沐青宇已经无力回天,逍遥胜虚夜族,也只是苟延残喘。 可是,这个人哪,一方面在人界内,等待自己儿子九世结束,一方面更是算计着帝渊,把帝渊算计到死,夜宇师脱困,另一方面又是在各大一等势力之间做动作,此刻,七人之中,一人开口道,天地大人或许高看沐青宇了,高看。 帝星哈哈一笑道,我还感觉我小看他了呢。 夜族之中,除了西晚丹帝,还有谁? 夜宇师被困,若非沐青宇,夜宇师不可能脱困。 很明显,夜族这些年来,逐渐示威,或许再过一段时间,六大家族忍不住,就回吞了夜族。 可是实际上呢,夜族这些年来,与老四管辖的第四天界内的兵神宫,关系密切,可谓是穿一条裤子了。 而且,十大龙族,当年随着祖龙陨落,也逍遥陨落,夜族和十大龙族关系,土崩瓦解,可是现在呢,汉海神龙一族和太古阎龙一族,依旧是强硬的支持夜族。 若非沐青宇,他们为何如此?难道是看中夜族本,夜族本身的东山再起?笑话。 再者,凤凰族,兵皇一脉的兵孝晨,与穆青宇也是关系不清不楚。 如今,八大最顶尖的一等种族,魂族和古族,是导向我们帝家,可是,九幽一族,麒麟一族,泰坦一族,武灵族这几方,却是态度模棱两可。 再加上其他一些人族势力,各族势力,算不上顶尖一等,可也有一等势力实力底蕴,那么多,都不知道,到底是谁的人呢?此话一出,七道身影皆是感觉心中惊愕。 难道穆青宇真的如此神通广大吗?当年,我父亲和叶逍遥,都曾评价此人为,魏面之子一般的人物,何为魏面之子?说句不好听的,就算穆青宇躺着不动,可能都会成为万界之主一般的人物,这就是魏面之子,连上天都是眷顾。 若非是为了他儿子,谋取更大的机遇,他早该是神帝了,虽是赞美,可是地心话语却是带着浓浓的不甘,极度。 他这一生,顺风顺水,身为神帝之子,最为强大的一位,任何时候都是万众瞩目。前半生,一直如此。 可是,直到穆青宇的出现,他的一切,看起来都不是那么耀眼了。虽不甘心,可又能如何?当年,万界都认为穆青宇是人帝,是仅次于两大神帝的人物,他地心却是被忽视,不甘心。 可是,九帝联手,追杀穆青宇和叶宇师,结果如何呢? 穆青宇跑了,叶宇师被擒。 地心心中便是明白,他这一生,都不可能超越穆青宇了。 有时候,不愿意承认,可却不得不承认,这种感觉,对于他而言,无法接受。 好了。 地心此刻摆摆手道,我让天宁这孩子去往逍遥盛须了。 摇光公主,听闻你有一个儿子,现如今也是通天境,叫,启禀大人,寻哲。 对,寻哲。 地心笑道,此子不凡,我看好他,将来说不定代替你摇光公主位置,此次,让他也一道前去吧。 目的只有一个,不计一切代价,斩杀穆云。 此话一出,摇光公主急忙躬身乘势。 天书公主,天玄公主,天机公主,你们三人,依旧密切注视第九天界内事情,叶语师的一举一动,我都要知道。 而且,多多与老二,老三那边沟通,若有机会,将第九天界重新掌控回来。 三位公主,此刻进阶公身点头。 天拳公主,玉衡公主,开阳公主,儿等三人,继续查询第一天界内的洪荒谷战场一记之地。 地兴难难道,洪荒谷战场,分散在苍蓝世界内各个天界之中,浩渺无穷,秘密,更是数不尽,这一点,我们不能比穆青语走得慢。 尊令。 地兴再次道,摇光公主,星神宫内的事宜,你继续全权处理。 是。 地兴此刻,身影逐渐消失,缓缓道,各安其职,去吧。 星神宫,第一天界霸主,七位公主,皆是声名远波之辈。 天书,天玄,天机,天拳,玉衡,开阳,摇光,乃是七大公之名,七大公主,一旦担任公主之名,便是以七公名字为名字,不再拥有自己的名字。 这是星神宫的规矩,也是地兴天地的规矩。 第3937章还是跑吧。 即便是龙界凤界泰坦界等,人族也占据了很大的数量比例。 而即便如此众多的生灵,居住在苍蓝世界内,可是偌大的苍蓝世界,依旧是充满着无尽的未知之地。 洪荒战场遗迹,便是如此。 最初,洪荒战场遗迹还是苍蓝内武者无意间发现,后来,却是在一个个时空密地之中,找到进入洪荒战场遗迹的入口。 而随着一处处洪荒战场遗迹,不断出现,大家对这些地方,也是越来越了解。 这是洪荒时期所遗存下来的古地,在时空之间,神迷而令人向往。 在洪荒遗迹之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生死道消或者是飞黄腾达。 逍遥胜须上空,遮天古迹,在此刻逐渐收回,可是,若飞跃到达上万丈高空之上,依旧可以看到,一些遗迹入口,尚未消失。 只不过,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之前那种恐怖的压迫感。 随着各方人马,不断涌入,遗迹出现的热度,越来越高,来到逍遥胜须的人,也越来越多。 只是这些,与已经进入遗迹内的沐云等人,确实没什么关系了。 洪荒古战场遗迹 一处山巒蝶杖的山林之间。 沐云,叶景天,叶子昂等人的身影,在此刻出现。 浩浩荡荡上千位猪仔,聚集在一起,看起来。 小掌踏在山地地面上,众人方才是真的松了口气。 虽说那一道道入口,看似平静,可谁知道,进入秘境后,会面临什么。 派出一队人马,朝四周探查。 叶子昂直接下令道。 很快,四五人一小队,一共十几队,直接出发。 叶景天,叶子昂,叶福,叶军,沐云几人,也是纷纷聚集到一起。 每一处洪荒战场遗迹,都有不同之处,大家都要小心些,切勿大意。 这次,我们是以历练为主,自然是找寻这洪荒大地上的一些古迹内的秘密,谢绝,谢气,谢丹以及其他一些天才地宝等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提升自身修为。 叶子昂话语落下,叶景天却是道:"这入口限制荣天境进入,你说我们两个都是通天境九重,万一要晋升了,怎么办? 荣天境主宰道超越五百米,景天哥,你虽然主宰道接近五百米,可是要跨过这一道坎,可是很难,说不定咱们最终要走的时候,你还没突破呢?" 叶军笑了笑道:"臭小子,找打是不是?"叶子昂却是道:"入口是逍遥胜须,出口未必是那边了。 反正接下来,小心一些,别出了差错。 是。 而几人商议之间,十几小队,在此刻突然折回,看向大部队,拼命呼喊着什么。 跑。 叶景天挠头,诧异道:"跑什么?" 而下一刻,只见得,山脉之间,十几人小队身后,登时间出现数十道身影。 那些身影,身躯庞大,百丈之高,奔腾起来,宛若是一座座小山一般,逐渐靠近,震荡的大地开。 开始抖动起来。 准备,迎敌。 叶子昂此刻直接高声喝道:"阿指那庞大的翼兽,身躯如山,四肢恐无有力,一身灰色毛发,根根如钢刺一般,一双眼睛,更是带着幽绿色光芒,形似野狼一般,可却是比野狼更加恐怖。 这是什么? 没见过,不知道。 应该是狼兽,但是是哪一种,就不知道了。 几人此刻,皆是手持兵刃,严阵以待。 上千位化天境层次,通天境层次主宰,还能怕这近百只狼兽。 呜呜呜,只是,突然之间,那为首一只,身材足足接近三百丈高大的狼兽,呜呜鸣叫之间,身躯一跃而起,一爪直接拍下。 呜,眨眼间,三只小队,全军覆没。那三只小队中,还有通天境武者。 可是在那狼兽爪子下,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直接被一爪子拍死。 紫昂啊,叶景天颤颤巍巍道,还是跑吧。我觉得景天哥说的有道理。 嗯?几人此刻,面面相去。 一巴掌拍死了十几位主宰径,这狼兽的实力,只怕是有容天境级别了。 他们上千人,面对近百只狼兽,就算彻底斩杀,那估计也被损失一大半人马。 刚进入洪荒遗迹之地内,什么都没干呢,就死上一大半人马,还玩个球。 撤!叶子昂一声大喝。 上千人迅速后撤。 可是,正在此刻,众人后方,传来道道轰隆声。 只见背后,又有上百只狼兽,飞扑而来,似要阻拦大家后路。 我,日,此刻,叶景天破口大骂。 左右两侧,分开逃散,人数太多,容易受到针对。 叶子昂当机力断道,大家先逃离此地,再想办法聚集。 好。 嗯? 登时间,上千人在此刻,纷纷散开来,朝着四面八方而去。 不少人跑得较慢,在狼爪之下,被直接拍成碎片。 此等恐怖的实力,让他们明白,即便是联合起来,也不过是送死,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分散逃走。 沐云和萧允儿始终一道。 仓皇神医在此刻,浮现在身躯表面,沐云速度,可以说几乎赶上通天静修为武者,与萧允儿一道,速度不慢。 后方,十几只狼兽,追击而来,不曾放弃。 这一跑,足足跑了上千里,那后方十几只狼兽眼见追逐不上,只好选择放弃。 沐云和萧允儿在一座高山之上停下,看向四周,一片平坦大地,没什么危机,二人方才止住脚步。 这就是洪荒遗迹。 萧允儿松了口气道,刚进来,就被追着跑了。 我当年进入过第七天界的七兄天洪荒遗迹,虽然危险,可是也没被这般强大的凶兽追逐。 沐云再次道,先想办法,找寻叶子昂和叶景天他们会合吧。 闻。 二人说着,起身便宇准备离去。 只是刚刚准备出发,远处,几道气息波动,空间微动,约满十几人一队,在此刻,朝着一个方向而去。 第3938章 寻金神罗盘 待得十几人离去,二人方才再次现身。 是萧族的人。 萧允儿直接道,领头的是萧哲,看他们的样子,不像是漫无目的的瞎逛,倒像是,与谁聚集。 去看看。 沐云当即道。 不去找叶景天他们了。 被那群狼兽冲击开,现在大家都是朝着四面八方而去,想找也不容易找,先不去找了。 沐云道,萧族的人,若是有什么发现,我不介意因他们一手。 萧允儿闻言,忍不住笑道,你现在是化天境八重,我也只是通天境一重罢了,你确定我们能因他们。 沐云却是轻轻捏了捏萧允儿脸颊,笑道,相信你男人。 我又不傻,他们人多强大,咱们就撤了,可若只是通天境一重二重级别的,我不介意,杀人越获。 欺负我女人和女儿,可不是一场挑战,斩杀几个萧族天骄就能够平息的。 萧允儿点点头。 二人此刻,直接出发。 一路尾随,足足前进了万里之地,前方,那十几人方才逐渐速度降落下来。 而最终,十几人来到一座山脉之内。 而此刻,山脉深处,一片纵横连接的高山之间,已经有十几人在此刻等待着他们。 萧哲。 那为首一人,看到萧哲到来,神色微喜,笑道:"我可只通知你了,其他人可没告诉。 仔细看这青年,正是当时,沐云刚到达逍遥盛须之际,在那皇帝宫内所见到的萧翰。 当时,萧翰是追随着萧家族老萧三树,沐云并未和其打过招呼,但是也记得此人。 大概是通天境二重三重境界。 让我不远万里赶来,萧翰,若是没什么好东西,我可不会饶了你。 放心吧。 萧翰此刻领着萧哲,来到几座大山之内。 你也知道,我父亲管理我们萧族的藏宝阁,此次出发前,给了我这么一个好东西。 萧翰说着,手掌一挥。 在其掌心,出现一道圆盘。 圆盘之上,雕刻着繁荣复杂的字迹符号,圆盘中心,则是一根指针,如同星罗盘一般,整个圆盘,通体金黄,边缘暗金之色,分外闪耀。 寻金神罗盘。 此刻,萧哲神色一变,低喝道,这是我们萧族的八品戒气,唯有容天静才有资格戒出,你,看你大惊小怪的样子。 萧翰却是笑道,我父亲看管藏宝阁,给我拿出来用用,此次试炼结束,再还回去就是了,怕什么。 这玩意可是好东西,只要有戒气戒丹的气息,用它搜寻,皆可有所获得,我们萧族独有,怎么样,你跟我合作,咱们二人,带着各自靠谱的人,这段时间,就在这一季内,寻找一些古地,若是运气好,遇到了什么八品级别戒气,戒丹,那我们可是赚大了,你我二人,此番出去,若是到达通天九重境界,再进一步,在萧族内,我们也是身居高位之人了。 各大一等势力内,化天境,通天境级别,并不算高层。 唯有到达容天境,才是真正的高层。 听到此话,萧哲也是心动。 看来你父亲对你记,对你寄予厚望,这若是被人发现了,那可是重罪,即便你父亲是容天境,也会受到重罚。 萧哲点头道:"既然如此,我二人一起,若是可以,说不定你我二人,将成为我们萧族顶尖天骄,那萧允臣整日谁都不放在眼里。 不就是因为他接近容天境了吗?咱们这次,大干一场。 好。 二人说着,来到一座山岳前。 萧翰手持寻金神罗盘,道:"我也就是带人路过此地之时,这寻金神罗盘出现动静,所以就停在这里,最后发现,这座山有问题。 在山岳山脚下,发现一条通道,可以深入山岳内,只不过,被一道石门困住。 说着,萧翰带着萧哲等二十余人,进入洞口内。 而此刻,洞口外,依旧有两人把守。 就是这里了。 此时此刻,一座高山之上,沐云和萧允儿二人,匍匐在地,看向山脚下。 萧翰和萧哲搅合到一起,沐云笑道:"看来,是萧翰有什么发现,通知萧哲来的了。 话说萧族内,大家也不一心吗?" 萧允儿确实笑道:"萧族发展这近百万年,底蕴和其强大。 萧氏子弟,成千上万,更有萧族收缆的一些家族和武者,内外极其复杂,几脉之间,彼此争权夺势,再正常不过了。 沐云呢喃道:"确实,家大业大,就是如此,想到以后,我这几个儿子女儿,若是因为我沐家太强大,争权夺势起来,也是头疼,你想得还挺远。 沐云认真道:"那当然了,我沐云此生,是要做最强的神帝,没有尽头的神帝,无上。在我之上无人可居,于我自身而言,境界永无止境,不存上限。 沐族,将来必定是万界第一大族。 我那些儿子女儿,谁敢争权夺势,我一巴掌拍死拉倒。 萧云儿闻言,却只是笑着摇摇头。 说得容易。 看到沐雨淡的沐云,几乎都是走不动路了,恨不得天天捧在手心里。 打!舍得吗?此刻,萧汉和萧哲进入山洞内,已有一柱相识间,并无动静。 沐云也不再贫嘴,道:"准备出手吧。 嗯? 二人此刻,身影一闪,消失不见。 而下一刻,萧云儿身姿灼然而立,出现在山洞前。 谁? 是你。 那两名弟子看到萧云儿,顿时谨慎道:"萧云儿,你已经背叛我萧族,前往夜族,在这里做什么?杀你们。 一道声音,在此刻突然响起。 正是沐云。 手持爆残剑,沐云身躯从二人背后,直接杀出,一道剑光落下,两道身影,在此刻纷纷倒地。 两位化天三重的家伙,说话还这么狂傲。 沐云收剑,体内吞噬和净化血脉运转,两位三重武者精气神,一收而空。 只不过,对于现今已经是八重境界的沐云来说,这两位三重弟子,所带给他的收益太小了。 进去。 沐云此刻在前,萧云儿在后,进入山洞内。 第3939章 林牙石雕 绵长的通道,一眼看不到尽头的浑暗。 这通道,乃是黑石打造,拱形通道,高有一丈,宽则是接近一米。 沐云取出暴残剑,释放出微弱的光芒,照射前方约门十米长的距离,小心翼翼行进。 一路上,并没有什么危险。 二人这般前进,仿佛进入到了山岳腹地深处,按照沐云感觉,现在可能是在山岳中心下方了,约门一柱相识间,前方,出现丝丝光芒。 沐云收起暴残剑,拉着萧云儿,靠近光芒位置。 而在此刻,来到光芒位置处,方才发现,这里已经是出口位置了。 再仔细看去,出口一丈高,一米多宽,仿佛光芒四射。 来到出口位置,沐云和萧云儿一时之间,却是目瞪口呆。 这出口之外,是一处广袤的天地,绿树森森,高达百丈,山岳起伏,重寿鸣角,那些高山,更有瀑布倒悬,一只只飞禽,振翅高飞,显得自由自在。 而沐云和萧云儿二人,则是出于半山腰位置。 此刻,放眼看去,这一处秘境,急目看去,不知急许深远。 别有洞天之处。 好半天,沐云方才缓缓道。 洪荒战场一计,果然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此刻,二人身影落下,来到郁郁葱葱的森林之地内。 肖哲,肖汉等人,是先进入此地的,现在却是没了踪迹,二人此刻,也是小心翼翼,并未大意。 至于山洞出口,沐云斩杀二人,也是留下一座幻阵,施展障眼法,除非有新人仔细搜寻,否则不可能发现。 他可不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被他人捡了现成的。 小心点。 嗯? 二人一路走在森林之间,不时之间传来的嘶吼声,也是让二人颇为谨慎。 而不多时,前方,只见得一只接近十丈高大的猛兽,全身覆盖林甲,如同一只鳄鱼一般的外貌,趴在地上,尾巴高高扬起,沉睡之中。 而其身侧,两具骸骨,还带着碎肉。 显然,是刚死不久。 看来是肖汉他们,遇到了这只大鳄鱼。 沐云传音道。 肖允儿回应道,这只鳄鱼,类似铁鳞巨鳄,不过,看起来比铁鳞巨鳄的鳞甲,更佳,有纹理,更苍老。 沐云也是道,这里是洪荒古战场,应该是洪荒时期所留,一些洪荒时期的荒兽绝种,可是一些或许生存下来,在这里的天地之间,继续适应,与我们苍蓝内的那些凶兽神兽们不同。 沐云还记得自己诸天图内那五小指荒兽,以及无剑谷山内,夜逍遥留给自己,带自己去掌控的九只荒兽一种。 这些,都是现今时代所不存在的。 绕开。 二人此刻,朝着其他方向而去。 一路上,也是遇到了好几只形状怪异的凶兽。 脖梗之上,长着三颗脑袋,如同猎狗一般的凶兽。 独行站立的金色巨猿。 扑闪着七彩羽翼,却是宛若雄鹰一般硕大的蝴蝶。 一些凶兽,让沐云和萧云儿二人大呼奇迹。 而在山林内绕了半天,二人也不敢玉空飞行,更不敢跳跃空间再行进,走着走着,却是迷失了方向,不知该去往何处。 羽恩逼,BSP,可是正在此刻,突然,森林之间,那些凶兽,一个个爆发出古怪的嘶吼声和鸣叫声。 金色的巨猿,暗林的巨鳄,三颗脑袋的猎狗,七彩羽翼的蝴蝶,此时此刻,纷纷快速行动起来。 而且,这些异兽,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而去。 跟上去看看。 嗯? 沐云和萧云儿二人,远远地跟随在那些异兽身后,只看到这些异兽,飞驰高空,或是在地面上攀爬,或是跳跃而起,速度极快。 不过半盏茶时间,几只异兽,纷纷停下。 四面八方,此刻聚集而来更多的异兽,每一只皆是格外不同,形状怪异,此时此刻,围绕在一座石雕前。 那石雕,足有千丈之高。 仔细看去,是一道人影。 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若非这石雕立在此地,丝毫不动,毫无生命气息,沐云甚至错以为是真人。 此刻,沐云紧紧握住萧云儿手掌,小心翼翼。 抬头看去,只见得石雕之上,那嘴巴位置张开,此刻,二十几道身影,正是站在石雕嘴巴内,俯视下方。 正是萧翰和萧哲二十余人。 这些畜生。 萧翰低骂道,一个个实力恐怖,好不容易绕开摆脱了,现在怎么又追上来了。 萧哲此刻却是认真道,似乎是因为,我们登临这雕像之上,惹得他们愤怒了。 不管了,好在他们不敢跟随上来,我们直接进去。 闻。 二十余人,此刻纷纷从雕像嘴巴,进入雕像内。 这千丈雕像,立于一座山峰一面,与整座山峰是镶嵌在一起的。 从嘴巴,似乎可以进入山岳内,看来,这两个家伙,说不得还真是发现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了。 沐云笑道,这些异兽,好像很尊敬这雕像,或许是他们的主人,所以萧和萧哲他们爬上雕像,让这些家伙顿时愤怒起来,可是对于主人的尊崇,又使得他们不敢逾越。 我们怎么过去,二人现在若是动身,恐怕会成为这一群异兽的发火点。 等吧。 萧和萧哲等人已经进入,他们二人现在在后方,无法进入,只能等了。 这些异兽,实力相当恐怖。 此刻,二人耐住性子,徐徐等待。 两人此时隐藏在一棵古树横出的树干之上,隐藏气息。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这些异兽似乎并没有离开的打算。 沐云等得无聊,双手也是开始不老实起来,轻轻探入萧云儿衣衫内。 把你手拿开。 萧云儿瞪了沐云一眼,传音道。 我就放在这里,什么也不干。 你找死啊。 二人此刻,四目相对,山林之地内,寂静的显得有几分诡异。 约马一个时辰之后,那些异兽,似乎终于没了耐心,纷纷离去,四下散开。 沐云此刻,微微一笑,起身道:"出发。 哼。 萧云儿哼了一声,无耻之徒。 沐云却是拉住萧云儿玉手,笑道:"我这也是为了缓解心中的紧张吗?" 话语落下,二人直接攀登雕像。 第3940章你说话注意点。 只是,当得二人刚刚登临雕像之上,四周散开的异兽,突然之间,返回了来。 那一只只异兽,盯着沐云和萧云儿的身影,眼神带着世人的恐怖光芒。 没事,他们不敢上来。 沐云安慰萧云儿道。 可正当沐云满心以为没事,继续攀爬之际,那金色巨猿,在此刻走出,手掌轻轻抓住雕像突出一脚,居然也是开始攀爬起来,我…… 沐云此刻,心中只想骂人。 快点吧。 萧云儿催促道:"看来这些异兽,也并非是一成不变,最初看到萧翰,萧哲他们进入,没出现危险,现在看到我们攀附,也没危险,就赶上来了。 闻。 金色巨猿带头,三头野狗,七彩蝴蝶,此刻纷纷都是动身。 那七彩蝴蝶此刻,震翅高飞,贴近石雕,直逼沐云和萧云儿而来。 找死。 沐云此刻,二话不说,暴残剑狱空而出,回身一箭斩出。 只是,当长剑贴近那七彩巨大蝴蝶之时,却是突然爆发出一道坑枪声。 只见巨大蝴蝶,触须轻轻一拍,暴残剑发出一道嗡鸣声,在此刻折回。 这么强,沐云一震。 萧云儿当即道:"通天尽实力,快走,若是被缠住,恐怕进不去那里了。 沐云也不耽搁,迅速攀爬而上。 最终,二人进入石雕人口中,看向身后冲来的几只异兽,停格在了石雕人口外位置,方才松了口气。 这些异兽,似乎想要追杀进来,可又是心存忌惮。 且不管这些,先走。 闻。 二人直接顺着石雕嘴巴,进入其中。 朝着后方走去,沿途道路,越来越宽广,并非是缩小,而是扩大。 沐云目光所及之处,石壁之上,镶嵌着一颗颗拇指大小的玉珠,使得四周看起来,并不暗淡。 而且,一路深入,并未看到萧翰、萧哲等人的身影。 逐渐,二人深入,天地在此刻,居然是豁然开朗起来,仿佛二人从一处狭窄之处,来到了一处广袤的山洞内。 山洞四周,一面面石壁,石壁四周,有许多通道,也有一幅幅画卷。 那些画卷,雕刻在石壁之上,清晰无比。 此刻,萧翰、萧哲等人,并不在这里。 沐云和萧允儿二人,看向石壁。 石壁上,记录着的是一场战争。 可以看到,战争分为两大派系。 一大派系的舞者,身着的铠甲,五服,皆是袖刻着一个苍老的古字下。 而另一派,则是穿着服饰,样式颇为统一,似乎是来自一大宗门,也有两个古字,可以看到。 开山。 萧允儿此刻不解道,这是什么字? 一方为下字,一方为开山二字。 沐云继续道,应该是洪荒时期的字体了,你不认识,也正常。 你怎么知道? 沐云笑道,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何我会知道。 当年,我也曾在人界内,看到这些古字,那时候,我只以为是苍蓝世界古老的字迹,可,既,可是到了苍蓝后,我才发现,并非如此。 这些洪荒时期的古字,我一看就认识,似乎,刻饮在我脑海里多少年了,萧允儿颇为惊讶,可是也并不明白为何。 沐云此刻看向壁画,道,似乎是下一方和开山一方交战的记录,而且,有时间记载,两方似乎至少交战了上百万年,不休不止,这些壁画,大概是记录这样一副场景的。 不过,壁画一些位置,出现破损,一些记录,也并不是那么全面。去这些通道内看看吧。 嗯?此刻,山洞呈现出拱原形,一共有四道门户,分散四个位置。 二人并不知道,萧翰,萧哲一群人是如何选择的,只能选择碰运气,选择了最左侧一条通道,直接进入。 绵长的通道,足足半个时辰后,二人方才看到通道尽头位置。 而此处,是一座石宫。石宫大门,整对通道位置,沐云和萧允儿转过一道弯,便是正对宫门。此刻,宫门打开,门口两名青年站定。 谁?谁?那二人看守宫门,立刻察觉到沐云和萧允儿,当即开口喝道。 只是,当二人看到,只有沐云和萧允儿两个人出现在这里之时,却顿时收起了惊慌感,直接喝道,此地被我们发现,而等是何人? 赶紧滚。 只是此刻,另一人目光却是看向萧允儿,惊讶道,是你。 其中一人道,这女人是谁?不过看姿色,看身材,嘖嘖,萧允儿。另一人直接道。 那人闻言,顿时神色一寒,手中一柄长剑出现,瞬间杀气凝聚。 萧允儿,你怎么出现在这里?你想干嘛?萧允儿的大名,在萧族可是十分响亮。 萧族年轻一代,许多人可能没见过萧允儿,只知道其天资国色,纯洁圣侠,可是,即便没见过,也是知道,萧允儿乃是通天境实力,不可小觑。 里面有什么?萧允儿开口道。 速速离开此地,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只是二人,此刻却是虎视眈眈,不曾回答。 怎么回事? 此刻,宫门内,几道身影走出,其中为首一人不耐烦道。 是你,萧允儿。 待看到萧允儿之际,那为首青年,却是大吃一惊。 萧乌允。 萧允儿再次道,里面有什么? 萧允儿,你这个萧族叛徒。 跟随沐云,背叛萧族,现在还有脸见我们。 背叛。 萧允儿却是冷笑道,这些年来,萧族从我身上,打探萧族老祖的秘密,帮助我萧允儿修炼,互惠互利,萧族内,可曾有人将我萧允儿当成萧族子弟。 哼,狼心狗肺的东西。 你说话注意点。 此刻,沐云却是开口道,早些年间,萧族便是带走我夫人,想要挖透我夫人身上的秘密,你们萧族不安好心。 现在一口一个叛徒的,合适吗? 沐云,你倒是好大的胆子,你二人就敢闯荡这洪荒战场一计。 找死。 萧乌云此刻冷哼道,萧汉和萧哲大哥皆在此地,不想死,赶紧滚。 第3941章 难不成你还想一对一? 沐云听到此话,确实笑了。 你若不这么说,我还真不敢做什么,可是现在,我想,你们应该是分开从四条通道进入吧,你萧乌云,带着这几人,是在这一条通道吧。 此话一出,萧乌云神色一变,瞬间出手,一掌拍出,直逼沐云儿去。 萧云儿此刻却是眼疾手快,瞬间阻隔下来。 此次萧哲和萧汉二人身边,一共有二十几人,这一对人,一共七人。 萧乌云是通天境,其他六位,皆是化天境。 现今的沐云,面对通天境,要想战胜,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可是面对化天境,确实没多少困难。 七重境界的沐云,面对九重十重,皆可战胜,更别提到达八重境界。 此刻,沐云直接杀出,逼近那几位化天境。 六人 四位化天七重,一位化天八重,一位化天九重。 沐云出剑,瞬间一道剑气逼近六人。 而在此刻,六人纷纷倒退。 化天七重的沐云,便是可以斩杀通天境级别武者,他们六人,此刻没敢大意。 只是,沐云这一剑,却是将六人逼退,靠近宫门。 萧云儿此刻也是明白沐云想法,直接出手,逼退萧沐云。 几人皆是退到十宫内。 此刻,沐云一掌拍出,将十宫大门关闭。 这一刻,众人皆是心中谨慎小心。 六道身影,将沐云团团围住。 可是此时,沐云却是冷笑一声,瞬间出剑。 须灭葬神剑绝。 这门七品剑术,依旧是极为适合现在的沐云,甚至得益于沐云实力提高到达巴众境界,此剑术的威力,更加强盛。 须灭葬山河。 一剑出,宛若山岳倒塌,江河倒流,只是,相比于之前,这次,那山岳仿佛从天而降,万丈之高,江河似有万里奔腾,绵绵不止。 噗哧噗哧,顶刻间,两名化天七重弟子,惨死当场。 另外四人,彻底猛了。 沐云却是并不管这些,出手一剑,再次杀出。 那领头的化天九重弟子,此时发狠,直接出手攻击,与沐云硬碰硬。 砰砰砰的低沉炸裂声,不断响起。 而此时此刻,沐云却是处于压倒性的优势。 须灭葬日月。 须灭葬天地。 须灭葬万剑。 一剑比一剑的力道更加霸道。 沐云甚至并未施展剑体,只是单纯的依靠宝残剑,依靠须灭葬神剑诀。 噗哧一声,在此刻响起。 那化天九重弟子,被沐云一剑划过胸膛,鲜血流出,身躯倒退。 另外三人,此刻脸色煞白。 可是沐云下手,却是果断狠辣。 如果让谁跑出去,给萧汉,萧哲二人报信,他和萧允儿的处境,则是会很不妙了。 此刻,三人联手,抵抗沐云。 大荒遮天手。 庞大掌印,从天而降,直接压制住其中一人,一剑挑出,断绝那人生机。 沐云在此刻,攻击力越来越强盛。 恐怖的波动,一道道席卷而出。 王八蛋! 那受伤的九重弟子,怒吼一声,怒吼一声,直冲沐云而来。 只是,结果,却只是死在沐云剑下而已。 其余三人,在沐云的迅猛攻击下,逐渐被斩杀。 六人,不过一斩查时间,被沐云彻底斩杀。 到达八重的沐云,提升了一个档次不说,对于须灭葬神剑绝和大荒遮天手的掌控,也是愈发熟练。 而且,也能够爆发出这两门戒绝的威力来。 这一刻,另一边的萧乌云看到这一幕,已经是心沉到谷底。 沐云,你比之前,更加强大了。 难道我还能一成不变? 沐云却是直接道,萧族对我夫人和女儿的仗,以后慢慢算,今日,就先从你开始。 此画一出,爆残剑光芒一闪,沐云手提长剑,直接画出。 下一刻,齐剑体五段,在此刻爆发。 须灭葬万剑。 笔直一剑,如指导黄龙,在此刻,呼啸迎空,瞬间斩出。 萧云儿此刻身影后退。 萧乌云尚未来得及喘口气,便是看到,沐云驱剑杀来,冷哼一声,提气,爆发,一道玄黄之气,瞬间释放,直接轰击沐云儿去。 东,沉闷的炸裂声,在此刻响起。 时宫内,宽敞的广场之中,爆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声。 沐云身躯,在此刻倒退而回,立于地面,站稳脚坑。 而此刻,萧乌云身躯停格在半空,却是满脸不可思议的看着自己胸口穿透的利刃。 萧云儿,你,只见得在其背后,萧云儿手持一柄短剑,没过其胸膛。 难不成你还想着一对一?萧云儿身影倒退,落在地面上。 砰的一声响起,萧乌云的身躯,跌倒在地,溅起片片尘埃。 沐云确定萧乌云身死之后,方才松了口气。 一位通天境一众,若是萧云儿与之禅斗下去,不及时解决,引来萧翰萧哲那些人,可就麻烦了。 萧翰萧哲本身皆是通天境二众的主宰了,再加上身边还有三四位通天境一众,若是合起来,他们二人,很难对付。 看看这里到底有什么。 嗯? 此刻,二人也不当个时间,直接穿过广场,进入大殿。 大殿大门,轰然之间打开。 前殿看起来,颇为空荡。 仔细查询一遍,并没有什么发现。 沐云和萧云儿来到后殿位置,一条长长的走廊之后,是一座花园。 不过,这花园在此刻,早已经是枯死,整个花园,到处都是充满着萧瑟。 而在花园中央,却是有一座凉亭。 凉亭四周,白色围满遮挡。 二人小心翼翼,来到凉亭内。 一张石桌,几把石椅,还有一具,海骨。 那海骨,在此刻,身上衣衫,早已经破烂不堪,似乎随时可能随风而逝一般。 而海骨此时,也是缺损不少,许多骨骼位置,已经是化为了飞灰,随风而逝了,只是,在海骨前,桌子上,却是放着几个竹简。 而且,竹简看似材质上等,尸体海骨衣衫都是腐坏了,可是这竹简,确实还算完好,只不过,依旧是出现了一些破损。 沐云打开两个竹简,仔细观看起来。 这是,修行戒文的法门。 沐云灯时间脱口而出道。 第3942章 恶元灾难 只不过,这种记载,如同是帮助沐云打开了新世界大门一般。 洪荒十七武者,修行道路,与我们现今时代,确实是有些偏差,只是比较下来,他们,更令人佩服。 沐云由衷赞叹道。 这竹简上记载的修行戒文的法门,比他这一段时间,在叶族内找寻的记录,要更加高明。 这不过是他在此处所得而已,还不一定是洪荒十七最精妙的修行戒文发掘呢。 现如今,沐云凝聚的戒文,已经是到达了二十二万道。 这可是他每日里都不曾松懈放下的修行。 不过,二十二万道戒文,所布置出的七级戒阵,也不过是对付化天四重道六重境戒武者罢了。 要想震杀化天十重境戒武者,戒文至少要到达三十万道才够。 也亏得沐云认识洪荒古字,否则,这门竹简,也只能放在诸天图内生灰了。 沐云将竹简收起,好好保存起来。 而此刻,拿起桌上的其他竹简,却并非是记录什么戒文修行,武绝之类。 而是随笔。 似乎是这位死去武者的随笔。 此刻,沐云看向竹简内的字迹。 说的是什么? 萧云儿问道。 下,代表的是下家,而开山,代表的是开山道宗,这一片地域为昔日大下狱,大下狱是,说到此处,沐云却是顿了顿。 是什么? 萧云儿更加好奇。 是,乾坤大世界一域之地。 乾坤大世界? 是什么地方? 此刻,沐云和萧云儿皆是神色微变。 此人名叫夏书元,是夏家族长夏文府之子,不喜参与夏家内的管理,喜欢做一个浪人,因此,在大下狱内,到处浏览,记录许多风景名胜之地。 大下狱,乃是乾坤大世界一域之地,地广物博,曾经杂乱无序,直到夏家和开山道宗的崛起,这两方,一南一北,吞没了其他势力,一跃成为大下狱的两大霸主,而两大霸主休养生息数十万年之后,便是开始了交战。 这个夏书元,对这种交战,十分厌恶,一路所见,皆是两方舞者拼斗。 而此刻,沐云也是明白,那壁画上记录的场景了。 夏家! 开山道宗! 夏家族长夏文府,人称文府大帝,开山道宗宗主,则是被称呼为开山道尊人。 双方交战十几万年,颇为激烈,可是谁也无法吞没谁,逐渐就转为时不时之间,爆发一场大战。 直到,沐云顿了顿,打开其他竹简,一一看过,方才道,直到,厄园灾难到来。 厄园灾难?厄园灾难,又被称为,十八神帝之战。 涂炭生灵,万界覆灭。 夏家和开山道宗,也是不免遭受此难,大夏于内,几乎覆灭殆尽,沦为废墟。 此刻,沐云缓缓将竹简收起,看向萧允儿,道:"我当年在第七天界时候,进入七兄天内,发现东华帝君所留下的东华古迹之地,东,帝,东华帝国所存数百万民众,在古迹内,生活至今。 蛇俊王几人,也曾与我说道,十八神帝之战,厄园灾难,沐云泥难道,十八神帝之战,波及甚广,据说最终,十八位神帝皆是出战,搅动得天地大变,日月轻覆,山河毁灭,洪荒时期,或许正是因此才会覆灭。 萧允儿寄儿道:"那这所说的乾坤大世界,是不是就是苍蓝昔年的名字?" 有可能,沐云寄儿道:"十八位神帝交手啊,他还清楚的记得,当年自己在第九天界内,与帝渊交手,父亲沐清宇和封天神帝地明真身并未立临,可是气势却是传遍了整个苍蓝世界内。 两位神帝,当有如此之威,何况十八位神帝。 而且,那是洪荒时期的十八位神帝,说不得实力比父亲,比帝明更强一些。 这十八位若是真的不计一切代价交手,天地确实是存在覆灭的可能。 如果是在那个时代,沐云忍不住道:"恐怕我们,难有活路。 我观这竹简内的记载,文府大帝,开山道尊人,都是称号帝称号神级别的强者了,可是在此等情况下,却依旧只能够被动受死。 连称号帝称号神都无法保全自身,更何况是主宰境。 萧允儿继而道:"洪荒是一个大谜团,谁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个时代的一切,与我们也是颇为陌生的。 沐云点头:"我一直觉得,父亲也是在查探洪荒时期的事情,或许与我九命天子命数有关。 之前,我曾想,身为九命天子,大不了一死,我不怕,可是现在,尘儿居然拥有与我一样的命数,我可以死,可是我儿子,不能死。 萧允儿闻言,轻轻抓住沐云臂膀,道:"你也不能死。 嗯,竹简内记载的内容,大多是关乎于大下狱的东西。 沐云浏览一遍,也是都收了起来。 此地并没有什么天才地宝,只有那几道竹简记录的戒文修行法门,对沐云比较有用。 沐云和萧允儿二人,继续查探四周,再无发现,便是离去。 来到出口位置,四条通道连接的山洞,此刻再看那些壁画,沐云却是感觉不一样了。 他们似乎还没出来,萧允儿看向其他三个洞口,道:"我们,进去看看。 沐云直接道:"都已经来到这里了,不进去看看,也说不过去。 嗯? 现如今,沐云到达画天八重境界,面对通天境,也不似以往那般畏惧。 而且,身边还有萧允儿这位通天境呢。 二人选择了第二条通道,直接进入。 这里,是夏书园留下的。 夏书园此人,也只是通天境九重级别实力,这也是沐云从竹简上了解到的。 洪荒时期,对于竹崽境的划分,与现今时期,并无太大差别。 譬如夏文府,称号神称号帝实力,超越竹崽境,被称为文府大帝。 开山道宗的宗主,也被尊称为开山道尊人。 只不过,这些超越了竹崽境,并未到达神帝境界的强者们,并不是一定被封为称号神称号帝,但是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称呼,彰显身份和实力。 第3943章 在玉南宫郡 前方,是一片漂浮的石台。 每一座石台,皆是一丈剑方,林林总总,一眼看去,悬空石台,足足成千上万块,蔓延至深处,不知通向何处,小心些。 沐云嘱咐道,便是踏着石台而上。 只是,当得沐云刚刚踏入到石台上之际,突然,石台崩塌,化作积粉,沐云身躯迅速下降。 眼疾手快之下,沐云迅速跳跃到另一块石台上。 只是,石台再次崩塌,沐云此刻,再次跳转。 接二连三,足足跨越了十几块石台之后,沐云方才找寻到了一座稳定的石台,立于其上。 这些石台,并非是安稳的,小心一些。 沐云以化天境便是可以反应过来,萧云而通天境,自然是没什么问题。 这时,二人皆是立于平稳的石台之上,便欲继续前行。 可是与此同时,洞口位置,树道破空声,却是在此刻响起。 只见得约麦识人,此刻突然出现在洞口位置,看向一块块悬浮的石头。 咦? 那为首一名青年,在此刻却是微微一愣,惊一声响起。 是你!是你!此刻,沐云和那青年皆是出生。 此人,沐云也见到过。 南宫郡!皇帝宫内,与南宫族的南宫园一道的。 和萧翰一样,沐云当时也没和此人交谈过。 当日只是远远看到你,却没想到,你就是沐云之子沐云。 南宫郡笑道:"还真是够巧的,在这里遇到你。 沐云也是笑道:"确实是挺小,我还以为,只有萧族的人发现此地。 外面的幻阵是你所留吧。 小巧精致,可惜,遇到真正的大阵行家,你那小幻阵,不是遮掩,反而是马脚了。 此刻,南宫郡身侧,一名青年笑道:"在下南宫爵,沐公子,你的阵术,不怎么样,我才疏学浅,倒是雕虫小记丢人了。 沐云却是笑道:"二位来此,也是为了寻宝,互不干预,如何?" 好。 南宫郡看向沐云,笑了笑。 他没必要和沐云结下两子。 逍遥圣虚内,六大家族和叶族,彼此间是不和,可那是族内高层的事情。 南宫族又没有和叶族开战,见到沐云,他也没必要要杀要寡的。 而且,萧族一战,沐云化天七重境界,却是斩杀通天境一重。 现在到达化天八重境界,或许对付通天境二重的他,打不过,跑得过。 再者,还有一个萧云儿在呢。 萧云儿这些年来,在萧族内,可谓是得到最好的教导,培养,实力不可小觑。 沐云看了看萧云儿,二人直接离去。 南宫爵却是看向南宫郡,低声道:"不杀他们吗?没听这家伙说吗?萧族也有人在这。 南宫郡笑道:"我们若是杀了这二人,被萧族的人看到,那不是平白给自己留下画饼。 此次叶族,叶景天和叶子昂带队,不确定他们身在何处。 再者,若是被人抓住把柄,那叶族将来报复,你我二人,通天境小辈,可是无法,是无法自保。 听到此话,南宫爵点点头。 这些石台,漂浮不定,应该是有阵法复威其中,大家都小心点。 是。 此刻,南宫郡领着众人,登上石台,快速前行。 前方,沐云和萧云儿一道。 小心些。 沐云直接道:"现在,我身份已经亮明,六大家族的人,明面上不会如何,可若是有机会,必然会对我下手。 沐云明白,他的出现,代表什么。 沐云代表的是沐家。 现在的沐家,看起来,只有沐云和他,父子二人。 可是实际上呢? 沐云成为神帝,岂会没有归顺者。 第七天界内的冰藏宫,便是沐云当年所创,若非第七天界内一战,沐云到现在都不知道。 除此之外,沐云难道就没有别的手段? 定然是有的。 现如今,万界内,没人会小觑沐家。 而邪家同样是苍蓝内的庞然大物。 他的回归,对外明确宣告,叶家和沐家,走到了一起。 这将会是一份不可小觑的势力组合。 更可怕的是,沐家的一切,大家都不知道,可是,沐家却是对大家,了如指掌。 此刻,倒倒身影离去,沐云神色平静,脚步跨出,仔细专注。 随着实力提升,随着他所了解掌控的越来越多,也是越发明白。 在第七天界,建立神府,联合玉鼎院四大势力,并且和冰藏宫血月建宗,在东阴玉,东华玉,东龙玉三大玉界之间,拉起同盟线,神府现如今看起来,有几位主宰镜,不过是四亿等势力抵运,连一等势力都算不上。 可是…… 东华谷国,潜藏的实力。 虎神尉 狮神尉 狮神尉 帝君尉 再加东陵郡王、虎郡王、狮郡王这三位强大的主宰镜。 若是全部展现出来,神府也是拥有可以和天上楼、皇阁这等弱一等势力叫板的实力。 沐云并未将全部放出来。 沐青宇又岂会如此。 外伯说,父亲这个人,喜欢讲什么事情都藏在心底。 也可以说是城府身。 可在这偌大的苍蓝世界内,城府不深,父亲又如何能够从当年一个小小的人界内小神,成为现如今的清语神帝。 此刻,沐云和潇云儿二人,速度加快,朝着前方而去。 凌空的石台,分布得越来越稀疏。 而粉碎的石台,也越来越多,可是一路之下,总算是有惊无险,看到前面尽头的一片大地。 而此刻,大地之上,却是有七八人站定。 仔细看去,那七八人,皆是萧祖子弟。 而为首一人,正是萧翰。 而此时,萧翰等人,意识觉察到有人到来,纷纷神色戒备。 沐云。 待看到沐云到来,萧翰顿时神色冷峻。 你怎么来这里了? 听到此话,沐云却是笑道,看到有一座山洞,就进来看看,历练不就如此吗? 这荒谷一记战场,任何地方都可能潜藏着极大的秘密,我自然想进来看看。 哦对了。 沐云笑道,不止我进来了,还有人呢? 第3944章你能闭嘴吗? 此话一出,萧翰却是脸色一寒,神情带着几分冷漠和谨慎。 后方,破空声响起。 南宫俊领着九人,在此刻也是出现。 萧翰。 看到萧翰,南宫俊笑道,刚才沐云说,萧族之人在此,我还以为是开玩笑,没想到,原来是你。 南宫俊,真的是哪都有你的影子。 萧族与南宫族,楚族三大家族位置,算是在逍遥盛须靠北的区域,因此,三大家族,彼此间关系不错,互为计较。 可是,萧翰对南宫俊这人,却是极为厌恶。 别提南宫俊,现在还有沐云在这里,萧翰更是心中不快。 早知道,便不与萧哲分开了。 此时此刻,南宫俊却是不把自己当外人,看向萧翰,笑道,如何? 可有什么发现? 南宫俊。 萧翰直接道,就算是有什么发现,也是我的发现,你在这里仓和什么?跟你可没关系。 只是,面对萧翰的厌恶,南宫俊却是笑道,这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大家那么巧,都聚集到一起了,互相看看,又不打紧。 若是发现什么天才地宝,你一人吞不下,我们联手,说不定更好呢。 是不是,沐云? 南宫俊此刻,倒是不惧萧翰。 可是萧族的人,不止萧翰一脉在这里,还有其他人,只不过现在没来而已。 所以,南宫俊明白,他需要帮手。 而拉起沐云和萧允儿一道,无疑是最好的。 虽说沐云和萧允儿只有两人,可绝对是不可忽视的两人。 沐云也是听出南宫俊言语之中的意思,笑道,萧翰,大家都是来历练,此地都是无主之物,你没到手,我们到来,你若一人无法到手,我们一起看看,未尝不可。 此刻,萧翰心中暗骂。 南宫俊也好,萧族也好,谁不想弄死沐云。 沐云回归,那归顺沐青语的势力,一定会和叶族联手,叶族就更加强大,他们处境就更难。 可是现在,南宫俊不管这些。 百明了和沐云一起,是要逼迫他的了。 萧翰冷静片刻,哼道,你们也看到了,度过那些灵宫石台,这里就是一座贴在石壁上的门户,可是以借文封禁,我这里并没有懂戒阵的人,南宫俊,你不是懂吗?你来看看。 萧翰领着几人,退了退道。 南宫俊微微一笑道,听闻沐云公子也是戒阵师,不妨沐云公子试试看哪。 沐云闻言,却是笑了笑,脚步跨出,看向前方。 山壁之上,如同是雕刻出来的门户一般,大门紧闭,仔细看去,足足十几米宽,数十米高大。 在门户上,雕刻着道道条纹,纹理清晰。 但是再仔细看去,每一道纹理,都是被借文充斥,连接成一片。 一眼看去,足足接近四十万道。 四十万道借文的借阵,斩杀通天镜武者都够了。 沐云现如今,不过是凝聚了二十二万道借文罢了。 男公爵公子借文造诣,远在我之前,还是你来吧。 沐云笑道。 男公爵听到此话,冷笑一声。 都道沐云是神帝之子,也不过如此而已。 此刻,男公爵走到前方,看着道道镶嵌在大门内的借文,指尖轻轻点过,一道道借,指尖轻轻点过,一道道借文流动。 那道道借文,如同画家手中的画笔描绘出的花纹一般,清晰明理,颇有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感觉。 借阵诗,可并不是谁都能够修成的。 这也是须得看天赋的。 男公爵走到前方,神色平静,手指挥动之间,道道力量凝聚而出,借文融合门户之上,信心满满。 咔咔咔,可是,随着男公爵的手段施展,那门户上,男公爵融入的借文,在此刻纷纷寸寸断裂开来。 这等情况,令得众人神情紧张。 你行不行啊。 肖汉不耐烦道,不行就别冲什么大尾巴狼,毁坏了门户,我们谁都进不去,什么也别想得到了。 此话一出,男公爵不满道,你能闭嘴吗?再次出手,依旧失败。 男公爵戒文,受到了极大的排斥,在此刻无法融入其中。 我来试试如何。 此刻,沐云却是笑了笑道,看来,有时候戒文足够多,未必就真的是戒阵造诣更高。 沐云 男公爵本就心烦之中,听到沐云此话,低哼道,你试试,你能行吗? 不试试怎么知道? 话语落下,沐云在此刻走出,脚步跨出,体内戒文,凝聚而出。 此等情况之下,沐云全身上下,力量爆发,恐怖的气势,弥漫开来。 这一刻,沐云凝聚戒文,掌控于手心之间。 只是,当沐云掌心戒文刚一出现,却是瞬间溃散。 看到这一幕,几人皆是醋眉。 男公爵却是哈哈笑道,你该不会是紧张的连戒文都无法凝聚而出了吧。 此话一出,沐云神色不变。 手掌微微一握,强大的力量,在此刻爆发开来。 他并非是按照素日里的法子,就开始凝聚戒文,而是根据那下书园留下的竹简内记录的办法,进行尝试。 男公爵已经是失败,足以说明,这些古老的戒文,是有洪荒时期的戒文运行法门的,现今时代的修行戒文法门,与之不容。 随着沐云出手,道道力量凝聚而出。 第一次,失败。 第二次,失败。 一连失败了七八次之后,沐云还是失败。 而此刻,男公爵冷笑道,还真不愧是神帝之子。 沐云对于此等冷嘲热讽,却是并不理会。 手掌一握,体内气势爆发开来。 恐怖的波动,在此刻席卷而出之时,戒文铺天盖地而出。 二十余万道戒文,在此刻,仿佛是化作了道道争破头脑的士兵一般,冲锋在前,冲入到那戒阵内。 恐怖的气势,在此刻释放而出。 而此时,那门户上的戒文,与沐云所凝聚而出的戒文,遥相呼应。 登时间,两种戒文融合到一起,门户在此刻,光芒闪烁,轰隆隆的声音响起,两扇石门,在此刻朝着两边退却,一片光芒,在此刻照射而出,使得众人皆是一手遮目,无法直视前方。 沐云此刻看向男公爵,笑道:"看来,戒文凝聚多,不一定就是对戒阵一路了解多呢。 男公爵此刻脸色铁青,却是没说什么。 第3945章折射之身 沐云和萧允儿二人,也是在此刻追随而去。 这个混蛋。 直到此刻,男公爵方才低骂一声。 别急。 男公俊笑道:"我看那萧翰,对沐云和萧允儿,比我们更加憎恶,现在没什么利益争夺,谁也不想现在打起来,待会若是有所发现,此刻,男公俊领人,也是进入其中。 此时此刻,众人纷纷进入大门内。 下一刻,光怪陆离的世界,展现在眼前。 入眼处,是一片广袤的空间,而空间上下,天地之间,树立着一面面镜子。 每一面镜子,一丈高,半米宽,矗立在空间之中。 当十几人进入到此地后,那些镜子内,折射出一道道身影,神乎其神,宛若真身。 顿时,整个空间内看起来,仿佛是成千上万人聚集在这里一般。 小心点。 肖汉领着肖族等人,开口道。 沐云和肖云儿一道,自然是小心翼翼。 三方此刻,分散开来,并不靠在一起。 朝着前方行进,那镜子内的人影,也是动了起来。 看到成千上万个自己在自己身前出现,这种感觉,过于古怪。 啊,突然,正在此刻,一道惨叫声响起,南宫俊身侧一名画天境主宰,突然惨叫一声,胸口咕咕冒出鲜血,显然是被人一箭刺穿了胸膛。 南宫嗨。 南宫俊此刻滴喝一声,看向四周,喝道,是谁动手的。 只是,沐云和肖云儿,以及肖汉,领着众人,却是远远站在另一边,并未说话。 他们距离南宫俊等人聚集不算近,不可能一朝毕命一位画天境,南宫俊,南宫爵没有任何发现和预警。 只是,死去一人,却是让沐云等人,小心谨慎起来。 这些镜子,似乎没那么简单。 沐云和肖云儿,不管这些,继续前行。 突然,一股危机感,在此刻生疼,沐云灯时间感觉头皮发麻,背挤声寒,几乎是下意识的,手掌朝着左侧一握。 噗,一柄四边见,此刻穿透沐云掌心,停格在沐云胸口。 鲜血滴答滴答流出。 沐云看向身前,顿时神色意冷。 那出手之人,从镜子之中显化出半截身躯,而且,其容貌和模样,正是,萧云儿。 沐云! 沐云! 萧云儿此刻靠近,那镜子内身躯,骤然消失不见。 看到沐云掌心出现一道血洞,萧云儿当即脸色变了。 你,我没事。 沐云徐徐道,这镜子,有古怪,可能是镇法的功效。 啊,而此刻,不远处,又是一道惨叫声响起。 萧翰那边,也死了一人。 此刻,萧翰大怒。 手掌一握,一拳挥出,似要砸碎身前的镜子。 可是在此刻,拳风呼啸而出之间,身前的镜子,却是如水波一般溃散。 但是,当萧翰拳风消散之际,那些镜子,却是再度出现。 这一刻,萧翰脸色铁青。 破除不掉。 与NBSP,P,可是刚进入,已经是死了两人了,谁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此时,沐云简单包扎手掌伤口,目光看向萧云儿,道:"小心点,我猜测不错的话,这镜子是障眼法,主要是戒阵作祟,刚才出现的身影,是你的模样。 在这里耗着没用,得找到阵眼所在。 一座大阵,总归是有枢纽位置。 而中心位置,才是这一座大阵的核心。 找到核心,并且破除,便可得破开大阵。 一般而言,戒阵的核心,就是戒阵师位置所在,那里是最难碰触到的地点。 只是,这一座戒阵,搭建在此地,日久天长,布阵者只怕早已经是不在。 沐云小心翼翼,看着身前。 二人一路前进,不多时,又有人影从镜子内杀出,直逼萧云儿。 只是有了预防,萧云儿也是抵挡下来。 这种随时可能出现的未知袭杀,才是最恐怖的。 一路深入,足足数百丈距离后,沐云和萧云儿看到,前方出现一面镜壁。 宽部之急许,蔓延开来,在两侧散开。 高部之急许,似乎伸展到天空之上,无尽头一般。 这一刻,沐云和萧云儿二人,驻足不前。 萧翰与南宫俊那边,带着十几人,最初各自死了一人,后来又听到两三声惨叫,不知道是不是还死人了。 沐云看了看镜面许久,方才道,进入看看。 二人此刻,直接朝着镜面靠近。 只是在此刻,镜面之中,突然出现一道沐云和一道萧云儿的身影。 那两道身影,阻拦二人去路,似要与二人交手。 折射之身。 沐云持剑,开口道,不必留情。 闻。 这镜面内出现的身影,充满了杀机,沐云自然知道该如何做。 刷刷,请客,沐云和萧云儿二人,直接杀出,就在这镜面前,与折射而出的两人,交起手来。 只是,当二人彻底出手之际,方才发现。 他们施展什么戒决,这二人也施展什么戒决,威力甚至一模一样。 这等同于完全和另外一个自己交手。 不能如此继续下去。 这不过是消耗自己的实力。 沐云心中一沉,赫然之间,手掌一握,一剑反向,朝着自己胸口斩去。 而那折射而出的身影,此刻竟也是朝着自己胸口刺去,一举一动,与沐云无二。 只是,眼看剑尖即将扎入沐云胸口,沐云却是顷刻尖,身躯表面,天地轰炉出现,抵挡住剑尖。 可是那折射之身,长剑却是并未止住,一剑直接贯穿身躯,在此刻炸裂开来。 身影溃散,最终,化作了一道玉符,飘落在沐云身前。 玉符之上,雕刻着一道道形形色色的纹路,最终光芒散去,落在沐云掌心。 而另一边,萧云儿依靠自己双魂的优势,突然第二魂魄爆发,将身前折射之身,硬生生斩杀,也是得到了一枚玉符。 这,进去看看再说。 闻。 二人此刻脚步跨出,迈入镜壁之内。 果然如沐云所想,这镜壁内,别有洞天。 当二人持着玉符进入镜壁后,眼前,出现的是一面墙壁,一面高通天际,无边无际的墙壁。 而墙壁上,镶嵌着一排排书架,书架之上,一个个墓阁,密密麻麻,直通上方,一眼看不到尽头。 第3946章这么好心? 来到墙壁前,每一个墓阁内,皆是蜜蜂,似乎被人留在此地。 此刻,沐云来到书架之间的一根墓柱前。 墓柱上,密密麻麻雕刻着小字。 写的是什么? 萧云儿问道。 这是,下家的藏宝阁。 沐云有些错愕道,这上面记载,下书园在下家灭族之际,将下家一部分藏宝阁搬运离去,埋藏在此地,依靠玉符,可以得到一件质宝。 萧云儿此刻看了看手中玉符。 沐云此时,却是舔了舔嘴唇,道,一座藏宝阁,只能带走一件,怎么? 贪心了? 当然要贪心了。 沐云却是直接道,下家当年的实力,按照记载,应该不弱于现今的一座一等实力的,其中所藏。 当然,自然是不会少,就算下书园在下家灭亡之前,只是搬出一部分,那也是很多,你看这些木格子,整个墙面,书柜直接蔓延到顶端,看不到尽头,少说这里也是盛放了成千上万件的质宝。 不管是戒丹也好,戒气也罢,每一件都至少都是价值不菲。 只得到一件的话,沐云如何会知足? 只不过,如何才能全部带走? 沐云看向自己手中的玉符。 现在看来,这位下书园公子,虽说喜欢历练,但是对阵法一道,了解应该不少。 这里的封禁,应该是依靠大阵。 若是能够找到缺陷,未必不能得到。 沐云说着,将手中玉符直接捏碎。 玉符化作一道光芒,逐渐化作一道盘膝坐地的身影。 那是一位年轻人,英眉贱目,身着一件白色长衫,身披黑色披风,显得神采飞扬。 可取一件。 青年开口,直接道,自行挑选。 这玉符应该也是蕴含着小阵法,封禁着一缕魂魄之力,化作人形,帮助到达此地的人,挑选一件至宝。 沐云闻言,微微一笑道,我想都要。 此话一出,青年却是道,可取一件,自行挑选。 沐云再次道,我都要。 可取一件,自行挑选。 萧云儿此刻开口道,看来是被设定如此了。 沐云点点头,走上前去,手指点向其中一个格子内的木盒。 那青年身影,飘荡到了木盒前,手掌轻轻探出,指尖似有戒纹流动,木盒在此刻脱离格子。 沐云接过木盒,直接打开。 光芒流转之下,一颗丹药,出现在木盒内。 七品戒丹,静心凝郁丹。 萧云儿直接道,现今也有,对领悟主宰道之时,吞下此丹,可以帮助舞者更好的宁神静气,增强主宰道前进的几率。 闻言,沐云撇撇嘴。 怎么? 不满意。 萧云儿却是笑道,看似辅助性丹药,价值更珍贵,增加主宰道前进几率,这是多少主宰竟梦寐以求的。 你以为谁都能够像你一样,主宰道提升如此之快。 沐云却是无奈道,本想着会是了不得的东西,现在看来,确实是有些失望了。 萧云儿笑道,我来试试看吧。 沐云点头,道,你慢点,我看看这家伙是如何打开木盒的尽致的,若是能够掌握,这里面的东西,倒是可以全部带走。 闻。 萧云儿手掌一挥,玉符破碎后,青年身影,再次出现。 萧云儿随手一指。 那青年取出一个木盒,飘荡在萧云儿身前。 木盒打开之后,一柄匕首,出现在萧云儿面前。 咦?萧云儿看向匕首,目光惊奇。 八品戒气。 此话一出,沐云却是一愣。 自己这运气,萧云儿这运气,差距太大了吧。 一般而言,七品级别的丹药,戒气,都是对应化天境,通天境。 八品级别的,则是对应戎天境,伐天境初期级别。 九品级别的,便是对应伐天境后期和封天境级别了。 萧云儿此刻手掌取出匕首,仔细看了看,笑道,倒是很适合我,碧穴。 匕首的长,不足一尺,手柄三分之一,笔刃三分之二,整个匕首,通体碧绿色,散发出幽深光芒。 那手柄尾端,刻印两道小字。 碧穴匕首吗?萧云儿笑道,我本身一体双魂,以魂魄之力操控这样的匕首,最是适合。 嗯?你刚才看清楚了这道人影的手法了吗?萧云儿再次问道。 沐云摇了摇头。 刚才凝聚文印速度太快,只是模糊可见,并不能确定,还得多看几次。 沐云微微一笑道,不过,也不着急,等等就是了。 萧云儿不解。 可是,随着萧汉,南宫骏等人,逐渐出现在此地,萧云儿便是明白了。 萧汉此刻身侧,只剩下五人。 南宫骏身边,也只有七人了。 显然,两方皆是损失了几位。 看到沐云和萧云儿在此地,两方人马也不理会。 沐云却是笑道,你们既然能够进来,想必也是获得了玉符,此地珍藏着各种至宝,捏碎玉符,可以选择一个锦盒,得到一件至宝,至于宝贝的品级高低,就看自己的运气了。 听到此话,萧汉和南宫骏却是神情紧张。 沐云,这么好心。 你框我们哪。 南宫骏哼道,我们怎么做,关你什么事。 不信算了。 沐云笑道,这也是我从这些古字上分析出来的结果,反正我已经是得到自己想要的了。 沐云说着,走到一边,靠着墙壁,坐了下来,直接将那七品的静心凝玉丹吞下。 而此刻,萧汉和南宫骏二人,相视一眼,皆是捉摸不定。 这家伙,又在搞什么幺蛾子? 就这么好心的告诉他们了。 试试看。 南宫骏此刻开口道,南宫骏,你拿你的玉符试试。 骏哥,放心,若是假的,我自会为你主持公道。 名叫南宫骏的青年,此刻咬了咬牙,捏碎玉符。 下一刻,青年身影出现。 依旧是机械一般的一句话。 可取一件,自行挑选。 当得此话落下之时,在场众人,纷纷神色一喜。 是真的。 沐云所言非虚。 居然是真的。 这一刻,那南宫骏走上前去,随手指向一道木盒,木盒取下,打开。 异柄利刃,出现在眼前。 七品级别戒气,南宫骏伸手抓住,神色惊喜万分。 七品戒气,可是化天镜,通天镜皆可使用。 他现在所拥有的异柄,早就出现损坏,可是没有足够的天元石去修气,只能这么用着。 现在,倒是刚好弥补自己所缺戒气。 第3947章摸索成功 此刻,沐云确实笑道,说了事实话,你们不信,都来到这里,我不说。 你们慢慢也会尝试,告诉你们,还提防着我。 话语落下,沐云不再开口。 只是,此刻,沐云却是眼中一抹金光,一闪而逝。 他已经是逐渐琢磨到玉符运行轨迹,以及那青年身影出现后的古怪。 很熟悉。 又显得陌生。 这一点,与他在夏书园身上得到的竹简记录的借文运行之法,也有所关联。 此刻,沐云盘膝坐地,不再开口,似乎在消化妾丹的功效。 肖汉,南宫骏等人,此刻却是不再停手,一个个纷纷捏碎手中玉符,引出那青年身影,得到至宝。 有人兴奋不已,有人叹气连连。 肖云儿则是在沐云身侧,谨慎小心。 沐云此时看似修行,实际上,暗暗观察那青年出现的一举一动。 从刚进入这一条通道到现在,一切都显得很机械,精进也好,玉门也好,都是被人早就设定好的。 倘若是一位超级强大的八级戒阵师,或者是九级戒阵师,沐云自然是没那么大心,想要破解此地的规则。 可是现在,有机会,是要尝试尝试的。 肖汉等人,一一得到此地的至宝,勘查四周,发现没什么奇怪之地,便是准备离去。 离开镜面,回到外面,肖汉身侧,一名青年开口道,肖汉大哥,那沐云和肖允儿停留在此地很久,可是现在都没走,有话直说。 青年急忙道,这两个人,有些奇怪呀,你看我们要不要,抓住他们,问问看,抓。 那个肖允儿通天静意重主宰,虽说比我主宰到短,可是实力却是不在我之下。 而那个沐云,看似只是画天八重,可是你别忘了,当时他七重境界,就在我们肖族内,杀了楚灵的。 此话一出,青年也是神色未变。 要杀他们不假,可是,不是我们能够动手的。 这二人,至少通天静三重出手,才比较稳妥。 肖汉说到此处,道,先出去,与肖哲会合之后再说。 闻。 肖族几人,此刻逐渐返回。 另一边,南宫郡,南宫爵也是带人离去。 郡哥,怎么了? 南宫爵低声道,就这么不理会沐云和肖允儿了吗? 难得碰到这二人,如果就此放过,太可惜了。 南宫郡笑呵呵道,肖汉都不出手,我们干嘛出手。 若是论仇恨,肖汉比我们更强,可是那小子,看着就让人恼火。 别急。 南宫郡再次道,我看肖汉,肖哲未必会放过沐云和肖允儿二人。 可是沐云和肖允儿二人,也不是那么好惹的。 咱们可不能让背后的人当了黄雀。 此话一出,南宫爵神色带着几分黯然。 就这么放过了,太可惜了。 别着急,这才刚开始在这洪荒遗迹内,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南宫郡看得通透,道,杀沐云,那是我们该干的事情吗? 肖族此次通天境上千人进入此地,超越二众也有好几百人,哪一个不能杀了沐云。 咱们没必要,主动出手。 文。 两方人马,皆是离去。 沐云和肖允儿,依旧处于境地内。 此刻,沐云起身,看向身前一个个木格子。 有思绪了。 肖允儿好奇道。 试试看。 沐云却是笑道,在这甘坐着领悟,没什么意义,一边出手,一边试探才好。 文。 肖允儿此刻,退却到镜壁外,盘坐在原地,守护沐云。 而镜壁内,沐云指尖,道道戒纹凝聚。 固定的戒纹,可以将这些木盒上的禁制破除,借此可以打开木盒,那些玉符,是引出青年的线索点,得先将玉符凝聚出才行。 沐云明白。 自己只不过是靠着得到的几桶竹简,便想要破开这禁制,几率很小很小。 可是,看着眼前成千上万个木格子内,木盒内装着的可都是戒气,沐云不舍得放弃。 沐云思索着,戒纹在此刻,不断汇聚,化作一道玉符。 开始了。 沐云手掌捏破玉符。 哼,低沉的炸裂声,在此刻响起。 整个空间内,爆发出一道道波动,席卷而出。 怎么了? 萧云儿此刻,急忙冲进镜面内空间。 此刻,沐云一身衣衫,出现破损,面色狼狈。 你,失败了,沐云呢难道,玉符果然没那么简单。 萧云儿一时之间,哭笑不得。 没关系,我再试试看。 嗯。 接下来的时间,沐云一直在镜面空间内尝试,时不时爆发出的轰鸣,萧云儿也是习以为常。 转眼之间,已经是过去一月时间。 这一月时间内,爆炸的次数,越来越少。 这一天,镜面空间内。 一道激动的声音,突然响起。 成了。 萧云儿起身,进入镜面空间内。 此刻,只见到沐云凝聚的玉符被捏碎,青年身影出现,取出一枚木盒,交给沐云。 打开木盒,一颗丹药,出现在眼前。 就是这个。 沐云直接道。 此刻的沐云,看起来颇有些不修蝙蝠,蓬头垢面的模样。 只是,在萧云儿眼中,此刻的沐云,却是如此令人着迷。 哈哈哈哈,沐云哈哈大笑道,总算是成功了。 看着满面的木格,沐云再次道:"这些,都是我的了。 他一人自然是用不到如此众多的七品丹药八品丹药的,可是,这里全部纳入自己诸天图内,就是积累。 不管是以后的云殿,还是神府,叶族,这些都是需要的。 这可是一笔巨付。 此刻,沐云不断开始凝聚玉符。 而这一个月时间内,他以竹简内记载的古法,也是快速增加了自己借文的凝聚速度。 短短一个月时间,从二十二万道,突破到达二十四万道。 不得不说,这古法内的记载,颇为精妙。 连续几天时间的忙碌,数千个木盒,统统被沐云收起。 一些木盒,沐云也没打开,看看到底是什么。 眼下当务之急,是收集这些木盒才对。 当所有木盒被沐云彻底收起之后,空荡荡的木架,看起来都是赏心悦目了不少。 第3948章血道元石 而在此时,沐云看向萧允儿,笑道:"这些,足够给数千位化天境,通天境级别的主宰们修行了。 戒绝。 戒气。 戒丹。 以及其他一些至宝,罗列起来,数目几千,确实是比较罕见了。 走吧。 此刻,沐云拉起萧允儿御手,兴致勃勃,准备离去。 可是,正在此刻。 二人眼前,高不知急许的木架,在此刻,居然是从中间分开,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在此刻,豁然打开。 一片白光,刺目绚烂。 这一刻,沐云停下脚步,神色一愣。 这,萧允儿此刻也是有些惊讶。 二人小心翼翼,朝着前方而出。 此刻,两人立于门边,逐渐适应眼前白光之后,这才发现,这书架后,自成乾坤。 此地看起来,方圆十里大小,有山有水有瀑布有草地。 而在此地中央,地面上,几座木屋搭建的也是颇为精致。 二人小心翼翼进入到此地。 沐云始终神情戒备,随时准备爆发。 小心一些。 萧允儿此时也是手持匕首,谨慎看着四周。 只是,一番查探下来,二人看向四周,确实是没什么问题。 只有木屋,并未探查。 木屋有三层,一共三间,古色古香的味道,扑面而出。 推开木门,进入木屋内,只感觉一道灰尘气息营绕。 第一层木屋内,摆放着桌椅,十分整齐,看起来,也并无任何奢华感觉。 二人来到第二层,这里似乎是几间卧室打扮模样,看起来也不如何凌乱。 二人再次进入第三层房间。 而此时,移入第三层房间内,登时间,一股澎湃之力, 在此刻扑面而来。 木屋当即将萧允儿拉到身后。 没什么,萧允儿此刻却是笑道,这里看起来,并没什么危险,我倒是感觉到,有一股澎湃的力量聚集,对修行颇有益处。 此话一出,木屋愣了愣。 萧允儿却是再次道,你真以为我一体双魂只是摆设? 对于一些地方的感应,我是更加敏锐的。 你看那里。 这第三层,只有一间很大的修炼室。 而此刻,修炼室中央,一座石台,一米多高。 此刻,石台上,一枚玉石,闪烁着晶莹的光芒,照射在整个房间内。 木屋和萧允儿来到房间内,仔细看着那玉石。 通体血红,而血红内,又似混沌之光芒,约么巴掌大小。 木屋并未妄动,只是看着写石,十分好奇。 萧允儿此刻却是秀眉微醋,似乎在思索什么。 这是,突然,萧允儿神情激动不已。 是什么? 穴道原石。 萧允儿此刻肯定道。 我在萧族内,阅览不少古籍记载,主宰镜舞者,承接天地之力,容纳于自身,铺就为一条大道,视为主宰道。 而主宰道,说到底是舞者的力量叠加增强过程。 天元石对主宰镜修行,颇有益处,核心就在于,可以帮助舞者沟通天地,更加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到那个点,继而舞者自身去走。 这些道原石,我在古籍上看到过。 萧允儿继续道,修行一道,古往今来,上一年不止了,舞者境界,基本定格,因此,许多舞者为了更进一步,或者是为了自己子孙后代的强大,保证家族繁荣,就发明了一些办法,这些办法,一些邪恶,一些阴狠。 血道原石就是这么一种。 强大的主宰镜武者,以他人的主宰道,剥离出来,抽丝剥茧之后,只剩下最纯粹的主宰道奥义,融合到一起,与神原石结合,便可凝聚成血道原石,这种办法,很阴险,也很复杂,成功概率很低很低。 单单听起来,就是很复杂。 剥离主宰道,这是何等困难? 既要保证舞者活着,还要舞者在主宰道被剥离之时不死,而且对被剥离者的痛苦,也是令人发指的。 这种办法,现今时代,已经没了。 肖允儿继续道,但是,所凝聚而出的血道原石,确实是很恐怖,主宰镜武者融合,可以直接用来领悟主宰道奥义,增加主宰道强度和长度。 沐云此刻,也是看向那穴道原石。 既如此,你融合了。 沐云直接道,你现在主宰道一百四十多米了,快接近一百五十米,一旦到达一百五十米,对你就是第二次增幅,跨入通天镜二重。 通天主宰镜,一共九重。 华天镜是十米主宰道出现一次增幅。 而通天镜则是五十米,方才出现一次增幅。 从一百米到五百米,一共九次增幅,因此通天镜分为九重镜界。 当超越五百米,那便是到达戎天镜级别了。 戎天镜,在这苍蓝世界内,位列强者级别,不可忽视,在每一大一等势力内,都是身份地位不低之辈,可以坐镇一方,统侠一地。 肖允儿听到这话,却是笑道,还是给你吧,你现在主宰道八十米之上,若是能够通过血道原石进入一百米,那就可以尝试突破百米极限,到达通天镜了。 木云此刻却是笑道,我不需要,此番历练,各大家族势力,对我有杀心,反杀他们,吞食精气神,我到达通天镜不会慢,这血道原石如此稀少,自然是给你合适了。 肖允儿还想继续说什么,却是被木云打断,道,听话,好吧。 肖允儿点点头,走上前去,道,这血道原石,不可直接碰触,须得以魂魄之力,包裹,直接融入到主宰道内。 我对血道原石了解有限,也不知道,到底能增幅多少的主宰道长度。 试试看就知道了,我为你护法。 闻。 肖允儿说着,开始行动。 木云则是在其身侧,谨慎小心地看着。 此时此刻,肖允儿融入血道原石之后,木云只感觉,一股充沛的天地之力,在此刻释放开来。 只是,那等力量,转瞬即逝,便是融入到肖允儿体内。 主宰道是主宰镜魂海内所显化,所以木云也无法看出肖允儿现在的情况,只能等待。 闲暇无聊,木云便是在这第三层内,继续观看起来。 整个房间,空空荡荡,一眼看去,墙面之上,却是雕刻着一幅幅画卷。 第3949章界文增加 那些画卷,清晰可见,刚才只顾看向穴道原石,倒是忽略了这些画卷。 此刻,木云目光看去,却是发现,这些画卷,并没成为一道道图案,而是凝聚成一条条如同剑痕一般的痕迹,刻印在墙体之上。 只是,这些剑痕一般的痕迹,在木云眼中,却是如同活了过来一般。 好高明的手段。 这是戒阵师以戒纹为笔痕,以戒力为笔锋,以主宰道为式,雕刻在这上面的。 这等雕刻手法,着实施罕见。 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异境的描绘。 此刻,木云盘膝坐地,看着身前的墙壁。 沧桑斑驳的戒纹,在此刻,给了木云极大的启发。 此时,木云身躯四周,倒倒戒纹,凝聚而出。 巅峰之际,二十四万一千三百道戒纹,全部汇聚在身侧。 密密麻麻,如同苍茫大地之上的一道道山脉,一条条河流。 此等气势之下,木云全身上下,力量滚动。 第二十四万一千三百零一道戒纹,在此刻出现,短短一会时间,木云已经是聚集了近百道戒纹。 这让木云惊喜不已。 这雕刻在石壁上的戒纹,蕴含的意境,对他的领悟力增强,简直是如有神助。 木云不再多说什么,开始凝聚自身戒纹。 戒阵师的强大,就在于戒纹的凝聚数量。 七级戒阵师,被称为戒阵大师,戒纹十万道到五十万道之间,不止出的大阵,可以阵杀化天境,通天境级别。 八级戒阵师,被称呼为宗师,五十万道戒纹到一百万道戒纹,这个层次的宗师级别人物,对付戎天境和伐天境,不在话下。 至于九级戒阵师,大宗师级别,与封天境主宰,实力相对。 戒阵师最重要的不是这一点,而是可以做到以一笛十,以一笛百的层次。 这才是戒阵师的恐怖。 这也是沐云放弃走单道和气道,专攻阵道的原因。 阵数,对武者实力的增长,是最为强大的。 一旦凝聚三十万道戒纹,以戒阵对付化天七重,都可以做到。 若是四十万道戒纹,对付通天境都可以。 现在,沐云还差着一步。 此时,沐云身侧的戒纹,不断凝聚。 数量,再叠加。 此等情况下凝聚戒纹,简直是比他速日里自己去修行,凝聚戒纹速度快上了数十倍不止。 二十五万道,二十六万道,沐云身躯四周的气势,也是越来越强盛。 恐怖的力量,一道道波及开来之时,令人心计的气息,也是不断释放而出。 时间也是一天一天过去。 转眼之间,又是一月。 三十五万道戒纹,闪烁在沐云身躯四周。 一个月时间,十万增加。 这样的速度,抵得上沐云十年百年的增幅了。 徐徐,沐云双眼睁开,四周戒纹,不断散去。 这一刻,沐云眼神平静。 三十五万道戒纹,足够震杀化天七重八重级别的主宰镜武者。 不过,要想对付通天镜武者,那至少是需要四十万道戒纹。 还差一些。 可是,这等增幅,已经是到达极限了。 此番,收获甚大。 强横的气势,波及开来。 而经过一月时间的积累,沐云体内戒纹,稳定之后,浑身上下的气势,也是逐渐平静下来。 舒畅。 沐云当即笑道。 看起来,你的收获,比我还大。 萧云儿的声音,在此刻响起,轻轻一笑道。 云儿,如何? 看向萧云儿,沐云好奇道。 通天镜三重。 主宰道到达两百一十米。 萧云儿闭嘴笑道。 果然了不得,一月时间,增加两重境界。 我本身主宰道就是接近一百五十米,接近二重修位了,这算是增加一重境界。 萧云儿继而道,不过,那一颗血道原石,也并非是彻底吸收了。 还有很大一部分力量,融合在体内,只是如果一步迈出太多,我担心爆发力会跟不上,就没有继续吸收了。 好。 沐云看向萧云儿,笑道,这次出去,你我都能到达戎天境,才算不需此行。 走吧。 二人此刻结伴,离开此地。 退出山谷,离开镜面空间,一路返回。 至于另外两条山洞,沐云和萧云儿则是没再去看。 他们在内耽搁了两个月时间,另外两条地方,只怕被萧翰、南宫郡的人马,翻了个底朝天。 二人直接出了山地之地,离开此地。 再次返回到山脉之内,沐云也是伸了伸懒腰,笑道,总算出来了,这次,还是比较划算的。 他还是划天八重境界。 可是戒文却是增强了十万道有余,这一点,已经是很划算了。 而萧云儿此番,到达三重境界,在这洪荒战场一季内,通天境一重到九重,越是接近九重,自保能力越强。 二人此刻,转身便欲离去。 呵呵,沐公子,萧小姐,看来收获不小,不知道可否告知我等。 此刻,一道笑声响起。 山脉之地,一棵树木之上,一道身影,在此刻现身。 强盛的气势,爆发开来。 四周,十几道身影,也是一一出现。 只见得,另一边,一道身影在此刻也是走出,看向沐云和萧云儿二人。 萧翰 萧哲 沐云看向两人,直接道,你们还没走啊? 这不是为了等着你们。 萧翰此刻轻笑道,南宫郡已经离去,我们去而复返,守株待兔,可算把你们等到了。 等我做什么? 你身为神帝之子,沐青羽和叶羽师,岂会没有什么至宝于你? 先前南宫郡一行人在,我们不好动手,现在,萧翰痴笑道,这洪荒一记之地内,就算是神帝,也不可能手眼通天,我们在此地杀了你,神不知鬼不觉,挺好。 萧哲此时,也是神色谨慎。 原本打算,直接离去。 可是,实在是不甘心。 沐云已经是化天八重境界了,下次再见,说不得此人足以到达通天境,到时候,他和萧翰,根本不可能联手杀了沐云。 所以现在,斩杀沐云,是难得的机会。 这个机会若是放走了,二人一生都难以心安。 第3950章一起上还是一个个来。 杀我。 沐云看向二人,目光却是转向四周,最终弥喃道,一个,两个。 四个,八个,你在竖什么? 萧翰眉头一挑。 数数这是有多少个人来送人头。 沐云微微一笑,看向前方。 眼中,杀鸡涌动。 听到此话,萧翰和萧哲二人却是相视一眼。 此刻二人皆是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沐云,没疯吧? 在说什么呢? 杀。 此刻,萧翰手掌一挥,四周众人,纷纷杀出。 萧翰直接冲向萧允儿。 而萧者此时,则是杀向沐云。 在二人眼中,自然是不会小看萧允儿和沐云。 所以,两人决定,亲自出手。 只是此刻,看到二人杀来之际,沐云手掌一握,澎湃之力,释放开来。 萧允儿此时,却是立于原地,等待萧翰的到来。 灭元神掌。 一语喝下,萧翰掌风呼啸,迎风暴涨,直接来到萧允儿身前。 只是,看到那一掌落下,萧允儿却是冷哼一声,玉手紧握,一拳直接轰出。 轰,顷刻间,二人一拳一掌对碰,低沉的炸裂声,在此刻响起。 灯时间,萧翰脸色一白,一口鲜血喷出,身躯倒退。 萧翰。 此刻冲出的萧哲,更是神色一变。 怎么回事? 萧翰怎么可能一个照面便是被萧允儿直接击溃? 这女人,萧翰此刻低喝道,通天三重主宰。 此话一出,萧哲更是脸色惊愕。 怎么可能? 萧允儿之前明明只是一众巅峰,这不过是不到两个月时间而已。 这女人怎么就从通天一重主宰境到达通天三重主宰境了? 绝对不可能。 只是此刻,萧允儿却是冷哼一声,直接朝着萧哲杀来。 萧哲哪敢迟疑,瞬间后却,横空一掌,化作千万道裂峰,直接朝着萧允儿覆盖而去。 轰,炸裂再次传递开来,山谷在此刻吐石乱飞。 萧哲此刻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萧允儿所运转的天地之力,主宰到强度,比自己强大。 该死的东西。 萧哲此刻低骂一声道。 萧允儿却是眉头微醋,你骂谁? 话语落下,萧允儿直接杀出。 而此时,沐云却是脚步一退,看向其余几人。 你们几个,是一起上,还是一个个来? 听到此话,那几人更是脸色冷漠,瞬间冲出。 十几道身影,皆是化天境级别,在此刻围攻沐云。 看到这一幕,沐云没有任何距异,反倒是跃跃欲试。 一掌碎山河。 手掌一握,凭空展开,掌风呼啸,如排山倒海一般,在此刻直接挥出。 恐怖的波动,在此时席卷开来。 大荒遮天手的威力,足够强横,而且,随着沐云到达化天八重境界,此门戒绝的三世,沐云也是更加得心应手。 轰,道道轰鸣传递开来,四周山峰,在此刻尽数倒塌。 而靠近沐云的十几位化天境,除却几位化天九重,十重境界级别的武者,皆是纷纷倒退。 一掌之威,比之在肖族之时所释放出来的,强大了十倍不止。 这一刻,肖汉和肖哲却是心中惊骇。 短短分开不到一年时间,沐云的实力,增长得也是可怕。 这绝不是只到达化天八重那么简单的。 二掌暴星辰 此时,沐云根本不给这些人机会,直接第二掌暴发而出。 而那五六位化天九重,十重境界的肖族子弟,此刻意识反应过来,纷纷出手还击。 沐云与几人,顿时缠斗到一起。 肖云儿此刻手握匕首,看向肖哲和肖汉二人。 肖族与我而言,有恩情,可是,我对肖族而言,也是有价值,如今,一刀两断,你们尚不愿意放手,那就怪不得我了。 肖汉此时,神色冷漠。 失算了。 没想到肖云儿到达了通天三重境界。 看来这密的内,果然还有好处,只可惜,他们并未发觉。 早知如此,最初就不该离去,就直接杀进去。 可是现在,确实说什么都晚了。 轰,剧烈的轰鸣声,在此刻响起。 沐云神色平静,眼神带着几分冷峻。 轰鸣声逐渐响起之间,一位位肖族子弟,倒在沐云身边。 这十几人联合起来,确实是攻击性十足。 可是,沐云并非是一般的化天巴众。 两条主宰到所带给他的增幅,在天地之力爆发上,沐云并不弱于这些家伙。 宝残剑在此刻,瞬间划破虚空而出。 施展出须灭葬神剑诀的沐云,此时此刻的爆发力,几乎是遮天动地一般。 恐怖的波纹,一道道席卷开来。 这一刻,就算是那几位化天九重,化天十众境界的肖族弟子,也是支撑不住。 轰隆隆的声音,不断响起。 恐怖的波动,一浪一浪席卷开之时,令得沐云星际的气息,也是在此刻爆发而出。 须灭葬万剑。 剑出,行云流水一般。 道道剑气,将方圆数十里之地,彻底覆盖。 恐怖的波动,在此时爆发而出,一道道惨叫声响起。 而同时,另一边,一道惨叫声也是在此刻响起。 那惨叫声,来自于肖汉。 此刻,肖汉一条臂膀,被肖允儿直接斩断,鲜血流淌不止。 而肖哲此时,意识脸色煞白,身躯倒退不止,跌落在一片碎石之间,气喘吁吁。 三重境界的肖允儿,双魂爆发,强大的不是他们二人能够应对的。 肖哲,快,肖汉此刻低喝道。 只是,看到那十几位化天镜被慕云斩杀了七七八八,而肖汉被重创,肖哲此刻,却是脚步不断后退。 打! 打下去,死的就是他。 跑! 肖哲此刻,二话不说,瞬间身影一斩,朝着远处,远顿而去。 肖允儿此时手掌一挥,匕首破空而去。 砰,十里之外,一道低沉的砰响声响起。 而不多时,肖允儿的匕首,在此刻却是返回。 匕首之上,带着血迹。 跑得挺快,肖允儿微微呢喃。 而此时,肖允儿看向肖汉,神色冷漠。 这一刻,肖汉心中,如坠冰枯。 这个肖哲,就是个王八蛋。 居然就这么跑了。 只是,迎上肖允儿的目光,肖汉却是觉得,自己现在,不是埋怨肖哲的时候。 肖允儿,你放了我。 肖汉此刻,手掌一挥,那寻金神罗盘出现。 第3951章 到达九重 这是寻金神罗盘,是我父亲从肖族器阁内寻找而出的,你该知道,这寻金神罗盘的强大。 肖汉此刻气喘吁吁道,这八品戒气,我给你了,你放了我。 肖允儿此刻,接住寻金神罗盘,仔细检查片刻后,看向肖汉。 即便你不给我,我也要拿到手的。 一语落下,肖允儿在此刻手掌一握,恐怖的波动,席卷开来,肖汉生机,逐渐溃散。 做完这一切,肖允儿方才看向另一层。 沐云此时,手持爆残剑,四周只剩下了五六位八重九重十重境界的化天镜主宰。 肖允儿此刻并未出手,而是笑声声的站在一边,看着沐云。 这对沐云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鄙视。 恐怖的波痕,在此刻释放开来。 这一刻,沐云全身上下,剑气萦绕不散,五断剑体,同时爆发。 须灭葬神剑绝,在这一刻,可谓是爆发到了极致。 轰,一道轰鸣声响起,一剑画出,似乎割裂了天地。 一名画天十重武者,身躯彻底炸裂开来。 其余几人,此刻彻底没了胆气,纷纷倒退而回。 肖云而此刻,却是一步跨出,阻拦在几人身前,杀气腾腾。 想跑。 跑去哪里呢? 一声质问。 轰,剧烈的轰鸣声,在此刻传递开来。 肖云而御手一挥,匕首破空而出,在此刻直接杀向那几道身影。 扑哧扑哧的声音,连续响起。 通天境三重,对付画天境,不费吹灰之力。 此刻,沐云也是停下脚步,看向肖云而,忍不住笑道,看来还是通天境更胜一筹。 肖云而当即道,肖者跑了。 跑就跑了吧。 沐云无所谓道,肖族内的年轻一代,这次是不会与我们善罢甘休了,既然如此,我不介意拿他们当我的垫脚石。 闻。 此刻,沐云吞噬血脉和净化血脉爆发,盗盗精气神,流入体内。 走。 二人将肖汉身上的储物戒指取下,直接离开此地。 该死,该死。 与此同时,另一边,肖者此刻,忍不住咆哮着。 沐云,混蛋。 肖云而,贱女人。 肖者低喝道,这才开始,你们两个,绝对不会或者走出洪荒战场一记之地。 肖者说着,身影却是不慢,在此刻快速离去。 今日的耻辱,他日必定偿还。 洪荒战场一记,浩瀚无穷,地狱广袤,即便是上万人进入到此地,也是很快就分散开来。 各方天骄们,纷纷开始寻找自己的机缘。 大家都是知道,现在没必要和其他人发生冲突。 毕竟,这才刚进入到此地,并不清楚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唯有过了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后,几百年后,在这里,大家各有所需,在无所收获之际,才会开始真正的厮杀。 当然,若是两队人马好巧不巧的碰到了一处一计,并且谁都不愿意放手,那自然还是会爆发出一场大战。 至于谁胜谁败,那就看各自能力了。 沐云对此,倒是没什么在意的。 一片山脉之地内,沐云身躯,立于山谷之地内,身前,是一片寒潭。 此刻,沐云站定在寒潭边缘位置一块石头上,长发随风微动,一袭墨色长衫,带着几分飘逸出尘。 体内,道道力量不断营绕。 而此刻,沐云两条主宰径,其头并进,已经是来到了接近九十米的极限长度。 破! 心中一语落下,一鼓作气。 两条主宰道,在此刻,同时到达九十米道路。 这一刻,沐云体内的气势,逐渐升腾开来。 恐怖的波动,在此刻爆发之际,沐云全身上下,力量倾泻而出。 远处,山谷一侧,一座石洞内,萧云儿美眸睁开,微微一震。 看来,到达九重境界了。 萧云儿笑了笑,走出山洞。 此刻,沐云体内,一股天地之力,在此刻迸发而出。 身前伤骨,爆发之势,汹涌澎湃。 一道道水浪,升空百丈,而后跌落,发出道道轰鸣声。 沐云此时,双拳微微握了握,感觉到体内力量,出现十倍的增长。 这种感觉,让沐云很是舒畅。 力量的提升,舞蹈的境界进步,魅力就在于此,每一次的提升,哪怕是一小步,对于舞者本身而言,那种舒畅的气息,都是极大的鼓舞。 这也是为何,许多人终其一生,卡在一个境界的时候,会疯狂地做出不计一切代价的事情。 对于那些人而言,境界止步,简直是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看来你的吞噬血脉,倒是运用得越发纯熟了。 萧云儿出现,微微一笑道。 倒不是我运用的有多好,只是这血脉的力量,确实是很强大。 沐云继而道,我父亲拥有此等血脉,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潜力到头。 若是吞噬血脉,一直延续到神地境界,那就太过恐怖了。 最近我们两个在这里,外界消息倒是不清楚怎么样了。 沐云笑道,呃出去走走了,这才到达化天九重境界,还未到达通天境,可不满足。 有了这个,接下来,寻找遗迹内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会方便许多。 萧云儿御手托着寻金神罗盘,笑道,这可是八品戒气,虽说对境界提升并没有什么帮助,可是寻找蕴含着天才地宝的古地,却是极大的作用。 这些天,你在修行,我也将其捉摸出一些门道。 萧云儿说着,御手指向寻金神罗盘,手掌一挥,那寻金神罗盘,顿时光芒四射。 而随着光芒涌动而出之际,恐怖的波动,也是席卷开来。 只不过,一眨眼之间,那些恐怖的波动,便是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寻金神罗盘之上,中心位置,一根金针,在此刻滋溜溜旋转起来,而最终,却是稳定在了寻金神罗盘西南位置。 那边。 萧云儿也是一指西南方向,笑道,看来,这四周,倒是有些好东西,值得期待了。 二人此刻,随着寻金神罗盘所指的方向,一路朝着西南方向而去。 这一路掠出足足百里,那金针的方位,依旧没有改变。 而萧云儿和沐云二人,路过一座湖泊,横跨湖泊之后,那支阵在此刻,突然变了方向,指向东北方向。 第3952章湖泊之下 看来,是在这里了。 萧云儿微微一笑,看向二人身后的湖泊。 这湖泊,直径约有万丈。 刚才沐云和萧云儿横跨湖泊上空之时,也是仔细观察了湖泊,不过并没什么奇怪的发现。 看来这玩意还是有用处的,刚才你我二人在这里,可是什么都没发现。 萧云儿此刻也是看向身前。 当然,毕竟是八品戒气。 此时,二人停革在湖泊边缘位置。 下去看看。 闻。 两道身影,此刻宛若由于一般,在此刻一头扎入湖泊内,湖泊水面下,沐云和萧云儿二人立定,四周水流,并不能接近二人分毫。 湖水清澈,只是,也不过是能够看到百米深度,再往下,便是一片漆黑。 但是对沐云和萧云儿此等境界的舞者来说,却是并不算什么难事。 二人在百丈深度,四下查看,湖水清澈透明,别无他物,倒是没什么危险的地方。 于是乎,二人下降到三百丈深度。 此刻四周已经昏暗无光,萧云儿手掌一挥,出现数十颗散发着光芒的夜明珠,扩散在两人百丈距离外,照射四周。 漆黑的水面下,寂静无声。 继续。 查看一番,两人再次下降。 而这次,二人直接来到了千丈深度。 一望无际的深渊。 令人心悸的光芒。 这湖底之下,是一片深渊,一座座山峰之间,形成一道道峡谷。 而湖底的湖水,却是如同瀑布一般,从山顶,呼啸流下。 轰隆隆的声音,在此刻不断响起。 二人此刻,来到山顶位置,只见得下方,光芒四射,这底部,另成一片天地。 沐云小心翼翼握住萧云儿手掌,二人一步步靠近悬崖之边。 小心歇。 闻。 两道身影,此刻顺着瀑布,直接下落。 而当穿过山顶之时,原本漂浮的水流,在此刻,直接朝下流淌,沐云和萧云儿也是再次感受到大地的吸引力。 约马千丈的高度,两人身影,降落到峡谷之下,高空之上,瀑布流淌,轰隆隆的声音,此起彼伏。 两人此时,不约而同的抬起头,看着上空。 一望无际的天空,并非是湛蓝色,而是透明色。 天空如水,缓缓流动。 只是这光芒,却是不知道从何处聚集而来。 这一刻,两人离开山溅,走出一座座山峰之间,只见得四周,一片片森林,一座座山峰,郁郁葱葱,形形色色,别有一番风景韵味。 这,不愧是洪荒谷战场遗迹,这里隐藏了太多的未知了。 沐云忍不住开口赞叹道。 若非是寻金神罗盘,他和萧云儿,是根本不会发现此地的。 这样一处地方,可能就会彻底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此时,沐云和萧云儿小心谨慎,在山林之间,查看着四周一切。 越来越深入,而逐渐,山林稀松,眼前是一片平原。 而当沐云和萧云儿在平原之地,前进百里之后,一座古城,出现在眼前。 从远处看去,古城城墙,呈现出深红色,但是并不显得可怕,反而是威严感十足。 恐怖的波动,在此刻席卷而出。 这一刻,沐云一眼看去,甚至感觉,这古城,如同活物一般,似乎随时可能张开巨嘴,吞没他们二人。 这是一种事。 两人来到古城前,立于巍峨的城门前,显得十分渺小。 规模宏大。 气势惊人。 沐云由衷道。 进去看看。 萧云儿此刻迈开脚步,古城城门,也是古红之色,可并不显得血腥,而是十分庄严。 进入城内,百米宽阔的街道,两旁的店铺,临次之笔,只不过,并无任何生灵气息。 但是,在每一家商铺和店面外,门楣之上,都是袖刻着一个古老的字,下。 难道是下加西年的城池? 可能,二人一步步进入城池内,看到的许多店铺,皆是如此。 这整个洪荒战场遗迹,可能不止大下狱,但是,沐云和萧云儿二人,并未离开上次和萧翰等人交手的地方太远。 此地,极有可能,依旧还是大下狱的地域内。 古城很大,容纳上百万人居住生活,不成问题。 沐云和萧云儿,花费半日时间,在各地查看,最终,方才来到古城深处。 恐怖的波动,在此刻席卷而出。 道道力量,爆发开来。 古城深处,似乎隐藏着一只苍蓝猛兽一般,一股冲天气势,在此刻爆发开来。 沐云和萧云儿二人,靠近前方,之间一座釜底,傲立于眼前。 说是釜底,已经是不够凸显出其规格,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城中之城。 院墙一丈之高,上空笼罩着一座大阵。 即便是隔了这么多年,那大阵光芒,依旧是闪烁不已。 沐云神色平静,看向光芒。 应该是这里面了。 萧云儿看向手中寻金神罗盘颤抖不止的金针,忍不住道,进去吗? 闻。 沐云靠近宅底,手掌挥舞,倒倒借闻,扑天盖地而出。 滚动的力量,一道道席卷开来。 这一刻,沐云眼神带着几分冷静。 借闻涌动之际,那釜底上空,一道道光波,突然席卷而出,颇有一种虎视眈眈盯盯着沐云的味道。 只是,徐徐,沐云却是以自己戒闻,融入到大阵内,在院墙位置,打开一道口子,直接进入。 至少是八级戒阵级别了,不过时间太久了,没有那么大的保护力。 若是还是巅峰级别的八级戒阵,沐云确定自己是根本不可能打开进入的。 二人进入府邸内,入眼处,是一座庭院。 庭院内,花草树木,种类其多,一些,是沐云根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看来是来到好地方了。 沐云笑了笑道,说不定是夏家当年哪一位高层的住宅,此地说不得就是哪位高层掌控的城池。 能够拥有如此大的宅邸,应该不是通天境级别吧? 要知道,夏家本身,族长夏文府,被称为文府大帝,如果按照现今时代来说,应该是一位称号神称号地级别的舞者了。 夏家内外,主宰境定然是不少,超越通天境的,应该也不在少数。 此刻,沐云和萧云儿,一直小心谨慎,在一座座庭院内找寻起来。 第3953章太阳碎片 一座庭院套着一座庭院,这座宅邸,足足上百座庭院,还有不少阁楼,高塔,假山和花园更是有数十处。 处处透露着此地昔日主人的不凡之处。 看那里。 萧云儿此刻手掌一指高空。 只见得一座高塔,足有千米之高,而此时,高塔顶端,镶嵌着一颗金色明珠。 金色明珠,高悬于空,闪烁着一道道光芒,覆盖在整个府邸内外。 二人此刻,靠近高塔之下,身影腾空而起。 而随着逐渐靠近金色明珠,炙热感却是越来越强烈。 距离金色明珠还有百丈距离,沐云和萧云儿便是纷纷停下。 此刻的沐云,浑身上下,汗滴流淌不止,只是,那些汗滴刚出现没多久,便是蒸发了。 萧云儿此时,亦是如此。 但是,站在此处,方才看到,那金色明珠,并非是什么珠子,而是宛若一颗太阳一般。 只不过,临近了看,可以看到,那太阳表面,滚滚岩浆,不过拳头大小,可是释放出的温度,却是恐怖无比。 无法靠近了。 萧云儿此刻开口,气喘吁吁道,这样的炙热温度,让人太难忍受了。 他已经是到达极限。 沐云此时,亦是立于半空,看向那拳头大小的太阳,道,我试试看,能否以天地轰炉,将其收入其中。 闻。 萧云儿此刻立于原地,不再前行。 沐云此时,手掌托着天地轰炉。 轰炉呈现出古老的暗红光芒,在此刻,迎风旋转,逐渐化作百丈大小。 去! 这一刻,轰炉飘荡而出,岩浆巨龙在此刻,凝聚而出,千丈巨龙,身躯庞大,浑身上下,皆是岩浆滚动,可是表面却是又有火焰覆盖,挥舞不凡。 岩浆巨龙随着暮云心意而动,光芒一闪,肆虐开来。 灯时,巨龙盘起,将那太阳光芒直接覆盖。 此刻,滋滋的声音突然响起。 拳头大小的太阳金珠,在此刻释放出一道道恐怖的气息,仿佛瞬间要着烧了岩龙。 岩龙身躯,不断退缩。 看到这一幕,沐云却是心神一正。 岩浆巨龙,本就出自于天地轰炉内所凝炼,虽说攻击力爆发力现如今与他实力相等,可是论起防御力,却是极强的。 只是此刻,岩龙居然都是无法在靠近火焰金珠之时保持自身形状。 越是如此,越是证明你的价值。 此刻,沐云却是蛮横的手掌紧握,天地轰炉内,倒到岩浆之力,再次爆发而出。 那太阳金珠不断腐蚀岩龙,可是沐云却是以天地轰炉,不断弥补。 而逐渐的,沐云弥补的速度,终于是超越了腐蚀的速度。 手掌紧握,倒倒光芒力量释放而出,恐怖的波动,在此刻席卷而出。 岩龙此时,硬生生的拉扯着太阳玉珠,朝着沐云而来。 这样掌控,不是办法。 沐云直接开口道。 说话之间,诸天图在此刻祭出。 灯时间,诸天图内,世界之树,闪烁着绿莹莹的光芒,一道道世界之力,在此刻传递而出。 力量轻压而出之际,太阳玉珠在此刻,竟然是变得温顺了起来,甚至是展现出一丝友好的气息。 看到这一幕,沐云也是微微一愣。 天地轰炉内的炎龙,在此刻束缚力逐渐减弱,可是太阳玉珠并未产生抵抗力,反而是随着诸天图的力量,开始进入诸天图内。 诸天图之地内 广袤的五千里山河大地,世界之树,宛若这一方世界的脊梁,撑天之柱一般,在此刻支撑着这个新世界。 而当太阳玉珠进入诸天图内之后,自行围绕着高大的世界之树,在此刻旋转一圈,而后心满意足一般,直接朝着诸天图天际飘去,静静地悬浮在天边。 此刻,以目云目光看去,如同诸天图内,多出了一颗太阳,悬挂高空。 原本诸天图内的世界,也有光芒,不过始终是稍显暗淡。 可是,当这一刻太阳金珠落进来之后,光芒明亮。 这仿佛是真正的一方新世界。 阳光普照大地。 此刻,光芒略显强盛,五只小荒兽,纷纷睁开眼睛。 青风苍牛,乌金巨猿,龙林骄马,夜天月狼,暗影妖虎,这五只小家伙,看起来体格增加不少,至于实力怎么样,沐云现在也不清楚,每次这几个小荒兽一种,都是围绕着那一棵娇小的世界之树沉睡,沐云也没管过。 反倒是因为这五只的存在,使得她的诸天图,更像是一个新世界,让沐云也是十分惬意。 怎么了? 青牛开口,纳问道,好刺眼啊。 是啊,乌原此刻也是好奇道,怎么突然那么刺眼啊,还怎么睡觉啊,夜狼和银虎,龙马三个小家伙,也是纷纷起身。 没什么。 沐云开口道,只不过是给这个世界,增加了点东西而已。 此刻,看向高空悬挂的太阳,小青牛开口道,哎呀沐云,你弄一个太阳进来干嘛? 你确定这是太阳? 沐云却是笑道,不过是我发现的一颗充满炙热气息的至宝罢了。 这就是太阳吗? 小乌原却是挥了挥双臂,道,我脑子里记得,以前的太阳就是这种阳光的,不过你这太阳,太小了,照照你这方圆五千里之地还行,再大了估计撑不住。 听到此话,沐云却是愕然,看向小乌原道,你记得什么? 反正睡着睡着迷迷糊糊,一些事情记得,一些事情急不得,一些东西就是莫名其妙出现在我脑子里了。 我记得以前的太阳,好大好大,好热好热,可是后来,好像是被水给吞了,吞了。 沐云一阵恍惚,但是不知怎么的,又出来一颗太阳,日升日落,一天天的,反正脑子里的记忆,断断续续的,你这颗小太阳,好像是被吞了的那一颗极小极小的一块,小到可以忽略的了,青牛也是扬起蹄子道,好像是的。 沐云却是神色难以置信。 这真的是洪荒时期的太阳碎片吗? 如同当年,他得到五行神藤,机缘巧合,培养成世界之术,而后来也是才知道,这就是世界之术的躯干,不过能够培养起来,也实在是不可思议。 那这太阳碎片,能不能培养成一颗真正媲美荒谷时期的太阳来? 第3954章七层高塔内的尸体 这个想法,在沐云脑海内一闪而过。 不是没这个希望的。 太阳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哪怕非武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普天之下,万事万物,皆是可以说是由阳光照射才能生存下来。 甚至于,天地之力的释放和爆发,与太阳,或许都可能牵扯极大的关系。 当然,这一点,却非现在的沐云可以去理解和领悟的。 此刻,那小太阳悬空于沐云的诸天图内,光芒四射,使得沐云诸天图内的空间都是变得明亮许多。 几只小家伙却是有些不乐意了。 这样刺眼的阳光,让他们很难安然入睡。 没事的,面对几个小家伙的抱怨,沐云却是笑道,实在不行,你们就去那一棵大的世界之树上面休息。 可以。 当然。 当沐云话语落下,几个小家伙哪里还犹豫,直接飞奔着跑到巨大的世界之树树干下,沿着树干,钻入到树丛内,身影逐渐消失不见。 沐云思绪也是退出诸天图。 如何? 萧云儿直接问道。 暂时算是属于我了。 沐云笑道,在诸天图内,应该是翻腾不出什么花样来的,没什么好担心的。 萧云儿此刻却是指了指前方,道,你看高塔,此刻,沐云随着萧云儿所指的方向看去,之间高塔顶端,金珠消失后,光芒暗淡下来。 而大门此刻,轰然打开。 整个高塔上下,散发出一道道玄奥晦涩的古老气息。 与刚才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沐云此时,手握抱残剑,小心翼翼。 萧云儿此刻,也是不曾大意。 二人一步步进入高塔内,那种来自洪荒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只是,二人一路进入到高塔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是,当两人踏过高塔大门之后,轰隆一声,突然响起。 两扇大门,在此刻自动合上,沐云和萧云儿也根本没什么反应的时间。 小心点。 沐云开口道。 尽都尽来了,眼下只能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古怪了。 整个高塔内部,大地是泛着苍青色的玉石铺就,而四周,一根根玉石柱子,支撑起高塔的脊梁。 同时,抬头看去,四周皆有悬空的吊顶,吊顶泛着淡淡的血色光芒,但是并不恐怖。 除此之外,平平无奇。 只是沐云没看出什么奇怪的东西。 寻金神罗盘将二人指引到湖泊底部,发现此地,不该是什么都没有吧。 心中如此想法,沐云则是继续寻找着。 沐云,你看这里。 此刻,萧云儿却是有所发现。 沐云听着声音,来到高塔一角位置,只见在此地,摆放着一块石碑。 石碑上,只有简短的几个古字。 下家,下书城。 五个字,没有其他记载。 萧云儿此刻走到大殿另一角。 这里还有。 下家,下明豪。 此刻,萧云儿看着大殿内各个角落,只见得,一座座石碑,记录着一个个名字。 可只有名字记载,其他倒是空无一物。 这是什么情况? 萧云儿也是面色不解。 下家和开山道宗同在大下狱内多年,早就不合,一直有所征战,只是,十八神帝之战,又被称为厄园灾难,彻底爆发,下家和开山道宗,或已经彻底没了。 这里,或许是,死去下家弟子牌匾之处。 去上面看看。 闻。 二人小心谨慎,离开第一层,朝着第二层而去。 来到第二层,偌大的大厅,此刻,并非是每一个角落内摆放着牌匾,而是在整个大厅地面上,一座座牌匾,有序的静静摆放,仔细看去,足有成千上万块。 沐云和萧云儿看了片刻,便是继续登上上一层。 来到第三层内,依旧是牌匾。 第四次,第五层,最终,足足到了第七层,终于不再是牌匾了。 第七层位置,是一间房间,房间内外,装饰所用,看起来皆非同一般。 此刻,沐云和萧云儿却是更加谨慎了。 而此时,房间内,内内外外,又是被帘子遮挡,分开好几处位置。 沐云此时立于门前,脚步跨出,来到房间内。 而此刻,正对房间中央的位置,四周倒倒微慢落下,风声微响,微慢声腾,从那微慢之间的空间,沐云看到一道身影,立于房间内。 只是,当沐云目光看去之际,却是眼神微缩。 站在房间内的那一道身影,身披青衫,身姿修长,一张脸看起来,亦是分外的俊美。 可是,仔细看去,那一张脸,却是显现出几分,苍白。 尸体。 沐云和萧云而此时靠近那站定的身影。 白面白唇,面无血色。 无论怎么看,都是带着死记的感觉。 一具尸体,站在这第七层内。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沐云忍不住呢难道,下家的藏尸阁。 萧云而此刻也是摇了摇头。 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一具尸体,停在第七层内,确实是有些匪夷所思。 小心些吧。 此刻,沐云仔细观察尸体。 从上到下,保存完好,除了没有生机,面容白皙些,其他与活人没什么区别。 而看向房间四周,也没什么奇怪的地方。 这座高塔,似乎都是没什么奇异之处。 走吧,萧云而开口道,看来,那太阳金珠,才是最重要的至宝了。 沐云若是可以将太阳金珠炼化,融合到天地轰炉之中,与天地轰炉力量合而为一, 那沐云操控天地轰炉的爆发力,会更强。 嗯? 沐云也是点点头。 二人刚准备离去,突然,萧云而却是停下。 怎么了? 有人来了? 萧云而拉起沐云,看着这第七层,顶端四周,一层玉石堆砌在一起,围绕成一个圆,可以躲避二人。 萧云而与沐云顿时飞身而上,遮掩全身气息,如同与玉石融为一体一般,莫不作声。 而此刻,第七层位置,蹬蹬蹬的脚步声,不断响起,逼近,楚灵山,你可莫要骗我。 一道青年的声音,富有雌性,在此刻响起,笑道,虽说你我都是楚族子弟,可是你该知道,骗我,可没好果子吃。 第3955章 无痕剑 声音响起,沐云和萧云而急忙缩回身影。 此刻,第七层大殿内,似乎来到几道身影,看气息,一共五人。 四男一女 开口的就是为首一名男子。 萧云而此刻仅仅依靠沐云,传音道,楚族的楚中,好像是通天四重境界。 楚灵山,沐云也记得这个名字。 昔日在皇帝宫内之时,楚族带队的戎天境强者名为楚郡,而楚灵山当时就跟随在楚郡身侧的。 这几人,怎么到达此地的? 这湖泊下的空间秘境,沐云和萧云而路过,都是没发现什么古怪,若非是寻金神罗盘,二人只怕也会错过这里。 楚中大哥你放心吧,我信得过你,才会找你一道钱来。 楚灵山声音响起,笑道,这地方,也是我偶得的一张藏宝图内记载的而已。 此处为西年夏家夏文渊所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当年的大夏狱,大夏狱内,两尊霸主级别势力,其中一方为开山道宗,宗主开山道尊人,而另一方为夏家,族长夏文府。 楚灵山威威道来。 夏家和开山道宗,彼此是敌对的,但是不知为何,两方都是彻底覆灭。 而夏文府和开山道尊人这两人,实力或许与我们当今的称号神称号帝相当,夏文渊乃是夏文府的弟弟,在夏家地位非凡。 据说当年,夏文府机缘巧合,得到一片太阳碎片。 太阳碎片? 听到此话,楚中神色微变。 嗯? 楚灵山点头道,至于如何得到,不好判断,毕竟年代久远了,可是此事应该不假。 不过,夏家覆灭,那太阳碎片,却是没了踪迹,我此次带楚中大哥来,是为了另一件东西。 听到此话的沐云,更加确定,诸天图内的小太阳,真的就是西年洪荒时期的太阳碎片了。 只是,当年洪荒时期大战,连太阳都是被彻底覆灭了吗? 那现今时代的太阳,从何而来? 人造的。 谁能有那么大的能耐? 此刻,沐云和萧云儿皆是继续听着。 楚灵山笑道,夏文渊本身也是一位主宰境强者,而且拥有一柄古老的戒气,是什么? 无痕见。 楚灵山回答道,至少是八品戒气级别了。 八品戒气。 容天境和伐天境武者所用。 整个苍蓝世界内,主宰境武者本就不多,化天境和通天境所用为七品戒气,容天境和伐天境为八品戒气,而风天境为九品。 至于称号帝,称号神级别,那也被称为帝气神器,这个神,所称呼的只是称号神的神,真正的天地神灵。 而实际上,苍蓝世界,主宰境如果按照十万人来说,那几乎是八成都是化天境通天境,一成五是容天境,伐天境,最后半成是风天境。 容天境,伐天境,风天境武者极少,这也就造成了八品戒气,九品戒气也是罕见,至于帝气神器级别,那就更不必说,哪怕是称号神称号帝,那也不是人手一剑的。 一剑八品戒气,哪怕是一般的层次,那也会让通天境武者争破头去抢夺。 毕竟,就算是楚族,肖族等等这些一等势力家族,八品戒气,也是罕见,莲戎天境,伐天境层次,都不能人手一剑,更何况呼是通天境。 八品戒气,无痕剑。 楚中看向楚灵山,笑道,灵山妹妹,看来你进入此地这几个月时间,没少有收获。 这八品戒气无痕剑,你找我来,你得到什么? 楚中一眼看出楚灵山别有用心。 毕竟,剑只有一把,楚灵山得到,何故找他? 楚灵山却是笑道,这下文渊的府邸内,不只是这一把无痕剑那么简单的。 哦! 楚灵山继而道,楚中大哥,你先得到无痕剑,后面的,我们离开此地,我再与你说明。 好。 楚中虽说是通天境四重,可是他相信,自己此番出去后,定可以到达戎天境,而到时候,有一件八品戒气在手,那战斗力自不必说,是大大的提升。 楚灵山笑了笑,来到战定的尸体前。 沐云和萧允儿二人,此刻探出脑袋,仔细看去。 只见楚灵山手中,出现一道令牌。 令牌不过是孩童巴掌大小,上面印刻着一个下字,十分清晰。 而当楚灵山令牌靠近那一具尸体后,上下扫过,只见得,在尸体腹部位置,光芒一亮。 楚灵山神色一喜,手掌抓出。 一柄剑,就这般被楚灵山取出。 剑长三尺五寸,剑宽半掌,而灵力的剑身之上,带着火红的光芒,印刻着金色的纹路,青色剑柄上,飘扬着红灵。 无痕剑。 整个剑身,即便是有金色的纹路,可是一眼看去,如流水一般的线条,贯彻一体。 楚灵山此刻取了剑,直接交给楚中。 楚中大哥,看看我有没有骗你。 楚灵山此刻微微一笑。 楚中手掌直剑,长剑发出一道嗡鸣声。 戒气九品,而每一品的戒气,打造材质是一个档次,戒气的灵性,更是一品一个层次。 强大的戒气,与主人心念一和,所能够爆发出的威力,是能够超越主人的极限的。 楚中仔细体会,徐徐,眼神明亮起来。 一件八品戒气,足以让他在进入容天境之后,在楚族内的身份地位,都完全不同。 要知道,现在的楚族内,不少容天境武者,甚至还在使用七品戒气。 灵山妹妹,你想要我帮你什么? 楚中微微一笑道,尽管开口。 楚中大哥请随我来。 楚灵山微微一笑,静止下楼。 而过了好一会,沐云和萧允儿方才从顶层吊顶位置落下。 沐云围着那尸体好一会,直拍脑袋,无奈道,刚才你我一起看了半天,一点发现都没有,失算了,一柄八成。 七品戒气,就这么被取走了。 沐云手中的暴残剑乃是七品戒气,而且暴残剑吞血生灵,可谓极其强大。 这一柄剑,足够沐云施展到达容天境所需了。 可是,也要为以后想想。 八品戒气啊! 可遇不可求的。 萧允儿当即道,我们算是无意间,以寻金神罗盘进入到这里,自然是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楚灵山,似乎也得到什么消息,对夏文渊府邸很了解。 第三千九百五十六章你让我送死。 跟上去看看。 沐云当即道。 嗯? 既然楚灵山知道的更多,那自然是跟上去看看,不能放过这等机会。 而且,进入洪荒谷战场一季内已经是有了数月时间,看来,各方都是分开了。 话说回来,就算是一大家族内,也不可能大家都是关系和睦,不少人还是存在着小队行动,比较方便的心思。 沐云能够倚珠天图,遮掩自身气息,除非容天境,常人很难发现他。 而萧云儿一体双魂,魂魄之力天生比他人更加强大,那楚中,楚灵山几人,也不可能察觉到他。 二人此刻,尾随而出,在这偌大的府邸内,小心翼翼前行,七转八转之下,楚灵山带着楚中几人,来到一座宅院前。 宅院院墙高大,青砖绿瓦,看起来朴素无华,但是历史留下的痕迹,却是看起来显现出很沧桑的味道。 就是这里。 楚灵山看向庭院,道,楚中大哥,且随我来。 楚灵山推开大门,进入其中。 而沐云和萧云儿二人,此刻就在几人身后百米外,蹲着墙角,二话不说。 当打开大门的片刻,沐云看到,那庭院正对大厅,一座座排扁而立。 祠堂 此刻,楚灵山几人,已经进入庭院内。 沐云和萧云儿在此刻,靠了上去。 庭院内,一眼看去,果真是一座祠堂。 楚灵山此刻开口道,楚中大哥,这就是夏文渊一脉的祠堂位置,而关乎此地,则是很神秘,我在另一处密的内,得到一个消息。 夏文渊乃是夏文府的弟弟,而且颇受夏文府重用,此人天赋强大,被称为夏家第二高手, 本身是一位封天境级别的主宰了。 封天境主宰。 放在现今时代,那也是一方一等势力魁首的实力了。 楚灵山继续道,这个夏文渊,命格独特,此后留下的一道自身主宰道的主宰道印,封禁在灵位上。 此话一出,楚中却是孝道,灵山妹妹,一位封天境主宰凝聚的主宰道印,可是比八品戒气,更加稀少。 封天境,主宰静顶峰。 区区八品戒气,比得上吗? 你就不怕我抢了。 楚中看向楚灵山,目光带着审查。 楚灵山却是孝道,不怕。 楚中大哥且听我说,这封禁在灵位内的主宰道印,只不过是夏文渊所凝聚的十道道印之一而已,大概能让我从通天二重到达三重。 楚中大哥你已经是通天四重,对你增幅并不大,比不得无痕见珍贵的。 楚中文言,沉吟片刻,道,好,我需要做什么。 楚灵山继续道,这灵位内蕴含着一座大阵,楚中大哥是阵法师,帮我破开,而且,破开大阵后,会有一道灵力攻击,通天境不可能抵抗。 你让我送死? 当然不是。 楚灵山取出令牌,道,这上面有夏文渊气血之力,大阵破开,攻击出现,楚中大哥用这令牌抵挡就行了。 楚中此刻认真的看了楚灵山一眼。 楚灵山,你可知道,你若是骗我,他们四人,也能杀了你的。 楚灵山却是孝道,所以,我不会骗你的,你带他们四人,自然是保障,我若是骗你,我会死。 不过,我也希望楚中大哥言而有信,这一道主宰道印,与我而言,突破到达通天三重,十分重要,你若是不守承诺,我若是死在此地,楚灵民大哥,也不会放过你,话说到这份上,楚中心中大抵相信。 楚灵民,与楚灵山是亲兄妹,本身乃是通天五重境界,比他要强一筹的。 看来,来到这里之前,你已经和你大哥通过气了。 嗯? 看到楚灵山承认,楚中笑道,如此甚好,你我二人,皆有撤走,这样的合作,也让人放心。 此刻,院墙外。 沐云看到这一幕,却是与萧允儿心神交流道,这楚族的弟子之间,勾心斗角够厉害,各大势力,各大家族,都是如此,就连叶族,也不例外的,叶族内各方城池城主之间,也有关系不好的,明争暗斗。 萧允儿回应道,上次你去萧族挑战,若非是西婉丹帝出面,只是三位夫人,根本不可能做到。 沐云点点头。 各大势力,皆有此弊端,人心难测呀。 所以,要想杜绝这一情况,那就需要一位超级强者坐镇。 有超级强者在,门下之人,争权夺势,可并不会动摇根基。 而此时,庭院内,楚中已经是开始动手。 楚中手掌挥舞,道道戒文凝聚。 一刹那间,四十万道戒文,汇聚而出。 四十万道戒文,七级戒阵师,戒阵大师级别,可以斩杀通天四重境界了,再配合楚中通天四重境界,这家伙,在楚族也绝不是一个无名之辈呀。 此刻,楚中按照楚灵山所说,开始动手。 道道戒文凝聚之间,楚中体内气势,磅礴声腾。 而祠堂内,一个个灵位之上的灵牌,在此刻颤动,光芒流转,煞气逼人。 突然,楚中打开一条缺口。 陡然之间,缺口未至,道道黑色云烟,弥漫而出。 楚灵山当即道,楚中大哥,快用令牌。 楚中二话不说,凝聚令牌。 那令牌在此刻冲出,道道黑色云烟之中,突然出现一张张嘴脸。 那些嘴脸,痛苦的哀嚎着,发出痛苦的叫声,逐渐溃散。 看到这一幕,楚中心中暗暗松了口气。 看来,楚灵山果然没骗自己。 而此时,戒文不断摧毁祠堂内的戒阵,逐渐,上百道灵牌之中,其中一道灵牌,在此刻突然光芒一闪,爆发出一束璀璨的流光,喷波而出。 那流光在此刻,直冲楚中而去。 此刻,楚中要躲避,却是来不及,胸口被流光击中,身躯倒退。 楚中大哥。 其身后几人,在此刻急忙冲出。 楚灵山,你敢骗我? 楚中此刻当即喝道。 楚中大哥误会了。 楚灵山脸色一白,急忙道,我没骗你呀,这流光是主宰道印凝聚而出的气息,楚中大哥,你看看你体内,可有什么不适应。 此话一出,楚中当即内视几身。 第3957章七星天月体 过了一会,楚中却是神色带着几分惊讶。 似乎,确实是没什么问题。 这是主宰道印存放长久之后,所诞生的灵智,我已经是调查过了的。 楚灵山急忙解释道。 楚中此刻,挥了挥手,身后四人,逐渐退下。 此地大阵已经破除,你想要的东西呢? 楚中直接道。 楚灵山此刻笑了笑,脚步跨出,来到那闪烁着光芒的灵牌前,道,就在这里了。 只见楚灵山手掌一握,随即出现一张仓皇纸张。 那纸张约有一纸厚度,仓皇古老,拖在楚灵山手中,似有千军之众一般。 楚灵山拖起纸张,灵牌在此刻,光芒闪烁。 楚灵山二话不说,手掌一握,灵牌顿时释放出一道道恐怖的光波。 顿时,在仓皇纸上,释放出一道道星光。 星光逐渐汇聚,化作了七道星芒,而七道星芒围成一道圆,最终,在中心位置,一轮圆月出现。 而此时,灵牌突然光芒一闪,炸裂开来,化成鸡粉。 怎么回事? 楚中开口。 楚灵山笑道,我已经得到我想要的了。 这是主宰道印。 楚中却是冷笑道,楚灵山,你以为我没见过主宰道印吗? 主宰道印,乃是主宰镜武者陨落之后,机缘巧合凝聚自身的主宰道领悟而成的印记,对主宰镜武者来说,融合主宰道印,可是使得自己实力大涨。 这种东西很稀少。 可是楚中也并不是说毫无见识,没见过主宰道印,这根本不是。 听到此话,楚灵山笑道,这确实不是主宰道印。 楚中,多谢你帮我了,无痕见归你,此物归我,我二人约定如此,你不会想反悔吧? 楚中冷笑道,若只是一道一般的主宰道印,我也看不上,可若是其他,此刻,其身后四人,皆是围了上来。 楚灵山却是面色不变,冷漠道,没错,这确实不是主宰道印。 夏家之中,族长夏文府乃是一代强者,盖世才华,其弟弟夏文渊,也是一位奇才,出生之日,身还七星,凝聚月华,后来,被确定为七星天月体。 七星天月体? 楚中对此,并不知晓。 楚灵山继而道,七星天月体,凝聚七星之力,汇聚月华,是得天独厚的神体,而配合七星勾天绝,更是威力无穷。 不过夏文渊生死,这七星天月体,只留下了七星天月髓,但是,融合七星天月髓,依旧可以修行七星勾天绝,对于通天境而言,依旧是极为强大的法门。 我此次到来,就是为了七星天月髓。 楚中冷漠道,果然没那么简单。 恐怕这七星天月髓,不只是为了修行七星勾天绝那么简单吧。 确实,融合七星天月体必生凝聚的七星天月髓,与主宰境肉身魂魄,都是一次升华。 楚灵山笑道,现在,知道这些,满意了。 楚中此时,神色冷峻。 你既然将这些告诉我,应该是留有后手,并不担心我对你出手。 没错,刚才并非是什么灵光,而是七星天月体产生的七星天月髓所诞生的髓毒,侵入你体内,你不动武,是不会察觉到,可一旦出手,便会知道,其恐怖之处。 此话一出,楚中脸色阴沉。 贱人。 呵呵,楚灵山淡笑道,大家虽都是楚族子弟,可是彼此间,血脉早已经是稀薄,甚至算不得是一家人了,你算计我,我算计你,不就看谁骑高依着吗? 说得好。 楚中冷漠道,我就算不出手,他们四人,杀你意识很简单。 楚灵,杀了他。 楚中直接下令。 身后四人,顿时走出。 只是看到四人,楚灵山却是并不惧怕。 手指掐绝,楚灵山直接从身体内,凝聚出一道浮印,浮印溃散,而此刻,楚灵山体内的气息,也是豁然变化。 不再是通天二重主宰镜,而是三重主宰镜。 你,我早已经到达三重境界,单单凭借四位二重,拦不住我。 楚灵山痴笑一声,道,楚中,无痕剑,你配吗? 一语落下之间,楚灵山直接下杀手。 而此刻,墙外,沐云和肖允儿二人,算是看得明明白白。 楚灵山得到这下文冤的信息,便是找到楚中,明面上师合作,实际上,早就开始算计了。 楚中确实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小心谨慎,可是现在,还是着了道了。 最重要的还是,楚中小去楚灵山了。 自认为楚灵山的兄长,那位楚灵民并未在此,以为楚灵山不敢对他耍心眼。 可没想到,楚灵山藏了一手又一手。 此刻,四位通天境一重二重楚族子弟,围攻楚灵山。 楚灵山以一敌似,却是神色平静,根本不拒。 你算计我,我算计你。 楚灵山最终,还是齐高一着。 砰砰砰砰,四道身躯,在此刻狼狈倒退,口吐鲜血。 楚灵山此刻却是直接下杀手,斩杀四人。 一旁,楚中想出手,凝聚借力,汇聚主宰道之力后,只感觉全身骨髓如针扎一般,痛入骨髓。 这嘴毒,霸道无比。 别想着挣扎了。 楚灵山吃笑道,安心去死吧,楚中,楚族天才,不缺你一个。 楚灵山冷笑之间,身躯骤然之间杀向楚中。 可正在此刻,楚中却是眼神凶狠,张嘴一颗丹药直接吞下,紧接着全身血脉喷张,整个人肌肤火红,怒喝一声。 暴天猎拳。 一声怒喝,一拳直接砸下。 楚灵山眼神一变,全力抵挡。 轰,直视,刹那间,拳风却是呼啸而来,轰击胸口。 楚灵山神色顿变,身影退后,可依旧是一口鲜血喷出,倒退而回,跌落在地。 剑人。 楚中怒喝道,知道我刚吞下的是什么吗? 尸血戒丹。 死丹吞下,我必死无疑,可是至少能让我失去痛绝,爆发权力,杀了你这个贱人。 我死,你也别想活。 一声冷哼,楚中直接挥拳杀出。 整个釜底,顿时,二人交战,波及开来。 恐怖的爆发力,瞬间四下散开。 楚灵山一步步后退,楚中却是步步紧逼。 你必死无疑,我只要撑住,活下去的,终究是我。 楚灵山俏脸煞白道。 那你得看你是否能够活下去了。 楚中怒吼着,杀气腾腾,冲向楚灵山。 第三千九百五十八章简陋 一场大战,在此刻掀开。 通天三重的楚灵山,被通天四重的楚中,步步紧逼,不断陷入烈势,眼神惊恐。 通天神必拳。 一声怒吼,楚中此刻,体内借力,疯狂汇聚,一道拳影,如同猛虎一般,随着其身躯冲出,眼视杀向楚灵山。 刹那,楚灵山俏脸雪白,手掌一挥,一面盾牌,凝聚身前,抵挡那一拳。 轰,天地之间,轰鸣声撕裂响起。 楚灵山整个身躯,狼狈倒退,划过一道百丈裂痕,轰隆一声,砸入地下。 而此刻,楚中立于原地,脸色煞白的可怕。 剑人,一声喝骂,楚中抬手一拳,便是做事再次杀出。 可是在此刻,楚中脸色一白,一口鲜血喷出,半跪余地,气势颓然。 似乎,丹药时间已经过去。 远处,楚灵山心中一块巨石,终于落下。 死,了,楚灵山此刻,大口大口喘气。 足足好半赏,方才反应过来。 只是此时,楚灵山并未靠近楚中身躯,而是等待许久,方才一步步走出。 来到楚中身前。 他此番计划,可以说是消除了楚中所有的顾虑,可是,万万没想到,楚中居然还有此等自损的戒单。 可是好在,好在自己撑下来了。 楚灵山小心翼翼,来到楚中身前,取下其空间戒指,想要打开。 而正在此刻,早已经失去生命迹象的楚中,却是突然双眼睁开,森然一笑。 要死,一起死吧。 楚中二话不说,手中突然出现一柄剑。 无痕剑。 长剑一挂而过,直接贯穿楚灵山胸膛。 楚中此刻,一口鲜血喷出,终究是倒地,彻底没了气息。 而这一刻,楚灵山眼神呆滞,胸口的无痕剑,似在隐血一般,逐渐将他的生机吞噬,两久,二人皆是没了气息。 而这一刻,在暗处观察一切的沐云和肖允儿,却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两败俱伤。 简陋。 沐云看向肖允儿,忍不住道,这还是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遇到这等好事。 此刻,二人现身。 本想着,楚中和楚灵山二人两败俱伤,或者一方丧命,他们再出现,那七星天月提提随他们便可出手抢夺,但是现在,连抢夺的过程都省略了。 沐云来到二人身前,准确来说,两具尸体前。 抽出无痕剑,看着风锐的剑刃,修长的剑身,沐云心满意足。 到达戎天境后,戒气有了。 这无痕剑,自己倒是可以好好的花费时间来酝养了。 肖允儿此刻,亦是从楚灵山身上,找出仓皇纸张。 此刻,纸张上映刻的七道星辰和一道月亮,闪烁着光芒。 七星天月体,配合七星勾天觉,威力无穷,不知道这七星天月髓如何融合,搜搜他的身,应该能找到。 嗯? 二人空间戒指皆是被沐云和肖允儿收取,在楚灵山空间戒指内,最终确实是找到一道竹简。 果真如此。 沐云打开竹简。 巴搭一声,在此刻响起。 只见一颗玉石,跌落在地,化作碎片。 沐云和肖允儿并未在意,翻看竹简。 是法门。 二人起身,在此刻离去,而与此同时,远隔数万里之外,一片大山只见。 一道青年身影,此刻突然从入定之中行转。 灵民大哥,怎么了? 青年身侧,一名弟子惊讶道。 灵山出事了。 楚灵民一身黑色长衫,面容清秀,忍不住道,竹简被其他人打开了,听到此话,在楚灵民身侧的几名青年男女,也是脸色微变。 竹简被他人打开,并不一定是灵山妹妹出事,灵民大哥别担心,此刻,楚灵民却是并未开口,而是取出一颗玉石。 玉石呈现出菱形,在此刻飘散在楚灵民身前。 嗡,一时间,嗡鸣声响起。 楚灵民脸色一白,那玉石内,却是出现道道光影汇聚。 仔细看去,正是楚灵山和楚中二人交手的画面。 从开始到最终,楚灵山和楚中二人,双双毙命。 在场几人,皆是脸色难看。 楚灵山乃是楚灵民的亲妹妹,楚灵民对这位妹妹的疼爱,可以说是爱到骨子里了。 只是,正当几名青年脸色难看之际,画面内,突然出现二人。 正是沐云和萧云儿。 两人所做一切,此刻呈现在楚灵民身前。 该死。 楚灵民神色一寒,低骂一声。 此二人是谁? 楚灵民直接喝道。 几名弟子之中,一人开口道,萧族的萧云儿,叶族的那个沐云,是他们,此话一出,楚灵民神色一寒。 好好好,可真是会简陋,立刻通知其他人,找到二人踪迹,立刻告知于我,这二人,我要亲手杀了,听到此话,几名弟子顿时神色一变。 灵民大哥,一名弟子开口道,沐云现如今是叶族的掌中宝,那又如何? 楚灵民却是呵斥道,我妹妹亦是我楚灵民的掌心宝,死于楚中之手,我无话可说,可是这等简陋的人,我必不会放过。 再者,七星天月水也在二人身上,若是被二人炼化,那我得到七星勾天绝又有什么意义? 七星勾天绝是和七星天月体相辅相成的。 他们并非是七星天月体,所以无法修炼七星勾天绝,因此,需要七星天月水,这是七星天月体所拥有者才能够诞生的骨髓,融合入体,便可修行七星勾天绝。 原本此事,他打算带着妹妹一起去做。 可是妹妹要强,证明自己,说是有把握做到。 他这才知道,妹妹是要坑害楚中,自己的死对头,借此证明自身。 可谁曾想到,妹妹会和楚中,一起丧命。 更没想到,居然还有简陋的人。 好妹妹,你,楚灵民低喝道,楚中也死了,可是哥哥还是会为你报仇,七星天月水被那沐云和萧云儿取走,哥一定杀了他们,不让你的付出白费。 这一刻,楚灵民将心中的愤怒,全部转嫁到了沐云和萧云儿二人身上。 虽不是二人杀害楚灵山,可是二人抢走了楚灵山为之付出性命的东西。 这二人,该杀。 第3959张化天石虫 而这一时间,沐云和萧云儿二人,早已经是离开了湖泊底部,再次出现在洪荒战场遗迹大陆之上,远顿百里之外,选择一处山脉之地,凿出一座洞府,设下戒阵,收拾妥当。 看着身前的仓皇纸张,以及逐渐内记载的法门,沐云和萧云儿二人,相视而坐。 七星勾天绝,七星天月水,沐云尼南道,这对通天敬武者的战力增幅,应该很大,看法门的记载,着实是不凡,云儿,你来融合修行吧。 萧云儿听到此话,却是摇头道,你忘记了,我一体双魂,另一道魂魄内融合的就是萧族西年老祖们的残缺记忆,不缺解决修行法门,甚至于,一些解决和法门,威力颇为强大,这个还是归你吧。 萧云儿认真道,耽误之急,是你需要到达通天境,否则,实力受限,你很难在这洪荒战场一季内,磨练自己。 看到沐云犹豫,萧云儿再次道,我若是需要,自然不会与你客气,别耽误时间了,好。 沐云此刻,双手捧起仓皇纸张。 七道星芒,围绕着一道月芒,精美无比。 竹简上记载着的,融合七星天月水,可以使得舞者身躯与天地星辰日月产生呼应。 借此机会,积蓄体内的星辰月亮之力,来修行七星勾天觉。 而七星勾天觉的爆发,不只是来自于界力和主宰道之力,更有这星辰月亮之力,三者叠加,爆发出恐怖的威力。 真正的七星天月体,是可以将七星勾天觉发挥出八品界觉威力的。 但是融合七星天月水,能够修行七星勾天觉,所爆发的威力,也就是七品界觉顶峰级别。 可即便如此,也足够沐云在化天境通天境之时,战力增强了。 眼下,只有七星天月水,并无七星勾天觉。 只是,当务之急,先融合再说。 至于七星勾天觉,得找到楚灵民才行。 此刻,沐云一言不发,开始凝聚体内经脉魂魄,按照法门所述,在体内流动起来。 日复一日,沐云闭关之中,萧云儿也是开始修行。 一转眼,半年时间过去。 山洞内,半年内几乎没什么动静。 而这一天,深夜时分,天空之上,兴芒璀璨,照射在大山之间。 而山洞内,沐云周身,光芒围绕,仿佛此刻的沐云,化作了一道星辰铠甲一般,穿戴在身上。 顷刻之间,沐云身躯内,倒倒力量迸发而出。 七道星光,扩散在山洞内,照射着山洞内部看起来,一片柔和。 而沐云头顶,光芒凝聚,一轮圆跃,在此刻汇聚。 此时,仓皇纸张上的印记,彻底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沐云全身上下所凝聚的星光月芒,璀璨无比。 而在这一刻,沐云脑海内,广袤无银的浑海,一望无际。 两条九十余米的主宰道,在此刻并驾齐驱。 而随着沐云体内沟通天地星辰之力时,两条主宰道,开始了无声的蔓延。 每一分每一毫的增加,都是沐云实力的增幅。 主宰道在此刻,不断蔓延。 直到最终,到达百米极限。 化天时重的极限,百米主宰道。 而只要再能够踏出一步,沐云便是通天境主宰。 可是在此刻,主宰道却是停格不前。 只是,沐云体内,凝聚的七星天月髓之力,沟通天地星辰月光,汲取入体内的力量,却是源源不断。 云儿,此刻,沐云一声嘀喃。 萧云儿急忙起身。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这七星天月髓有问题。 萧云儿急忙道。 只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沐云一双大手,直接揽过萧云儿纤细腰肢,拉入到星芒之间。 此刻,山洞内,光滑四射,两道身影却是在此刻,互相交映,上演着一幅令人心跳加速的画面,星光月盲之间,二人身躯彼此交汇,沐云体内,道道星辰月光之力,流转进入萧云儿体内。 这一刻,萧云儿整个身体,似乎受到力量的催动,主宰道再次快速踏出。 而不同于沐云。 沐云魂海内,一道魂魄体站定,魂魄体前,两条主宰道并肩崎岖。 萧云儿魂海内,则是两道魂魄体站定,但是,只有一道魂魄体前,拥有主宰道。 此刻,随着二人身体相聚,萧云儿魂海内主宰道得到星辰月华光芒的贯注,在不断蔓延。 从二百米,超越过二百五十米,到达二百七十米。 通天境,一共有九重境界。 超越一百米,为第一重,而后续每次叠加五十米,会有一次极大的增幅,视为一重提升。 一百五十米为第二重。 二百米为第三重。 二百五十米为第四重。 三百米为第五重。 萧云儿此刻主宰道到达第四重级别,二百七十米。 再加上沐云身体内晶圆的注入,使得萧云儿更是对自身有一定的提升。 光芒逐渐暗淡下来,山洞内,巨石打造的石床,扑旧的软和被褥之上,萧云儿此刻静静闭目,体内气息,逐渐稳定下来。 这七星天月髓,对武者增幅,确实是极为强大,当年的夏文渊,只怕再封天境,也是极强的一位。 沐云此刻,忽了口气道,借此机会,总算是到达十重境界了。 萧云儿此刻睁开双眸,看向沐云,忍不住道,还是一如既往的流氓,就不能换个办法将力量传递给我。 沐云闻言,却是得意笑道,换个法子。 这个法子,如此直接,即可升华你我的肉身,又可升华你我主宰道,更是可以加深我们的感情,为什么要换。 萧云儿闻言,却是脸色微微红润,翻身坐到沐云身上,再次道,既然如此,那就多升华几次。 多少年的分离,现如今的相聚,哪里是短时间内能够释放彻底的。 沐云如此。 萧云儿自然也是如此。 一番余欢之水后,二人相微而眠。 几天后,山洞石壁被推开。 沐云一身墨衣,走出洞穴,伸了个懒腰。 这几个月的修行,几乎是一动不动,再次见到外面的阳光,沐云也是心情大好。 至少,现在,距离通天境,已经触手可及了。 而且,到达十重境界,对她的战力,又是一个恐怖的提升。 不多时,萧云儿一身长裙,包裹着曲线动人的身姿,面容满足,款款款走出。 第3960章 古朽月 这下你满足了。 萧云儿看向沐云,微微一笑道。 你不也是 找打 哈哈,沐云哈哈一笑,副手而立,看向四周山脉,道,进入此地,已经是一年有余了,想来各方已经是逐渐适应,各有收获,不知道还要待多久,没那么快结束的。 萧云儿却是道,沐叔叔将此地带入到逍遥盛须内,最先进入此地的,必定是逍遥盛须内七大家族以及各方生存在逍遥生地内的反修武者们,可是随着时间推移,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各大天界武者,恐怕都会到来,最重要的是,你这位神帝之子在这里,想杀你的人,可不得抓紧机会。 沐云闻言,微微点头 确实如此 最初进入洪荒遗迹战场内的,必定是逍遥盛须内七大家族为首的主宰靖们。 后续,各方势力,不会不出面。 只不过,不知道各大天地,是否会出手。 那些天地门下,找出画天境通天境的顶尖天骄们,还不是很简单。 沐云反倒是希望这些人到来。 如果真的如此,倒不失为自己的一个磨练机会。 整理妥当 沐云和萧云儿二人,便是结伴离去。 偌大的洪荒古战场遗迹,还有许多地方,他们并未探寻,有寻金神罗盘在,二人也并非是无头苍蝇一般乱跑。 随着寻金神罗盘,接下来一段时间,二人倒是找到几处遗迹位置,大废周折进入之后,甚至遇到了许多机关和遗迹内藏匿的凶兽,可是收获确实甚微。 这一天,二人在一座山头亭下。 这寻金神罗盘,看来并不是那么准确。 一些地方确实是神运当空,可是进去一看,根本就是空无一物,不过是徒有其表。 萧云儿无奈道。 不过说回来,倒是磨练了我们的实力,你从一重到达四重,速度极快,也可以稳定稳定你的战斗力。 也是,二人休整片刻,寻金神罗盘之上,光芒微微闪烁。 去下一个地方看看吧。 嗯? 二人再度出发,寻金神罗盘之上,指针指向另一个方向。 这几个月来,二人已经是兜兜转转数百万里距离,现在身处何方,也是不太清楚了。 不过,这一座洪荒战场遗迹,确实是很浩瀚。 咦? 此刻,沐云微微一惊,笑道,这次,寻金神罗盘所展现的气息,比上几次都强,看来未必是废墟了。 走。 二人在此刻,直接出发,化作道道残影,一次次横度虚空,只是,当二人在一处空间节点停下,展露身影之际,远处,一队人马,遥遥出现。 这些时日,二人也并非是没见到其他人,并未放在心上,直接顿离空间,再次前行。 只是,那十几人远远看到沐云和萧允儿二人,却是停下脚步。 朽月大哥,那两人好像是,沐云和萧允儿。 十几人之中,其中一人惊讶道。 你确定? 此次到来,族内特地吩咐了,下发了沐云的一切特征记录,就是他们,为首一名青年,身姿悠长,却是兽骨临巡,此刻突然双手一握,当即喝道,追。 不由分说,十几人在此刻,速度追上。 而前方,沐云和萧允儿二人,也是感觉到背后等人的追逐。 怎么追上来了? 沐云眉头一挑。 这些时日,他们两人也是遇到其他势力的舞者,亦或者是一些散修的舞者。 可是绝大多数,都是互不打扰。 这十几人,刚才只是碰了个面,现在居然追上来了。 而逐渐,十几人靠近沐云和萧允儿二人。 站住! 前方一名青年,在此刻直接喝道。 沐云却是远远道,不知己未有何贵干。 沐云,你不认得我,我可是认得你。 那为首兽骨临巡的青年话语落下,直接一掌,隔空拍下。 咔咔咔的碎裂声响起,四周空间被这一掌拍得颤抖不止,沐云和萧允儿二人,欲空而行,却是并未停下。 我,古朽月,古族之人,这下知道,我为何追你了吧。 受古临巡的青年此刻喝道。 古族? 古界古族,位于第五天界内,与第五天界天地地炫的神炫门,关系匪浅。 这家伙,是古族的人。 难怪会追他了。 沐云一眼看去,族族十六人,此刻逐渐呈现出包围姿势。 古族的人,对我倒是那么热情,让我没想到的。 沐云回身一眼,笑道,只是,我对你们这群人确实没什么好奇,再见。 说着,沐云速度加快。 为首的古朽月,其速度和刚才一掌爆发,至少是通天境五虫主宰级别了,再加上身后十几人,至少十人在通天境。 这样的一队人马,对付他和萧允儿,还是绰绰有余的。 沐云虽然自认为战力不俗,可是还没狂妄到认为自己可以单挑十位通天境。 走。 沐云直接道,跟随寻金神罗盘方向,看看下一处遗迹,到底是什么地方,争取进入遗迹内,耗死他们。 嗯? 苍蓝世界内,其他势力,沐云不太清楚如何。 可是第五天界内,古界古族。 第八天界内,魂界魂族。 这两大超级势力,与帝炫天帝的神炫门,帝藤飞天帝的飞黄神宗,可谓是关系紧密,对他,那更是见到就要杀的地步。 之前在逍遥圣虚君族地狱内,这两大势力的人,对夜福,夜君的追杀,那叫一个切而不舍。 现在知道自己在夜族,更是不放弃的进入洪荒一季内,来杀他了。 对此,沐云倒是并没有什么恼怒,反而是心中暗暗期待。 来吧来吧,都来吧。 这一处一技之地,是父亲为他挑选的试炼场,那就看看,到底谁才会永远的留在这里。 心中打定主意,沐云一步跨出,体内气势,在此刻爆发。 化天时重 远处,紧紧追随在后的古朽月却是神色一正。 沐云,居然是到达了化天时重境界,这与他得到的消息,完全不一样。 据说,沐云只是化天七重境界而已。 难道如此短暂的时间,这家伙就从七重境界,到达了时重。 第3961章我为大家烫烫路 古朽月眼神之中,带着一抹灼热。 不愧为神帝之子,我若是能杀他,不只是他身上的命数,更是说不得可以得到天地之间的运势,加持我身。 古朽月此话落下,速度加快。 运势这个东西,玄之又玄,谁也说不准。 可是,沐云身为九命天子,若是没有独特之处,帝家会一直切而不舍的要诛杀此子吗? 此刻,十几人速度不减,直追沐云和萧云儿二人而去。 快到了。 看着前方,沐云开口道,希望是一处好地方,只要能够让这十几人不在一起,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反杀他们。 嗯? 二人一路前行数百里,最终,眼前出现一片石林之地。 一片片碎石堆积而成的石队,零散在四周。 而且,更有一道道身影,在此刻纷纷出现。 那石林之间,此刻居然是有上百道身影立定,似乎在观察什么。 而随着沐云和萧云儿二人到此,上百人皆是神色一正,目光看向二人。 沐云 萧云儿 人群之中,有人认出二人。 听到声音,沐云却是心中无奈。 当真是萧族一战,彻底成名,走到哪里,都有人认出他来了。 此刻,那上百人,俨然是分成几方。 沐云尚未开口,只见人群之中,一道身影在此刻突然走出。 沐云 一声低喝,语气之中,带着难以压制的愤怒爆发。 萧哲 看到那人,沐云也是一愣。 他也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碰到了萧哲。 而且,萧哲身侧,一名青年,身着黑衣,此刻目光也是打亮着他。 情况貌似有些不对。 萧云儿此刻目光看去,也是发现,这里不只是萧族的人,楚族,南宫族,荒族,君族,皆有人在此地。 似乎这一群人,发现了此处密地。 沐云仔细打亮一圈。 南宫族为首一人,正是南宫郡,只是金石的南宫郡,看起来比之前更加强大了一些。 看来这段时间来,也是有所收获。 南宫郡身侧,南宫爵看着沐云,依旧是眼神不善。 沐云知道,这家伙对自己没什么好印象,也懒得搭理。 而荒族和君族那边,领头二人,沐云也是见过。 在皇帝宫内见到的。 荒族领头的是荒千锋,君族领头的是君若兰。 这个君若兰,也不是什么好鸟。 而楚族那边,领头男子,看起来颇为冷漠,只是瞥了沐云和萧云儿一眼,没什么表情,沐云也不认得是谁。 此刻,除了这几方之外,还有二十几位散修,聚集在一起,似乎是一个小团体。 看到这一幕,沐云大概明白。 这群人,或许发现此地,与寻金神罗盘所指引的地方,是同一个地方了。 沐云当即道,看来,大家在这里发现好地方了。 怎么不进去? 在等我吗? 萧哲听到此话,却是吃笑道,你脸真大。 平胜大哥,这个混蛋和萧云儿联手,杀了萧汉,不能放过他,在萧哲身侧的青年,听到此话,却是眉头一挑,没有开口。 平胜大哥,我自有决断。 萧平胜不嫌不淡地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沐云对此,却是并不担心。 萧平胜或许看出萧云儿气息不凡,现在动手,脑子坏掉了。 在这密的前,跟萧云儿缠斗起来,其他人进入密的内,那不是得不偿失了。 只是,萧平胜和萧哲没有找二人麻烦,沐云却是心中焦急。 古族的古朽月可就在后面呢,那家伙通天五重境界,若是追上来,这群人,只怕是很乐意见到古朽月出手对付他的。 诸位对宝地不心动吗? 沐云笑道。 南宫族的南宫郡却是笑道,谁知道这里是宝地还是霍地,刚才已经派遣几人下去,杳无音讯。 哦! 沐云咧嘴一笑道,既然如此,我为大家烫烫路。 沐云说着,二话不说,拉起萧云儿手掌,直接进入石林内。 一入石林内,沐云顿时感觉到,四周空间,似乎扭转。 而此刻,眼前景色大变。 从石林外看去,这里就是一片片碎石随即而成的小山,连绵不绝。 可是进入石林后,四周天地顿时昏暗下来。 而在各方五者之间,一道漩涡凝聚。 那漩涡浮现在地面上,约么百丈直径,四周一颗颗小石子悬空。 沐云看到这一幕,却是听到,背后破空声已经响起。 沐云,你跑不掉的。 古朽月的声音,在此刻响起。 听到此话,沐云不再犹豫,直接拉住萧云儿,二人一道,一步踏入漩涡内,身影消失不见,而此时,古朽月领着十几人,在此刻到来。 看到此地一群人,古朽月神色冷峻,哼道,可见到沐云和萧云儿二人。 此话一出,众人皆是一愣。 而到此时,大家也是明白,为何沐云和萧云儿到了此地,直接就不管危险与否,直接进入,在里面。 南宫郡此刻指了指漩涡,直接道。 古朽月哼了一声,二话不说,直接一步跨出,身后十几人,紧随而上,直接进入漩涡内。 此刻,石林之地内,各方子弟们,大眼瞪小眼,一时间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地方,是他们发现的。 可是,这漩涡通向何处,谁知道。 没人敢进去,所以派人进入查探,可却是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杳无音讯,因此大家都是围在这里,不敢轻举妄动。 可是结果,沐云和萧云儿,直接进入。 古朽月也是直接进入。 这些家伙,都是不要命的吗? 此刻,众人面面相去。 荒族一行十几人,荒千锋看了看漩涡,直接道,进。 二话不说,荒千锋脚步跨出,带领荒族十几人,直接进入其中。 荒千锋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想进去。 可是仔细想了想。 沐云是天之骄子,萧云儿也是,古朽月也是,他荒千锋难道不是? 这几个人,直接进入,没有瞻前顾后,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他凭什么担心? 仿佛比目云,古朽月几人矮了一头似的。 怕什么? 要进就进。 第三千九百六十二章开山道场 而随着荒千锋领着荒族一群人进入,君若兰,南宫郡,萧平盛几人,亦是脸色古怪。 而此时,那些散修武者们,似乎也是商定完毕,纷纷动身,直接进入漩涡内,身影消失不见。 南宫郡和南宫爵 萧平盛和萧哲 君若兰 此三方之人,互相看了一眼,也不再等待,直接进入。 一位神帝之子都不怕死,他们怕什么? 修武修武,修道主宰境,见过了多少生死,见过了多少凶险,现在反倒是畏守畏尾,太丢人了。 上百人,随着沐云进入,古朽月进入,一个个纷纷消失在石林之地,而同时,沐云和萧兰儿一入漩涡之内,登时间,天地旋转,一切在此刻,似乎都是彻底天翻地覆一般。 不知过了多久,令人恶心的眩晕感,总算是消息。 沐云和萧兰儿二人,站定在青石地面上。 一眼看去,前方恢红壮观。 一条青色石砖扑就的大道,蔓延无尽头一般,可是放眼看去,确实在前方牵掌位置,就是尽头。 而尽头位置,一座座高山,临次之笔,高山之间,云雾缭绕,云雾之间,阁楼高塔,若隐若现。 如室外山水画面,可却是真切存在。 沐云没有犹豫,直接脚步迈出,朝着前方而出。 直到走到青石大道尽头,沐云脚步顿下。 而在前方,两座高山之间,一道横桥驾驭。 也并不是桥,只是看起来如桥一般,上面还有一座座房屋搭建。 而立于这横桥前,可以看到,桥梁上,书写着四个大字。 开山道场。 沐云当即道,这是,开山道宗的地盘。 兜兜转转这一年多时间,差不多前后有上万里的跨越,可是,原来他们一直还是在大下狱的地域内。 这洪荒古战场遗迹,到底多么浩瀚,沐云不得而知,但是这大下狱,确实是面积不小了。 走,进去看看。 沐云脚步迈开,直接进入。 开山道场。 一般被称呼为道场的地方,都是宗门弟子修行的地方,闭关所在,磨炼所在,以及宗门内一些适合弟子前修的地方所在。 开山道宗与夏家在大下狱内,是两大霸主。 开山道尊人,按照沐云的想法,估计也是称号神称号帝实力,门下核心弟子们,应该大都是主宰境了。 也许此地,颇为适合他们。 想到这里,沐云四下仔细查看起来。 进入两座山内,后方越然开阔,山越之间,亭台楼阁,瀑布飞旋,云雾争霞,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安详。 而二人走了一段距离,便是看到,前面出现一座石碑,石碑上,记录着几行古字,以及一些箭头纸印。 对于古字,沐云自然是不陌生。 还真是修行道场。 沐云笑道,这上面标记了几处位置,供弟子们彼此切磋的无常,有专门的山谷禁地,在左边。 而弟子们闭关修行之地,在右边。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地方。 沐云笑了笑道,走,去右边。 他现在也很想见识见识,这些弟子们闭关修行的地方,倒是有什么奇特的。 开山大宗在洪荒时代,位于苍蓝世界内,到底是什么层次,沐云不知道。 但总归,给弟子们修行的地方,不会很差。 好歹是大下狱一遇霸主之一呢。 一路朝着又赶深入。 而不多时,二人便是来到一座座高山之间。 只是,这些高山,颇为奇怪。 每一座,直插云霄,山腰以上就已经被云雾缭绕,看不到极许高大。 而此刻,高山底部,并非是扎根于地面内,而是悬空约满十丈高度。 一眼看去,眼前大山,皆是如此。 沐云眉头一挑,来到高山前,一块石碑,矗立在高山前方。 沐云仔细看去,豁然明朗。 怎么? 萧云儿看向沐云。 这些古字,他可是并不认识的。 这里名叫千重顶。 千重顶。 沐云解释道,这些山岳,是以阵法托起,而与天地之势勾连,这下方拔地而起的石杖高度,使得山岳和大地之间,凝聚出一种天地之势差,这种差别,可以对主宰镜武者磨练肉身,拥有极大的好处。 实际上,这里就是灌溉肉身的千重顶。 萧云儿继而道,这里看起来,深度起码上千丈距离,难道是一成不变的? 不是。 沐云再次道,山岳拔地距离越高,所凝聚的视差就越高,对武者的肉身磨练就更强。 不过,只针对化天境和通天境武者,看来当年的开山道宗内,化天境和通天境主宰镜,也是培养的核心。 这一点,与沐云最初的猜测也是一样。 下家也好,开山道宗也罢,顶尖层次都是称号神称号地级别,那门下子弟们,到达主宰镜化天级别,通天级别,当时栽培的核心。 到达戎天境,伐天境,封天境级别,应该就是门内的中间力量了。 进去试试看。 沐云笑了笑道。 萧允儿却是担忧道,倘若古朽月等人追来怎么办? 放心,这地方可不是通天境可以破坏的,而且我们一旦进入,开始磨练自身肉身,他们想杀我们,就得进来,可是一旦进入这千重顶范围内,他们自己能不能承受诸都不知道,哪有空管我们? 萧允儿点点头。 当即,沐云脚步跨出,进入山岳下。 东,登时间,沐云脚掌,将地下侵蚀踏得凹陷下去。 恐怖的压力,从天而降。 一步进入千重顶范围内,沐云顿时感觉到,呼吸都是受到极大的压制。 这还只是最开始而已。 只是,缓缓适应这种压力后,沐云也是沉思起来。 此等压力,不只是从上到下,而是从外界,四面八方,对着自身身体挤压而来。 而且,随着这股力量的挤压,沐云感觉到,自己肉身,在不断的被逼迫,皮肤表面,出现道道红色光芒。 可是,逐渐的,沐云却是感觉到身体内的变化。 看似很细微,可却是实实在在的发生着。 此刻,沐云神色微喜,看向萧允儿,笑道,允儿,来。 第3963章千重顶 萧允儿此刻,脚步跨出,进入千重顶范围内,也是感觉到极大的压力,冲击而来。 沐云此刻耐心道,这些凝聚的视差,是天地之力对肉身的锤炼,压制我们的身体血肉,可以将血肉压制到极限,当到达极限的时候,气血之中掺杂的杂质,便是无所遁形,而我们则需要将肉身不完美的地方,尽数的修复。 萧允儿点头 此刻,二人一步步走出,天地之势的压迫,也是逐渐增强。 武道意图,最初入门,就是淬炼肉身。 而实际上,不管何时,什么境界,肉身都是关键。 肉身和魂魄,可谓是根本。 只不过魂魄更加重要,毕竟,肉身被毁,可以再生,再继续打磨,依旧可以恢复巅峰。 但是魂魄彻底烟消云散的话,神佛难救。 就算是大索命术,牧云也知道,魂魄巨损灭,大索命术与天换命,也根本没有任何可能,让死人复活。 主宰敬武者,凝聚主宰道,增幅力量,这一股力量,也是可以用来打磨肉身的。 这已经是必须的步骤,所以大家并不常提及。 此刻,随着一步步深入,牧云感觉到,肉身所遭受的损伤,已经是开始蔓延到了骸骨,甚至连魂魄都是感受到了极大的压迫。 十日霸天树 心中一喝,霸天树凝聚。 这门体术,牧云一直未曾放弃,这是对肉身的修行,而且增强肉身的防御力,可谓极强。 之前,牧云已经是凝聚了十八道霸纹。 此番,借助这千重顶的压力,多增加几道霸纹,很容易就可以做到。 一步一步,牧云和萧云儿在此刻,一言不发,纷纷深入其中。 而不多时,道道身影,在此刻道来。 朽月大哥,你看,他们在那里。 古族十几人,在此刻道来。 古朽月当即目光看到牧云和萧云儿二人。 真是够巧的,古朽月看到牧云,忍不住吃笑道,看来,你们似乎遇到了麻烦。 牧云闻言,却是笑道,是啊,你要不要一起来体验体验麻烦的感觉。 还嘴硬。 古朽月哼道,牧云,古族也好,魂族也好,势必要杀你,你以为有你父亲护着,你就能活下去了吗? 古族内,已经是下达命令,谁若是能够斩杀你,便可得到九品戒气,得到族内族长亲自教导等一系列天大的好处。 牧云听到这话,却是吃笑道,那你们古族那么舍得拿出奖励,你怎么不想想为什么? 我虽然只是化天主宰,可是,想杀我,有那么简单? 若真是那么简单,九大天帝当年就宰掉我了,还会到现在,我还活得好好的。 牧云冷笑道,动动你的猪脑子吧,九命天子,那是有命术伴随的,一般人杀不掉我,北命阁够硬的人,你是吗? 此话一出,古朽月神色冷漠,皮包骨的身姿,在此刻却是散发出强烈的煞气。 要动手,那就进来试试看。 牧云此刻,懒得理会古朽月,继续一步步跨出,专心致志锤炼自己的肉身。 十日霸天术,十八道霸文,在此刻已经是凝聚出第十九道了。 要知道,牧云凭借自身修行凝聚霸文,速度很慢很慢。 可是现在,片刻时间,多出一道,不得不说,这千重顶所带来的好处,确实是很高。 朽月大哥,怎么办? 古朽月身侧,一名青年拱手道。 你去试试,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古朽月忍不住暗骂道,这上面书写的,皆是古字,根本看不明白,这小子,就敢这么进入,肯定有猫腻。 是。 顿时,一人在此刻走出,进入山岳底部。 等时间,强烈的压制力,爆发开来。 那弟子脸色一白,一口鲜血喷出。 可是随即,却是神色一喜,道,朽月大哥,这里的事,可以锤炼肉身。 听到此话,古朽月更是脸色一变。 锤炼肉身? 这是修行之地。 古朽月看向沐云,哈哈大笑道,狗东西,你先走一步,待会让我追上,我会让你生不如死的。 大家都进入,既是修行,又可以追杀沐云。 是。 道道身影,在此刻纷纷进入。 强烈的天地之势,凝聚而来,众人顿时神色一喜。 古族十余人,在此刻纷纷一步步前行,既是修行,又是锤炼自身肉身。 这一刻,又有一些人到来。 肖平胜,肖哲,以及荒千锋,君若兰,楚族那位楚身,南宫郡,南宫爵等人,纷纷聚集在此处。 看到这一幕,南宫爵以为,古朽月等人为了追杀沐云,与沐云一样,陷入到了什么险地,当即开口道,真是够舍得拼命了,不入虎穴烟的胡子啊。 听到此话的古朽月和沐云心中却是同时骂道愚蠢。 这个傻叉。 知道各求。 而此刻,随着众人停留在这里的时间变长,大家也是看到不对劲。 看起来,沐云,古朽月等人,似乎是落入险地。 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两方,似乎在,修行。 下去看看。 慌千锋此刻率先忍不住,命令一人进入其中。 千锋哥,那弟子神色一喜道,这是修炼地,我感觉肉身被压制,很不舒畅,可是,体内似乎有什么排解在外。 荒迁风文言,脚步跨出,直接进入。 而此刻,其余人等,亦是脸色纷纷一变。 马得! 看了半天热闹。 耽误了半天时间。 快! 南宫俊此刻直接走出,进入山底。 此刻,诡异的一幕出现。 上百人进入山底,感受到天地视差的压制,开始淬炼自己的肉身。 慕云和萧允儿在最前方。 古朽月领着古族十几人在后面百米位置。 在后方,便是各大家族的子弟们。 大家此刻,皆是莫不作声,纷纷享受着此等修行之地的奥妙。 足足千丈长度。 而最终,慕云和萧允儿二人,在此刻脚步跨出,走出那山底。 此时,慕云周身,霸闻足足二十四道。 从进入的十八道,到现在的二十四道,若是换作寻常时候,自己慢慢凝聚,至少得数年时间。 单单是这一点,就赚大了。 第3964章 藏魂河 此刻,慕云回身看向百米厚的古朽月等人,微微一笑道,诸位慢慢修炼, 我先走一步,后面应该还有,咱们后面见。 此刻,古朽月神色冷漠,看向慕云,杀气凝聚。 慕云却是笑道,瞪我。 一语落下,慕云手中,一剑斩出。 须灭藏万剑。 恐怖的剑气,等时间扩散而出。 只是,当剑气凝聚进入山体下位置时,被那蜂拥的天地之力,等时间挤压变形,彻底溃散。 不行,慕云眉头一挑,无奈道,看来是没办法杀你们。 既然如此,我在后面等你们几位好了。 说着,慕云迈步就走。 此刻,身处千重顶范围内的古朽月,却是神色一寒。 这个混蛋! 古朽月哼了一声,由你跪地求饶的一天。 此刻,众人皆是沉默不语。 慕云和肖云儿率先冲入到这境地内。 可是现在看来,二人对这里,似乎也比较了解。 石碑上记录的古字,他们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可似乎慕云对那些古字,很是了解。 此时的慕云和肖云儿二人,离开千重顶范围,朝着前方倾石大道而去。 这里是开山道宗弟子的磨练场,一众一众的试炼,精妙无比。 这让慕云也是感觉到,开山道宗的强大。 约玛前进数理地距离,第二道试炼场出现在慕云和肖云儿身前。 此地毕竟是西年开山道宗的试炼地,并没什么危险可言,只要按照石碑记载的方式修行即可。 前方,是一条河流。 河流横跟在身前,左右距离约玛万米,可是深度一眼却是看不到尽头。 而且,这一条河流,通体幽黑,仿佛能够吞噬任何投入进去的光芒。 慕云来到石碑前,看着石碑的技术。 藏魂河 慕云徐徐道,锤炼武者魂魄强度的藏魂河。 这上面记载的,武者进入这藏魂河河面上,魂魄便是会自主受到牵引,脱离身躯,完全脱离肉身的魂魄,就是看自身魂魄的强大与否了。 慕云摩拳擦掌,看向萧云儿,笑道,我倒是很好奇,你的双魂,会得到怎样的磨练? 萧云儿笑道,试试看就知道了。 这段时间,二人一直在洪荒遗迹内,闯入各种秘境内,但是,收获很小。 而且期间,遇到了不少的大麻烦,有几次可谓是死里逃生。 难道这次,只遇到开山道宗西年道场,只是锤炼自身实力之地? 慕云再度道,我先进去,试试看。 好。 慕云此刻,脚步跨入藏魂河内。 下一刻,只见到慕云的肉身在此刻,突然沉入到河底位置,很快消失不见。 而慕云魂魄破体,却是悠然的站定在藏魂河河面之上。 直接剥离舞者的魂魄和肉身,慕云呢喃一声,紧接着,脚步跨出。 随着慕云一步步踏入深处,逐渐,慕云感觉到魂魄所面临的压力。 与千重顶不同,这样一份压力,来自于慕云三魂七魄内。 似乎此刻,三魂七魄受到牵扯,要被彻底拉扯开一般。 舞者魂魄,是由三魂七魄,组合成完整的魂魄体,肉身被毁,魂魄体尚在,依旧可以活下去。 可是现在,这藏魂河上,却是有一道道魂力魄力,似要撕裂慕云的魂魄体。 慕云逐渐明了,此地的妙用。 撕扯魂魄体,魔力魂魄弱强度。 不同于千重顶内对肉身的压制,这是对魂魄的分裂,来观察魂魄体的强度。 慕云当即看向萧云儿道,可以来试试。 闻。 此刻,萧云儿走入藏魂河之上。 可是,下一刻,惊奇的一幕发生。 萧云儿的身体,原本即将沉入河底。 可正在此刻,沉入河底的身躯,却是逐渐上升,稳稳的站定在河面上。 这,慕云灯时间神色一正。 萧云儿此时,双眼闭起,似在仔细感受身躯内的变化。 而与此同时,其身体一侧,出现一道魂魄体。 仔细看去,正是萧云儿本身的魂魄体。 可是其本体,却是立于河面之上,依旧拥有生命气息。 云儿,我没事。 萧云儿此刻开口,解释道,一体双魂,一道魂魄是我自身的,一道魂魄体是来自萧族古往今来的仙祖们的。 这些对肉身和魂魄的剥离,能够剥离出我的魂魄,却是无法包出这些仙祖们的魂魄。 听到此话,沐云更是愕然。 你体内的另一道萧族仙祖们聚集的魂魄体,不会阻碍你自身的魂魄体吗? 萧云儿回答道,不会,他们是无主无仪式的,反而是受到我魂魄体的思维主导。 这些年来,萧族花费大代价提升我的实力,也是希望我能够从萧族仙祖魂魄体内,领悟到更多的舞觉、秘心,甚至是关于洪荒萧族的一切,听到此话,沐云明了。 也就是说,萧云儿体内,等同于是隐藏着一座宝藏。 这宝藏,是萧族历代仙祖集合。 有修行的领悟,有修行的舞觉,有对历史的了解和见证。 对此,沐云心中更是惊讶无比。 现在,他几乎是百分之百确定。 自己这些夫人们,那都是父亲给自己严格挑选的。 看似是机缘巧合的走到一起,可实际上,每一位,都是父亲的手笔在里面。 沐云虽说没对包办婚姻有什么反抗,可是,想到这里,却是感觉不自在。 难道父亲就这么不信自己吗? 一切规结来看,似乎只有碧清玉,是父亲给自己安排的婚事。 可是实际上,这几位夫人,大大小小,都是父亲有意无意促成的。 秦梦瑶,自不必说,冰皇族公主冰兰儿,被魂族所害,父亲找上门,跟兵孝晨,兰莹宝夫妇二人商议,就他们的女儿。 三魂转世术,使得秦梦瑶,怎么就那么巧,到了北云城内,被那时候的她发现。 孟子墨和妙仙宇的丹树强大,当年看起来,一个是沐云的领路人,一个是沐云身为领路人,可是实际上,现在两女的丹树天赋,依旧是很强大。 叶雪奇,是灭天炎之女,与她和陆清风一道,当年在灭天炎身边学习剑术,师兄妹三人之间,叶雪奇剑术看似最差,可是相比于万界来说,那也是极强的天赋。 第3965章 掺杂的记忆 萧允儿的一体双魂,牵扯到洪荒时期萧族的古老渊源。 王欣雅对于阴树一道的超强天赋,展现出其自身的光芒。 九儿体内,更是隐藏着九尾天湖一族的残魂残破,再加上齐天湖血脉的强横。 明月心,水灵族水神转世,天赋,自不必说,可以和秦梦瑶一较高下的级别了。 毕清玉的太阴血脉,听太阴教那边的记载,亦是和洪荒时期有关。 仔细想来,这九女,哪一个又是简单之辈? 在想什么? 看到沐云似有所思,萧允儿问道。 没什么,沐云笑了笑道,只是觉得,我这一生幸福,都是得益于父亲的妥善安排了,萧允儿却是看了沐云一眼, 忍不住道,沐叔叔只是给你选择的机会,决定权还是在你手中,你若无心,我等友谊,也不可能走到一起。 你们一个个可都是天之神女的佳人儿,放眼万戒,那也是备受各方天骄追逐的美人,我算是得了便宜。 萧允儿却是称笑道,别贫了,开始吧,不然那些人追上来,可就不好办了。 嗯? 此刻,二人魂破体力于藏魂河之上。 随着一步步走出,流动的河水,在此刻不只是撕裂着魂破体,更是从二人魂破体脚下,进入体内,溜转一圈,再次退出。 类似于一次,洗礼。 将二人魂破体内的杂质,彻底清洗。 不断的深入,沐云也是不断的感觉到自己魂破的变化。 如果说之前,感觉魂破体似乎如刚刚升起的太阳,光运暗淡,并不清晰。 那现在,沐云感觉到的是正午的阳光,明亮透彻而又富有生命力。 这样的洗礼,是对魂破体整体的灌输。 沐云眼神带着惊讶,而此刻,二人已经是行进藏魂河千米距离,前方看起来,依旧是一片昏暗,无尽头一般。 轰隆隆的声音,在此刻响起。 当二人走过千米距离后,前方却是如同河流进入到断崖位置,凝聚成瀑布一般。 此刻,沐云谨慎道,这是断魂崖了,也是藏魂河最重要的部分,从此次下坠,磨练魂破强度,而后与肉身合为一体之际,与前面我们在千重顶所做的肉身魂破合二为一,到达圆满,切记要小心。 文。 此时,二人来到崖边,身躯不受控制的在此刻,朝着悬崖边缘位置而去。 落。 沐云一语落下,魂破体率先坠落。 请客间。 一股强大的撕扯力,在此刻贯穿沐云全身。 痛苦的滋味,几乎让沐云头皮发麻。 可是他更知道,这是自己必须经历的。 否则,必死无疑。 紧咬牙关,魂破体在此刻,经受着璀璨和打磨。 而此刻,魂破体也是在发生着变化,更具有线条优美性质,更具有恐怖的力量波及。 一种蜕变,在此刻展现而出。 这一刻,沐云魂破之下,太极图案,自动汇聚而出,轮回之门,在沐云身后凝聚,若隐若现。 这是第一次,沐云没有施展太极之道,轮回之门和太极图案自动出现。 随着轮回之门和太极图案出现,沐云的魂破体,发出诡异的变化。 每一道魂力,每一道魄力,似乎都在升华。 这一刹那间,沐云的魂破体,两条百米珠载道,在此刻自动浮现而出。 而其中一条,此刻剧烈颤抖起来。 同时之间,恐怖的爆发力,在此刻席卷而出。 而陡然之间,沐云魂破之中,一幅幅画卷,在此刻凝聚而出。 那些画卷,极为的不清晰,极为的模糊,偶尔有一些清晰的,可也只是一闪即逝。 木浮屠,你杀我弟子,我岂能坐视不管。 岂能不振杀于你。 这乾坤大世界,李,你,迫害万族,我夜流离也不会放过你,要战,万族陪葬,大家,此时此刻,沐云脑海内,不只是凝聚出一幅幅画卷,更有一些残缺的话语,不断响起。 可是,每一幅画面,每一句话,只是断断续续,根本不知道要表达什么意思。 这样模糊的画面之下,沐云感觉到自己的魂魄即将崩溃一般,终于是彻底丧失了神志,再次苏醒,沐云发现,自己在一座潭水边缘的青石上躺着,脑袋感觉柔软,鼻尖淡淡的心香传递而来。 迷糊之间,睁开双眼。 沐云,你醒了,萧云儿终于松了口气,忍不住道,你吓死我了。 我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只看到你突然就昏迷了,直接坠落下来,我还担心你出什么事情,可是来到崖底,就看到你躺在潭水里,一动不动,沐云此刻坐起身来,揉了揉眉心,道,云儿,我看到了许多场景,听到许多话,看到许多人,可是现在,都记不清了。 记不清就不记了,你魂魄没事吧? 没事,沐云此刻眉头紧簇。 怎么回事? 为何会出现那些场景,那些画面? 太纷乱了,什么都记不清。 停歇片刻,沐云自查内身,却是惊讶的发现,魂魄在此时,居然是成长了一大截。 萧云儿开口道,这藏魂河确实是玄妙,走过一遭,对魂魄体的促进,堪称神妙,不亚于吞服七品借丹修行,闻。 沐云此刻起身,看了看四周,道,走吧。 刚才突然的惊变,让他也是捉摸不透。 可是,再三猜测之下,沐云最后只能归结到,自己的天命之上。 九命天子。 太极之道和轮回之门,皆是因为九命天子命数才会出现的。 刚才二者出现,似乎因为自己的魂魄遭受到危机,二者自主出现,更是掺杂了其他的记忆。 难道是,其他九命天子的记忆? 苍帝。 皇帝。 还是逍遥神帝。 沐云无奈叹了口气。 本以为到达主宰境,了解的会更多。 可是现在,到达主宰境,却是出现的问题更多了。 两条主宰道。 还有魂魄之中掺杂的记忆。 这些太奇怪了。 龟仪对此,并不是很了解。 而龟仪也说过,知道这些的,尚且活着的,或许只有地名,天一、第一、命一以及,父亲穆清语。 第3966章卓道路 只是现在,根本无处寻找父亲,更别提地名了。 而四大本源之中的天一、第一、命一呢? 只是,天一、第一、命一这三位,神龙见首不见尾,至今都不知道在何处,该如何去寻找。 沐云一时之间,心中没有头绪,随着萧云儿一道,朝着深处而行苍蓝世界,九大天界,浩瀚无银。 九大天界之地,平行空间,一处处一道道,到处都是,辐射开来,更有千万界域连接,可谓是连绵不绝。 除却这些之外,整个苍蓝世界内,更有一处处洪荒时期所留下的古空间之地。 而此刻,一片不知名的空间之地内。 一道身影,身着青灰色长衫,约么四十岁上下外貌,气宇轩昂,风神俊逸,立于一处处空间漩涡之间。 那恐怖的漩涡,似乎能够将主宰进武者尽数切割成碎肉。 男子行走在一处处空间漩涡之地,神态淡然,靠近那些空间漩涡之际,空间漩涡,一道道自主让开,似乎忌惮男子的气息。 此刻,男子脚步停下。 而在其身前,一道身影,却是缓缓站定。 那看似是一位少年,身着白衣,飘逸出尘,可是身形模糊,并不能看真切。 此刻,白衣少年笑道,你居然能够发现这里? 倒是出乎我的预料了。 相比于你,我发现的算是晚了,帝鸣,你这些年在做什么,可以告诉我吗? 中年笑呵呵道。 慕清语,白衣少年却是笑着摇了摇头,道,我真是看不透你了。 这些年来,我在做什么,想必你越来越知道了,可是,你在做什么,我却是一无所知,大千神境,十三洪荒至宝之二,仅次于洪荒至宝第一的存在,在你手中,你到底是复制了多少个自己,来抵挡我对你的查探。 帝鸣尼南道,以我神帝之实力,诸天万界,亿万无者,无意可以逃脱我的追查,可是当年的你,我查不到。 最初,我不明白为何。 只是,我想对你出手之计,叶逍遥却是阻拦我,后来你就成了叶逍遥的女婿,成了人帝,依靠大千神境,我更是无法查探你。 听及此话,沐清宇却是忍不住笑道,你当年斩杀苍帝和皇帝,被十三洪荒至宝之三的苍天之矛和之四的皇天之铠,难道没亏探出十三洪荒至宝的奥妙吗? 奥妙?你说来与我听听。 帝鸣微微一笑道。 还是你自己去查探吧。 沐清宇笑吟吟道,之前我只是以为,你杀苍帝,杀皇帝,杀叶逍遥,只是为了帝家作罢苍蓝,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是为何。 只是,该发生的事情,终究是要发生,帝鸣,你阻拦不住了。 沐清宇 此刻,帝鸣语气,骤然变化,过了好半场,方才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就别在这里故作高深了。 是吗? 沐清宇却是继而道,你要开四方天门,就真的是为了这浩瀚苍生吗? 你我都知道,你的意图何在,当年叶逍遥为何阻止你,你也知道,地名此刻,沉默不语。 反正当年,我不是很清楚,叶逍遥如何会死在你手中,但是我知道,现在的你,是没办法杀了我的,不管我是人帝也好,是清宇神帝也罢,你都无法杀了我,你在等什么,我不知道,但是,真正的决战,很明显还没到。 你继续准备你想准备的,我继续准备我想准备的。 第四位九命天子,是我儿子,我不可能让你杀了他的,地名文言,神色微冷。 沐清宇是个聪明人。 许多事情,旁人不知道,接触不到,根本不了解。 可是,沐清宇接触不到,却是能够凭借自己的思维推测,确定,更何况现在的沐清宇,已经是有知道的能力了。 既然如此,那就日后再看吧。 地名微微一笑道,苍帝可死,皇帝可死,叶逍遥可死,沐云自然也可以死,四方天门必然要打开的,你想阻拦,可那些古神古帝却是心心念念等待着,你能拦我,能拦住他们吗? 那你又怎知道,所有人都是如你这般想法呢? 沐清宇挥了挥手,笑道,你我之间,谁也说服不了谁,你为你的,我为我的,等真正那一天到来,高低再看吧。 可以。 徐徐,地名的身影,逐渐消散,沐清宇复手而立,看着四周混沌天地。 四方天门开,乾坤大视线。 洪荒啊洪荒,泥南声消散,沐清宇身影也是消失不见。 洪荒战场一记大路。 沐云和萧允儿二人,此刻来到第三处试炼场位置。 这里就是卓道路了。 沐云笑道,第三处磨炼之地,卓道路,锤炼主宰道。 萧允儿此刻目光看去,道,看起来。 似乎没什么特别的。 此刻,横跟在二人身前,是两座山峰。 而两座山峰夹道之间,是一条通天石梯,石梯看起来,平平无奇,青色石砖扑就,没什么独特之处。 而石碑上记载的,这里就是锤炼主宰道的卓道路。 卓道路? 卓烧主宰道。 沐云此刻,却是精神迸发,跃跃欲试。 若是可能,此番说不定可以从华天境到达通天境。 而一旦到达通天境级别,他在这试炼之地内,总归就不会那么束手束脚了。 以华天境斩杀通天境,他能做到,可是很难。 百米主宰道,跨过去,就是一个质变,因此,才会被古人作为化天境和通天境的分割点。 如果到达通天境,他的实力,会得到恐怖的提升。 走。 沐云二话不说,迈步走出。 一步登上着道路之上。 顶刻间,沐云魂海内的主宰道,在此刻,居然是直接显化在自己脚下。 主宰道恐怖的气势,在此刻爆发开来。 两条百米主宰道,此刻出现在身前。 而当主宰道出现的时刻,沐云只感觉,魂海在此刻颤抖,主宰道之上,竟是出现熊熊大火。 这他们,是真的烧啊。 第3967章 迈入通天境 沐云甚至在此刻,想要后退了。 着道路,着道路,沐云只是认为,这是力如迁重顶对肉身的压制,藏魂和对魂魄的撕扯,借此来锤炼主宰道。 可是没想到,真的火焰弥漫,燃烧着自己的主宰道。 主宰境主宰道若是崩塌,若是断裂,那境界就是直线下降。 这样烈火的灼烧,自己的主宰道,可能真的会彻底崩塌的。 只是,随着时间推移,沐云却是感觉到,那熊熊烈火,在此刻燃烧着自己的主宰道,可是主宰道已经是稳稳的铺设在自己身前。 似乎,并没有那么恐怖。 萧云而此刻,亦是登上灼道路。 二百七十米的幽黑主宰道,在此刻铺设在萧云而脚下,熊熊烈火燃烧,萧云而同样没有感觉到任何不妥。 着道路,萧云而呢难道,我听萧族族长说过,主宰道对于主宰境武者是根基,可是许多主宰境武者,为了走得更快,也会吞幅增长类别的丹药,包括融合主宰道印,都会使主宰道不那么纯粹。 比方来说,完美的主宰道,如同一条青石大道,全程是一块青石铺就,毫无缝隙,而吞幅戒丹,或者融合主宰道印,可能会使得主宰道如同石道一般,有裂痕,甚至变成泥路,处处坎坷,也就导致主宰道无法继续眼神,境界停滞不前。 古人会借助更强者的主宰道之力,帮助弱者的主宰道找寻缺陷,进行改善,这着道路,只怕类似于此,不过,这只是刚开始,并没有什么感觉,越是道后面,应该就越是会出现痛感了。 听到此话,慕云眉头一挑。 事实才知道。 走过千崇顶河藏魂河,对肉身和魂魄拥有极大的弊益,现在这着道路,慕云自然不会放弃。 一语落下,慕云直接一步跨出。 白米主宰道,此刻冒着熊熊火焰,慕云和肖云儿二人,在此刻朝着山顶而去。 随着不断登上山峰,火焰在此刻,更加的明亮。 慕云逐渐感觉到,主宰道出现颤抖。 炙热的火焰,对它的肉身和魂魄,都没有任何的伤害,仿佛不存在一般。 可是,主宰道此刻,却是逐渐出现刺痛的感觉。 两条主宰道,并驾齐驱,在此刻,萦绕在慕云脚下,火焰一寸一寸攀附上来。 甚至开始发出嘶嘶嘶的声音来。 这让慕云感觉颇为的不适。 而逐渐,刺痛感越来越强烈,主宰道在此刻,似乎一米一米的被拆解,继续深入,主宰道仿佛一分一毫被撕裂开来。 逐渐,慕云和萧云儿二人身影,接近山道顶端。 而此时,慕云和萧云儿两人,甚至是想要跨出一步都感觉难以承受。 恐怖的刺痛,几乎要将二人主宰道彻底给瓦解。 这就是着道路。 慕云现在算是彻底见识到了。 只是,虽说无比痛苦,可是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仔细看两条主宰道,每一条都是闪烁着漆黑光芒,如同浑然一体。 这是之前所没有的表现。 慕云逐渐平静下来后,呼了口气。 萧云儿此刻距离慕云并不算远,意识身躯微微一颤。 撑得住吗? 回身看向萧云儿,慕云忍不住道。 可以。 萧云儿点头道,这是难得的机遇,如果这点都承受不住。 那想要更进一步,不是痴人说梦了。 慕云听到此话,微微一笑,点点头。 没错,如果连这点都承受不住,那更进一步,就是痴人说梦。 此刻,慕云不再是硬撑着着道路带给自己的灼烧感觉,而是开始领悟。 这着道路之上的火焰,灼烧竹宰道,对竹宰道是锤炼,竹宰道若是锤炼完美,他为什么不能尝试着,延长竹宰道。 一念即此,慕云脚步跨出,体内气势,在此刻升腾开来。 两条燃烧着火焰的竹宰道,在此刻竟是出现开始增长的趋势。 看到这一幕,萧云儿也是俏脸一变。 竹宰道灼烧之际,最是凶险,慕云这是做什么? 想要借此机会,跨入通天境。 可是,这太危险了。 可是此刻,萧云儿想要出言相劝,但是想到慕云现如今的心境,最终还是没开口。 继续朝着上方而去。 慕云此时,似乎全然沉浸于增幅竹宰道的心绪之中,一言不发。 逐渐,二人身躯,踏过灼道路,来到山顶位置。 萧云儿此刻,气喘吁吁,笑脸微白,急忙盘膝定坐,凝聚自身竹宰道,一言不发。 而沐云此时,站定在山顶位置,双眼闭起,双手展开。 浑海内,百米竹宰道在此刻熠熠生辉,如同得天地眷顾一般的精灵,似有勃勃生机诞生。 而此时,百米竹宰道在此刻,徐徐蔓延。 两条竹宰道,在此时并驾齐驱,延伸开去。 轰鸣声,在此刻响起。 百米极限,开始眼神。 一分一毫,逐渐,两条竹宰道,如同黑夜之中,朝着无尽深渊而去的探路者一般,逐渐伸长。 超越百米,便是通天境。 当竹宰道超越百米之时,就会出现第一次增幅,而到达一百五十米时,就会出现第二次增幅。 而此刻,沐云主宰道,蔓延到了一百零一米位置,停了下来。 与此同时,萧允儿也是双眼睁开,缓了口气。 到达通天境了。 萧允儿看向沐云,惊讶道。 卓道路确实是非凡,我两条主宰道都是百米极限,只是之前所吸纳的力量,并未彻底消化,此次算是将两条主宰道内多余的力量炼化出来,促成我突破一百米极限。 不过,只是走出一米,算是踏入到通天境一重境界。 实际上,沐云不是不能继续走下去,而是故意停下来。 他担心,一口气走出太多,会导致自己主宰道不稳。 时间还长,不急于一时。 从迈入化天境,到到达通天境,这些年来,他的主宰道增幅,已经是极快了。 萧允儿此刻也是点点头。 沐云继而道,你感觉如何? 确实是颇有弊异,不过上次一口气走出那么长距离,我也只是稳定主宰道,没选择继续前行。 一如沐云所说,这些,并不着急。 主宰道若是不稳,走得再长,实力也难以发挥出强者威严,更何况,走得太快,更是会导致主宰道出现缺陷,再想提高极限会很难。 第3968章 石归石碑 此时,沐云双拳微微一握,一股强横的天地之势,在此刻爆发而出。 通天境境与化天境差距如此之大,实属罕见。 沐云微微开口道,我感觉到,至少是之前石碑力量的爆发,我可以释放出来。 听到此话,萧云儿却是笑道,本就如此,主宰境界的划分,又不是随意而为,一百米,五百米,两千米,五千米这四个点,作为五大境界之间的四处划分,是古往今来一代代武者所总结归纳出来的。 文! 萧云儿此刻目光微闪,看向下方。 他们,来了,目光看下山峰下,只见到古朽月,南宫郡,楚深,君若兰,荒千锋等人,纷纷在此刻到达山脚下。 而山脚下,那些身影也是看到沐云和萧云儿立于山巅。 沐云,你倒是跑得挺快。 古朽月哼道,怎么? 到山上躲起来,就不会死了。 在古朽月眼中,沐云这是自己把自己走到了绝路上。 听到此话,沐云却是笑道,是不是绝路,你来走走看就知道了。 好心提醒你们一下,这条道路,可是会燃烧主宰道的,小心别被烧个金光,退化到戒位境界,那我可是轻而易举可以杀了你们了。 此话一出,众人皆是神色一变。 石碑上的古字,他们并不认识。 基本可以说,大家都是烫着河水过河,是深事浅,拿命来事的。 可是沐云和萧云儿,似乎对此地,了如指掌。 二人一路走来,似乎畅通无阻。 只是此刻,谁知道沐云说的是真是假。 而此时,沐云也不理会这些人,转身看向身后。 山顶位置,依旧是一条青石大道,只是这并非是什么着道路了,只是普通的青石大道。 青石大道前方,一座梁亭,出现在二人视线之间。 沐云和萧云儿沿着大道,朝着梁亭位置而去。 这梁亭,高约三丈,直径大约十米,容纳数十人站在里面,不是问题。 而梁亭中心位置,一只老龟,背负着一座石碑,静静触定,老龟也好,石碑也罢,看起来仿佛皆是存在许多许多年,古老沧桑。 而此刻,石碑上,空无一字。 除了这一座梁亭,山顶再无他物。 二人此刻立于梁亭内,四目相对,倒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感情到了最后,就结束了。 沐云无语道,什么都没有。 萧云儿此刻也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这确实是,有些奇怪。 千重顶。 藏魂河。 卓道路。 三者尽头,居然就是一座梁亭。 沐云此时,迫使自己冷静下来,缓缓道,一定还有什么我们没发现的地方,此刻,沐云目光紧紧盯着石碑和石碑。 这石碑雕刻得栩栩如生,即便蒙尘,可给人的感觉,只有苍老,但是精神头却是始终存在。 而石碑空无一物,却是比较古怪。 沐云手掌轻轻探出,在石碑上轻轻擦拭灰尘。 神奇的一幕,在此刻发生。 随着沐云手掌轻轻擦拭石碑,那平滑无奇的石碑表面,在此刻光芒闪烁,逐渐,竟是出现一朵莲花的模样痕迹来。 沐云当即停手。 可是石碑上的莲花图案,却是并未停止,反而看起来,愈发的逼真。 这,而逐渐的,莲花凝聚,栩栩如生,刻印在石碑之上。 仔细看去,莲花中心,一道印记,凝聚而出。 那印记稳稳当当的刻印在莲花中心位置。 只是,当看到印记的一瞬间,沐云和萧云儿二人却是神色一变。 主宰倒印 主宰倒印 这一刻,沐云和萧云儿二人,纷纷出声。 而且,一眼看去,这主宰倒印,光芒四射,恐怖的波动,席卷而出之时,令人心悸的气息,在此刻也是不断释放开来。 如此强横的气息压迫,至少是一位容天静强者留下的主宰倒印。 萧云儿此刻喃喃道。 沐云点头,随即走上前去,手掌一握,想要将那主宰倒印给彻底取下。 可是,莲花金光四射,一道灵力的气息,瞬间割破沐云手掌,鲜血流出。 举不下来。 此等强横的主宰倒印,沐云也是第一次遇到。 有意思。 此刻,沐云开口,笑了笑道,容天静武者凝聚的主宰倒印,足够通天静前进几重了,说不得主宰倒可以直接走到五百米,成就容天静。 不过,这主宰倒印,似乎拥有自身的意识。 萧云儿徐徐道,恐怕没那么简达取下来。 我试试看。 此刻,沐云没有冒冒实施再次出手,而是祭出诸天图。 请客之间,诸天图内,倒倒强横的世界之力,化作一道洪流,席卷而出。 沐云打算,以世界之力,震慑主宰倒印内的意识,继而可以收取这主宰倒印。 若是萧云儿通天四重境界,融合这主宰倒印,此番说不得可以到达通天七重八重境界。 心中如此想着,沐云也是动起手来。 可是,正当世界之力,附着在石碑上之时,天地之间,光芒微微变化。 恐怖的波动,在此刻席卷而出。 古老苍茫的石龟,在此刻,居然是缓缓睁开双眼。 而紧接着,梁亭开始颤抖,山峰开始抖动,整个开山道场,大地都是剧烈的颤抖中。 山脚下,古朽月等人刚准备登上,感受到四周的颤抖,纷纷停下。 这个混蛋,在做什么? 而此时,山巅之上,石龟双眼睁开,四肢在此刻,也是缓缓移动起来。 表面的石灰,在此刻脱落,居然是露出一只真正的石龟模样来。 石龟通体幽黑,背上的龟壳,出现道道裂痕,石碑在此刻,意识表面脱落,呈现出青色粉体。 沐云和萧云儿当即立刻后退。 怎么回事? 石龟居然活了过来。 还是说,这家伙,本来就不是死的。 沐云紧紧握住萧云儿玉手,打起十二分精神。 可是在此刻,梁亭突然崩塌。 石龟此刻,脑袋左右摇晃,一双眼睛,显现出精光,目光只是一瞥沐云和萧云儿,身躯缓缓移动起来。 只是,随着石龟四肢攀爬而出,其身躯,在此刻,意识逐渐扩大。 第3969章 你怎么在这里? 当石龟攀爬出梁亭之外,原本三丈长的身躯,已经是化作了三十丈,背上的石碑,意识随着石龟体型的增长而增长。 而且,石龟身躯扩张的速度,越来越快。 逐渐,已经是到达千丈之长,硕大的身躯,宛若是一片乌云一般,将要遮掩天地。 这是什么鬼东西,木云此刻暗骂一声,可是此时,石龟身躯扩大,山顶几乎被其覆盖,木云来不及多想,抓起萧云儿,二人一道,登临石龟后背。 而此时,石龟后背上的石碑,在此刻也是化作了数百丈之高,冲天而起。 此刻, 千丈巨龟,突然腾空而起,沿着山顶,四肢挥洞,飞翔而出。 这一刻,山脚下的众人,亦是看到了这一幕。 我的天,这是什么古老的神龟? 那背上驮着的是什么? 一座石碑? 你们看! 此刻,一人却是惊呼道,这神龟背上的神碑,那莲花图案内,是主宰造影。 此语一出,众人皆是目瞪口呆。 神龟虽瘦,有有镜石。 在这里,所沉眠的一只神龟,该是何等生活过何等岁月? 只不过,吸引大家的,并非是神龟,而是神龟背上的石碑内,那主宰造影。 追! 此时,神龟背驮着石碑,四肢看似缓缓滑动,可是在天空之上,却是瞬间飞迟百里,速度之快,令人咄舌。 古朽月此刻,当即下令,古族十几人,急忙追去。 而其他各大家族的弟子们,也是纷纷追出。 这一刻,古朽月似乎全然忘记了沐云和萧允儿二人,只是眼神炙热地看着那石碑身上的石碑。 主宰倒影 如此强横波动的主宰倒影,说不得可以助他通天境五重到达九重,甚至是到达戎天境。 这时候,哪还有什么心思去想沐云? 若是到达九重甚至是戎天境,杀沐云,不过是挥手之间罢了。 此刻,一行人等,快速追上,紧随其后。 而石碑背上,沐云和萧允儿二人站定,小心翼翼,并未妄动。 巨大的神龟,似乎对二人在他背上,并没有什么反抗的味道,这神龟似乎有什么地方要去,一路前行,并不关注其他的。 只是,神龟足有千丈之长,在高空飞驰,如同一座悬空小岛一般,自然是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 追逐上来的身影,越来越多,各方舞者,也是纷纷看到,巨大石碑上所封禁的主宰道印,消息,逐渐传开,神龟朝着一处方向,不断前行,吸引的人越来越多。 约满三天之后,石龟突然停了下来。 硕大的身躯,在此刻,逐渐朝着下方一片山脉之间落入。 而当石龟稳稳当当落在地面上,沐云和萧允儿二人,并未停留,直接落了下来,站在远处,远远的看着。 此刻,石龟拖着石碑,看似缓慢,可是速度并不算慢地朝着山脉内而去。 沿途,一座座大山,一道道沟痕,都不能阻挡石龟的步伐。 一时之间,这一片古老的山脉,爆发出轰隆隆的炸裂声来。 而此刻,聚集在此地的舞者,已经是到达了上百位。 谁也不知道神龟在做什么。 只是,大家皆是看着那主宰道印,目光灼热。 一些通天境三重四重境界的舞者,终究是忍不了心中的贪婪,飞身而出,想要将石碑收取,将主宰道印融合。 可是,当那些身影手掌碰触到青色莲花之际,想要抓去主宰道印之时,一道道莲花花瓣,突然破空而出,爆发出强横的气势,瞬间将那些身影割裂成碎片,鲜血染空。 这一刻,所有人皆是神色一变。 通天三重四重境界舞者,如同纸糊的一般,居然是瞬间被斩杀。 那主宰道印,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找死的东西。 人群之中,一道冷哼声响起。 为首一名青年,此刻痴笑道,这神龟显然是要寻找什么,说不得是这洪荒大地上的一处古迹,那主宰道印是别想要了,古迹会在打开古迹之时,彻底报废。 青年双拳微微一握道,看来,有些遗迹,要现实了。 在其身侧数十人,此刻也是远远的看着。 而此时,萧允儿目光看向那一对人马,低声道,魂族的人。 沐云此时,也是目光随意撇去,双方距离较远,而且此地人数杂多,魂族的人,也没发现他。 而不多时,山脉四周,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同时,古朽月,南宫郡,君若兰,荒千锋,楚身等人,也是纷纷带人赶来。 魂汉明 古朽月到来,立刻看到魂族那一群人,看向为首青年,直接道,你怎么在这里? 古朽月,你这话说的,我看到奇怪,就过来看看,不可吗? 此刻,沐云和萧允儿二人,再次退却一些距离。 古朽月来了。 加上魂汉明 二人若是联手,他和萧允儿不是对手的。 好在此地人多,二人有心隐藏,古朽月和魂汉明也未察觉。 而正在此刻,远方,一队人马在此刻赶来,气势十足,各个精神气息强大,一眼看去,皆是通天静修为武者。 楚族的人 魂汉明和古朽月二人此刻没说什么,只是看向山脉深处,神规继续冲入其中,楚族一共二十余人,在此刻到来。 那楚身看到这一幕,神色古怪,可还是迎了上去。 灵敏大哥 楚身拱手 闻,发生何事? 这神规什么情况? 楚灵敏神色淡然道。 他最近一直在追寻沐云和萧允儿的消息,楚灵山身死,他心情很不好。 当即,楚身将在开山道场内的遭遇,讲述一遍。 听完,楚灵敏双全紧握,似在压抑自己心中的怒气,缓缓道,沐云。 嗯?那小子在哪里? 楚灵敏呵斥道。 楚身顿时脸色一变。 他虽是通天境四重,可是楚灵敏却是通天境五重,高出一众,楚灵敏如此呵斥他,他也无话可说。 大家看到神规,就都追上来了,连古朽月都是没关注,这个混蛋。 楚灵敏此刻一步跨出,隔着数百米距离,看向另一边的古朽月,直接道,古朽月,听闻你见到沐云了,可知道他现在在何处。 第3970章 开山道宗古地 楚灵敏的声音,并未有刻意压制,在场数百人,皆是听得清清楚楚。 只是,面对楚灵敏的质问,古朽月却是神色不善,懒得搭理。 楚灵敏是通天五重,楚族天骄,他古朽月还是古族天骄呢,这等语气,他自然不喜。 楚灵敏却是再次道,我知道你们魂族和古族都想杀了沐云,我也是,听到此话,古朽月却是神色带着几分询问的味道。 楚灵敏继续道,多余的你不需要问,只是想知道,你们可曾见到此子。 古朽月眉头一挑。 只是此刻,楚身却是走到楚灵敏身前,低声道,灵敏大哥,我见到了沐云。 在何处? 就在之前的开山道场内,这家伙与萧云儿一道,当即,楚身将前后说出。 楚灵敏神色一寒,继而道,此子肯定在此地。 楚灵敏说话之间,目光看向四周,神色阴冷。 只是,扫尸一圈,却是并未看到沐云的身影在何处? 楚灵敏神色冷峻。 楚身在一旁,却是一言不发。 他并不知道,楚灵敏和沐云有什么过节,只是看楚灵敏现在仇恨的目光,想要吃人的架势,便是知道,沐云只怕是得罪死了楚灵敏。 此时此刻,楚灵敏,魂汉明,古朽月三方,在这一群人之中,实力算是最强。 而其余珠方,皆是没说什么。 大家都是在等待着神龟,想要看看,这神龟到底要做什么。 一路前行,速度不算快不算慢,神龟一直在开山凿石,似乎在寻找什么。 而突然,神龟速度停下。 众人皆是目光看去。 只见到神龟此刻,背上的石碑,莲花内刻印的主宰倒印,在此时居然是直接溃散。 那主宰倒印,化作一道身影,在此刻光芒四射,四射着众人在此刻,根本无法睁开双眼直视前方。 只是,随着身影出现,神奇的一幕,显化在众人身前。 恐怖的波动,在此刻席卷开来之间,所有人皆是感觉到,四方天地,似乎在此刻,即将崩塌一般。 山脉溃散,空间颤抖。 在那群山之间,此刻居然是出现一道道令人心悸的气息。 波动席卷开来,众人皆是目光一呆。 山月在此刻,豁然打开。 一道山门,出现在所有人面前。 那山门一侧,一座山峰之上,印刻着四个活灵活现的大字。 开山道宗 沐云一眼看去,心中惊讶。 这是,开山道宗的古地。 居然是被封禁在此地,难怪这段时间,虽说大家都在大下狱境内,可是并未听闻开山道宗之地的传闻。 是被封禁了。 只是,眼前此人是谁,为何都已经是成了主宰道印,失去了生命,却依旧是执念如此之深,要返回到这里。 随着山峰打开,出现开山道宗,以及其内的景象,众人纷纷惊骇不已。 那一道身影,此刻踏着神规,一步步进入到开山道宗内,直到最终,身影消失不见。 众人此时,哪里还停留,纷纷涌入到山门内。 那古字,他们并不认识。 可是,两座山峰后的景致,他们却看出许多端倪。 一条青石大道,延伸到山峰内,一眼看不到尽头。 而大道两侧,一座座山岳,亭台楼阁,飞穷玉宇,一眼看去,如同人间圣镜,天上先帝。 古朽月此刻眉头一条,手掌一挥,追随着他的古族子弟们,纷纷冲入山内。 魂汉明和楚灵明二人,此刻也是静止入内。 南宫郡,南宫爵,荒千锋,君若兰以及萧平胜等人,此刻也是纷纷入内,一时间,山脉外,空荡起来。 沐云和萧允儿二人,此刻方才从隐藏之地走出。 开山道宗 远远地看着那四个大字,沐云便是心神摇曳。 大下狱,两大霸主之一。 这开山道宗,以沐云现在所掌握的信息来看,顶峰之际,底蕴和实力,应该是不逊色于叶族,消足这些一等势力的。 此等地方古迹,自然是极为吸引人。 走 二人此刻,意识入内。 进入山脉之间,空间给人的感觉,更加稳固。 沐云立于原地,看向四周。 整个开山道宗,至少是绵延百里,深入山脉内部,而且沿途之间,亭台楼阁,山中高塔,临次至比,在高大的树木之间,若隐若现。 此时,到来此地的上千人,早已经是分散开来。 沐云目光看向四周,与萧云而移道,朝着东侧而去,进入到一片楼阁之间。 此刻,各方舞者皆是分散开。 虽说谷朽月、楚灵民、魂汉明这几人队伍实力较强,可是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将其他人赶走的地步。 道道身影在此刻散开。 沐云和萧云儿,倒是也不引人注意了。 二人来到一座阁楼前,推门而入。 一入阁内,一股苍凉的气息,扑面而来。 偌大的阁楼,并不空荡,但是显现出几分萧瑟。 此时,沐云和萧云儿在阁楼内,仔细查探起来。 阁楼一共三层,上上下下看了一遍,也没什么奇怪的地方。 二人离开,进入下一处阁楼。 这一座阁楼,一共四层,高大威严,处处显现出几分庄重。 推门而入,阁楼内,摆放着桌椅书柜,看起来颇为的干净整齐。 一排排书架,摆放在身前。 沐云目光看去,随手取出一本古籍,观看起来。 上面记载的,皆是洪荒时期的古字,沐云仔细看去,随手取下几本,一一浏览而过。 这上面记录的是开山道宗的弟子名录。 说着,沐云在古籍、圈轴、竹简之中,不断翻看。 开山道宗,存在三百二十万年,在洪荒时期,乃是大下狱霸主之一,和下家并肩而立。 开山道尊人,是唯一依人宗主,确实是笔尖称号神称号帝的实力。 大下狱,沐云翻看着手中一本足有半米长,一掌厚的古书,眉头一挑,道,大下狱是大渊界百狱之一,而且,大下狱在大渊界之中,只能算作中等底蕴的一狱之地。 此话一出,连萧云儿都是神色一变。 如此说来,大渊界之地,岂非是拥有上百个类似于下家,开山道宗级别的势力,上百位称号神称号帝,萧云儿说出此话,自己都是被吓住了。 第3971章万遇困天阵 如此说来,一个洪荒时期的大渊界,底蕴和实力,都是比拟现今的苍蓝事件了。 这也太恐怖了。 二人也明白知道,洪荒时期,武力应该是超强。 洪荒时期的那些古老神帝们,恐怕实力也绝非现今的青羽神帝和封天神帝可以比拟。 古神帝,或许比现今神帝势力强大不少。 可是,整体上,差距应该没那么大。 但是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一个洪荒时期的大渊界,便是比肩苍蓝世界现今的实力,那整个洪荒时期的世界,到底多强? 沐云突然想起乾坤大世界。 古老的洪荒历史,苍蓝世界并不是这个称呼,而是被称呼为乾坤大世界。 如此说来,大渊界也只是乾坤大世界一界之地。 那其他的界地内呢? 此刻,沐云算是对洪荒时期有了一个较为浅显的认知。 乾坤大世界? 浩瀚无穷,恐怕绝对不是苍蓝世界可以比拟的。 而大渊界,是乾坤大世界一界之地。 大下狱,又是大渊界百狱之一。 如此说来,整个乾坤大世界,恐怕会是现今苍蓝世界的百倍千倍浩瀚。 照这么看的话,能够诞生出十八位神帝,也就不足为奇了。 只是,如此浩瀚的世界,却是因为厄园灾难,因为十八神帝之战,使得万物万族遭受到毁灭性打击。 走过了太古时期,远古时期之后,才恢复到现今的模样,实在是令人唏嘘。 强者一怒,血河万里。 诸强震怒,天地不存。 此话,一点儿不假。 沐云仔细翻看着这一本记载最多的古籍,心中越发的惊讶。 开山道宗,开山道尊人,坐下三大弟子,齐润,宇炫,白征,这三位是开山道尊人的得意助手,除此之外,还有诸多长老,诸多天骄弟子,到达戎天境的天骄子弟,这上面记载的有十九位。 萧云儿点头道,如此看来,开山道宗顶峰实力,应该是和现如今的业族,萧族一类,相差不多。 嗯? 和尚古籍,沐云直接收入囊中。 这上年记载的关乎于大下域开山道宗的事情,关乎于大渊界,乾坤大世界记录极少,不过留着以后说不得会有什么发现。 这次,沐云算是再次被刷新了认知。 苍蓝世界,九大天界划分,而整个苍蓝,与千万玉界之间有所关联,生灵亿亿万,堪称广袤无银。 可是现在看来,新年的乾坤大世界,绝非是苍蓝世界可以比你的。 差距很大。 这是沐云目前所能够得知的消息。 至于其他,此地的古籍,记录的比较少,看不出什么。 曾经,娘告诉他,父亲可能是在查询洪荒时期的事情,了解渊源。 他之感觉,过于飘渺。 而现在,自己也是一步步开始对洪荒感兴趣。 洪荒之前,有没有九命天子,他不知道。 但是第一任九命天子,就是苍帝,太古时期,摆帝之首。 第二位是皇帝。 第三位是叶逍遥。 第四位是他沐云。 现在,古怪的是,他还在,第五位,他和秦梦瑶的儿子,已经是出现九命天子命数。 两位九命天子并存。 难道他注定要死? 然后下一任是尘儿。 洪荒时期是否存在九命天子,沐云不知道。 所以,他更要去了解洪荒。 沐云一时之间,想不到什么。 他知道的还是太少了。 此刻,沐云突然感觉,父亲将这一片洪荒大陆一计,搬运到逍遥圣须之地,让他进入,或许并不只是让他提升境界这么简单,更是想让他了解洪荒。 这次,不只是关乎自己了,更是关乎那位见过面的长子尘儿。 沐云微微叹了口气。 此刻,他倒是突然有些理解父亲了。 三任九命天子,皆是丧命。 父亲担心他的安慰。 隐忍数十万年,成就神帝,一直奔东芒西,只为了儿子的命。 而现在沐云自己,不只是担心自己的命,更是担心自己儿子的命。 嗜毒之情。 此刻,萧云儿却是看向沐云。 道,别担心了,总是要一步步走出。 闻。 萧云儿再次道,这次,你不是自己,沐叔叔也不是自己,他有你,你有我们。 我明白。 二人继续查看楼阁内的一切。 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内,也存在着许多古籍,记载着的都是开山道宗内历年来的弟子籍冠一类的。 来到第四层时,只见到第四层位置,书架深处,一张桌子摆放在内部。 沐云来到桌前,一眼看去,是一幅阵图。 可以看到,阵图展开。 想来是看守此地的开山道宗长老或者弟子,正在揣摩这一张阵图,结果出现什么事情,直接离去。 恐怕是大事,否则不可能阵图都没来及收走。 沐云眉头一挑,仔细观摩阵图。 洪荒时期的大阵阵图。 在阵图一角,古字记录着关于这阵图的一切。 万遇困天阵。 沐云仔细观看技术。 徐徐,沐云开口道,看来洪荒时期修行法门与现今时期相差并不多,界文凝聚,汇聚城镇,这一座大阵,四十万道界文凝聚,足以对付通天四重主宰境。 他现在还有两门阵图在手。 羽化七神阵,三十万道界文为顶峰,不过只能对付化天境武者,对付通天境武者,则是会显得捉襟剑走了。 还有一门则是黄泉九英阵。 此阵威力强大,三十万道界文为底线,凝聚四十万道界文汇聚,也足以震杀通天四重武者。 不过,沐云现如今只能够凝聚三十五万道界文,对付通天境一重二重境界尚可,三重四重就吃力了。 此刻,沐云仔细观摩阵图,心中大概明白。 不过,现在不是尝试凝聚的时候。 收起阵图,沐云和萧允儿便是准备离开这里。 只是突然,沐云却是一愣。 书桌抽屉,打开一部分。 而此刻,抽屉内,一道印记光芒,徐徐闪烁出淡淡的光芒。 沐云一眼看去,仿佛不敢置信一般,随即打开抽屉,那印记光芒,愈发璀璨,照射房间。 主宰倒影。 沐云此刻,神色一正。 真的是主宰倒影。 萧允儿此时,也是愣了愣。 第三千九百七十二张风阵图。 小心翼翼,取出主宰倒影之间,沐云仔细观摩。 并不算强。 沐云开口道,应该是容天境武者所凝聚的主宰倒影,但是,大部分力量消散,只有一小部分了。 萧允儿此刻也是点点头。 在夜族时候,沐云翻阅记载,对主宰倒影算是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化天境,通天境,容天境,伐天境,封天境五大境界主宰,皆可凝聚主宰倒影。 当然,过程比较复杂,很难。 而凝聚出的主宰倒影,对于其他主宰境修行的弊益,十分巨大。 可以帮助畅通无阻的提升主宰倒。 这是十分罕见的。 凝聚主宰倒影的手法不同,主宰倒影的威能也不同。 譬如同样是容天境武者,凝聚主宰倒影,可能有强有弱,可以帮助通天境提升三重,也可能只是提升一众,甚至只是提升主宰倒几米,连一重境界都做不到。 但是,即便如此,也很是强大了。 主宰倒的提升,一米都是很难很难的。 沐云小心翼翼将那主宰倒影取下,看向萧云儿,笑道,给你。 还是给你吧,我已经是四重境界了,你刚倒一重,颇为需求。 沐云确实笑道,这主宰倒影有一些传承的功效,对我反而没什么好处,而且,以我吞噬血脉和净化血脉结合,主宰倒提升并不会难,倒是你需要。 别看我现在只是一重境界,可若真的是提升起来,可能超越你也很快。 沐云认真道,之所以这些年,境界上不如你们,那是因为,期间发生了不少意外的事情,耽搁了几万年的修行时间。 沐云儿称笑一声道,好了好了,知道你厉害了,我收下就是了。 沐云微微一笑道,就在这里练话吧,我在旁为你护法,顺便看看这些古籍记载。 嗯? 沐云儿来到一旁,盘膝坐地,神色平静,主宰倒影,融入魂魄之中,沐云此时,来到一排排书架边,随意翻看着那些书籍。 而此刻,阁楼之外,突然,一声声报名,在此刻响起。 沐云立于窗边,看向开山道宗内。 只见深处,借力涌动,似有火光升腾,更有强大的威势,波及开来。 有人在交手。 看来,进入此地,不少人已经是有了很大的发现,纷纷在此刻动手。 这之间,自然是难免出现争斗,彼此之间厮杀。 沐云看了看进入修行之中的萧云儿,眉头微醋,手掌抬起,倒倒借纹,在此刻凝聚。 四周声音和气息,彻底隔绝。 做完这一步,沐云满意的点点头,继续来到书架边,翻看古书内记载的,只是,正在此刻, 沐云却是微微一正。 房间内,不一样了。 他说不出哪里不一样,可是刚才一转身之时,房间内,确实是不一样了。 此刻,沐云仔细观察四周,目光最终停格在靠近桌子的那一侧墙壁。 原本,他没有凝聚借纹布置出一道隔音阵之时,这墙壁上,出现的只是一幅画卷。 可是当他凝聚振纹之时,墙壁上的画卷,在此刻内部变了。 画面之中,是一位老者,勾搂着身躯,背对着外面,在欣赏画卷内的山水。 而此刻,那老者居然是转过身来,笑呵呵的表情,看向他。 刚才变化,也正是源自于此。 沐云此刻,神色不变,盯着画卷内的老者观看。 四目相对,下一刻,沐云突然感觉到,魂魄受到牵引,不受控制的,朝着画卷内冲去。 一转眼之间,沐云的身影,出现在画卷之间。 目光看去,恐怖的波动,席卷开来。 四周山水,拥有一股无形的压迫力,在此刻震慑而来。 而那老者,此刻亦是活灵活现,站在沐云身前。 小家伙,看来你颇具阵法天赋,居然能够引动老夫的注意。 老者此刻笑吟吟的看着沐云道。 引动你的关注。 沐云心中无语。 他就是设下一道小阵法而已。 可没想过,这阁楼内,居然还有如此玄妙。 前辈好。 沐云依旧拱手道。 你是开山道宗弟子吧? 不错不错,开山道宗难得出现这么一位阵法意图的天骄,值得老夫留下的这封阵图传承。 沐云没有开口。 开山道宗已经覆灭。 这老者却是根本不知道。 晚辈敢问前辈是何人? 沐云再次道。 呵呵,老夫只是开山道宗无名人之一罢了,不值一提,你既然是开山道宗弟子,又能够发现这封阵图不凡,进入其中,就是与我有缘。 沐云很想说,我不是开山道宗弟子。 可是听到老者此话,却是识趣的闭嘴。 老夫当年,只是开山道宗一位弟子,并无天赋,碌碌一声,老了老了,对阵法颇感兴趣,潜心研究,结果在阵法一道,反而是日近千里,不过老夫已经垂目老矣,也不想成为什么强大的主宰镜,神帝道强者,所以就只是专心研究阵法,在登记阁内,做一些日常登记的事情罢了。 只是,老夫大献将至,感觉一身所学就此埋葬,倒是可惜,所以留下封阵图,以待有缘人得道,看来,你就是这个有缘人了。 沐云随即道,不知道前辈所说是什么,对阵法的领悟。 老者继续道,我穷其一生,成为八级界阵师,奈何寿源将近,无力回天,可探一生领悟,付诸东流,所以,开创了封阵图,这里也是一座大阵之内,但是封禁的是老夫数万年时间的阵法领悟,今时今日,馈赠于你。 我只希望,你能够专心收获,将来为开山道宗尽自己的一份力。 听到这些,沐云微微一愣。 这是,天上掉馅饼了。 你且仔细看好。 老者一语落下,手掌一握。 轰然之间,光芒璀璨,四周山水,在此刻顿时消散,取而代之,是一片仓皇的天地之间。 而此座天地之间,到处都是充斥着戒文,一眼看去,足足接近百万道。 百万道戒文。 沐云神色一正。 突破百万道戒文极限,那就是真正的九品戒阵师,戒阵大宗师地位了。 这位老者,能够到达顶尖戒阵宗师级别,完全堪比伐天境强者。 第三千九百七十三章一切如风尘消散。 此刻,老者立于沐云身侧,看向四周天地,道,这里就是风阵图核心,凝聚的是我数万年时间对阵法的道义领悟。 你且仔细看。 老者话语落下,一道戒文,在此刻落下,直冲沐云而来。 当戒文落下之时,冲击到沐云体内。 登时间,沐云脑海之中,浮现出一道道戒文蜂拥汇聚的场景。 那些戒文,凝聚成一座大阵,灌输到沐云脑海内,刻印其中,如同沐云切身所经历一般。 老者笑呵呵道,这是老夫毕生所学,所用,现如今,算是赠予你这位有缘人,希望你能够为开山道宗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 此时此刻,四周百万道戒文,一道道涌入到沐云脑海内。 一口气接受如此之多的戒文传书,沐云感觉自己脑袋要炸裂开来一般,气喘吁吁。 可是,那些戒阵的构造和凝聚,却是深深吸引着沐云。 正如老者所说,这确实是机缘,天大的机缘。 如此众多的戒阵,从一级到六级级别,蜂拥进入脑海内,使得沐云意识控制不止的激动。 许久之后,似乎是一天,又似乎是一年,又好像是十年百年。 沐云站在原地,将百万道戒文,容纳体内。 徐徐,当沐云再次睁开双眼之间,双目之中,一抹金光,在此刻凝聚而出。 恐怖的波动,在此时席卷开来。 轰鸣声,道道响起。 老者此时身躯,已经是无比暗淡。 年轻人,看来你真的颇具戒阵天赋。 老者笑呵呵道,这段缘分,老夫馈赠于你,老夫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前辈请说。 老者认真道,开山道尊人,一生可谓是富有传奇,老夫对其,仰慕不已,此生却是无缘,将来你身份地位提升,自然是可以见到他,老夫希望你可以帮我带句话。 嗯? 一切如风尘消散。 老者喃喃道,转告他这句话即可。 此刻,沐云更是一愣。 原因无他,老前辈的眼神,此刻是充满着缅怀,懊恼和无奈。 似乎是对心爱之人的愧疚。 开山道尊人是女子。 沐云听闻此话,拱手道,前辈放心,弟子一定做到。 一切如风尘消散。 只是一句话,不知隐藏了老者心中多少的遗憾。 而此刻,老者身躯逐渐溃散,四周天地在此刻也是消失。 沐云魂魄,折回自己肉身内,一时间晃了晃神,身躯微微一颤。 回来了。 此刻,沐云再次看向墙面上的画,画中山水,肖色清凉, 老者依旧是勾搂着身躯,背对着画外,似乎一切,从未发生。 可是沐云脑海内多出的百万道界阵的一切,却是实打实的存在。 并非是虚幻。 而是真实的。 此刻,萧云儿身躯内,道道力量波动。 主宰道气息,在此刻再度增强。 萧云儿起身,双手握了握,一股澎湃的力量,油然而生。 如何? 萧云儿微微一笑道,主宰道增幅三十米之余,到达三百米,踏入五重境界了。 甚好。 此时,萧云儿看向沐云,上下打量,却是忍不住道,我在这里大概三天时间,你,怎么不一样了? 三天时间嘛,沐云呢难道,也没什么不一样,当即,沐云将在图画内的经历讲述。 萧云儿忍不住道,你这可真是天上将馅饼了。 是啊。 沐云笑道,我也以为,会是有什么问题,可是结果,是我想多了,平白无故,得到一位戒阵宗师的指教,使得沐云只是花费三天时间,领悟到了寻常人数万年甚至是数十万年才能够领悟到的戒阵意境。 而且,虽说沐云现如今算是七级戒阵师,也可以称呼为戒阵大师,但是对一级到六级戒阵的领悟越是强大,将来的阵法之路走的便是会越宽。 此时,沐云双手微微抬起,指尖戒纹流转。 只是,随着戒纹凝聚的越多,逐渐,其指尖汇聚的天地之中,戒纹超越了先前的极限三十五万道,到达了四十万道。 四十万道的戒纹,足够凝聚出更强的七级大阵,对付通天境四重之下,绝无问题。 这是一步大提升,可是却得益于一位并不相识的老者。 一切如风尘消散,沐云呢喃一声道,他还不知道,开山道宗,已经是彻底覆灭,消失在了茫茫历史之中,此刻,二人离开阁楼。 在此地停留了三日时间,开山道宗内,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场景。 想来,即便还有什么所留,这三天,也是被这些人给彻底搜刮干净了。 不过对此,沐云倒是并不在意。 毕竟,他现在戒阵一路,得到极大的提升,此番算是收获满满。 萧允儿已经是到达通天境物重境界,最近也是提升迅速。 二人走出阁楼,在开山道宗一座座山峰之间,四处查看。 只是走出阁楼之后,二人却是惊讶地发现,这三日时间,非但是没有多少人离开,反倒是聚集在此地的人,多了起来。 来来往往,不少舞者,皆是行色匆匆,在一座座大殿内,仔细搜寻。 沐云对此,也是颇为惊讶。 看来这开山道宗一记,有些奇妙的。 而此时,沐云和萧允儿在山脉深处,一座大殿内,四处查看之间,殿外,却是突然传来到道破空声。 请客,只见到十几道身影,出现在大殿门口。 你们,还敢露面? 一道冷哼声,在此刻响起。 随着冷哼声响起之后,只见得为首一道身影,在此刻脚步跨出,浑身煞气,目光要吃人一般凶横。 楚灵民 看到来人,沐云和萧允儿二人,相视一眼,却是并不着急。 楚灵民此刻也是心中一愣。 这两个家伙,看到他居然一点都不惊慌失措。 这,太奇怪了。 怎么这么着急找我? 沐云看向楚灵民,直接道。 将你得到的东西交出来,我楚灵民该不追究,否则的话,如何? 你二人今日,就别想走出这座大殿了。 楚灵民气势爆发,一股威压,直接朝着沐云和萧允儿二人碾压而来。 第3974章交换 只是,看到这一幕,沐云和萧允儿却是神色不变。 你说的是七星天月髓吧? 沐云笑了笑道,抱歉,我已经恋化了,拿回去,我看是没希望了,不过你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把七星勾天爵给我,我融合了七星天月髓,拥有可以修行此觉的实力,成人之美,挺好。 此话一出,楚灵民脸色彻底冷漠下来。 手掌一挥,登时间,十几道身影,在此刻直接冲入大殿内。 倘若被魂汉名,古朽月那些人知道,沐云在这里,那他只怕是没什么机会。 魂族和古族的人,要杀沐云,整个苍蓝的人都知道。 其他人对这位神帝之子有杀心,可能还会顾忌清语神帝的存在,只是私下里动动手段。 魂族和古族,那是和第八天界,第五天界两位天帝一条裤子的,要杀沐云,那是明着喊出来的。 此刻,沐云一步跨出,看向众人,笑道,要打就打,我还真不怕你们。 口出狂言。 楚灵民身侧十几人,皆是通天境修为,一重到四重不等,对付沐云,绰绰有余。 只是萧允儿,他一人足以拿下。 此刻,楚灵民一步跨出,杀气释放开来。 既然谈不拢,那就没得谈。 手底下见真章。 萧允儿此刻,手持碧血,匕首散发出清幽色光芒,瞬间杀向楚灵民。 而其余十几人,却是围住沐云前后左右。 十二个通天境,沐云咧嘴一笑道,我这通天境一重,确实是不够看,不过,沐云指尖,戒闻凝聚。 我还是一位戒阵师呢。 随着沐云话语落下,四十万道戒闻,在此刻爆发。 黄泉九英阵 此阵法,在沐云手中许久时间了,而沐云也一直在研习,只不过之前受限于戒闻数量不够,所以无法凝聚而出。 但是现在,戒闻四十万道,完全不是问题了。 万玉困天阵与黄泉九英阵一般强横,只不过沐云刚到手,尚且没有研究,目前是无法施展的。 黄泉九英阵一出,请客间,大殿内,呼呼风声,飘荡而出。 这一座大殿,仿佛在此刻,成了一座修罗场,成了一片地狱。 沐云眼神带着几分冷峻,痴笑道,诸位,求死,我成全你们。 轰隆一声,在此刻响起。 霸道的气势,一浪一浪传递开来。 请客间,大殿四周,九个位置,出现九道木云身影,每一道木云身影,皆是手持一柄神兵,而且一袭黑袍,双目泛着死黑气息。 如同厉鬼。 这就是黄泉九英阵的恐怖之处。 勾勒出一处黄泉地狱,凝聚出九道厉鬼。 此刻,九道木云身影,瞬间杀出。 而随着那九道厉鬼一般的木云身影杀出,大阵内,瞬间涌现出数十道黑色光团,世人心魂。 十几位通天境此刻皆是神色一变。 西级戒阵。 而且并非是对付化天境级别的,而是对付通天境级别的。 只是此时,容不得十二人惊讶,十二道身影,纷纷出手杀出。 轰,剧烈的轰鸣声,在此刻响起。 磅礴的气势,爆发开来。 这一刹那之间,木云亦是初剑杀出。 须灭藏万剑。 剑出,人动,在他的大阵内,他就是主宰一切的神灵。 除非这些人可以破除大阵,否则,他在这里,就是可以利用大阵的一切,对付这十二人。 此时,木云提剑斩出,率先对付的是几位通天境一众的主宰。 剑出如龙。 气势如虹。 到达通天境的木云,所施展的须灭藏神剑爵,威力再次提升一个档次。 一位为通天境弟子,开始倒地,生命气息溃散。 转眼之间,木云斩杀四人。 继而,对付几位通天境二众弟子。 大阵内,木云神出鬼没,与九道厉鬼身影配合,使得那几位通天境,彻底惊慌失措。 这就是戒阵师的恐怖。 寻常通天境,以一敌时,便是天之骄子级别的人物。 而就算是妖孽,想要以一敌摆同境界武者,也是颇为困难。 但是戒阵师,却是可以做到这一步。 王八蛋! 此刻,楚灵民并不受大阵控制,可如何感觉不到,追随自己的楚族子弟,快速死去的痕迹。 大阵内,十二人此刻只剩下了六位。 四位通天境三众。 两位通天境四重。 楚灵民脸色难看。 他若是丢下这些人跑了,那接下来在洪荒大陆一季内,他的处境会很难。 没有人帮衬,他连消息都很难获得。 这几位,可都是追随着他,忠心耿耿之辈。 如何? 肖允儿此刻开口道,楚灵民,我的男人,不是你能够轻视的。 虽说以我境界,无法杀你,可是缠住你,完全没问题。 牧云所凝聚的大阵,通天境四重之下,无无意能够活着出来,当那四个人死了,剩下最后两个人,我也磨死他们。 到时候,你就是光感大将一个。 肖允儿此刻的补刀,让楚灵民神色更是难看。 这两个混蛋。 肖允儿到达五重境界。 是他没想到的。 而牧云居然借阵造诣如此强大。 此刻,楚灵民神色异冷。 在此地,要杀牧云的人,可不少。 那你大可去叫来,看看魂汉明和古朽月二人,知道七星天月体和七星勾天绝之后,是帮你,还是先杀牧云,再杀你。 牧云此刻身在大殿内,却是吃笑道,去叫人,今日来多少,我奉陪多少。 不管如何,能跑我就跑,可是你这几人,就等着陪葬吧。 听到此话,楚灵民神色一寒。 他在乎的是仅存的六人生死。 这六位楚族弟子,皆是通天境三重四重,将来会是他的左膀右臂,若是死光,他需得花费更大的精力和时间,去培养栽培自己的心腹。 住手。 此刻,楚灵民突然停手,喝道,我不与你们为难了,放了我的人。 听到此话,牧云却是在此刻哈哈大笑起来。 楚灵民,是你蠢还是我蠢? 放了你的人? 你们有所准备,还能那么轻易落入我大阵内让我杀吗? 把你的人放了,转头叫来魂族和古族的人,联手杀我。 那你想如何? 楚灵民怒喝一声道。 第3975章 七星勾天绝 我想怎么样? 牧云笑道,简单,七星天月随我已经熔炼,你想要,是没可能了。 所以,你不如成人之美,将七星勾天绝交给我。 你做梦。 楚灵民嘀喝一声。 嘖嘖,牧云却是忍不住笑道,你们几个呀,为了他出生入死,现在陷入死境,他却不愿意以一门五绝换你们活命,可叹可叹啊。 此话一出,楚灵民神色一变。 牧云这话,可谓惧惧扎心。 这个混蛋。 住手。 此刻,楚灵民手掌一甩,一道竹简,挑到萧允儿身前,喝道,给你们,放了我的人。 萧允儿接过竹简,却是没有妄动,而是交给了大阵内的牧云。 牧云此时直见而立,接过竹简,仔细查看。 楚灵民,你如此诚心,我当然也会照办。 说着,牧云走出大阵,身影一闪,消失不见,只留下一句话,这大阵,阵眼被我撤去,自会消散,你若是等不及,可以出手破坏。 而此刻,萧允儿亦是随着牧云离去。 楚灵民想去追,却是担心自己的人安危,立刻来到大阵边缘,一拳轰出,大阵摇摇晃晃。 接连族轰出数十拳,戒文崩塌一脚,六道身影此刻纷纷走出。 其中一人低头道,灵民大哥,对不起,是我们没用,不怪你们。 楚灵民却是哼道,牧云这家伙,没想到不过一重境界,居然戒阵造诣,如此强大。 楚灵民这次,可谓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不过,这个混蛋,想跑,也没那么容易。 楚灵民此刻走出大殿,当即喝道,牧云和萧允儿,就在开山道宗内。 一语喝下,声传百里。 偌大的开山道宗内,到处都是回荡着楚灵民的声音。 而此刻,牧云和萧允儿二人,却是尾身于一座高塔之内,停了下来,牧云随手一挥,道道戒阵,笼罩高塔内气息,遮掩二人痕迹。 这个楚灵民,狗急跳墙了,牧云微微笑道。 萧允儿意识道,楚族的天骄,哪一个是愿意自己吃亏的? 牧云闻言,继而道,他这是告诉所有人,我就在这里,让他们来杀我,既然如此,我反倒是不走了。 牧云笑道,让他们来找,我看他们有多少能耐,可以将所有地方,皆是翻个遍。 而此刻,开山道宗,一座灰红壮观的大殿内。 魂汉明此刻一袭黑色长袍,精壮的身躯,微微一颤。 楚灵民这是,在牧云手中吃亏了吗? 魂汉明语气平静,笑道,否则,此前这家伙要杀牧云,碰到牧云,只怕是会自己解决,现在却是喊了出来,汉明哥,这家伙是想借助我们的手,杀了牧云。 一名魂族子弟开口道。 无妨。 魂汉明白白手道,借刀杀人就借刀杀人,牧云,我们是必备的。 立刻让大家小心搜寻。 是。 同时间,古朽月亦是派人,在偌大的开山道宗内,查询牧云和萧云儿痕迹,而与此同时,来到此地的各方舞者,亦是纷纷猜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会让楚灵民如此震怒。 只是,高塔内,牧云和萧云儿二人,却是安然不动。 这七星勾天绝,是真的吗? 牧云取出竹简,笑道,是真的。 这竹简到我手里之时,我体内凝聚的七星天月髓之力,自相呼应,这一点,做不得假。 牧云开口道,这开山道宗若大,横贯百里,凭他们百识人,要想寻找我们两个,很难,咱们就在这里,等着他们找上门来。 嗯? 牧云坐下,看着手中竹简。 七星天月体 七星勾天绝 一位强大的主宰镜武者所修,即便他只是融合七星天月髓,并非是真正的七星天月体,修行此诀,也足以在通天境爆发极强的威力来。 如此,就来看看,这门舞爵的神奇之处。 牧云打开竹简,仔细观看上面的古字。 七星勾天绝,与七星天月体相匹配,凝聚七星拱月之势,以体内七星之力与天帝七星之力,遥相呼应,借此爆发出强大的破坏力。 一共四事,牧云眉头一挑。 才四事。 未免太少了吧。 牧云继续看去。 七星耀天,以七星之光,绽放天地之间,光芒具有强大的穿透力,七星勾天,以七星为根,以拱月之势为弓,七星坠天,凝聚七星,贯穿一体,坠裂天穷,七星勾天月,七星勾月,月出天穷,牧云此刻,仔细看着七星勾天绝内的技术,逐渐的,却是神色微变。 强。 徐徐,牧云忍不住赞叹道,若是真正的七星天月体,与此觉配合,沟通天地星辰之力。 在容天境境界级别,也能横着走,这门舞爵,确实是霸道。 最强大的点在于,舞者内身凝聚七星之力,可以贯穿天地,与天地星辰呼应。 可以说,舞者一分力,天降九分力,所爆发的强横攻击,可以想象是多么恐怖,牧云此刻,收起竹简,看向萧云儿,笑道,看来我们最近没必要到处跑了,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修行。 师父传我的十二门剑术,这第七门七品剑诀须灭葬神剑诀,我已经彻底掌握,在化天境威力很强,但是到达通天境,不太够用了。 第八门亦是七品剑术,为十皇封天剑法,我之前曾着手修行,不过未到通天境,还不够看。 而且之前得到皇帝经,第一阵已经掌握,现在也可以开始研习第二阵,还有这门七星勾天绝,三者匹配,我通天境一众实力,面对二众三重,都不会太费力。 听到这些,萧云儿也是点头。 最近我境界提升也很快,是该冷静下来,自行修行,体会体会这种力量了,好。 二人此刻,并不打算离开开山道宗,就在这里,安稳修行。 至于魂汉明,古朽月,楚灵民,这几人的搜寻,沐云并不是很担心。 第3976章 凶兽出没 且不说这开山道宗如此浩瀚,那群人想找,哪里那么容易。 而且,就算找到,大不了跑。 或许,这群人认为,楚灵民那一嗓子喊出,他和萧云儿已经跑了。 灯下黑,在这里,反倒是更安全。 于是乎,二人在高塔内,静静修行领悟。 实际上,沐云现如今所掌握的手段,已经很多。 眼下,沐云进入通天静境界,在这苍蓝顶尖境界实力之中,也不算是底层强者了。 现如今,沐云决定,以石黄蜂天剑法,七星勾天绝为主要修行手段。 而东华帝隐和天帝轰炉为辅助。 皇帝经则是为自己主宰到阎申帝功法。 至于苍帝之眼和皇帝之眼,他还需要更多的磨合,才能够爆发出真正强大的威力来。 而化龙之身,现如今也只是随着自身实力提升而提升,并不能做到蜕变层次。 如果真要蜕变的话,恐怕还得去一趟龙族内才行了。 没有龙血龙魂的加持,很难让自己的龙身,发生质的变化。 至于太极之道,这次似乎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可是沐云尚未来得及探查。 此刻,沐云和萧云儿二人在高塔内,各自修行。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不出几日,两名通天境武者,一到前来查看高塔,沐云和萧云儿则是换了一处地方。 沐云和萧云儿二人,则是换了一处地方,继续隐匿。 接下来,魂族,谷族和楚族不少人,都是开始搜查。 只是,正如沐云所说,开山道宗很大,内部建筑,层层叠叠,二人有心隐藏,这些人根本找不到他们。 除非三方将此地彻底摧毁一空。 只是,如果那样做的话,那就是得罪所有在此地的武者。 一月时间过去,搜寻的人终于不再出现。 沐云和萧云儿二人,寻了一处偏僻的山脚一片房屋,彻底驻扎下来。 在此地,二人开始安静的修行。 来到开山道宗内的武者,来来往往,最初到来的一批,不少人一无所获,也有一些人收获不少,换了几茶人。 可是最终,依旧是许多人继续探查,期间也是来了不少人。 一晃又是两个月时间过去。 沐云和萧云儿整日在房间或者山谷内修行,倒是颇为的安静,颇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 这一天,山谷内,瀑布下,沐云孤身一人站定。 手中爆残剑,绽放出道道璀璨的剑芒。 黄破剑 一剑出,没有剑力的波动,没有剑气的凝聚,纯粹是一种气势,在此刻爆发。 轰,低沉的炸裂声在此刻响起。 黄灭剑 黄蜂剑 紧接着,沐云连出两剑,剑势皆是璀璨无比。 这三个月时间,沐云对石黄蜂天剑法和七星勾天绝,可谓是花了大精力去磨练。 事到如今,总算是有所成效。 石黄蜂天剑法,共有九世。 三个月时间,沐云掌握其中三事,这已经是很快的进步了。 此刻,萧云儿身影,款款而来。 有所收获了。 萧云儿看向沐云,微微一笑道。 嗯? 沐云开口道,师尊传我的十二门剑决,每一门都是对应着剑术的路子在里面。 每每想到这一点,沐云便是觉察出灭天炎的用心良苦。 后面几是剑招,短时间内,很难练成了。 沐云这一路走来,用剑最多,天赋确实是很不凡。 但是这一套剑决,威力确实不是一般的强横。 这段时间,萧云儿也是不断熟练自己所修行的戒决。 他倒是不需要研习什么戒决,他所修行的戒决,皆是来自体内另一道魂魄的记忆传输。 而且据萧云儿所说,他对那些戒决的修行,可谓是事半功倍。 这些年来在萧族内,提升如此之快,一方面是萧族不遗余力的给予萧云儿最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是萧云儿对另一道魂魄的融合,也是十分顺利。 境界提升,对五角的掌控也得跟上。 原本沐云还担心萧云儿这一点,这三个月来,他发现自己倒是纯粹多余担心了。 萧云儿的适应,比自己更厉害。 而且,每日里,还有他为萧云儿提供身体上的帮助。 轰,正当沐云和萧云儿立于山谷内之时,突然,开山道宗深处,一道震天动地的轰鸣声,在此刻传递开来。 远远地,二人目光看去,顿时脸色一变。 什么情况? 这三个月时间,开山道宗一纪内,可谓是很平静。 此刻突然发生了震动,来自何处? 二人相视一眼,在此刻纷纷身影一闪,消失在山谷内。 再次出现在一座山峰之上,隔着数百米,只见到开山道宗深处,一座宫殿,在此刻炸裂开来。 滚滚浓烟,高达千丈。 而此刻,在爆开的宫殿四周,聚集了数百人,远处还有许多身影,在此刻一一到来。 此刻,沐云目光看去,神色平静冷峻。 人群之中,沐云发现,魂族的魂汉明,古族的古朽月,楚族的楚灵民等人,悉数在列。 而且,南宫郡,南宫爵,荒千丰,君若兰,萧平盛和萧哲,也都在四方。 除却这些人之外,还多了不少。 那便是拓拔族的人,领头的拓拔悬裂,是通天境雾虫。 萧云儿此刻开口道。 除此之外,也有不少的化天境诸宰,聚集在这里。 大家皆是看向剧烈燃烧的宫殿,神色戒备谨慎,似乎在等待什么。 看来,这宫殿不是无缘无故爆炸。 沐云此刻也不着急。 他也明白,若是现在现身,魂汉明,古族月,楚灵民三人,只怕是会立刻找上自己。 他现在通天境一重。 萧云儿通天境五重。 如果面对三五个通天境五重之下的武者,不是问题,可是数十人一拥而上,就算他有大振为辅,也很难支撑。 而此刻,烈火燃烧,浓烟滚滚。 那大殿之中,火海之间,突然传出道道轰鸣声。 随着轰鸣声响起之间,只见到一只只体格庞大,模样神异的凶兽,在此刻纷纷出现。 有形如犀牛,浑身鳞片闪烁黑光的。 有如同青狼,长着三颗脑袋的。 也有体态屈长,吐露着蛇信子的大蛇。 上百只凶兽,模样古怪新奇,在此刻从火海之中,纷纷走出。 第3977章 从画中走出的女子 那些凶兽出现的一瞬间,在常舞者皆是神色一变。 这些凶兽所散发出的气息,丝毫不亚于通天境舞者的强盛。 这都是什么东西,人群之中,众人惊呼。 这些凶兽,与苍蓝内所存在的神兽们,颇有几分相似,可是又有很大不同。 只是此刻,众人在稍微惊恐之后,便是目光纷纷灼热起来。 那些凶兽身上,闪烁着道道光芒,吸引了所有人的关注。 是主宰道印。 一名舞者指着那黑鳞犀牛背部闪烁着光芒的地方,忍不住激动道,这家伙身上,有一道主宰道印。 那家伙也有。 那个也是。 此刻,所有人皆是发现,每一只凶兽身上,都有一道主宰道印存在。 虽不如之前他们所遇到的神规石碑上的主宰道印气息那么强大,可是主宰道印这种东西,有别于戒丹,神效无穷,单单是帮助主宰道提升这一点,已经是足够让人惊恶无比了。 杀 此刻,魂族的魂汉明手掌一挥,身后十几道身影在此刻,立刻瞄准一只大蟒,直接杀出。 这个时候,还说什么废话? 古朽月,楚灵民,南宫郡以及君若兰等人,意识纷纷杀出,抢夺主宰道印。 四周众多武者,也是看得明白,立刻杀出,一时之间,宫殿四周,借力爆发开来。 沐云和萧允儿二人,此刻立于原地,并没有贸然出手。 是谁引爆这一座宫殿,这些凶兽,怎么出现的? 此刻,四周的交战,已经是愈发的灼热起来,数十只凶兽,纷纷四下散开,众多武者,也是纷纷追逐出去。 沐云和萧允儿此刻出现在那爆裂开的宫殿旁,神色戒备。 四周火焰涌动,二人借力护体,火焰并不能对二人造成很大的麻烦。 进入宫殿内,只看到,断裂的墙壁上,一幅幅壁画,雕刻着山水图卷,而图卷内,不少位置,颇显空荡。 是从画中走出的,沐云徐徐道,开山道宗,西年强大,留下的底蕴,倒是不少。 二人一路在大殿内仔细观察,许多壁画皆是在爆裂之中被毁去,留下的大部分都是空白。 只是,在大殿深处,二人还是发现一幅壁画,十分完好。 只是此刻,壁画内所描绘的是一名女子身影。 女子身姿窑窍,立于高山之巅,背对沐云和萧云儿,似目光在看向身前万里山河。 而此刻,突然,壁画在颤抖。 画卷内的身影,在此刻居然是动了起来。 逐渐,那一道身影在此刻转身,目光看向沐云和萧云儿二人。 只一眼,刹那间,沐云和萧云儿二人感觉到,浑身上下,如对深渊一般,冰冷刺骨。 徐徐之间,画卷内的女子,在此刻动了,一步步走出,从画卷内出现,出现在沐云和萧云儿身前。 那女子神色带着几分朦胧,目光看向沐云和萧云儿。 下一刻,突然,女子手指轻轻点出。 沐云和萧云儿二人,在此刻只感觉全身僵硬,不能动弹。 这女子恐怖的威压,几乎是要将沐云和萧云儿直接压死一般。 前辈 此刻,沐云艰难的挤出两个字。 女子身材心长,体态婀娜多姿,一双眼睛扑闪扑闪,十分灵动。 只是,其面容看起来,二八芳华年纪,可是一头白发,却是显现出几分沧桑。 女子听到沐云声音,目光一转,直接看向沐云,眼中在此刻,登时间,出现杀鸡。 前辈 沐云情急之下,直接道,一位前辈,让我转告给您一句话,一切如风尘消散。 此刻,女子神情一正,手掌停下。 两久,女子看向沐云,缓缓道,她在何处。 听到此话,沐云彻底松了口气。 眼前这位,真的是,开山道尊人。 沐云感觉到身体压力减弱不少,当即道,晚辈在据此数十里之外的记录开山道中弟子集罐之阁楼内,看到一幅画卷,而后被那位前辈招入到画卷内,被前辈倾囊相受阵法传承。 此话一出,女子神色带着几分苍茫,看向沐云,尼南道,她一直在我身边,却是不愿意见我,此话落下,女子神色竟是带着几分哀伤。 下一刻,女子一步步走出,身影逐渐消失在大殿之间。 而此刻,沐云和萧云儿方才松了口气,大口大口喘气之间,只感觉到浑身如汗水淋湿一般。 太恐怖了。 这女子所带来的气势,恐怖得可怕。 站在女子身侧,仿佛这一片天地都是被女子给彻底禁锢。 萧云儿此刻俏脸微白道,她是,开山道尊人。 沐云语气艰难道,虽不知道,是死是活,可是,怎么会突然在这里出现? 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是先走吧。 闻。 二人此刻,脚步跨出。 只是,来到大殿外,迎面几道身影,在此刻突然出现。 那几人目光看向沐云和萧云儿,先是一愣,随即则是目光惊诧万分。 古朽月,楚灵民,魂汉明几个家伙找你们找了三个月,没找到你们,都以为你们跑了,没想到,还敢停留在此地。 此刻,沐云也是眉头一挑。 萧平胜,萧哲。 还真是够巧的。 他们找我,与你无关吧。 沐云笑道,这地方你们想查看,随意。 萧哲此刻,却是一步走出,看向萧平胜,低语道,平胜大哥,不能让他们走。 此话一出,萧平胜眼中也是闪过一丝狠色。 沐云。 萧平胜哼道,魂汉明和古朽月找你们,我能猜到为什么,可是,楚灵民找你们,是为了什么? 恐怕是你们抢了他什么东西,才会让他暴跳如雷吧。 交出来,给我,我让你们离去。 否则,不只是我们,他们那一群人被吸引来,你二人也难逃升天。 此话一出,沐云神色带着几分冷漠,看向几人。 真当他是软柿子,谁都可以捏两把了。 沐云痴笑道,想让我们交出来,你试试看。 你可别自寻死路,真打起来,魂汉明几人发现你们二人在这里,数十位通天敬为上来,你二人必死无疑。 第三千九百七十八张我说我要跑了吗? 听到萧平胜此话,沐云却是心中冷笑。 对方一共六人。 萧平胜通天敬四重。 其他五人,除却萧哲通天敬二重,还有四个通天敬一重的。 怕吗? 不怕。 动手。 此刻,沐云一声低喝。 萧云儿瞬间手持匕首,身影如鬼魅一般,在此刻直接闪出。 沐云此时,手中爆残剑,瞬间爆发出强横的光芒,在此刻炸裂开来。 二人此刻,瞬间出手,使得萧平胜,萧哲等人,神色一变。 这二人,真的找死吗? 可是下一刻,萧平胜几人,却是脸色一变。 萧云儿所展现出的气势,哪里还是通天敬三重,而是五重。 沐云通天敬一众的强盛气势,更是配合着恐怖的剑气,释放而出。 轰,萧云儿一出手,瞬间压制住萧平胜。 而沐云此刻,一剑斩出,五段剑体在此刻,更是爆发出强盛的气势。 杀人的气势。 黄破剑。 一剑出,如同一尊皇帝,立于身前,刹那,那皇帝在此刻,手掌一握,虚空一剑,开天辟地,在此刻落下。 轰隆隆,一剑出,一位通天敬一重弟子,生死当场。 萧哲看到这一幕,灯时间心神俱害。 太恐怖了。 这是什么爆发力? 简直是比他还强。 这才几个月不见,沐云的实力,简直是一层蜕变。 斩。 此刻,沐云持着爆残剑,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在五人之间,身影不断转换。 萧哲为首的五位通天敬,此刻气势爆发更是凶横。 可是在沐云面前,这凶横却是显得如此的柔弱。 黄灭剑 剑气凝聚,如同皇者从天而降,持剑斩下,斩却所有的生机。 恐怖的气势,在此刻爆发开来。 这一刻,所有人皆是目光一颤。 萧哲此刻,惊骇地发现,自己身边几人,已经都是成为了尸体。 站在沐云身前,萧哲身躯颤抖,体内气势为米。 你,我,萧哲此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沐云一步跨出,长剑瞬间没入萧哲身躯内。 萧族的事情,我本念着好歹云儿和雨淡在你萧族那么多年,不想与你们为敌,可是你们,偏偏不愿意。 沐云轻轻推开萧哲身躯,淡莫道,要打就打,我沐云从来不怕。 萧哲此刻,一双眼睛,暗淡无光。 他心中懊恼。 为何要招惹沐云? 再怎么样,沐云也是神帝之子,能够走到今日,岂会是简单之辈? 只是这一切,萧哲却是无法去挽回。 而此刻,一道暴鸣声响起。 萧平胜的身躯,被萧云儿击退,口吐鲜血,砸入下方大地废墟之间。 看到沐云一人之力,如此快速解决了五位通天境,萧平胜更是心中意涵。 沐云在此。 此刻,萧平胜拼尽全身力气,一声咆哮,传递开来。 萧云儿翘脸声寒,匕首瞬间划过萧平胜脖子。 这该死的混账。 萧云儿怒喝。 走。 沐云此刻,却是直接拉住萧云儿,便欲离开此地。 走。 往哪走? 此刻,虚空之间,一道声音响起。 隔着数十里,那声音响起。 而下一刻,道道身影,出现在二人四周。 古朽月,道来。 他本是正在围攻一只凶兽,想要谋得更多的主宰道印,可是听到萧平胜的话,立刻赶来。 比之主宰道印,沐云更重要。 真是属狗的。 沐云嘀骂一声,哼道,甩都甩不掉。 古朽月此刻当空而立,身姿修长,目光冷傲地盯着沐云。 果真在此地。 而在此时,另一道声音响起。 浑汉明此刻领着魂族舞者,纷纷到来。 你还真是大胆,居然没跑,躲在此地。 再次,一道声音响起,楚灵民此刻,意识领着一群人到来。 看到沐云,楚灵民目自欲裂,恨不得生夜沐云血肉一般。 这下,四周顿时出现五六十位通天镜舞者,将沐云二人,围在中心。 此刻,三方人马,立于三侧,目光皆是汇聚在沐云身上。 魂族和谷族,对沐云的杀心,沐云深深明白。 此次洪荒大陆之地,只怕这两族已经是下了命令,能够杀了他沐云的,两族恐怕会奖励丰厚。 虽说这种感觉,让沐云很是不爽,可是眼下,不得不说,得想办法离开。 肖云儿通天五重境界,与魂汉明,古朽月,楚灵民三人实力相近,以一敌三,未必是对手。 而且,这三人身侧数十人,不下于十位通天镜四重舞者。 沐云即便依靠大阵,也不可能困住这些人。 此刻,楚灵民看到萧平胜等人的尸体,心中惊讶,冷哼道,短短数月,你二人提升倒是很大。 能够杀了萧平胜和萧哲六人,时间很短,足以证明,二人实力强大。 此刻,沐云冷漠道,再过一段时间,就不是你们三个围攻我,而是我追杀你们三个了,废物。 可惜,已经没有那个时间了。 浑汉明看向沐云,神色带着几分阴森,淡淡道,你的命,可是很值钱。 看来魂族真的是许诺了很好的条件,说说看。 浑汉明笑道,也没什么,就是,若是能杀了你,我族内会倾尽一切资源,助我们成为封天主宰。 此话一出,沐云笑道,这条件,我都心动,想要杀了我自己呢。 少在这贫嘴了。 骨朽月哼道,这次,你可跑不掉了。 沐云听到此话,却是痴笑道,我说我要跑了吗? 云儿,准备好。 闻。 沐云此话一出,双手紧握。 下一刻,在其双手之间,出现一颗颗黑色血石。 沐云冷笑道,想杀我,可没那么简单。 沐云一语落下,血石在此刻瞬间丢出。 上百颗血石,四下散开,一股血腥未到,瞬间弥漫开来。 这一刻,骨朽月,魂汉鸣,楚灵民三人,神色一变,当即同时出声。 小心。 退。 散开。 三人纷纷出声,等时间倒退十里之外。 不过是几夕时间,三人神色一变,当即脸色铁青起来。 那些漂浮在四周的血石,坠落在地,仔细看去,根本不是如他们所想,是什么蕴含着恐怖气息的霹雳潭一类的攻击,只是简单的血石。 此刻,目光看去,场中哪里还有沐云和萧云儿的身影。 第3979章是你傻还是我傻? 追。 此刻,魂汉鸣一声冷哼,浑身杀气,几乎是实质化凝聚而出。 古朽月和楚灵民二人,亦是杀气腾腾。 这个王八蛋! 居然在这时候还摆他们一道。 只是,这样就想跑。 跑得掉吗? 顶刻间,数十道身影,纷纷追出。 此时,沐云和萧云儿不断跳跃空间,远离开山道宗一季。 那一季内是否还有什么秘密,沐云现在已经无心查看。 面对数十位通天境,他和萧云儿二人,铁定不是对手。 大索命数。 沐云除非是陷入绝境,否则不可能施展。 此数威力逆天,但是反噬更强。 只有跑。 萧云儿开口道,甩不掉的。 刚才只是拖延几夕时间罢了,他们还是能够寻着痕迹追逐上来。 我知道。 沐云开口道,将寻金神罗盘取出,找到古迹,我们再想办法甩开他们。 他们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我们二人,不可能是对手,可是一旦分开,我们未必不能对付。 刘文。 此刻,二人一路远离开山道松一迹之地。 一路上,沐云也是不断凝聚出道道戒文,拖延着身后数十人的速度。 只不过,成效很微弱。 他现在能够凝聚四十万道戒文,对斩杀通天境一重二重很简单,可是三重四重,最多困住,再加上他亲自出手,才能斩杀。 至于五重,很难做到困住。 主宰道越长,爆发力越强,增幅越强。 戒文束缚力不够,就是如此这等情况。 若是他能够凝聚四十二万道戒文出来,通天五重的武者,也能斗上一斗。 一路急驰而出,身后那群人,也是不断追逐上来。 有反应了。 萧云儿此刻突然开口。 横穿大地山脉数千里之后,寻金神罗盘终于是有反应了。 而此刻,只见得,神罗盘上,指针光芒闪烁,光波徐徐传递出去。 左前方,走。 二人此刻,顿时转变方向。 而此刻,后方追逐的三队人马,却是穷追不舍。 古朽月神色冷漠。 跑。 沐云不过通天一众,坚持不了太久,他们终究是境界更高,速度更快的。 此刻,看到沐云和萧云儿转变方向,古朽月心中更是耻笑不已。 朽月大哥。 魂族一名弟子开口道,这个沐云,古怪的紧,我们要不要通知轩宇的。 大哥,古轩宇。 古族此次进入这里的天骄之一,本身已经是通天境七重境界了。 是你傻还是我傻? 古朽月哼道,古轩宇是我大哥不假,可是,若是被他杀了沐云,那就是他得到主要好处,他身边那群人,得到不少好处,我当然也能得到好处,可是你们呢? 什么都捞不着? 听到此话,众人皆是点头。 倘若是我得到沐云人头,好处都是我的,会少得了你们吧? 那开口的青年当即道,是我太蠢了。 古朽月没再多说什么。 同时,另一边,楚灵民,魂汉民二人,亦是不舍追击。 逐渐,数十里地之外,只见的大地之上,一座古城,出现在山峰之间。 仔细看去,这一座古城,建筑风格颇为奇特。 古城两边,是一座座纵向深入的高大山峰,树木繁茂,如同两排克禁止手的守卫一般。 而古城就是夹在这两道山脉之间,蔓延深入。 此刻,古城大门,破烂不堪。 高达树十丈的城门,早已经残破。 而城门上排扁,三个大字,也是掉落了两个,只剩下一个古字。 下! 沐云和萧允儿相识一眼,二话不说,直接冲入到古城内。 而此刻,古城内,显然不少人影在此刻四处查看。 沐云和萧允儿二人,进入古城内,立刻落入下方,融入到下方人群之间。 不多时,道道破空声响起。 上百道身影,在此刻纷纷到来,气势惊人。 这等气势,也是惊动了古城内的不少人,纷纷侧目看来,面带谨慎。 我倒是谁? 正在此刻,古城一座看起来保存尚且算完好的高塔之间,一道身影在此刻立定。 浑汉明 古朽月 你们两个,这么大张旗鼓的做什么? 声音响起,带着些许质问的语气。 而当浑汉明和古朽月看到那人之时,也是脸色不自然起来。 李品相,你怎么在这里? 看向那一席暗黄长山的青年,二人此刻也是反问道。 什么叫我在这里做什么? 李品相此刻笑吟吟道,这地方就是我发现的,你说我在这里做什么? 怎么,你们二人也是得到消息,想要过来一探究竟。 此话一出,二人皆是脸色古怪。 古朽月也并未打算隐瞒,直接道,我们是追逐沐云和萧云儿来到此地的。 文 此话一出,李品相神色一正。 沐云 李品相心中一沉。 他来自第五天界神炫门,乃是第五天地地炫门下。 李品相家族在神炫门内,地位颇高,李品相本身也是一位天之骄子,此次洪荒遗迹出现,神炫门自然是不会放过,更别提,还有沐云进入。 我一直在这里,没觉察到二人到来。 李品相开口道。 吕云,你呢? 此刻,李品相当空开口,声音红亮。 要杀沐云,他们并不掩饰。 地家和沐家,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仇恨了,没什么好掩饰的。 远处,一座高楼之上,一道身影,此刻如吕亭帝一般,从阁楼窗户之中走出,徐徐道,我也并未察觉。 吕云此刻走出,身着浅蓝色舞伏,身躯魁梧,气势阴沉。 古朽月和魂汉明二人,此刻皆是脸色古怪。 这家伙,也在这里。 吕云,乃是第八天界,飞黄神宗天骄。 第八天界,帝腾飞大人的飞黄神宗与魂族并驾齐驱,乃是两大超强一等势力。 而飞黄神宗之中,拥有最大权力的,除却帝腾飞这位天帝之外,便是四位副宗主。 马、吕、王、董四位超强的主宰境。 因此,马家、吕家、王家、董家,也是飞黄神宗内最强大的四脉。 吕云,正是出自于吕家。 虽说飞黄神宗、魂族、神圈门、古族四方,乃是合作关系,可是,魂族和古族,也并不是服从于飞黄神宗和神圈门。 两大古老的种族,真正效忠的是封天神帝地名。 第三千九百八十章 夏家族城 因此,魂汉明和古族月见到李品相和吕元二人,也并不畏惧,只是想到沐云在这里,这二人也在此地,那竞争的对手就多了两个,心中难免不畅。 此子诡异,也擅长隐匿,之前在开山道宗内,就被他躲了三个月。 古朽月哼道,真是如同老鼠一般,此时此刻,楚灵民倒是待人,安安稳稳落下,没说什么。 这四方,本就是合作关系。 虽说并不是那么紧密,可是他毕竟来自楚族。 万一四人找不到沐云,拿他撒火,倒是危险。 李品相此刻淡然一笑,一手负后,语气平静道,既然此子来到此地,那就好好找一找就是了。 嗯? 吕元似乎不喜多言,此刻也没说什么。 而古朽月和魂汉明二人,却是感觉到不太对劲。 这两个家伙,似乎有什么事情隐瞒着他们一样。 只是此刻,古城上空,道道身影,纷纷出现。 仔细看去,一共三方人马,每一方看起来不过七八人。 楚灵民看到这一幕,却是眼神一亮。 南宫灵月。 唾拔修。 萧原存。 楚灵民看向三人,笑道,你们怎么也在这里。 说着,楚灵民带人朝着三人所在方向靠去。 魂族、古族、神炫门、飞黄神宗四方人马,虽说彼此间关系也并不是那么好,可是有外敌,那还是会一致对外的。 楚灵民在四大势力之间,感觉很难受。 可是现在,看到萧族、南宫族、拓拔族的人出现,却是心中放心不少。 就算惹得对方不痛快,四对四,他也不怕。 萧原存似乎与楚灵民颇为熟视,此刻开口道,这里是西年夏家的族城,我们来到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夏家族城。 大家进入这片洪荒遗迹大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一些事情,也是了解不少。 大夏狱。 夏家和开山道宗两大霸主。 而他们这些人所在的区域,就是大夏狱的地域内。 夏家族城。 楚灵民当即道,可有什么发现? 萧原存摇了摇头。 此刻,楚灵民却是继续道,我是一路追着沐云到来此地。 沐云在这里。 萧原存还没说话,那拓拔旭却是忍不住道。 上次,沐云刚出现消息,和叶福叶军一起,在逍遥圣须南狱可是闹了一回。 当时,叶族的陆继出现,斩杀拓拔族武者。 这件事情,让拓拔族可是大丢颜面。 此次,族内也是暗示了。 如果遇到沐云,可杀就杀之。 原本,沐云已经是被各大天地嫉妒了,譬如眼前这四方,神圈门,飞黄神宗,魂族,古族四大势力,那是铁定要杀沐云的。 所以拓拔族,对沐云杀心也并不是那么重。 有机会就杀了。 没机会就算了。 可是,拓拔修本就是争强好胜之人,杀一个人和杀一个神帝之子,那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而且沐云此人,谁知道身上有没有什么所谓的气韵加深。 气韵这种东西,可是很玄妙的。 若是斩杀神帝之子,得其气韵,说不得可以一步登天,将来也成为一位称号神称号帝。 当下,楚灵民与萧原存,南宫灵月,拓拔修三人,细说起来。 而另一边,古朽月和魂汉明二人,也是与李品相,旅元二人一道离去。 此刻,古城内,一座庄园内。 楚灵民,萧原存,南宫灵月,拓拔修四人,相视而坐,梁亭内。 四周众人退却。 怎么回事? 楚灵民开口道,我们几大家族,虽说和叶族不对付,可是向来也不和其他天地有什么关系。 现如今,苍蓝世界内的局面,是越来越迷。 风天神帝。 清语神帝。 这两位算是彻底对上了。 牧家看似薄弱,可是,并非如此。 单单看暮云,与冰皇一族,水灵族,关系匪浅。 再加上叶族,以及和叶族生死与共的冰神宫,汉海神龙,太古炎龙,这些一等势力。 再加上,几乎很少露面的穆清语,都成为了神帝,这苍蓝内,各大一等势力,难保没有几方是属于穆清语的管辖。 所以,谁胜谁败,不好说。 虽说明面上,帝家八大天地,就是八大一等了,再加上魂族、古族,那就是十大一等势力联合,帝家看起来占据很大的优势。 但是,不到最终,谁知道会怎样。 所以,即便六大家族脱离了叶族,但是依旧是不参与这些事情。 你想多了。 南宫灵月一袭鹅黄长裙,衬托出优雅的身姿,声音甜美,在此刻道,只是恰好在此地相遇。 原本我们三方,算是互为犄角,李品相和吕元二人,在此地倒是受到我们限制。 这次,古朽月和魂汉明到来,虽说你也到来,可到底是四对四了,大家都没什么优劣事可言了。 听到此话,楚灵民眉头一挑。 可有什么发现? 楚灵民开口道。 三人皆是摇头。 我们的人都派出去,挖第三指,在寻找古城内的秘密,只是这古城很大,若是有一处不小心遗漏,可能就是错过了,所以最近,一直在此地,并未离去。 肖元存耐心道。 楚灵民继而道,开山道宗那边,我也查看了,确实是有不少发现,不过大多都是对话天境有用,实在是奇怪。 按道理说,开山道宗当年顶峰实力,媲美现如今八大天地各自的势力,可谓是顶尖一等层次都不过分。 所遗留的东西,应该就连容天境强者看到,也会争破头。 可是他们,确实没什么太大的发现。 听到此话,拓拔修确实道,毕竟距离现今已经是过去上一年之久了,许多可能都不存在了。 几人皆是点头。 楚灵民却是再次道,那你们到底为何,在此地停留那么久? 此问一出,三人相互看了一眼,没有开口。 而此刻,楚灵民也是看出一些端倪,笑道,三位,对面可是四方,李品相,旅人,魂汉明,古朽月四人,可都不是好对付的。 听到此话,三人也是无奈。 不得不说,楚灵民的到来,是真的打破了他们的局面。 第三千九百八十一章知道我是谁吧? 肖元存此刻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道,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这下家族城内,每隔几日时间,便是会传递出龙吟声。 龙吟声? 楚灵民身躯一颤。 神龙兵皇,可谓是整个苍蓝世界最久复盛名的强大种族。 苍蓝世界,神兽一脉。 有龙族,凤族,九幽一族,泰坦族,麒麟族。 这几方,那是最强大,历史最悠久的存在。 但是,这五大神兽种族之中,龙族,凤族又是拔尖的存在。 龙凤一身皆是聚宝,对武者可谓是功效十足。 实际上,麒麟族一身,也都是对武者颇为契合的神宝。 只不过,麒麟族素来低调,比之龙族和凤凰这两大神兽种族,又差了些,所以大家在意的反而是少一些。 族城内,有神龙。 下家族城,一座高塔之上。 龙吟。 魂汉明和古朽月二人,此刻也是紧张不已。 有龙吟,那就代表着可能是神龙一族。 现如今的苍蓝世界内,各方一等势力,彼此之间,关系错综复杂。 可是要说,最强大的一等势力,那绝对非龙族莫属了。 龙族本身,麦系很多,而最出名的,则是十大龙族。 十大龙族,拆开了,那每一个依旧是强大的一等种族。 合并起来,那就是整个苍蓝世界最强大的一等势力。 莫说叶族,就是地心天地的星神功,也不及龙族。 当年的龙族,可谓是上下一心,祖龙横空出世,统帅十大龙族,而十大龙族之下,又有千百龙族族群,近归祖龙号令,一时之间,风头无两。 当年的叶逍遥,建立叶族,在人类势力之中,可谓是无人匹敌。 祖龙掌控龙族,更是强大无比。 一人一龙,几乎是威势无敌。 可惜,叶逍遥和祖龙,却是死于地名手中。 在当时,这件事情,可谓是震撼九天,震撼苍蓝万族。 魂汉明开口道,如果真是有古老的神龙被封禁于此,那与我们而言,是天大的机缘。 嗯? 听到此话,李品相微微一笑,淡然从容道,确实是如此,所以我和吕元,一直在此地,并未离去。 但是,一直寻找无果。 龙? 现在的苍蓝世界内没有吗? 当然有。 龙界内的神龙,千千万万条。 可是,现如今,龙族虽然分为十大派系,彼此之间,内斗不断,但是,一旦有外界,党敢猎杀龙族,为己所用,那将会得到龙族疯狂的报复。 自太古时期开始,神龙就自认为天下一等一的种族,比人类尊贵不知道多少倍。 在神龙眼中,唯有凤凰族可以与他们一较高低。 所以,对于猎杀龙族来获取龙身龙骨的任何一方,龙族都是疯狂的报复和打击。 这也造成了现如今,苍蓝世界内,以各族骨血打造的神兵,炼制的神丹,不在少数,可是龙族骨肉炼制的神兵神丹,却是很少。 即便是有,那也是极为低调的交易。 因此,龙族就算全身上下都是宝贝,可是也先有人敢真的去猎杀,去炼制,如此渴望的东西,却是不能碰,自然就显得很珍贵,很重要。 魂汉明,古朽月,李品相,吕元几人,都是明白这一点。 找到什么蛛丝马迹了吗? 古朽月沉吟片刻,开口询问道。 没有。 吕元直截了当,这古城,并非只有我们一方,逍遥盛须那几族的人,也在找,大家井水不放河水,对搜查也造成了影响。 古朽月阴沉道,请求援手,灭了他们。 此话一出,古朽月自己就直接道,不行,若是请来更强的七重,九重级别的人,我们就没份了,三人皆是点头。 好在,不只是我们抱着这个想法,他们也是,在这里几个月时间了,他们也没叫人来。 吕元再次道,这次,你们到来,也是机缘巧合了。 此时此刻,四人也是有些无奈。 这次你们二人到来,算是将我们和他们的局势打破。 李品相笑道,你们没来之前,我们可是备受打压,这下好了,大家谁也不用怕谁了。 魂汉明听到此话,确实道,沐云县如今也在此地,这家伙,不杀,我心难安。 哦! 李品相笑道,不就是画天境,何必如此担心? 他已经是到达通天境一众了。 古朽月认真道,此次的进步,我想你们都明白,从第七天界进入逍遥圣区,不过是短短百年时间不到,便是从画天境进入到通天境,这样的速度,太快了,要杀他,需要趁早,否则,就是他杀我。 此话一出,几人皆是神色肃然。 既然如此,寻找龙银声秘密,也要留心沐云,这小子胆子大着呢,肯定不会跑。 好。 文。 几人商定完毕,便是纷纷命令手下人去坐,而此时此刻,下家族城。 一座地下宫殿内。 沐云和萧允儿二人,此刻出现在此地。 此时,宫殿下,一颗颗散发着璀璨光芒的石珠,照射开来,使得宫殿看起来,颇为明亮,而且也并不潮湿。 而且,此地杂乱,似乎被人搜查过了一遍。 沐云此刻,从入口处折回。 好了。 沐云笑道,我在入口位置设置了几座幻阵,好歹能够保证,若有人闯入到此地,我们可以提前离开。 嗯。 萧允儿此时,打量这四周,道,萧元存,南宫灵月,拓拔修,以及李品像,旅元几人,都在这里,这座古城,看来对他们拥有很大的吸引力。 沐云当即笑道,简单,抓个他们的人来问问就知道了。 说着,沐云离去。 不多时,沐云便是返回。 手中提着一道身影。 一位化天静的魂族子弟。 沐云当即道,知道我是谁吧? 那弟子此刻,目光打量沐云,最终看向萧允儿,被萧允儿容颜所惊,一时之间,竟是没有理会沐云。 这段时间,萧允儿一直和沐云在一起,经过沐云的滋润,可谓是彻底绽放出其女人位,清纯带着娇羞,更如百合绽放,芳华正茂之时,不得不说,让人狠是挪开目光。 臭小子,问你话呢? 看到这一幕,沐云却是一巴掌甩去。 第三千九百八十二章龙吟声响 在他面前,就这么明目张胆的盯着萧允儿看,也太大胆了。 那魂族子弟被一巴掌扇飞,顿时反应过来,急忙跪地求饶道,我只是听命令行事,什么都不知道。 沐云听到此话,喝道,连我都不知道,找打。 一顿拳脚下去,那魂族子弟肿胀着脸颊,道,别打了,别打了,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沐云。 那你刚才不说。 我怕你说了,你会杀了我。 听到此话,沐云却是又气又笑。 好了,问你什么,回答什么。 沐云继而道,魂族在这里做什么? 那弟子急忙道,先前我们来到此地,听到了龙吟声,此地乃是下家族城,可能有神龙遗物,所以就在这里,一直找寻,但是一直没什么线索。 神龙? 说详细点。 沐云直接问道。 当即,那弟子开始讲述起来,听完,沐云眉头一挑。 神龙龙吟。 沐云手掌一握,一拳将那弟子打昏过去,困在一边,不予理会。 萧云儿此刻道,神龙一族,在整个苍蓝世界内,都是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洪荒时期,想来也是如此,这下家能够困龙,着实是不简单。 此时,沐云微微一笑道,这寻金神罗盘,真的是好东西。 若非是从萧汉手中得到的寻金神罗盘,许多地方,他和萧云儿都是会遗漏过去。 这次虽说是被追杀到这里,可是若非是这寻金神罗盘,他们也不可能朝着这个方向来。 此时此刻,沐云嘴角微微上扬,道,等等看。 一连十几日时间,二人皆是在地宫之内。 而各方舞者,确实是在古城内,到处搜寻。 只是对此,沐云也并不担心。 他现在的戒阵造诣,今非昔比,融合那位前辈数万年百万戒阵的领悟,可谓是前进一大步。 若是有人发现此地,在破除戒阵前,他和萧云儿完全可以离开。 这一天,深夜时分。 整个古城内,突然显得颇为诡异的安静。 而这种安静,并未持续多久,便是突然,出现道道爆鸣声。 大地之上,星光暗淡。 熬,而下一刻,一道龙吟声,突然响起。 最初,龙吟声很微弱,可是逐渐,却是高昂起来,直到最终,龙吟声彻底传递开来,响彻整个古城。 魂汉明,古朽月,李品相,吕元等。 以及萧元存,楚灵民,南宫灵月。 拓跋修等,在此刻纷纷现身古城高空,俯瞰整个古城。 他们可以确定,龙吟声正是从古城内传递开来的。 可是,在哪里? 这段时间,他们已经是命人挖第三尺的去找了,但是杳无音讯。 而此刻,的宫内,沐云也是双眼睁开,神色一正。 龙吟声再次响起。 这次真真切切的听到了。 这一刻,沐云没什么犹豫,身体内,倒倒金色光芒,逐渐散开。 画龙 刹那间,沐云身躯,化作三丈之长,成就位一条金色的神龙。 金色鳞片,如水波一般,鳞刺之笔。 修长的身姿,在此刻蕴含着强大的神威。 此时此刻,沐云张口一吐,倒倒金色小龙,从其口中涌荡而出。 那一条条金色小龙,如暗夜之中的精灵一般,散开四面八方,最终消失不见。 而沐云此时,静心等待。 不多时,沐云神色未变。 走。 萧云而闻言,翻身而上,骑在沐云身躯上,瞬间化作一道流光,消失不见。 穿梭在地宫之间,玉墙断墙,玉门破门,不断的,沐云的速度,越来越快。 横穿地下十几里,最终,二人出现在一面石壁前。 此刻,沐云化作人参,立于石壁前。 就在这里。 礼品相,南宫灵月等人搜寻几月,杳无音讯,可是沐云却是可以做到化龙,借此气息查探。 只不过,他最初也只是试试看,没想到,真的可以感应到。 那龙吟声,四面八方皆是响起。 可是那微弱的龙溪,却是从这里面传递出来的。 此刻,沐云靠近石壁,手掌轻轻探出。 石壁上,出现一道光芒,覆盖住沐云手掌。 是阵法。 沐云凝神静心,在此刻手掌一握。 借文汇聚而出,石壁上的阵法,在此刻突然光芒一变,等时间破裂开来。 恐怖的波动,在此刻席卷而出。 大地之上,道道光波凝聚。 沐云身躯,一步跨出。 墙壁此刻如同透明一般,散去开来。 萧云儿身影随着沐云,一道进入石壁内。 下一刻,二人身处于一片金色的光芒世界内。 而此刻,扑面而来的龙吟声,在此刻几乎是贯穿二人心魂。 并非是一道,仿佛是成千上万道。 走。 沐云拉住萧云儿,小心翼翼,不断深入。 入眼处,一片金黄的世界空间。 四周空旷,什么都没有,只有龙吟声,从深处不断响起。 而逐渐,随着二人身躯其中,那恐怖的气息,在此刻释放开来。 前方,似有无尽风暴,可能摧毁二人身躯一般。 这一刻,沐云停下脚步。 逐渐的,龙吟声微弱下来,恐怖的气息,也是逐渐衰减。 沐云和萧云儿,相视一眼,继续前行,当得跨过数十里距离后,二人看向前方,目光微微呆滞起来。 前方,是一面墙壁。 而墙壁之上,铺满了鳞片。 金色的鳞片。 那每一道鳞片,都是仿佛黄金浇灌一般,闪闪发光,更是蕴含着一道道神韵鱼上。 这是,龙鳞。 沐云此刻神色愕然道。 他能够以身化龙,再加上之前和谢青在一起,对龙族也是了解不少。 好像是,五爪金龙一族的龙林。 龙族存在于苍蓝世界,历史悠久,而据说,龙界内的龙族,族族有数千种之多。 数千种龙族之中,最强大的,便是十大龙族。 当年,谢青也是和沐云讲述过这些龙族。 七彩天龙 五爪金龙 太虚明龙 九幽阴龙 汉海神龙 太初古龙 血化魔龙 太古炎龙 炼狱神龙 深渊明龙 这十大龙族,可谓是龙族千百种族之中,最为强大的十大脉戏。 第3983章 金龙之林 十大龙族,每一族皆是拥有强大的血脉,族人众多,实力强大者,层出不穷。 而眼前的金色龙林,与谢青所续说的五爪金龙一族的金色龙林,几乎是一模一样。 二人此刻来到龙林墙下,看着以龙林堆砌起来的墙面,沐云也是眼神惊骇。 接下来,做什么? 此刻,萧云儿看向沐云。 沐云舔了舔嘴唇,笑道,这些龙林,依旧是蕴含着强有力的爆发力,十分适合我现在的龙身融合。 萧云儿当即道,好。 此时,沐云一步跨出。 体内气势爆发开来。 恐怖的气机,在此刻绽放开来。 沐云全身上下,力量逐渐凝聚而出。 身躯在此刻,再次化作了一道金色长龙。 千丈身躯,在此刻看起来,恐怖无比。 道道主宰镜后,他化龙身躯,便是可以扩展到千丈。 对于龙族而言,本体越是强大,实力也越是强大。 此刻,沐云张口一吸。 道道龙林,在此刻汇聚,化作了恐怖的金色洪流,进入到沐云口中。 那些龙林内所蕴含的神龙精气,一缕一缕,进入到沐云体内。 而在此刻,沐云体表的鳞片,在此刻闪烁着金光。 逐渐,一道道鳞片,蜕变起来。 原本沐云身躯表面的鳞片,看起来是颇为的松散。 可是现在看起来,却是十分紧凑。 道道鳞片,紧密的连接在一起,释放着一道道浑然正气。 而在此刻,墙壁上,金色鳞片蜕去,展露出金色的墙壁,一道门亭,出现在二人身前。 似乎没了鳞片的束缚,那金色墙壁内的龙银声,在此刻突然之间,扩大了百倍不止。 而此刻,龙银声骤然响起,萧云儿神色一白,一口鲜血喷出。 此时,沐云的身躯,依旧是在蜕变。 紧密连接起来的龙林,闪烁着令人心悸的光芒。 而同时之间,沐云感觉到,自己魂魄也是受到龙林融合的增幅,在此刻瞬间蔓延。 一百米主宰大道,在此刻轰然之间,到达了一百七十米。 通天境级别,主宰到超越五十米,便是会出现一次较大的增幅。 此刻,沐云可谓是直接跨入到了通天境二重。 而与此同时,沐云体内的力量,也是发生蜕变。 从内而外。 紧密联系。 两久,沐云似乎是适应了身体内力量的强大,庞大的身躯,在此刻缩小,再次化作人身。 允儿。 沐云急忙搀扶起萧允儿,关切道:"怎么样?" 一时间没能适应,现在没什么了,沐云点点头,看向身后四周,缓缓道:"这龙林更像是一种封禁,龙林被我吸收,看来封禁薄弱了,恐怕此地,不久就会被那些家伙发现了。 此刻,沐云看向前方,再度道:"进去看看。 好。 二人现在,退出去,可能会遇到魂族,古族大批武者。 进去,倒是可能会有不同的境遇。 而且,这只是外面,便有龙林在此,这里面到底是什么,轰隆隆的声音,不断响起。 沐云全身上下,力量凝聚,体表金芒浮现,抵挡住龙银声的创伤。 肖云儿在沐云的保护下,也是逐渐恢复过来。 穿过金色墙壁,后方,是一片连绵起伏的高山。 一座座高山,数百米,数千米高大。 而且每一座,皆是如同黄金浇灌一般,闪烁着金色光芒。 而在群山之间,一道光芒,在此刻汇聚。 那是从天而降的一道光束,在此刻,照射在大地之上,与此同时。 夏家族城。 地面上。 魂汉明,古朽月,李品相,吕元。 拓拔修,萧元存,楚灵民,南宫灵月。 这八方,此刻皆是静听着龙银之声。 只是,这次,大家却是心中感觉颇为奇怪。 此次龙银响起的时间,比以往每次都更加绵长了。 而且,随着声音传递而出,似乎越来越响亮。 李品相此刻眉头促起,道:"怎么回事?" 怎么了? 古朽月开口问道。 这次的声音,不对,李品相看向吕元,道:"你没感觉,此次时间,太久了吗?" 听到此话,吕元亦是点点头。 难道是要发生什么异变了? 而正当众人好奇之间。 古城大地,在此刻突然裂开。 原本暗淡的天地星空,在此刻,突然之间,道道金色光芒,冲天而起。 这一片天地,在此刻都是被染成了金色的。 真的出现异变了。 此刻,众人皆是目光汇聚,神色惊骇。 你们看! 此刻,有人看到,大地之下,深百丈之处,一座座金山,释放出滔天的金色光芒,荡漾开来。 而在那金色光芒之中,两道身影,极为显眼。 沐云,萧云儿。 古朽月此刻脸色一沉,低喝道,这两个家伙,居然,刷刷刷,只是,古朽月话还没说完,身侧的礼品像,吕元,魂汉明等人,已经是直接冲出。 眼下自然不是说什么废话的时刻。 沐云和萧云儿进入,一变突生,很显然,恐怕这发生的一切,与沐云脱不开关系。 此刻,道道破空声,瞬间响起。 南宫灵月,萧元存等人,在此刻意识纷纷杀出,而此刻,金色山脉之间,沐云和萧云儿二人,一路朝着山脉深处,金色光束而去。 恐怖的金色光芒,在此刻动摇人心。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竟会拥有如此恐怖的存在。 龙族鳞片,用来封存。 身后,道道身影已经是赶来。 沐云和萧云儿二人,速度加快,靠近金色光束。 登时间,恐怖的波动,再次惊人心迹。 越是靠近光束,越是感觉恐怖,令人心慌。 只是,当的沐云和萧云儿二人,距离光束不过百丈距离之时,突然,一股庞大的吸扯力,瞬间传递而来。 那恐怖的吸扯力,直接拉动着二人身躯,将沐云和萧云儿卷入其中。 看到这一幕,所有人皆是停下脚步。 怎么回事? 众人皆是脚步停顿,不敢靠近前方。 只是,沐云和萧云儿消失,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一刻,大家都未靠近,可是停在这里,也不是办法呀。 第3984章 三头绿眼狼 不管了。 此刻,楚灵民一步跨出,当即喝道,这位神帝之子若是死在这里面,我楚灵民就算死在这里,我也认了。 话语落下,楚灵民灯时间领着楚族众人,靠近光束。 眨眼之间,一道道身影消失不见。 看到这一幕,大家也是纷纷难以按捺心中的急切。 等待了几个月时间,一无所获,现在可能出现的机遇,就在眼前,难道要放弃? 请客间,道道身影,迎着光束而去,身影消失不见,而当围绕在金色山脉的所有武者消失不见之后,弱大的金色山脉在此刻,纷纷光芒四射,爆发出璀璨光芒,在此刻消失,山脉,化作了暗金色,星空之下,再无任何光芒显现。 此刻,被光束吸附入内的沐云和萧云儿,在感受到一阵天旋地转之间,身影则是出现在一座石台之上。 两道身影,在此刻稳住心神,看向前方,却是目光带着几分迷茫。 被光束吸收之后,他们便是感觉到,时空似乎在扭曲,而现在,就这么出现在这里,这是什么地方? 此时,二人走下石台,四面看去,苍茫天地,一片萧瑟。这样萧瑟的天地之间,令人心计的气息,只有二人存在,倒是显得很是恐怖。 先看看。 好歹进入此地,并没有什么危险。 此刻,两人行进在苍茫大地之上,一眼看去,连绵不绝,无尽无止的大地之上,蔓延上千里不止。 但是,最初,二人速度较慢,不断的,二人速度加快,横穿百里,苍茫大地之上,依旧是别无他物。 这样一处诡异的空间,越是深入,越是让人毛骨悚然。 可是四周,什么都没有。 寻金神罗盘在这里也失去了作用,沐云皱眉道,这样的一片天地,着实是奇怪。 洪荒一记大路。 发生任何事情,沐云都不会奇怪。 毕竟,相隔一年前的洪荒,从他现在所了解到的消息来看,是一个繁荣鼎盛的时代。 浩瀚的天地,无尽的生灵,勾勒出一幅幅快智人口的盛世画卷。 这样一个鼎盛时期的存在,却是因为十八位神帝大战而彻底毁灭,不得不说,令人唏嘘。 小心一些。 此刻,萧云儿却是突然道。 怎么了? 我体内另一道魂魄,有些躁动不安。 躁动不安。 沐云眉头一挑。 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很少,这里恐怕不安全,沐云点头。 二人速度降下来,仔细查看着四周。 而在此刻,前方,原本昏暗的天地之间,道道轰鸣声,突然响起。 而随着那道道轰鸣声响起之间,二人神色顿时一变。 恐怖的波动,在此刻席卷而出。 只见得,天际之边,乌云席卷。 而在乌云之间,一双双眼睛,泛着绿光,飘荡而来。 随着那绿色眼睛,不断飘散而来,沐云也是感觉到,一丝丝噬血的味道,逐渐传递。 吼,请客间,震天动地的嘶吼声,在此刻响起。 而当嘶吼声传递开来之时,沐云身躯,微微一颤。 第一道嘶吼声响起,而后一道道嘶吼声,传遍整个天地之间。 那恐怖的波动,在此刻顿时扩散而出。 轰鸣声,爆发开来之时,令人心悸的气息,也是传递而出。 只见到,乌云之间,那绿油油的眼睛,下一刻,却是出现一颗脑袋。 紧接着,左右两侧,各自出现一颗脑袋。 庞大的身躯,在此刻也是逐渐出现。 绿色的眼瞳,三颗脑袋,身躯挺拔,灰鹅如山,毛发如钢针一般的,一只狼。 体格百丈,三颗脑袋,长在脖子上,绿油油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沐云和萧云儿。 而此时,那乌云之间,一只只三头绿眼狼,纷纷身影出现。 恐怖的气势,几乎是让人感觉呼吸都是要停滞。 沐云此刻,不动声色,暴残剑握在手中。 黄破剑。 一剑斩出,黄者支气凝聚,瞬间破空,直冲为首一只三头绿眼狼杀去。 坑,剑气,斩在那三头绿眼狼脑袋上,沐云却是顿时一愣。 三头绿眼狼贴了沐云一眼,眉心只是出现一道硬痕,那三头绿眼狼,轻轻抬起爪子,挠了脑脑袋,只感觉臊痒难耐,不解的目光,始终是看着沐云。 跑。 此刻,沐云一声低喝,拉起萧云儿,瞬间倒退,化作一道道残影,他现在可是通天镜二重,施展的更是石黄蜂天剑法。 这一剑,斩到通天镜二重身上,不死也要中创。 斩到三重,四重身上,那也得出现伤势。 就是通天五重,也不敢这么硬抗。 可是这三头狼却是直接抗了下来。 这份防御力,可想而知,攻击力并不会差。 而他们面对的不是一只,而是,数十只。 此刻,二人瞬间倒退,而另一边,李锦巷,古朽月,楚灵民等八方,此刻也是纷纷茫然的看着这一方天地。 这是什么地方? 只是,稍微的迟疑后,众人便是准备,纵身查探。 不过是前行十几里地,众人还未来得及分开,便是远远看到,两道身影,急迟而来。 是沐云。 还有萧云儿。 此刻,楚灵民一步跨出,怒喝道,我还没找他们,他们自动送上门来了。 古朽月此刻也是眼神一喜,笑吟吟道,这两个家伙,果然没走,只是,不多时,众人脸上的欣喜和愤怒,却是化作了惊恐。 沐云和萧云儿二人,此刻出现在人群前方百米位置,停了下来。 大家好。 沐云看向众人,微微一笑道,难得在此地相遇,我知道你们或多或少都想杀我,不过现在,沐云咧嘴一笑。 后面那些家伙,貌似不好惹,想杀我,得活下来才行。 沐云明白,这些家伙,看到他和萧云儿进入,不可能放弃。 这群三头狼,他和萧云儿对付起来,绝对是死路一条。 可是加上这数百人,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沐云,你个混蛋。 楚灵民此刻根本懒得理会沐云,二话不说,领着身后楚足子弟,顿时朝着一边逃去。 而同时,其他人也是纷纷散开。 沐云看到这一幕,无奈摊手道,我也是被逼无奈。 第三千九百八十五章 击退凶狼 倒倒身影,纷纷溃逃。 可那些三头狼,在此刻却是追逐上来。 沐云和萧云儿二人,此刻也不废话,速度加快,逃离此地。 只不过这次,三头狼被分开,沐云和萧云儿的压力,顿时骤减。 二人一路远离众人,身后一只三头绿眼狼,却是不断追逐上来。 杀! 此刻,沐云脚步顿时停下,瞬间折身杀回。 萧云儿亦是手持匕首,跟随着沐云直接杀出。 就剩一只了,二人未必不能对付。 黄破剑 一剑出,剑气如黄者降临,威压盖天,这一剑,沐云更是融合了五段剑体,瞬间斩杀而出。 轰,剑影落下,只看到天地之间,在此刻似乎被撕裂一道口子,虚空裂开,璀璨剑芒,当空震下。 砰! 那三头绿眼狼身躯,被沐云一剑阻隔。 而此刻,萧云儿手中,匕首出现,化作一道青芒,破空而出。 小小的匕首,在此刻,却是爆发出恐怖的撕裂力。 痴痴啦啦的声音响起,萧云儿手掌紧绷,匕首瞬间释放出千万道华光,如同万红化空而过,留下绚烂的色彩轨迹。 扑扑扑,那一道道华光,请刻间扎入三头绿眼狼体内,鲜血喷出。 沐云神色微动。 萧云儿毕竟是通天五重境界,攻击性比他更强,这三头绿眼狼的实力,或许接近五重六重级别。 刚才二人面对的是鸡十只,现在是一只。 黄灭剑 沐云一剑,再次展出,死寂的气息,铺射百里,天地之间,到处都是剑影,似要将三头绿眼狼彻底包围。 而此刻,三头绿眼狼问哼一声,三颗脑袋在此刻,嘴巴突然张开,恐怖的波动,席卷而出。 滚滚岩浆,在此刻从锯嘴之中喷出,直射沐云和萧云儿而来。 轰鸣声,在此刻传递开来。 倒倒剑气被岩浆冲散。 一股炙热的气息,直扑二人而来。 沐云二话不说,天地轰炉出现在身前,阎龙出世,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咆哮声,在此刻直接冲杀出去。 轰隆隆的声音,不断响起之间,令人惊恐的气息,也是逐渐爆发开来。 云儿。 我没事。 此刻,沐云目光汇聚于身前。 三头绿眼狼庞大的身躯,带着灼热的气息,六只眼睛,盯着二人。 还真不是一般的苍蓝猛兽。 此刻,沐云师长五段剑体,所攻击之力,不亚于四重通天境武者,萧云儿本身也是五重境界。 二人联手,面对这处声,都不曾占据上风。 而与此同时,四周,数十里之外,亦有惊天动地的爆鸣声响起。 进入到此地的各方舞者,似乎和这些三头绿眼狼斗起来了。 黄泉九应阵。 沐云此刻,手掌一握,剑纹波动如潮水一般,汹涌而出,铺天盖地。 一座大阵,登时间将方圆数十里围绕。 九道沐云身影,如鬼魅一般,出现在四周天地。 萧云儿此刻立于沐云身侧。 我来缠绕他,你寻求机会,一击斩杀。 嗯? 沐云话语落下,暴残剑瞬间化作百丈剑芒,当空斩下。 黄蜂剑。 一股风阵的气势,从天而降,当空坠落。 那恐怖的气势,如同天地之间,万物复苏,被惊眉震动,而后瞬间萎靡。 而在此刻,三头绿眼狼却是一颗脑袋,张嘴一吐,道道锋刃,划破虚空,撕裂空间。 瞬间,瞬间将沐云三道身影撕碎。 地震苍茫。 顷刻间,沐云手中,东华地印,飘空而去。 大印震慑天地,在此刻爆发开来。 三头绿眼狼的气势,瞬间拍了一截。 地风万将。 东华地印之上,释放出一道道印记,瞬间扑散在四面八方。 那道道印记,散开之后,朝着三头绿眼狼聚集而去。 恐怖的波动,在此刻席卷开来。 咻,而正在此刻,萧云儿身躯,突然出现。 一手画出一道弧形的气流,撕裂的虚空,瞬间斩出。 扑斥一声响起。 三头绿眼狼的一颗脑袋,在此刻跌落在地。 另外两颗脑袋,却是发出凄惨的哀嚎声。 而下一刻,巨大的狼蛆,四肢着地,猛的一跃,出现在十里之外。 这大家伙,居然就这么跑了。 沐云和萧云儿立于原地,并未去追。 使出各种手段,方才斩下这三头绿眼狼的一颗脑袋,要想真的杀了这大家伙,恐怕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我们走。 二人在此刻,直接顿离。 而此刻,苍茫大地之上,数百道身影,与数十只三头绿眼狼,不断缠斗,到处都是爆发出血腥气息和惊天动地的借力波动。 沐云和萧云儿,再次深入。 这地方古怪诡异。 隐藏在下家族城地下的神秘空间,以舞爪金龙龙林封禁,这一片空间,到底有什么恐怖的存在。 此时此刻,沐云和萧云儿一路深入,足有千里。 一路上,到处都是昏暗的环境,天帝似乎在此刻被封禁一般,令人心计的气息,到处都弥漫着。 沐云和萧云儿二人,一路深入,横跨了足足数万里。 山脉起伏,大地波动,恐怖的气息,令人心神荡漾。 这一刻,沐云提前将仓皇神衣穿戴在神,头顶,天帝轰炉悬浮,东华帝印此刻也是在左手托着,右手紧握抱残剑,时时刻刻,神态谨慎。 萧云儿在其身侧,也是小心谨慎。 沐云此刻,心计的气息,越来越强烈。 前方到底是什么? 而与此同时,二人身躯,似乎出现在空间尽头。 翻越过一座高山,二人立于高山之巅。 只是,目光看向前方,顶刻间,二人只感觉身体发寒,恐怖的气息,蔓延于全身。 展现在目光所及的地方,是一片海。 海岸线左右看去,一望无际。 而前方,海流已经是到达山脉脚下,朝着下方看去,悬崖峭壁,海流波涛汹涌。 只是,让二人惊讶的,并非是这广袤的海洋。 而是这广袤的海洋,一眼看去,鲜红如血。 不!不是鲜红如血。 这海洋,正是鲜血浇灌。 那刺鼻的血腥味,随着海浪一次次的拍击到岸边,散发出令人恶心的气味,无比清晰的向沐云和萧云儿传递着,这是,一片血海。 第3986章 古鱼 一望无际的血海,滚滚波涛的浪花。 恐怖的气息,让得二人心中难以平静。 这时,死伤多少人,才能够汇聚成这样一片血海。 此时此刻,沐云和萧云儿二人,只感觉全身冰冷刺骨。 而正在此刻,二人立于沿海边,道道破空声,在此刻响起。 后方,一道道身影,在此刻道来。 仔细看去,正是魂汉明,古朽月,李品相,吕元,以及萧元存,南宫灵月,楚灵民,拓拔修这些人。 只是此刻,这些人看起来,却是稍显狼狈。 而且,原本数百人,此刻竟然是损失接近一半,不过是一两百人,分散张开。 沐云 看到沐云,楚灵民一双眼神,血光涌动。 你个混账,我要杀了你。 一语落下,楚灵民此刻瞬间逼近沐云。 萧允儿此刻冷哼一声,手指匕首,挥舞而出。 坑,二人之间,一击对碰,纷纷退开。 萧允儿,你到达五重了。 楚灵民心下一惊。 萧允儿却是并不回应,只是冷冷的看着楚灵民。 而此刻,楚灵民哼道,李品相,吕元,魂汉明,古朽月,你们不也是要杀了他吗? 楚灵民可谓是非都要气炸了。 那些三头怪狼,一个个凶狠无比,他损失了许多人,而且,楚身也被杀了。 若非是沐云,怎会如此? 只是,楚灵民此话一出,却是无人回应。 你们,此刻,楚灵民看向几人,却是发现,这些家伙,目光都是停格在前方。 楚灵民目光好奇的看去。 随之,目光呆滞。 山月前方,血海无尽。 这,一时之间,楚灵民亦是呆若目击的立于原地。 此时此刻,大家皆是被眼前的血海所惊恶,哪里还有心思去管木云。 而在此刻,那血海之上,天地变色。 原本暗淡无光的天空,已经是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此刻,暗红色之中,隐隐之间,有血龙身躯,若隐若现,不是之中,释放出道道龙吟之声。 这就是龙吟声的来源吗? 南宫灵月此刻花容失色,忍不住颤颤道。 这样一处血海,就算是死上万人,百万人,也根本不可能凝聚成形。 这得是多少生灵才能够汇聚。 而此刻,血海内的血龙身躯,足足有万丈之长,不时穿梭在血海和血云之间,搅动天地。 这一刻,谁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只是,大家皆是发愣的时候,后方突然传来道道嘶吼声。 可恶。 楚灵民喝道,那些三头怪狼又追来了,怎么办? 他们费尽周折,方才摆脱,可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还能怎么办? 魂汉明此刻,目光带着一丝决然,看向前方。 冲! 都到了这一步了,眼前就算是万丈深渊,丧命之地,也被闯一闯了。 不管如何,后面也是那些畜生追着,就算是杀回去,现在身边的人,也被损失一大半了。 此刻。 众人纷纷神色难看,进退两难。 而此刻,沐云拉住萧云儿,目光看向前方,最终,脚步一退。 这里,太危险了。 武者是需要冒险,可是前方,进入可能就是死物葬身之处。 他还是决定离开。 只是,沐云刚一后退,萧云儿却是拉了拉沐云衣袖,指了指后方。 在那里,后面大地之上,乌泱泱的身影,几乎是练成了一道别样的海岸线一般。 一只只三头绿眼狼,在此刻扩散开来,仔细看去,哪里还是数十只,简直是成千上万只。 沐云微微一笑,看向前方。 怪不得魂汉鸣跑那么快。 一语落下,沐云握住萧云儿御手,道,走。 话不多说,沐云拉起萧云儿,顿时朝着血海海面上而去。 那恐怖的气势,在此刻释放开来。 此刻,其他众人亦是看到这一幕,纷纷朝着海面而去。 前进,生死不知。 后退,必死无疑。 当然是要前进了。 此时此刻,众人纷纷速度冲出。 一入海面上,一股刺鼻的血腥味,让人呼吸都是困难。 而随着一两百人此刻蜂拥朝着海面上而去,那些三头绿眼狼,一只只登临山峰。 只是此刻,那些三头绿眼狼看着脚下的血海,却是站在悬崖边上,目送沐云等人离去,似有不甘一般,站在悬崖边上,嘴中发出呜呜的狼叫,沐云回身看了一眼,那些三头狼并未追来,心中也是松了口气。 海面,波涛汹涌。 若是一般的海水,也就罢了。 可是这血海就在脚下。 而且,沐云尝试升到数百丈高度,但是却感觉到,越是朝着上空飞驰,压力倍增,时间久了,甚至出现眩晕感。 最终无奈,只得距离海面十几米高度,速度不快不慢的前行,此刻,魂汉明,谷朽月,楚灵民几人,也不嚷嚷着要杀他了。 大家对前面都是未知,说不定就会死在这里,哪还有心情去想什么杀了沐云,得到什么丰厚的奖励。 就算是杀了沐云,他们也死在这里了,什么都捞不着。 还不如现在节省些力气,看看前方到底是什么再说。 啊,正当众人纷纷保持着谨慎和小心,朝着前方飞驰而去之时,一道惨叫声,在此刻突然响起。 只见得,一道身影,扑通一声,坠落血海内,身影消失不见。 怎么回事? 南宫灵月此刻眉头一蹴道。 死的正是南宫族的子弟。 不,不知道,一名靠近那位弟子的青年,颤颤巍巍道,他,他突然就坠落,啊,只是,那位青年还没说完。 突然,血海之中,一张星红大口,窜了出来,一口将那青年鸟中,拖入海底,消失不见。 这一刻,所有人皆是感觉毛骨悚然。 你,看到了吗? 萧允儿拉住沐云,声音带着几分颤抖。 看到了。 沐云点头。 那是一条鱼。 一条足有十几丈长的鱼。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鱼。 因为其全身,血肉不存,只有骸骨,刚才鱼嘴张开。 锯齿般的牙齿,将那名青年,直接咬成了两截。 古鱼。 此刻,众人皆是心中一沉。 这样的血海下,居然还存在着生灵。 第3987章 血海危机 此时此刻,魂汉明眉心见汉,看向古朽月,忍不住道:"古朽月,这鱼,是不是你们古族类似的种族?" 听到此话,古朽月看向魂汉明,苦涩道:"你若是开玩笑,这个笑话,可一点不好笑,古族乃是苍蓝世界万族之一,而且是发展到顶尖一等的种族。 但是,古族舞者,并非是说没有血肉。 譬如魂族舞者,使魂魄为根本,肉身对魂族舞者来说,根本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可是那不代表,不需要肉身了。 古族舞者亦是如此,他们的骨骼,是立身之本,但是肉身血脉,也是十分重要的。 魂汉明更是苦涩一笑。 开玩笑。 他哪还有心情开玩笑? 早知此地如此诡异,他就不进来了。 应该去找魂科那样的妖孽,让那家伙来这里。 那家伙向来不怕死,在魂族天骄之中,算得上是头一号人物了。 可是现在,说什么都迟了。 所有人小心。 李品相此刻直接对着神圈门弟子道,两人一对,紧挨着,若有攻击,瞬间出手。 在其话语落下之间,海面上,一只只骨鱼,露出脑袋,嘴巴嘎嘎嘎的上下交错,似乎是准备随时对付他们。 扑扑扑,一只只骨鱼,十几米长的身躯,全身皆是骨架,嘴巴处的持骨,更是分外恐怖。 此刻,那一只只骨鱼,破水而出,直奔众人撕咬而来。 沐云和萧允儿背靠背,一只骨鱼从脚下突然出现。 一道剑芒和一道匕首光芒,同时杀出。 那骨鱼身躯,骨架碎裂,化作一堆散骨,跌落在血水上。 而滋滋滋的声音响起,那些散骨,瞬间被血水融化,消失不见。 这海水,拥有着极大的腐蚀能力。 轰隆隆的声音,在此刻响起。 令人心悸的气息,爆发开来。 一只只骨鱼,奋不顾身的杀出。 沐云和萧允儿二人倒还好。 毕竟夫妻同心,其力断金,配合得当。 可是其他人,却是没那么好的运气。 一道道惨叫声响起。 四周不断有人坠入海底,化作海水一部分。 走。 沐云此刻和萧允儿速度加快,朝着深处而去。 跟这些家伙在一起,目标太大,被攻击的可能也增加。 再者,他和萧允儿若是落入险境,这些家伙,可没一个会帮助他们的。 不趁你病要你命就不错了。 二人此刻,逐渐脱离众人,朝着深处而去。 而后方那些人,也是速度加快,想要摆脱那些骨鱼的攻击。 只是这些骨鱼的出现,却是使得数十人命丧血海。 但是,随着众人边站边前行,那些骨鱼的痕迹,却是越来越少。 直到最终,前进百里之后,骨鱼彻底消失不见。 此刻,大家皆是松了口气。 这些骨鱼的危险,可是让人很心悸的。 只是此刻,沐云心中却是没多少放松的味道。 那些骨鱼消失不见。 不能说他们放弃了。 只能说明,这片海域,可能隐藏着让那些骨鱼更加忌惮的存在。 不只是沐云、李品相、吕元、南宫灵月、唾拔修等人,心中也是如此想法。 大家稍微松了口气,便是再次精神高度集中。 速度缓慢下来,众人有意无意之间散开,生怕哪一方被盯上,成了被殃及的人。 一路前进数十里地,并无危险出现。 可是,当大家以为危险解除之际,突然,海面波涛汹涌。 刹那间,一张星盆大口,在此刻迫海而出,直接朝着骨鱼消月那一群人而去。 血海被席卷而起。 仔细看去,那是一条宛若鲨鱼一般,体肠足足接近百丈的骨兽。 那一口,直接吞没了骨鱼消月身边众人。 即便是骨鱼消月,此刻反应不及,一条胳膊,直接被撕咬下来。 哗啦啦的水流声,在此刻响起。 所有人在此刻,皆是发出惊魂的叫声。 骨鱼消月此刻,脸色煞白,被咬中的胳膊位置,沾染海水,发出滋滋的腐蚀声。 骨鱼消月当即神色一寒,一手成刀,将自己一条胳膊,直接砍下来。 鲜血如柱流出之间,骨鱼消月吞下一颗丹药,急忙止血。 只是此刻,大家目光看去,却是心中发寒。 这次是骨鱼消月,下次会不会就是他们了。 所有人在此刻,皆是盯着海面,谨慎小心。 只是此时,骨鱼消月却是心中恼怒万分。 他带来的人,一口被直接全吞了。 自身一条胳膊没了,接下来如何是好? 这该死的地方。 骨鱼消月此刻怒骂道。 可是,没人可怜他。 大家都在这里,命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要怪,只能怪沐云。 若非是沐云进入到这里,他们根本不会跟进来。 此刻,感受到那些人目光带着仇视的看着自己和萧云儿,沐云却是笑道:"我可没让你们跟着我一起来。 一群王八蛋!想要他的命,又想寻求机缘。 现在看到进入绝地,一个个对他仇恨起来了。 此刻,众人没时间去计较这些,更是小心地看着四周海面。 如此这般,前进数里之后,前方海面,平静的海水,是不是涌荡而起。 那一只纸白骨巨沙,在海面成群结队,似乎是朝着众人而来。 而此刻,所有人看到这一幕,脑海内只有一个字。 逃。 顷刻间,仅存的百十人,此刻纷纷四下散开。 可是正在此刻,后方又有一只纸白骨巨沙,身躯时不时露出水面,朝着众人急驰而来,这一刻,真的是所有人都要疯了。 该死。 沐云此刻也是神色一变,手持爆残剑,小心翼翼。 扑通扑通的声音响起,一只纸白骨巨沙,此刻露出水面,捕杀众人。 这一刻,谁也顾不得谁,大家纷纷抵抗起来,厮杀,在这一刻开始。 只是,这些白骨巨沙的攻击力,比那些骨鱼,简直是强盛十倍不止。 这根本不是战斗。 而是单方面的被厮杀。 沐云和萧允儿二人,始终是被靠背在一起。 边走边站。 如果停留在一处位置,聚集的白骨巨沙反而是会越来越多。 看前面。 此刻,沐云突然开口道,一座岛。 萧允儿也是神色一喜。 走。 二人施展浑身窃数,朝着岛屿急迟而去。 第3988章 血红灵石 而此刻,魂汉明、谷朽月、李品相等人,也是看到前方岛屿。 且不管岛屿之上,到底有什么危险,总比这未知的海底生物要来的让人安心不少。 杀过去。 众人纷纷此刻,速度加快。 此时,沐云和萧允儿二人,率先靠近岛屿,更临岛屿之上,那些白骨巨沙,一只只纷纷徘徊在靠近岛屿的潜水区域,却是没有冲上岸来。 看到这一幕,沐云也是松了口气。 好歹,算是暂时安全了。 而与此同时,后方那一道道身影,也是在此刻直接冲了上来。 一道道身影,在此刻摊坐在海岸边,大口大口喘气。 此时,原本数百人,这一路走下来,只剩下了五六十人。 而且,还有几人身负重伤,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 该死。 此刻,浑汉明嘀骂一声。 他损失也不小,身边只有五六人了。 可是,看到古朽月,浑汉明却是心中稍稍安稳些。 好歹,他身边还有几人,古朽月现在,那是真的光棍一个了。 此刻,古朽月脸色阴沉,神色难看。 身边众人死光了不说,他还缺失了一条胳膊,现在看起来,十分惨淡。 仔细看下来,浑汉明、李品相、吕元等人,身边好歹都有几位通天境三重四重的人活着。 现在的他,反倒是连沐云和萧允儿都不如了。 这等事情,让古朽月心中郁闷。 大家都在海岸边休息。 好一会,方才缓过神来。 这一路走来,什么宝地倒是没遇到,反而一路凶险。 而且现在,怎么回去都不知道了。 沐云和萧允儿呢? 人群之中,萧元存此刻眉头一挑。 刚才大家都忙着救治自己身边的人,倒是对二人没怎么关注。 这才一会时间,二人就消失不见了,肯定是进入岛屿内部了。 这一座岛屿,面积广袤,除却海滩位置,都是碎石之外,往里十里地距离,便是山林。 而且,仔细看去,那一座座山峰,都是血红色,而且生长的树木,也是颇为古怪。 每一棵树木,高大威猛之外,树干树叶都是红色,如同飘红的枫叶一般。 只是此时,大家也是见怪不怪了。 这样危险的地方,大家都已经是开始有些麻木了。 众人此时,有意无意之间分开。 谁也不想聚集在一起了。 刚才,就是因为数百人都聚集在一起,才会被那些蛊鱼和白骨巨杀给纷纷撕裂了。 现在分开,如果一方遇到什么危险,好歹其他人不会被殃及。 至于说聚集在一起,人多力量大,根本不可能。 各方看似彼此间都是联合起来,两大阵营,互相防备。 可实际上,这种阵营根本不牢靠。 此时此刻,山林之地内。 沐云和萧允儿二人,结伴而行。 大家如果都是陷入险地,那谁也不会为难谁,毕竟,自保都是很难的事情了。 可若是大家脱离了危险,哪怕只是暂时的,这些人怒气没地方撒,对他们两个撒气,实属正常。 所以沐云和萧允儿,不动生息的离开。 此处山林,处处都是血红色,平白增添了几分诡异。 但是,仔细看去,习惯后,反倒是觉得这里的风景倒是不错。 沐云和萧允儿一路深入数十里,穿过一座座高山树林,而最终,前方拨开云雾渐月明一般,一片山谷,出现在眼前。 山谷内外,流光七彩,光芒四射,更是有一座座木屋,小桥流水,凉田小道,仿佛是一片世外桃源。 沐云和萧允儿小心翼翼进入到此地,看着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一时间也是微微失神。 这地方,太平静了。平静的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而此刻,沐云发现,这些木屋,看似许久未曾有人居住,可是保存尚且完好。 而且,不少木屋,是明显有人居住过的痕迹的。 下家族城内的神秘空间,连接血海,一座穴岛,难道是新年下家一些隐世不出的祖老们所居住的地方? 沐云微微开口道。 只不过,这等事情,着实是没有什么验证的法子。 二人进入一座木屋内,仔细打量,并没什么独特的发现。 一座座木屋探寻过后,始终是一无所获。 而在此刻,沐云却是眉头一挑,看着前方。 山谷尽头,几座木屋,靠近一座海山山脚位置。 二人来到木屋前,推门而入。 每一座木屋都是三间房舍,木桌木椅,极为简单。 而这次,沐云和萧允儿进入到左侧的一间房间内,却是不一样了。 这座房间,从外看,也是简单的木屋。 可是身处房间内,却是突然感觉到,仿佛被剥离到了另一片时空内。 而当二人踏入房间内之时,四周天地,暗淡下来。 仿佛身处于一片昏暗无光的天地之间,四周一些,皆是无法看清。 沐云和萧允儿此刻依偎在一起。 一步步走出,四周昏暗的天地,似无穷无尽一般。 而没有尽头的天地之间,前方,一抹红光,在此刻升腾而出。 二人小心谨慎朝着红光靠近。 来到红光之前,方才看到。 虚空之间,一道红色晶石,悬浮半空。 红色晶石,呈现出菱形,仔细看去,不过是拇指大小,但是散发出的红光,却是穿透力很强。 一切透露着诡异。 只是,自从进入到此地,没什么事情是正常的。 沐云此刻,靠近血红灵石,整个人谨慎小心。 慢点,萧允儿此刻心有余计道:"我总感觉有些古怪。 嗯? 当二人站定在血红灵石身前之际,突然,血红灵石微微一抖,释放出千万道血红光芒,穿透沐云和萧允儿身躯。 只是,这些血红光芒,对二人身躯并未造成创伤。 奇怪,沐云此刻,手掌轻轻探出。 越是靠近血红灵石之际,越是感觉到,身躯内,似有一股暖流,流淌而过。 这血红灵石内蕴含的诡异力量,对身躯似乎并没有什么创伤。 对此,沐云更是感觉颇为奇怪。 只是,当沐云准备抽回手掌之际,血红灵石却是突然之间,光芒收敛,化作一道光束,直射沐云而来。 第3989章又碰到了。 刹那间,下一刻,血红灵石消失不见。 四周天地,在此刻溃散。 而沐云和萧云儿的身影,依旧是在木屋内。 似乎至始至终,一切都是幻象一般。 都是幻觉。 萧云儿呢喃道。 不是。 此刻,沐云却是开口。 说话间,沐云聊起自己衣衫长袖位置,只见得一道菱形的印记,在此刻出现。 血红的菱形印记,如同拇指大小,出现在沐云手臂内侧位置。 这,萧云儿笑脸微变道,你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看到萧云儿紧张的模样,沐云却是安慰道:"没事,没什么,只是这印记就刻引到我体表,我身体没什么,"沐云说着,仔细看着血红菱形印记,心中也是不解。 这些古怪,她根本一无所知。 而此刻,二人还未离开木屋,外面,突然道道气息出现。 沐云和萧云儿立刻遮掩气息,看向窗外。 只见到,四五道身影在此刻到来。 而那为首一人,显然是飞黄神宗的吕云。 此刻,吕云几人,似乎也是发现这里,近来一探究竟。 沐云和萧云儿此刻相视一眼。 木屋外。 山谷之间。 吕云眼眸带着谨慎,道:"四下散开,查查看,有没有什么古怪的?" 是。 道道身影,在此刻出现。 此时,房间内,沐云指尖,道道借文汇聚,看了一眼萧云儿。 刷刷,登时间,二人身影在此刻散开,直接沙向散开的其中二人。 轰,轰,两道轰鸣声几乎是同时响起。 萧云儿匕首爆发出璀璨光芒,瞬间将一名通天四重舞者,直接毕命。 而另一边,沐云则是暴残剑配合剑体舞段,请客间斩出,一位通天四重舞者,直接被中创。 这一惊变,瞬间让吕云等其余四人,面色惊变,谨慎起来。 是你们。 吕云目光看向沐云和萧云儿,神态冷漠。 沐云此时,手持爆残剑,无奈一笑。 萧云儿通天五重境界,瞬间出手,毕命四重。 而她通天二重境界,却是没能做到这一点。 境界的差距,确实是无法忽视的。 好巧! 看向吕云,沐云笑道,又碰到了。 原本一路走来,大家损失惨重,身边人死得所剩无几。 吕云一行六人,此刻一死一伤,这更让吕云气愤不已。 看来大家感觉聚集在一起太危险,都散开了。 沐云笑道,不过不走运,你碰到了我们。 吕云眼眸之中,一抹杀鸡凝聚,哼道,到底是谁不走运,还说不准呢。 请客间,吕云手持一杆长脊,直接杀出。 萧云儿字不多说,直接逼近吕云。 而此刻,沐云却是看向另外三人。 两个三重通天境,一个四重。 三道身影,此刻将沐云团团围住。 我们还没找你们的麻烦,你们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找死。 听到此话,沐云却是微微一笑道,到底是谁找死,可说不准。 刷,刹那,沐云渐气迎空。 黄破剑。 一剑出,万千黄者之气,凝聚于剑气之上,释放开来。 坑坑坑,登时间,那三道身影身前借力凝聚成屏障,护住各自身躯。 杀。 两位三重,一位四重,在面对沐云这位二众,岂会畏惧。 轰,低沉的轰鸣声,在此刻响起。 吕云和肖云儿的交战,顿时将这一座山谷搅动得天翻地覆。 而沐云也是刻意避开,与另外三人交手。 黄灭剑。 剑出,风锐如月芒一般,刺破虚空,杀到三人身前。 若是换作寻常二众武者,面对三人,只怕一个照面,便是会被斩杀。 只是,沐云双重主宰道,皆是一百七十米长度。 更是配合剑体武段,攻击性十足,一时之间,面对三人,丝毫不退。 你的剑术确实是很强,可是要杀我三人,可不够资格。 那通天四重境界的武者,此刻冷笑道。 不够资格。 不见得吧。 此时,沐云叨叨剑气蜂拥集,化作千万道,活灵活现之间,引动山谷大地崩塌,瞬间斩杀而出。 轰,三道身影,此刻纷纷避让。 看到这一幕,沐云冷哼一声。 震! 东华地印在此刻,瞬间旋转而出,化作百丈大小,震慑三人而去。 天帝轰炉在此刻,亦是化作千丈炎龙,奔腾不止而出。 随着东华地印和天帝轰炉的释放而出,沐云面对的进攻压力,顿时减少。 此时,他只是瞄准两个三重境界的家伙,渐渐要命。 原本,现如今,沐云论起主宰道增幅,就不输于三重境界。 此刻配合东华地印压制效果,更是稳稳面对三人,不落下风。 黄蜂剑。 一剑斩出,如风山断河,瞬间裂开。 砰,一名通天三重青年,躲避不及,瞬间被沐云剑气破开胸膛,天帝轰炉在此刻直接杀出,将那名弟子彻底震杀。 就剩你们两个了,此刻沐云咧嘴一笑,再次杀出。 天帝轰炉和东华地印的配合,加上沐云本身实力的抵挡,可谓神效非凡。 强盛的气息,在此刻释放开来之间,恐怖的波动,令人更是感觉无可抵挡。 斩。 再次一剑,斩杀那通天三重的武者。 沐云此时,一股煞气,萦绕于身,看向身前男子,淡淡一笑道,就剩你自己了。 此刻,那通天四重的青年,目光瞥向沐云,却是心中惊惧。 明明只是通天二重境界,界力波动和主宰道增幅却如同通天三重,而剑术和那两剑戒气的加持,更是直逼四重一般。 想让我死,你做梦。 那通天境四重青年,此刻怒吼一声,一步跨出。 玄缘魂天烈。 一语喝下,其双手之上,凝聚出道道界力,顷刻之间,仿佛是汇聚出了千万道的界力,每一道力量并不强,可是融合到一起,似有撕裂天地之威能。 刹那,青年双手一推,千万道界力,直奔沐云而来。 而看到这一幕,沐云却是神色戒备。 七星勾天绝。 一语落下,沐云后背,突然凝聚出七道星光,那七道星光,似组成了一道图圈一般,直接汇聚于沐云头顶。 但听得eld,百年双手一推,千万道lak慢慢有 difícil地使用。 一语解暖火的高分层的风剧入。